一百八十四级 殷家 因为向家出事 许久没有回来的殷若云也回来了 殷子镇一踏进门 没头忍不住的就微微促起 这样的阵仗 真是许久不见了 爸 妈 打了招呼 殷子镇便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没有多言的迹象 殷若云紧抿着唇看着他 目光里闪过了一丝怨恨 他是真的不懂啊 为什么殷子镇可以对他那么狠心 明明他才是他的亲妹妹 可是从小到大 殷子镇疼爱殷孝孝 就是比自己多得多 不论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甚至是殷子镇明明跟景家交好 可是最后 跟景家攀上关系的那个 也只是殷孝孝 而不是他 这就是他的亲哥哥呀 要他不愿 怎么可能呢 向连出事 殷子镇也没有丝毫地表示 他知道他是为了殷孝孝出气 当初相成跟殷孝孝在一起时 他是知道的 现在殷子镇还是要为殷孝孝出气 只是因为当初相成伤害了他 转头殷若云觉得自己现在几乎不能以一种平和的状态面对殷子镇了 李孟从厨房里端出来几杯茶水 就让家里的人全都下去 顿时整个客厅里便只剩下他们一家人 真真真正正的一家人 子镇 肉云的事你也知道了 相家那边我们拖得太久了 你回去之后看看 跟相家的合作还是早点定下来的好 也免得那家妹妹在相家的地位尴尬 殷白凡尘声说着 他既然当初选择交出子音 他就不愿意插手殷子镇的决定 只是这一次 殷子镇到底还是显得任性的一些 可是原因是谁也不好意思提及的 另外 你要是有时间 就去相家多走动走动 别让人以为 若云有过哥哥跟没有哥哥一样 眉上微调 殷子镇没有说话 他的确是刻意脱下了相家跟殷家的合作 也的确是为了殷笑笑 可是他却没有想到 他的家人可以这一般地将殷笑笑视若无误 现在的情况下 殷笑笑的情况不是更加严峻吗 可是在他们眼中 殷若云才似乎是最重要的一个 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 殷子镇安静地等着 不到最后一刻 他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家人显得恶魔化 两久之后 殷白凡到底还是开口 却说 子镇 叫小要离婚的事跟你说了吗 摇头 殷子镇抬眸指示殷白凡 没有 他自结婚后 很少提及他的家庭问题 殷白凡点点头 一边的李梦却是得意地仰起了嘴角 眼情微眯 殷子镇的目光落在李梦身上两秒 便收回来 殷家 是不是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呢 有些话殷白凡不好说 并给李梦使了个眼神 李梦伸手将茶水推到殷子镇面前 轻声说 子镇啊 这笑笑要是真的被锦家赶出来了 你知道他打算怎么做吗 说着 李梦略带期待地看着殷子镇 喝了一口茶 殷子镇皱眉 不论怎么说 笑笑都是殷家的人 是我的妹妹 我不会那么轻易 就让锦家离婚 就算到最后真的离婚了 笑笑难道还要离开这里 殷笑笑离婚 难道不该回来吗 李梦的脸色微微愣了一下 看了一眼旁边的殷白凡 继续说 子镇啊 你是男人 或许不懂这些事情 可是 嫁出去的女儿 喝出去的水 笑笑她既然嫁人了 自然就跟我们殷家 没有关系了 无论她到最后是离婚 还是不离婚 都是她自己的造化 照我们看来 笑笑就算最后离婚了 殷家我们 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让她暂住 但是 绝不能长住下去 李梦每说一个字 殷子镇的脸色 就沉了一分 这完全就是将殷笑笑 当作外人一般的对的呀 景家这样的大家族 要是离婚 肯定是因为笑笑 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让景家无法容忍 这样的孩子 我们殷家也是不能收容的 否则到了最后 受损的 就是我们家了 李梦丝毫没有注意到 殷子镇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只是静直说 要是笑笑有本事 就应该不论如何 都绝不跟景丽媛离婚 可要是实在没办法 那就 后面的话 李梦没有说出来 可到底大家都懂了 殷笑笑现在不是殷家人 也不是景家人 眉头紧皱 因此正感觉自己心底 有一团火在燃烧 她知道 笑笑其实不是殷家人 可好歹他们也一起生活了 那么长时间 为什么他们就连一点点的 怜悯心都没有呢 这一点是彻底惹怒了她 妈 你不觉得你说这些话 太过分了吗 笑笑到底是殷家的人 是殷家大小姐 她若是离婚了 殷家将她拒之门外 你有没有想过 她是什么感受 而外面的人 又会怎么看待殷家 你们这样做 难道殷家就好看了吗 恼怒地说出这番话 殷子正脸色越发地差了 我知道笑笑不是你的女儿 但是你好歹 跟她在一起生活了 那么长的时间 难道真的就那么一点 也容忍不下她吗 这话江里莫说得 有些颜面无存 到底她是继母 最怕的就是这样的话 可是她没有想到 外面的人说的话 她还没有听见呢 可现在却从自己儿子嘴中 听见了这样一番话 要说不生气 那是不可能的 坐着的身子 李梦直直地盯着殷子震 子震 我是你的母亲 有你这样对自己的母亲 说话的吗 我知道 你跟笑笑关系好 可你倒说说 我刚才那番话 哪里说错了 她殷笑笑 又不是没手没脚 现在大学也毕业了 也在紫殷跟着你学习 她有自己的能力 能够养活自己 凭什么我们还要养着她 她离婚了 就该自己在社会上独自打拼 不该再回来做她的千金小姐 我承认我是继母 可是我敢说 在殷笑笑从小到大的吃穿用度上 没有少过她的 殷子震眉头微醋 没有说话 其实 自从上一次殷若云和李梦 特意设计殷笑笑和张经理之后 殷子震事后就认真地检查过 殷笑笑这些年的生活 李梦所谓的不缺她 不过是每个月几百块 保证她可以不饿死 殷笑笑的学费 甚至都是她自己挣的 若是她之前不知道这些事情 或许还真的会相信 可是现在这一切在她眼底 都只是笑话 只是她还没有戳穿李梦的真面目 对于母亲的面子 她还是给得很足的 殷若云坐在一边 终究还是忍耐不住地开口 哥哥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那么宠殷殷笑笑 明明我才是你的亲妹妹 可是从小到大 你是怎么对我的 甚至连我嫁人了 你依旧扣着向家 跟殷家的合作案 不肯松口 你真的以为你这样的做法 我不知道 是为了什么吗 殷子镇抬眸看着殷若云 冷漠地反问 既然你知道为什么 那你还好意思问 一句话 说得殷若云脸色 一阵红一阵白 李梦有些不高兴了 殷若云是自己的掌声明珠 就算是自己的儿子 也不该这样说他呀 他们才应该连起手来 对抗外人 恼怒的李梦 脾气顿时就有些大了 殷子镇 我告诉你 殷笑笑如果找你帮什么忙 你绝对不可以帮 你要记住 你是殷家的顶梁柱 殷笑笑嫁出去了 就是泼出去的水 再也没有收过来的可能性 李梦的嗓烟底 带着点点的严肃 也还是他第一次 那么严重地对殷子镇说话 你的妹妹是若云 不是殷笑笑 你要帮的 应该是若云 也不该是殷笑笑 我也不怕告诉你 当初殷笑笑 执意要嫁给警力院的时候 我们可是跟她签了协议的 她嫁人后 要是想找娘家人帮忙 就必须得到 我们全部人的同意 绝对不能单独找你一个人 这话一说出来 殷子镇的脸色 就变得越发地难看 协议 这样的协议 根本就是不平等条约 暂且不说法律效力的问题 就是殷笑笑的性子 她签了之后 必定会一根筋地坚持到底的 他们这根本就是 彻底断了殷笑笑的 所有后路啊 你们竟然让她签这样的协议 反问里带着点点的怒意 殷子镇站起身 目光从在场的殷白凡 李梦和殷若云的身上 一一扫过 满是失望 你们有没有想过 没有娘家的支持 她在警家会多么的局部维艰 难怪 难怪她嫁进去之后 遇到那么多的事 却从来都没有回来寻求过帮助 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给我打过 原来你们竟然让她签下了这样的协议 你们就不会觉得心里不安吗 殷子镇极度地愤怒 脑得不行 她的妹妹 到底在她不知道的后面 承受了多少的畏惧 不安 我们为什么要不安 殷若云有些怒了 站起身子反问殷子镇 殷子镇 我才是你妹妹 可是你看看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明明就是认识警家人 可却从来没有为我引荐过 最后 我就只能作为家里的牺牲品 嫁给一个相臣 如果不是你偏心 那么我今天 在相家会那么举步维艰吗 你看见了殷笑笑的困难 为什么就看不见我的苦楚 我才是你妹妹啊 殷子镇听完这番话 却是忍不住地倾笑出声 殷若云 你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谁逼你的吗 你完全是自己咎由自取 怪得了谁 你要是不去抢笑笑的男朋友 你会嫁给相臣吗 会成为所谓的牺牲品吗 别以为我不说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殷若云的脸色 顿时就苍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185集 殷子镇倾笑一声 她不是不疼殷若云呢 这是殷若云的许多做法 真的令人疼爱不起来 她不会说 试试维护殷若云 可是也不会让殷若云 莫名受了委屈 可惜 她从来都不懂 转过身子 殷子镇静止就要离开 丝毫不理会 身后那群冷血的人 只留下了一句 你们既然不让 用殷家的名义去帮助她 那么用我自己的名义 总是可以的吧 说吧 殷子镇根本不理会 身后那群人 是什么样的神色 就离开了 从殷家出来 殷子镇狠狠地呼吸了一口气 打电话给成刚 陈刚 你去找一间公寓 要安静一些 安全系数比较高的那种 给我买下来 从四方石府出来 殷孝姐便准备回老宅 紫燕那边她请的假 还没有完 要到明天才去上班 跟城市清告别之后 殷孝孝走在街道上 却是不经意地看见 街边橱窗里 模特身上的一件 男士衬衣 这衣服 若是穿在锦丽烟身上 必定比模特还要好看吧 大脑里没有细细地思考过 阴向下的脚步 已经走了进去 毫不犹豫地 曝出了锦丽烟的尺码 便买下来 直到走出店门 她才愣住 吹眸看着手里的口袋 有些哭笑不得 那个男人都要跟自己离婚了 眼里丝毫没有她的存在 她竟然还是这般的 唉 惊叹了一口气 殷孝孝犹豫一下 还是没有舍得将衣服退掉 而是带着衣服回了老宅 景老太太整整一天 没有离开老宅子 就等着他们回来 看见殷孝孝回来时 眉稍微微挑了一下 表示还算比较满意 殷孝孝将衣服装在自己的包里 迅速回了卧室 简单的黑色衬衣 有着精致的白色袖口 看上去格外的低调华丽 平铺在浅色的床单上 怎么看都有一种放荡不羁的感觉 只是可惜啊 她或许根本看不见 她穿上后的样子 将衣服收起来 放在衣橱的底部 殷孝孝收拾一下 便下楼去逗二汉玩了 晚上七点钟 餐桌边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 景老太太的脸色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发的难看 等了整整半个小时 景立渊依旧没有回来 老太太这才动了筷子 这顿饭吃得有些压抑 而吃完后 老太太连散步都不去了 静止坐在客厅里等待着景立渊 于家慧则不断地偷偷给景立渊打电话 可不论怎么打都打不通 急得她仿佛是热锅上的蚂蚁 却连景原风都难得地紧皱起眉头 音音笑笑安静地等在一边不说话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发地紧张 也越发地冷静 紧张 景立渊或许下一秒就会出现 冷静 景立渊第一天就用行动 反驳了景老太太 这又何尝不是对她的一种厌恶表现呢 时钟指向八点五十分时 景立渊依旧没有回来 景老太太已经气得身子微微颤抖 打电话去南宇医院问了一下 得知景立渊今天下午五点就已经下班了 可是直到现在 她都没有回来 于家慧的眉头皱得越发地紧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甚至看着音笑笑 都带着明显的不满 若不是音笑笑的原因 老太太哪里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音笑笑或许真的是扫把星 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大堆的问题 音笑笑自然是注意到于家慧的不满 可是能怎么办呢 反驳吗 可有些事情在某些人心中一旦扎根 那就无法拔除了 八点五十八分 老宅外面终于传来了一阵汽车的声音 于家慧心急起身 迎了出去 三少 听见有庸人这般患战 音笑笑不自觉地也起身准备迎上去 伯母 丽渊的喝醉了 熟悉的声音传过来 硬生生地阻挡住 音笑笑前进的脚步 景丽渊喝醉了 却是沐嫣然送她回来的 那么他们今天一天 都是在一起的了 微微抿着唇 音笑笑站在原地不动 老太太也跟着出去 景丽摇走过来 轻声在音笑笑耳边说了一句 笑笑 你现在可还没有离婚呢 一句话 让音笑笑原本停下的脚步 再一次踏了出去 是啊 她还没有离婚 没有理由就那么将自己的丈夫 拱手相让 景家老宅外面灯火通明 余家慧看着喝得醉醺醺的景丽渊 满眼都是疼惜 老太太也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这孩子 怎么喝这么多呀 明明知道自己的胃不好 还这样 余家慧轻声嘟囔着 还是命人赶紧将景丽渊给扶进去 可偏偏这个时候的景丽渊 谁也不理睬 就那么斜斜地依靠在蓝圣旁边 斜眼看着面前的人 老太太原本一腔怒火 看见景丽渊这个模样时 也散了不少 这孩子 到底是怎么了 从前的景丽渊就算喝酒 可却很有分寸 从来没有喝醉过 殷笑笑一出来就看见 她那邪念的样子 竟只走上前 想伸手扶她 身边的莫严然 却是轻声开口 笑笑 你还是别扶了 这个时候的礼渊 谁也不理会的 一个不小心 说不定会伤到你的 殷笑笑看了她一眼 脚下的步伐没有停下 轻声说了一句 谢谢提醒 可是不论怎么说 她都是我的丈夫 难有丈夫喝醉了 做妻子的 却不理会的 慕严然的脸色 微微白了一下 好在灯光有些黄眼 看不出来 于家慧不满地看着殷笑笑 景丽渊现在连她都不理会 她还不相信 一个自己的儿子 这般厌恶的殷笑笑 可以将她搞定 不少人都等待着 看着殷笑笑的笑话 可是殷笑笑走到景丽渊面前 直直地看着她 随即轻叹一口气 便伸出手 去扶她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房间 看见殷笑笑 出现在自己面前 原本面无表情的景丽渊 却突然咧开嘴 笑了 这一笑 惊得在场的人都傻眼了 可是更惊人的 还在后面 景丽渊避开 殷笑笑也伸过来 扶住自己的手 静止捧着她的小脑袋 随即在她粉嫩的唇上 吻了一下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这一下弄得殷笑笑 刹那间羞红了脸呢 老太太都忍不住 犯了一个白眼 这真的是要离婚的节奏 景丽渊站在一边 很不客气地笑出了声 慕燕燃的脸色 是越发地难看了 殷笑笑头也不敢回 只能硬着头皮上前 伸手架着她就要进去 目光落在地面上 怎么也不愿意抬头 耳根处都微微泛红 景丽渊这一次 倒是格外听话地 跟着殷笑笑走 嘴角的笑意 却是更涮了几分 慢点 一边走 殷笑笑还要一边提醒她 小心脚下的路 慕燕燃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 脸色是一阵红 一阵白呀 景丽渊站在角落里 突然开口 慕小姐 谢谢你送我弟弟回来 麻烦你开车了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就让司机送你回去吧 否则你父母也会担心的 慕燕燃微微抿着嘴笑 正要点头去听老太太说的一句 这么晚了 慕家距离这里也不算近 我看燕燃丫头 今天就别回去了 我给你爸妈去个电话 今晚呢 你就在这里住吧 眉头微醋 景丽渊没有说话 老太太喜欢慕燕燃 那可是整个景家都知道的事情 她才不会那么傻地撞上去呢 于家慧和景严峰微微醋眉 也没有说话 只是让下人带着慕燕燃去了客房 卧室里 殷笑笑好不容易才将景丽渊扶进来 好不容易看见那张大床就在不远处 景丽渊却突然耍赖 不走了 殷笑笑怎么可能动得了她 景丽渊全部身体的重量 都压在殷笑笑身上 随便一个动弹 两人便双双摔倒在地毯上 好在地毯后是啊 殷笑笑又是跌在景丽渊的怀里 倒根本没有摔到 丽渊 惊患了一声 殷笑笑还真怕这一摔 把景丽渊给摔到了 正要起身 看看景丽渊的情况 景丽渊却伸手将她抱了一个满怀 完全动弹不得 房间里没有开灯 只有冷清的月光和黑暗的景色 两人靠得很近很近 她甚至都可以感觉到 她的呼吸喷洒在自己脸上 一时间便愣住了 不知该如何反应 从闹出离婚之后 他们有整整两个多星期的时间 没有这般地亲近过了 适应了黑暗 殷笑笑便看着身边 那张熟悉的帅气的脸 她也微微睁开了毛子 看着她 这一刻 景丽渊似乎有些醉 又似乎没有醉 可殷笑笑却很开心 因为现在景丽渊的双眸里 没有丝毫厌恶 或者是讨厌 四目相对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景丽渊揽着殷笑笑的纤细腰身 毛子里满满的都是她的身影 而殷笑笑黑白分明的毛子里 也满满的都是自己的身影 这一刻的景丽渊 突然就忘记了一些事 两久之后 殷笑笑有些控制不住地 伸出自己的小手 轻扶上她的脸颊 从眉梢到眼角 从眼角到鼻梁 最后到那薄梁性感的唇 指腹和唇瓣相处的瞬间 景丽渊到底还是没有忍住 单手扣住阴笑笑的脑袋 就那么稳了下去 带着急切 也带着怀念 衣室的以拟让人脸红心跳 滴滴的喘息 夹杂着沉重的呼吸 忽然房门被人轻轻地从外推开 沐嫣然叹了一个头 看着床上的情形 脸色顿时苍白的毫无血色 都要离婚了 竟然还可以这般亲密吗 186集 被子下交叠的身影 让沐嫣然的小手紧握成全 咬紧自己的唇瓣 几乎都要流血了 恶狠狠地瞪着床上的音笑笑 沐嫣然终究还是 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即使遇上这样的情况 她还是很清楚 景丽渊虽然要跟音笑笑离婚 可是两个人到底还没有离不是吗 加上景家还有人看着 他们的这个婚不会那么容易就离的 她也清楚 现在的情况 她除了退出去 还能做什么呢 人家是夫妻呀 这是很正常的事 她若是冲进去 倒显得她自己有问题了 这样的蠢事 沐嫣然是不会做的 站在房门外 她甚至能够隐隐听见 音笑笑那压抑的声音 整个人都觉得 快要燃烧起来一般 若是可以 她真的恨不得冲进去 将音笑笑碎尸万段呢 匆匆地离开 沐嫣然回到自己的房间 怒她只能是砸被子和枕头 可是砸得正在杏头上 心脏处却是传来 隐隐的痛 她不得已地停下手里的动作 匆匆抓过身后的药 痛了下去 凉久之后 沐嫣然才缓过神 目光却是越发地害人 音笑笑 我一定会让你 死无葬身之地 一日 锦丽渊只觉得 怀里软软的 格外地舒服 那感觉就仿佛将音笑笑 揽进了自己怀里 好好疼爱了一番 嘴角不自觉地 扬了起来 她很矛盾 真的是很矛盾 要说她不喜欢音笑笑吗 是有点喜欢的 只是还真的没有喜欢到 可以完全忽略了 她绅士的地步 这一段时间 这般的待她 音笑笑痛苦 而她自己 又何尝不是呢 只是她的心里 始终有那么一件事情 支撑着自己 音笑笑 到底是不能成为 她的终身伴侣的 轻叹了一口气 锦丽渊不舍地 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却是看见音笑笑 握在自己怀里 睡得正甜 小小的脸蛋上 有哭过的痕迹 而两人的状态 一看就知道 发生过什么 第一次 锦丽渊觉得 自己脑袋一片空白 她竟然在喝醉酒之后 强占了音笑笑 她还以为 昨夜自己在做梦 那般的真实 可完完全全 都是事实啊 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 一时之间 锦丽渊有些不知道 该如何应对 这样的情况 可是锦丽渊 很明确地知道 自己跟音笑笑的婚 是离定了 悠悠地 音笑笑也从睡梦中苏醒 身子带着点点的皮法 秀气的眉头 都微微醋地一下 看到锦丽渊的心 都跟着皱了一下 黑白分明的眸子 睁开的瞬间 锦丽渊突然醒悟过来一般 伸手将音笑笑推开 毫不怜惜 那双眸子 也仍跟苏娘年轻时 一模一样 看见她的双眸 锦丽渊就会想起 自己父母的惨死 无论如何 她都无法原谅苏娘 也无法原谅音笑笑 原谅陈宇 音笑笑还没有回过神来 就被锦丽渊狠狠地推开 身子穿了尖锐的疼 可是这样的疼 却是不及锦丽渊 眼神中的冷漠 来得刺人呢 锦丽渊起身 动作利索地穿了衣服 脸色沉静地吓人 刹那间 音笑笑就愣住了 坐起身子 用被子遮挡住自己身体 傻傻地看着她 他们这样 不算是和好吗 为什么她还是这样的表情呢 张张嘴巴 音笑笑正准备说话 就被锦丽渊打断了 锦丽渊一边伸手 扣着自己的衬衣扣子 一边转过身 看着床上狼狈的音笑笑 冷声说道 音笑笑 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 你竟然也有这么欲求不满的一天 竟然趁着我喝醉了酒 诱惑我 你以为这样 我就不会离婚了吗 一番话 震的音笑笑耳朵 似乎都微微发明 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她在小脸上还有泪痕 生毛里也带着受伤 甚至躲在被子下的身子 微微颤抖 可是 锦丽渊还是那么说 而且越说越过分 既然你喜欢 我也不介意 那我们就这样过吧 一直到你愿意离婚为止 反正没有离婚之前 你也该履行你作为妻子的义务不是 说吧 经历冤变转过身 可是 她却仿佛听见了 泪水砸落在被子上的 清晰声音 音笑笑完全不敢相信 那番话是从她的嘴里说出来的 她的嘴里曾经给过她承诺 给过她希望 甚至 给过她重生 可是现在却是将音笑笑凌迟处死 一刀一刀地挂在她的心窝上 疼得她仿佛都在流血 她竟是这一般地看待她 这一般地说她吗 泪水狠狠地砸在被子上 音笑笑只觉得 自己现在似乎连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那么眼睁睁地 看她离去的背影 躺在了床上 音笑笑哭得肝肠冲断 滴滴地啜泣声传出去 落在门外 始终没有离开的男人耳中 却始终没有回去 安慰她一句 景家客厅 慕燕然早早地就起来了 此刻正坐在客厅里 跟老太太说话 逗得老太太笑得 眼睛都快眯缝起来 当景丽渊出现时 慕燕然的脸色 微微红了一下 可是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没人注意到这个情况 唯独正好看过来的景丽窑 眉梢微条 她没有说话 昨晚谢谢你送我回来 她昨夜虽然喝醉了 可还是知道 是谁陪着自己 并且开车送自己回来的 喝了一杯蜂蜜水 景丽渊泰然自若地 坐在沙发上 摇摇头 慕燕然表示不碍事 倒是一边的景老太太 率先开口 既然知道是麻烦了别人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控制一下 你制造麻烦的能力呀 对于景丽渊喝醉酒回家的事情 她还是很生气的 景丽渊低头不说话 显然是不答应 也不否认的态度 气得老太太重重地哼了一声 没有跟老太太争执什么 景丽渊站起身 对慕燕然说 走吧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今天早上家里司机来过了 我让她将车留下后 便离开了 我可以自己开车回去的 慕燕然轻声说着 随即站起来跟老太太告别 便准备自己独自离开 哎呀 不用麻烦你走一趟 你今天周末 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下 还是好好休息吧 景老太太开口说 离渊哪 你开车跟在后面 直到确定她安全回家后再回来 说吧 老太太便转身离开了 也然这是不可以拒绝的 景家不爱欠人人情 景老太太更甚 甚至只是这样的事情也不愿意 再亲密的人没有再成为一家人之前 老太太还是能够分得清的 更何况 现在还在景立渊跟烟笑笑 闹着要离婚的档口 更不会让这件事情来影响 慕燕然无奈地笑了笑 转身便走了出去 一路上 慕燕然开车走在前面 景立渊则开车跟在后面 连人一前一后 距离不算远 也不算近 慕燕然时不时地就会通过后视镜 看着身后的那辆车 嘴角扬起的一抹甜蜜的笑 这样的情况 还真的像一对小情侣吵架了 男朋友追在后面道歉的喜马呀 甜蜜的情况还没有幻想完呢 慕燕然的电话就响了 看也没看一眼就接起来 你好 请问是哪位 心情很好 连带着说话的语气都变得格外的好 可是下一秒 慕燕然惊得手中的电话都差点丢出去 慕燕然小姐 你好啊 我是阎王 电话里皮皮的声音似乎带着流氓的气质 慕燕然的双眸顿时瞪大了 紧紧握着方向盘 阎王 你 他找我做什么 难道是来催上次的那件事 慕燕然小姐该不会忘记了吧 你可是欠我十个人呢 看来要不是我打着一通电话 你都要忘干净了 阎王轻描淡写地说着 可是越这样 越是让慕燕然觉得 浑身都冷汗层层地往外冒 现在我缺人了 慕大小姐 是不是该给我准备准备 慕燕然呼吸地微微急促一下 十个人 他去哪里给他找十个人呢 可偏偏 他根本就得罪不起 阎王 可以给我宽限一下吗 我 慕燕然急切地说着 大脑在迅速搜索 该怎么办 才能给阎王凑十个人呢 我最近 慕大小姐 别跟我讨价还价的 我不喜欢 阎王突然冷漠下来 嗓音里都可以听出明显的变化 顿时指住了慕燕然接下来的话 我现在需要三个人 给你一个星期时间准备 到时候会有人来提货的 说吧 阎王根本不给慕燕然说话的机会 就挂断了 而慕燕然心急火了的想多说一些什么 目光转移开 完全没有注意到前方开来的一辆卡车 直到对方猛按喇叭疯狂刹车时 慕燕然才抬起头 大卡车突然要停下来 根本就不容易 即使司机踩出了油门 可车子还是因为惯性的原因向前移动 慕燕然的车子则是直直地上赶着去撞 这时候挥过神来 连电话都不敢再理会 迅速打方向盘 最后直直地撞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 车窗玻璃被砸碎 汽车的安全气囊打开 慕燕然被震得头昏眼花 隐隐觉得自己脑袋上有温热的液体 在鼓鼓地向外流 身后跟着的景立渊猛地停车 迅速下车走过来 车子被撞得严重 而车底的慕燕然此刻却是流着血 看上去虚弱不已的样子 伸手试图将变形的车门打开 景立渊一声声地呼唤着她的名字 燕然 慕燕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车内的慕燕然根本就回不过神来 只能是微微侧头 看着外面那张熟悉的点 可渐渐的 却只能觉得 她明明就在耳边的话 变得越来越模糊 周围路过的司机都停下来帮忙 很快也有警察赶过来 可因为救护车没有赶来 景立渊便只能伸手将车里的慕燕然抱起 迅速向着自己的车走去 将她的伤口简单处理一下之后 便开着车迅速往医院去 前方还有骑着摩托车的交警在开路 一路上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隐隐有人的手机在闪烁 景立渊完全没有注意到 慕燕然的伤在脑袋上 可大可小 更何况 她是从警家出来的路上出事的 怎么看都跟警家有关系 不论从哪方面来说 她都不能让他出事 这一路上 景敌明想之处 所有的车都纷纷为他们让路 画面着实有些壮观 而这些 很快就被好事者传到了网上 你们知道吗 景家三少跟慕家大小姐出车祸了 我亲眼看见她 慕家大小姐可受了重伤了 三少气得将警察 骂得狗血淋头 我估计要是三少夫人出这事 三少说不定会袖手旁观吧 哎呀 可不是嘛 听说他们不是在闹离婚吗 网上不少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而很快的就有人扒出了阴孝孝的事 我听说那个女人是个极其不知简点的女人 哎呀 这种小三 要不是她玩心机 哪里能嫁得进去呀 这慕小姐也真是够倒霉的 此时的殷孝孝正在浴室中洗澡 将自己打理好之后出来 发现电话上已经有十几个未接来电 有陶仪打来的 有董凯打来的 也有殷子镇打过来的 第一时间 殷孝孝便回了陶仪的电话 电话那顿的陶仪慌得不得了 孝孝出事了 你又上头条了 慕盐然出车祸你被牵连了 陶仪迅速说完 语气才稍微镇定了一些 晕晓 你先看看情况 千万全露气啊 殷孝孝这一次并没有说话 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 并挂断了电话 很快电话又响起 是董凯打来的 殷孝孝没有接 电话挂断之后 殷子镇也来了电话 她还是没有接 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电话不断地响着 殷孝学就仿佛没有听见 两久之后 殷孝学才转过身拿起了平板电脑 网络上的评论还在疯狂地增长着 有为她抱不平的 也有贬低她的 看着这些新闻 殷孝学却是嘲讽得扬起了嘴角 似乎自从嫁见了景家之后 这样的事情少说也发生了好几次 她似乎已经习惯了 左右不过是被别人说几句 她也不会掉块肉 跟最初的慌张相比 现在的殷孝学还真如陶姨所说的那般 格外地沉得住气 指尖轻轻滑动 殷孝学看见了不少的照片 都不算很清晰 却张张都是景的渊 抱着沐嫣然的样子 有她匆匆走向懒胜的 也有她细心为她处理伤口的 更有她冷着一张脸 开车过去的样子 一张一张 就那么狠狠刺痛着殷孝学的心 是啊 如果那个人是自己 她说不定 真的就会袖手旁观了 关掉平板 殷孝学闭上眼睛 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休息 俨然这件事情 她丝毫不打算理会 再说男女医院 接到消息的记者 早就闻风赶过来 加上之前埋伏在这里 准备抓住景的渊 和殷孝小离婚消息的记者 便格外多起来 不过大家都站在门口 不敢进去 当看见懒胜开过来时 人群几乎是沸腾的 男女医院的医生 接到消息 便迅速准备好一切 景的渊把沐嫣然抱下车 就有护士推着病床过来 等到沐嫣然 刚刚被推进了医院 景的渊就被围了起来 三少 请问你当初 为什么会娶殷小姐 这个小三呢 三少 请问殷小姐 是凭着什么 嫁进景家的 三少 请问你现在 是不是打算 跟沐嫣大小姐在一起呢 你们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三少 请问你跟殷小姐 什么时候离婚 还是已经离了 每一个问题都让景的渊紧皱眉头 小三 她怎么不知道 阴像是小三呢 嘴角的笑 微微冷漠了几分 可现在的景的渊 并没有那么多精神 去理会这件事情 而是冷着一张脸 静止走进了医院 徒留身后的所有人 在那里思考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迅速地赶到急诊室 脑科医生和心脏科医生 都在为沐嫣然做检查 好在沐嫣然出了头上的创伤 并没有其他伤口 而且伤口并不算很深 安全气囊为她阻挡了不少力道 心脏也没有问题 说穿了 沐嫣然不过就是撞破了头 流了大量的血 所以导致有些虚弱 只是 景的渊虽然是医生 但在没有遗弃的情况下 也很难确定 她的心脏和头 是不是有问题 知道不过是吸睛异常之后 景的渊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紫扑阳和穆龙接到消息 便迅速地赶过来 再得知沐嫣然并没有大碍 就放了心 只是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抱怨的 不过没有明显地表示出来而已 可承飞打了电话之后 景的渊便离开了 徒留紫扑阳和穆龙在这里 等着沐嫣然醒过来 并没有等多久 沐嫣然就缓缓地醒过来 脑袋还有些眩晕 可好在没有什么大问题 没有看见自己想见的人 穆嫣然多少 还是有些失落的 嫣然啊 你真是吓死妈妈了 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 隔三差五的 就吓我跟你爸 紫扑阳没好气地说着 手里为穆嫣然削苹果 却并没有停止 要我说呀 那个烟笑笑就是一个扫把星 你看 谁跟他沾染上没有出事的 你去警驾 只要一遇上他 一定会出事 这样的人 到底有什么好的 有什么用啊 还不如别浪费那条命 在这里浪费粮食 穆嫣然的眼神 微微眯了一下 没有说话 出车祸前 他唯一只记得两件事 一是 井立渊救了他 一是 阎望的三个人 这个殷笑笑啊 既然井家都不要他 赶紧离婚不得了嘛 干嘛那么死气巴赖的赖子呀 都不嫌丢人的 紫扑阳是越来越不喜欢 殷笑笑了 只要一提到他 恨不得他去死一本 哼 这阎家人哪 果然都是脸皮厚的 那个殷若云也是这样的人 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不要 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呢 阎笑笑 孩子 穆嫣然眯缝着眼睛 细细思考着什么 后来的紫扑阳说了什么 他也不清楚 只是现在 他却想到了一个绝好的办法 既然阎王要人 那么他何不将自己厌恶的人 献给他呢 这样一来 他既可以摆脱阎王 也可以让自己厌恶的人 彻底消失在世界上 左右动手的人也不会是他 他起的不过是 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那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不用呢 看来呀 之前他还是太善良了 嘴角微微上扬 穆嫣然突然就有些感谢 这一次的车祸 竟然还能有这样的收获 趁着紫扑阳和穆龙离开时 穆嫣然迅速给自己的人 打了一个电话 将一笑笑给我查清楚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隐形疾病 另外 找两个孤儿来 最好都是成年的 也检查清楚 检查好了之后 告诉我 电话那段的人 应下来之后 便迅速去办事 而穆嫣然却是得意地 扬起了唇角 十三月底 景立渊的套房中 不远处巨大的屏幕上 红红绿绿 线条密密麻麻 写着不少公司的名字 而景立渊坐在办公桌边 面前还摆放着三台电脑 上面也是密密麻麻的线条 那画面一看 就让人觉得头疼不已啊 可偏偏 景立渊却是极其认真的看着 葛承飞和承普利站在一边 不时地会说上几句话 话不多都是对别的公司的 一些了解 整个屋子静悄悄的 除了呼吸声 偶尔就是鼠标的声音 两久之后 屋子的门突然被别人敲响 葛承飞眉头微皱 看了一眼景立渊 小心翼翼地去开门 刚刚站出去就训了来人 我不是说过 我们在这个房间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能打扰的吗 你们都寄到哪里去了 服务员怯懦地站在那儿 听完讯之后迅速开口 葛经理 网络上传言越来越过分了 甚至听说 今天还有人去踢大找三少夫人了 扬言要包养她 不只是踢大 听说连殷家和紫殷 那边都有人去 都是一些有钱 但是没有权势的人 说三少夫人长得漂亮 想要 后面的话服务员可不敢说 可是网络上的情况是越演越烈呀 这样下去 殷笑笑被毁了 完全是可能的 他们可不敢将这样的大事 当作没有看见 一番话 震得葛承飞得有些傻眼了 眉头却是皱得紧紧的 不自觉的 葛承飞就往紧闭的房门处 看了一眼 三少夫人跟殷笑笑离婚的消息 他们都知道 甚至知道是为什么 这婚在他们眼中看来 是必定要离的 只是不知道 三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会怎么办呢 会帮忙吗 还是会火上浇油呢 一时之间 竟连葛承飞都有些不知所措 最后 只能是打发走了服务员 沉默地走进房间 看着办公桌后 认真工作的警力渊 到底还是决定 不开口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这一边的警力渊 看着巨大屏幕上 红红绿绿的线条 显得很轻松 可是另一边的葛承飞 就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了 连带着旁边的成谱地 都看了他好几眼 终于 警力渊还是发现了他的不对劲 抬眸看他一眼问 什么事 葛承飞微微低持着眼眸 两久之后 摇头回答 没事 有些事情 既然知道根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 那么还不如 从一开始 就不用抱有期待 转过身 紧得冤气去自己手中的动作 大脑里迅速分析着 线条的可能性 整个世界仿佛剩下的 就只有一个 不过数据和线条的世界 成谱地狐疑地看了葛承飞一眼 终究是没有说什么 走得出去 就这样 警力渊一忙就整整忙了一天 等到下午从工作中解脱出来时 成谱地从外面回来了 眉头微醋说 三少 我也是那边出问题了 我们在那边的基地被人发现了 现在对方要求见你 警力渊神色未变 两久之后才从屏幕中抬起头 凤眼深邃地看着他 谁 程浦地摇头回答 那便不肯透露 只要求要见你 否则外事的基地 就会打水漂了 眉头紧皱 警的冤还从来没有被人 这般地威胁过 心情自然是不好的 深呼吸的一口气 还是给男女医院的院长 去了一个电话 随即拿起自己的衣服 转身跟着葛承飞 以及城浦地两个人 迅速赶往歪市 那里是他的一个基地 在没有发挥作用之前 绝对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再说警家老宅 警老太太照常给男女医院的院长 去了电话 却得知 医院要派他去参加一个 为期两天的医学研究会 因为是临时受命 所以从老太太的电话 去的第一时间 他就开始道歉 最后弄得老太太 也实在不好意思 只能是婴了 挂了电话 警老太太轻声地 叹了一口气 站在楼梯上的音笑笑 无声地转过身子 没有说话 警力渊今天不回来了 不论是不是去参加 医学研究会 在这时候离开 请原谅他 真的不能不多想 也不能不伤心 网络上漫天的 都是有关他的新闻 明明他甚至连镜都没有出 可是 现在就仿佛 整个世界的中心 被无数双眼睛盯着 也被无数人所注视着 音笑笑这小妞长得不错啊 我还真是喜欢啊 我看那三少娶她 也不过是想睡得 光明正大一些吧 我现在真怀疑 当时她其实不是 嫁进警家 而是卖进警家的吧 我真想去问问 她的下家能不能是我 网络上的话语 闪烁在音笑笑的脑海 紧抿着唇 眼眶微微地泛红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刻 哪怕是当初 她德行败坏 品行不良地传闻出来 也没有今天这般的 令人难以接受 是她太天真了 一直觉得 她会保护自己 哪怕她遭遇了 这样的事情 警力渊哪怕作为警家人 作为她的前夫 也会保护她的 可是现在 警力渊却在这时候离开了 就跟当初她被推倒在 风口浪尖的时候 警家人全都离开梯市 有什么区别呢 有区别 那一次的警力渊 是被迫离开 可这一次 是她主动离开的 轻挪脚步 殷笑笑回到房间 安静地坐在床沿上 不说话 这个婚 就要因为自己的固执 一直执拗下去吗 一日 殷笑笑早早地起床 收拾好了 便去了学校 没有警力渊在 她的生活变得很单调 但也变得很轻松 今天为什么这么多车呀 司机小陈忍不住 开口念叨一句 她也曾经送殷笑笑来上课 可是还真的没有见过 梯大的门口 聚集那么多的名车画面 整个学校附近 都拥堵不堪 殷笑笑看着窗外 车来车往 并没有说话 下车之后 小陈便离开了 殷笑笑独自走在 学校的路上 殷笑姐 你好 突然 一名穿着得体的男人 走到殷笑笑面前 对她微笑着 伸出了自己的手掌 态度很谦和 也很得体 殷笑笑看着 能伸到自己面前的大掌 下意识地伸手握上去 你好 请问你是 说着 殷笑笑就想抽回自己的手 奈何对方却是握得紧紧的 不松手 一瞬间 殷笑笑脸色就变了 眉头紧皱 怒声说 这位先生 我并不认识你 请你松开我的手 男人垂眸看着自己掌心中 殷笑笑的小手 随即笑着伸出大拇指 在她手背上磨酥了几下 殷笑姐的皮肤真好 很细腻光滑呢 比现在很多女孩子的手 都要摸着舒服 一句话彻底惹怒惹了殷笑笑 狠狠地将自己手抽回来 浑身戒备地看着对面的男人 男人似乎有些失落 掌心的空档 反应略微迟缓地收回自己的手 随即才说 殷小姐 你跟景三少离婚之后 可以考虑一下我 如果你一定要结婚之后 才做生意 我也不介意娶你一次 但是你必须要让我先艳艳惑 清脆的响声很轻易 就吸引了周围不少人的目光 几乎是话音落下的瞬间 殷笑笑便扬起手 狠狠一巴掌 给面前的男人打了过去 这位先生 请你放尊重一点 你若是继续这样下去 我不介意跟你发庭上见 殷笑笑现在几乎是T式的名人 更何况在校园里 认识她的人很多 许多人都围过来 监护的还有不少生面孔 很多人都趁着这拥挤的时候 细细地打量着她 面容精致 身段窈窕 肤若凝脂 这样的女子 的确是犹物一般的存在呀 对面的男人 因为殷笑笑这一巴掌 有些正冷 可很快就反应过来 眼神里都透着 阴狠地盯着殷笑笑 两秒后 毫不犹豫地 狠狠一巴掌 还给了殷笑笑 这一次响声透着一股暴力 殷笑笑整个人都被打得亮枪了好几步 头发更是散落下来 遮挡中半边脸 等到再抬起头时 男人已经逼近了 伸手揪着他长长的卷发 恶狠狠地 居高临下说 殷笑笑 别给脸不要脸 爷看上你是给你面子 你做了婊子还想立真结牌坊 老子愿意跟你玩玩 是你的福气 不然就你这样 还不知道被多少人睡烂的婊子 以为我想上你 我自己想想都说不定会嫌脏啊 殷笑笑被迫抬头 看着面前的男人 俨然也是没有想到 他会还手的 即使这样 眼睛里也依旧满满的都是倔强 愤怒地瞪着他 男人逼得很近 呼吸几乎要喷在他的脸上 拽着他发丝的手 更加毫不松懈 就那么紧拽着 欣赏着他的倔强 欣赏着他嘴角 因为那一巴掌流出来的血丝 更欣赏着 左边脸颊上 那高高隆起的伤痕 嘴角微扬说 殷笑笑 三少玩腻腻了 所以才要跟你离婚 你可别告诉我 你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你一个破鞋一般的女人 有什么好嘚瑟的 别以为你读了几年的大学 就不得了 现在的大学生满大街都是 跟地摊货有什么区别 别拿法律来吓唬老子 还真以为你是什么 不得了的千金小姐了 周围的人都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看傻了眼 两久都回不过神来 殷笑笑身手紧紧拽着他的手 试图缓解一下 自己发丝深处带来的疼痛 可是怎么也没有办法 最后 也只能是丝毫不肯服输地 瞪着他 一个离婚的女人 还敢在我面前叫笑 真以为你他妈是真结恋女了 男人说着 毫不留情狠狠甩开了 殷笑笑的头发 没有站稳的身子 凉枪了好几步 才撞在一边的大树上 堪堪停下了脚步 男人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不是好歹的女人 老子就等着三少跟你离婚之后 玩死你 说吧 男人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 殷笑笑站在原地大口地呼吸 脸色苍白无色 原本安静的现场 渐渐就响起了一阵阵的议论声 这就是小三儿的下场 是攀附权贵的现场吧 真是自讨苦吃啊 我就说嘛 以三少的情况 怎么可能会看上一个殷笑笑 完全不合常理嘛 一个出来卖的高级货 竟然还弄得自己格外稀缺 我还真是不懂了 我总算是知道了 为什么今天学校来了这么多男人呢 感情都是为了他呀 议论纷纷 阴下下身子狠狠地颤抖着 可是却抿着嘴一言不发 倔强地站起 挺着了身子 一步一步向着教室的方向走去 身后的议论声 仿佛跟他毫无关系 哎呀 三少真英明啊 这样的女人 的确该早早地划清关系 我听说 管理系的沐嫣然 是三少有婚约的未婚妻呢 是真的吗 是啊 不然阴笑笑怎么会是小三呢 又是差得谁的足啊 每一字每一句就仿佛是针刺一般 狠狠扎在阴笑笑的心上 身上 疼得却是连哭泣的勇气都没有 只能那么安静地 看着这一切 熟悉 又陌生 当初的他也受过这样被千夫所指的生活 可是那时候 他却是幸福的 因为不论怎样 他都知道 背后有一个他 可是 现在呢 还有吗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一百八十九集 阴笑笑很清楚 他不过是孤身一人 阴家 在他执意要嫁给景的冤属 就已经被断了所有的退路 景家现在更是丝毫容不下他 陶姨怀这孩子 不能让他担忧 一时间他身边所有的一切 仿佛离他格外的遥远 遥远到根本就触碰不到 潜雪和果果在人群中 看着他孤单的背影 眉头紧紧皱着 却始终也不敢上前安慰一句 众矢之地的阴笑笑一旦沾染上 那么他们便也沾染上了污泥啊 这个世界很善良 也很现实 课堂上 阴笑笑听得很认真 丝毫不去顾及周围的眼光 可是这并不代表着 周围的人就不看他 教室里的同学 蒋台上的教授 教室外的陌生人 每一个人的目光 或多或少地 落在他的身上 阴笑笑 既然你不喜欢刚刚那个男人 那你离婚之后来找我 我会很温柔的 有男人在教室外面大喝一声 顿时引起教室里笑声无数 男人又说 我说真的 至少我不会动手打你啊 那张脸那么漂亮 被伤害到了多不划算啊 阴笑笑紧紧握着手中的笔 没有说话 讲台上的教授 眉头却是紧紧皱着 紧得几乎要凝成一个穿子 却连看阴笑笑的目光 都显得格外的厌恶和鄙夷 垂下眼睛 阴笑笑嘲讽地 仰起了自己的嘴角 阴笑笑 如果你不喜欢他们这样的 还有我 另外一个男人在教室外面开口 随即说 我出五十万 买你陪我一个月怎么样 我出一百万 我出两百万 我出三百万 莫名的 教室里的课还没有上完 就已经变成了阴笑笑的个人拍卖会 只是拍卖的却是他这个人 以及他的所有 周围还有不少同学跟着起哄 你们这个价码是不是太低了 好歹也曾经是景家三少夫人啊 才值那么一点 有好使者开口 一副站在阴笑学这边的口吻 要我说 就凭着我们笑笑的脸蛋 身材 还有曾经跟过三少 这棋牌价 怎么也得是八百万起底啊 就是啊 哪能那么便宜啊 别以为就你们是生意人 就欺负我们这些学生 一阵阵嘲讽传过来 阴笑却脸色苍白的不像话 坐在那里就仿佛是透明人 根本就没有人理会他的感受 肆意地拍卖着他 现在我宣布拍卖开始 离价八百万 价高折得 我出九百万 我出一千万 一千一百万 仍然是这样 这场莫名的拍卖会 也在持续着 周围的人都很高兴 可是阴笑却只觉得 浑身都凉透了 呼吸都显得格外的急促 突然人群被人推开 陶仪走进来 狠狠砸了面前 某同学的一堆书 在地面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终于是打断了这一场 莫名其妙地拍卖会 有人不满地看着他 可这陶仪却丝毫不在意 紧皱着眉头 直视面前的所有人 大声说 你们这些人太过分了 这样羞辱一个人 很有意思吗 很得意吗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凭什么就左右别人的人生 又凭什么就那么 渲染别人的过去 你说笑笑现在还没有 和景律元离婚 就算他离婚了 你们确定你们今天这样做了 就能够承受住他哥哥 阴子镇的抱负吗 一番话 质地有声 整个现场顿时陷入一片安静 没人敢说话 可还没有回过神来 陶仪就走到阴笑笑身边 伸手将他拉起 保护在自己的身后 冷笑一声继续说 哼 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倒是很想知道 若是到了最后 笑笑没有和景律元离婚 而阴子镇也知道 自己的妹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会怎么对你们 说吧 在所有人都没有回过神的时候 陶仪拽着阴笑笑就要离开 人群不自觉地 为他们让出了一条路 可走廊里还没有走多远 就有人不满地伸出自己的腿 挡住了阴笑笑的步 啪的一声 却带着沉闷的痛苦 阴笑笑摔倒在地上 要不是程世青突然出现 扶了他一把 估计他就要扑扶着摔在地上 现在不过是双膝跪地 可以够他疼的了 扶起阴笑笑 程世青沉着脸 看着那伸出自己腿的女生 表情格外地严肃 女生在这样的威压下 弱弱地开口 为自己辩解 程老师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别那么生气呀 再说了 阴笑笑他就算摔倒了 也是活该的好不好 总是用法庭来威胁人 真以为他家有钱就了不起吗 本科的时候 送张萌进了拘留所 现在他不是才把陈青 也送进去了吗 他的德行又不好 你至于这样一次次 袒护他吗 声音虽小 可是字字句句都被周围人 听在了耳朵里 陶仪匆匆将阴笑笑扶稳 心疼地看着他 苍白的脸颊 握着他的手 越发地紧了一接 程世青向前一步 将陶仪跟阴笑笑 护在自己身后 冷声说道 张萌我不清楚 甚至陈青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敢说 若不是他们咄咄逼人 笑笑会做到这个份上 还是你想说 尹笑笑是故意跟他们作对 两个人根本就从未将他放在眼里看过 他为什么要放过他们 他们不逼他 他至于吗 女生闭嘴没有说话 张萌和陈青 为什么会出事 他很清楚 程世青继续说 还是说 你想让阴笑笑 请警力援 或者阴子镇出手 这样笑笑才算是仁慈 这句话 堵得所有人都说不出话来了 是啊 难道真的要他们出手 才叫好吗 别把任何人都看得格外好欺负 也别把任何人都看得格外的应该善良 程世青冷声说着 眼眸前所未有的寒冷 看了一眼在场的所有人 好的善良 并不是你们可以肆意践踏他自尊的理由 说吧 程世青护着阴笑笑和陶仪就那么离开了 丝毫不将身后的人放在眼中 人群里都是一阵唏嘘啊 最后却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渐渐丧开 偶尔有几个不服气 也被这样的气氛压得说不出话 从学校里走出来 程世青带着阴笑笑和陶仪上了车 目的地直奔陶仪跟董凯所住的小公寓 自从上一次在上司临出面前 说出了自己怀孩子的事情 董凯站出来承认 说孩子是他的 陶仪便避不得已地住进了董凯一个人的单身公寓 两人至今也算是相敬如冰了 进了屋子 陶仪给阴笑笑倒了一杯温热的水 放在他的掌心取暖 现在的季节虽然谈不上很冷 可阴笑笑却是格外的胃寒 每到冬季 几乎恨不得能够不动弹地 跟动物一样冬眠 笑笑 程世青担心地唤了一声 可等了两久 都不见阴笑笑有丝毫的反应 陶仪坐在一边也格外地担心 伸手揽住他的肩头 轻声问 笑笑 你跟我说说好不好 我肚子里的宝宝都想你了呢 微微地 阴笑笑的眼睛动了一下 随即在缓慢地转头 看了一眼陶仪 程世青和陶仪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同时 阴笑笑也深呼了一口气 宝宝还好吗 你现在跟董凯怎么样了 陶仪轻声地开口 却是绝口不提自己刚才的事情 甚至连一句紧的冤都不提 只是宛若无视人一般跟他说着 若不是他那脸上明显地掌锅痕迹 陶仪或许都会觉得刚才的一切 是不是自己做的一个梦 他对你还好吗 陶仪没有说话 只是眼眶微微泛红地看着他的脸颊 颤抖着伸出手 抚上他的脸 动作很轻 轻得仿佛害怕自己伤到他 可到底阴笑笑还是因为刺痛 微微后退了一些 没有说话 阴笑笑坐在那里 乖乖地任由他伸手抚上自己的伤口 听陶仪心疼地问了一句 疼吗 简单的两个字 阴笑笑却是泪流满面 程世青转过身 走到一边 装作没有看见 没有了这个束缚 阴笑笑买手在陶仪怀中 痛哭出声 陶仪 我好痛 真的好痛 不只是伤口疼 心更疼啊 疼得他几乎要呼吸不过来 疼得他几乎以为 自己下一秒就要死去 陶仪 陶仪 一声声地呼唤 夹杂着阴笑笑的心疼男人 丝毫没有注意到 身后的程世青拿出电话 看了视频 接通了对面那个男人 疼一 我痛 我的心好痛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跟我离婚 我真的不懂 我到底是哪里所错的 为什么一定要跟我离婚 他难道不知道 我现在剩下的只有他了 他难道真的不知道 我爱他吗 我跟燕家断了关系 一心扑进他的怀里 我努力做着 金家称职的儿媳妇 我也努力地想要他喜欢我 可是他明明都说喜欢上我了 为什么 为什么转身就告诉我要离婚 陶仪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陰笑笑的哭诉 一声声如在耳边 电话另一边的锦丽渊 看在眼里 只觉得心 得揪着一半的疼痛 却在连这时候 感到他身边 都做不到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一百九十集 陶仪抱着音笑笑 任由他说话 任由他哭泣 任由他的泪水 落进自己的衣服里 陶仪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不要我了 好不好 是因为我倔强吗 我改好不好 还是因为 奶奶不喜欢我 那我努力好不好 是因为十岁那年 我曾经被别的男人猥亵吗 我 我 我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好不好 说着 因笑笑的泪水 却是模糊了整个眼眶 怎么也看不清楚 眼前的情况 心里压抑了很久的情绪 在这一刻 终于全面爆发 陶仪 我该怎么办 为什么 为什么我那时候要生病 为什么我要全身乏力 为什么我要被人危险 为什么 为什么 陶仪 他今天也嫌弃我了 他嫌弃我了 他现在不要我 我该怎么办 每听一句 陶仪的心就跟着疼痛几分 到了最后 只能哽咽着 说不出话来 因笑笑一声声地呼唤着 声声入耳 聚聚入心 陶仪 陶仪 我知道 知道他从最初去我时 就不喜欢我 可是我喜欢他呀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 喜欢着他 怎么办 我想要得到他的感情回应 我也想要得到他的喜欢 可是明明我都听到他说 他可能已经喜欢上我了 为什么最后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 因笑笑轻声低气着 却是再也说不出其余的话 笑笑 笑笑 可终究 陶仪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只是那么紧紧地拥着他 陶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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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仪下就哭得气息有些不顺 仅仅抱着自己最好的朋友 当做最后一丝扶贫 陶仪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 可是我也知道 他不喜欢慕燕燃 他心里有人 我能感觉得到 真的能够感觉到 可是那个人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 他就不能试着跟我在一起吗 我要的不多呀 就算最后那个人出现 他要离开 我也可以放手啊 可是为什么 那个人还没有出现 他就要松手了 陶仪 我不想松手 不想 陶仪 陶仪 一直破得他心的阴孝孝 也不过如此 但是 他心里有人这件事情 却是从来没有隐藏过的 从结婚之前 阴孝孝就知道 景立渊的心里 住着一个无人可以取代的女人 陶仪 我好羡慕那个女人啊 我真的好羡慕她 我的李渊 爱着她呀 陶仪 景立渊她从来都不曾爱过我 一分一秒也没有 最后一句话 说愣了所有的人 常世倾听着身后音笑笑的哭诉 双拳紧握 恨默地将视频里的男人揪出来 狠狠地揍上一顿 可最后 音笑笑这一句 却让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 她是男人啊 她深知 一个男人不爱一个女人时 可以做到多么的绝情 突然之间 程世倾就有些后悔了 后悔今天拨了这个电话 给她看见音笑笑的真心 陶仪也微微愣了一下 嘴角的笑略微苦涩 身后的小女人孩子哭泣 程世倾却是伸手 拿过电话 静止挂断 调成了静音 放在一边无人理会 程世倾转过身 走进厨房喝水 试图冷静自己 哭了很久之后 音笑笑终于是 疲惫地睡着了 董凯下班回家 看见自家客房里的音笑笑时 忍不住微微吓了一跳 被泪水浸染受伤的脸颊 显得格外地严重 万一是 静音温刚刚还在酒店房间里 看着电话紧促眉头 下一秒电话里的画面 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了 再次拨打过去 那边却是无人接听 一下子站起身 静音温只觉得心里有些急 她出什么事了 即使没有看见音笑笑的正点 可是 她知道 她出事了 否则那个隐忍坚强的音笑笑 不可能会哭成那个样子 还是在陶仪和程世倾的面前 迅速拨打电话给葛承飞 葛承飞下去调查时 程浦力迟迟带着消息过来 歪是扣着他们把柄的那个人 终于肯出来 好好谈一谈了 静音温烦躁地伸手 扯了扯自己的领带 沉默了几秒后 终于还是跟着程浦力 离开了房间 徒留下插完消息 火急火鸟回来后 面对空无一人房间的 葛承飞 她的眼色微微有些发白 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任由她发展下去 会变成今天的样子 那些男人竟然还找到学校去 甚至掌锅音笑笑 可偏偏她现在 连想给景立渊消息的机会 都没有 再说程浦力带着景立渊 到达双方见面的会所后 便关掉了电话 连带着景立渊也关上了电话 这个人他们都不敢轻视 是整个世界上 都赫赫有名的阎王 阎王坐在对面 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细细地品着 面前的平板上 似乎在播放着 什么有趣的内容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可眼神却格外地冰冷无情 甚至透着点点的嗜血 你好 我是景立渊 站在阎王面前 景立渊甚至没有伸出自己的手 大家都是同一种类型的男人 他很清楚 阎王不屑 即使他是景家三少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镜子看完自己的视频之后 阎王抬头 看着面前的男人 轻声开口说了一句 三少 真是看不出来 你是要江山 不要美人的君王啊 竟然就这样 丢下你那可怜的妻子 到了这里来 一句话 景立渊的脸色 忍不住微微变色 阴笑笑 出事了 可是 现在连阎王这样扒杆子打不着的外人 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依旧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阎王很悠然自得地欣赏着景立渊的神色 随即才说 既然你来了 那么我们就谈谈 关于你在歪市的座位吧 景立渊强压下自己心里的怒火 坐定在阎王面前 随即才点头表示同意 三少 你在歪市建立这样的地方 到底是想做什么 是不是该给我一个理由呢 就我所知 你现在所做的事 可是足够你挥霍几辈子都足够的 可偏偏还要来沾染这件事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阎王漫不经心地说着 丝毫没有过分的感觉 我看你现在还是赶紧回去 保护保护你的小妻子 免得他到最后 怎么被人剥皮抽筋的都不知道 歪市 你还是不要沾染得好 听了这番话 景立渊毫不在意地 杨浅的嘴角笑了 阎王 你也看见了 现在这个时候 我都出现在这里了 足够可以看出来 什么在我心里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我知道你也很忙 既然这样 我们是不是就不要提那些 无谓的人和事了呢 一句话 阎王嘴角的笑 却是越发地大起来 那一双套在面具外面的双眸 让人越发地难以琢磨 凉酒之后 阎王放下手中的杯子说 好 那我们就好好谈谈 至于其他的事 就任由别人去理论好了 景立渊淡笑不语 却有着默认的嫌疑 随即 景立渊才开口进入正式的谈论 阎王 我只是想在歪市 建立一家医院而已 至于别的事情 你保证 我不会妨碍到你的 大家完全是井水不发河水 我要的是一块地皮和一家医院 而你要的 则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们并不冲突 不是吗 阎王笑眯眯地看着景立渊 心情谈不上好 也谈不上坏 只说 是这样的 可是我现在心情不怎么样 所以也不想让你得到这块地皮 怎么办 脸色微微愣了一下 景立渊随即开口 我愿意多付百分之十的报仇 只要你给我行个方便 眉梢微挑 阎王看着他 两久之后才说 三少果然爽快 一开口就是百分之十 这般的干脆果断 难怪能够看着你的妻子 在替世被人这般的羞辱 还若无其事地来跟我谈事了 我真是佩服啊 说着 阎王站起身 既然这样 那我就尽尽地主之宜吧 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反正三少女今天回去 也不过是处理一些烦心似的 不是吗 景立渊的心微微提了一下 可到底还是笑着点头答应的 即使他担心阴笑笑 可是在他的心里看来 似乎还是寻找到苏娘 才更加的重要 整整一个晚上 阎王不说散场 景立渊这个T式的地头蛇呢 也实在不好跟Y式的地头蛇作对 只能是一杯接一杯地喝着 一直到半夜一点 阎王才依依不舍地放了景立渊 这一场会才散了 陈普利扶着喝得晕头转向 难受至极的景立渊上车 谁知道景立渊却开口说 陈普利 我们立刻回T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百九十一集 T式凌晨四点半 整个城市还陷在安静的沉睡里 阴笑笑独自站在客厅 家里的灯火辉煌 却感觉有些欢芜了 安静无声地站在那儿 目光一寸一寸扫视着 屋子里熟悉的景色 那张餐桌 他们一起吃过饭 那张沙发 他们一起依偎过 那扇窗户 他们一起眺望过 所有的一切都那么地熟悉 场景立立在目 可偏偏 不过才几天的时间 这里完全变了样子 他不再是无论如何 都站在自己身边的那个他 虽然有过争吵 也有过误会 但最终 他们也都走过来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就突然变了呢 轻挪脚步 殷笑下在屋子里 缓慢地移动着 站在卧室外 他甚至还能够回想起 他们在这里缠绵的时光 可是现在 满满的都是凄冷的空气 黑白分明的毛子 闪动了一下 殷笑下不知道 殷笑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凉酒之后 突然房间的门锁 微微动了一下 转过身 殷笑下站在台阶上 静静地看着门口的方向 门打开时 殷笑下觉得 自己的双眸都有些酸涩 风尘仆仆的锦的渊 站在门口 抬眸望着他 两个人就在寂静的家门口 遥遥相对 一如既往的 相顾无言 终究 他还是赶回来了吗 虽然已经是凌晨四点半 没有回景家老宅 没有去陶仪那里 当成普迪问他去哪时 脱口而出的 就是这个地方 他只是感觉 感觉他会在那里 等自己 一步一步 殷笑笑走了下去 目光落在 景的渊的面颊上 同时 景的渊也走过来 一如往常的回家一般 换了鞋子 脱了外套 那模样 就仿佛他们之间 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只是下班回家 客厅里 两人面对面 音笑笑的眼眸 还有些水润 看得出来是 哭过的痕迹 眉头微醋 现在还是这样 很轻易地就可以知道 他今天下午 哭得多么地厉害 景的渊心中 微微疼了一下 垂在身边的时候 微微动地动 最终想要将 音笑笑拥进怀里 安慰的动作 还是停了下来 侯杰微微动了一下 景的渊垂眸 率先避开了 音笑笑的眼神 看着面前的景的渊 音笑笑突然笑了 眼眶湿润 直到今天 他才发现 自己有多么地天真 这短短的一天 他经历了很多 也感受了很多 哭过之后 他反而才能够 越发清楚自己的想法 也更加清楚自己的状况 李渊 你不告诉我理由 那么 我可以猜一下吗 直直地看着那双 魅惑的凤眼 音笑笑毫不避讳的勇气 让景的渊有些心虚 神色微动 身体微僵 双拳紧握 景的渊微微地点了点头 音笑笑看着冷漠的景的渊 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笑话 两久之后 他终于还是问出来 李渊 是因为我们 成了真正的夫妻了 所以 你后悔了 是吗 话音一落 景的渊的双眸 都带着震惊看着他 他怎么会这么想 狠狠地深呼吸 音笑是继续说 只是那唇瓣 都微微颤抖着 李渊 我再也想不到 其他的理由了 是这个原因吗 这是第一次 在景的渊提出 要离婚之后 在他面前哭泣 毫不掩饰 倔强地抬头看着他 音笑笑一字一句地说着 我想过很多很多 关于你要离婚的理由 是因为奶奶 爸爸 妈妈 还是音家 我都想过 可是我都否定了 若真的是因为他们 你必定在最初的时候 就不会娶我 既然这样 原因就只能是我自己了 在我们发生了关系之后 你就提出了要离婚 所以我猜 你要离婚的理由 就是这个 是吗 听了这话 景内渊的眼睛忍不住 微微睁大了一些 神色变得越发的难看 眼人是生气了 音笑笑看着他的反应 反而将心里的话 都说出来 眼泪滴滴答答 她淹没了景内渊的心 我爱你 你是知道的 可是你不爱我 即使你曾经说过 喜欢上我了 但是你不爱我 你的心里住着一个女人 我不清楚她是谁 只是 只是我一直都期盼着 她可以晚一点出现 只要说不定当时候 我就有 能够跟她争的可能了 可是 她现在没有出现 我就已经输得 一败涂地了 景内渊心中有一个位置 住着一个女人 她自己知道 只是不知道 自己竟然表现得 这般明显 音笑笑也知道了 那个人在她心里 整整住了两年呢 她也曾经想过 若是她不出现 就那么跟音笑笑 在一起一辈子 可连一年的时间都没到 她就率先要开口 离婚 眼泪流得越发地汹涌 心里知道是一回事 可当真说出来 景内渊不反驳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无疑是在 音笑笑心上 狠狠地扎了一刀 李渊 当初答应我要跟我结婚的人是你 跟我说不会离婚的人是你 说或许喜欢上我的人也是你 可是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你突然反悔了 一声声伴随着哭泣的质疑脱而出 音笑笑的情绪全面爆发 没有一丝的迟疑 我知道我不够优秀 配不上你 可是我真的很努力了 难道还不行吗 我很任性 任性到为了嫁给你 自断了所有的后路 那时候你答应过我的 不会让人欺负我 可是为什么 欺负我最深的那个人 会是你 眼泪滴落在地板上 很快就冷却 却是深深烙印在景内渊的心里 喉咙都显得有些难受 明明看着她哭泣的脸颊 是那一般的心疼 可是她还是倔强地 没有伸出手去拥住她 音笑就哭泣着 不像在逃一面前那般 毫无顾忌的大哭 只是滴滴地啜泣着 偏偏就是这样的啜泣 让景内渊的心 一寸一寸地揪紧 她的笑笑 终究还是被她伤害了 一时之间 景内渊似乎又忘记了 苏娘的存在 又忘记了 曾经存在的那些事情 景内渊 微微向前一步 音笑下伸出手来 轻轻拽住景内渊领口的衣服 一边哭 一边抬头问她 景内渊 你骗我 景内渊 你骗我 简单的六个字 说得景内渊身躯 忍不住微微僵硬地一下 她骗她 是啊 她骗了她 曾经所有一切的承诺 都变成了顾眼云烟一般的东西 你骗我 骗我 音笑下轻声说着 小手拽着她的衣服 一次次拉着她向自己靠近 满脸的泪容 全世界的任何人 都可以骗我 可是为什么 你要骗我 既然你要离婚 那么当初 你就别答应给我结婚了 也别告诉我 不能离婚 为什么要在我决定 一辈子都 缠着你的时候 告诉我 你不要我了 这样 我还不如当初 就嫁给张经理了 再一次听到张经理三个字 景内渊脸色都显得格外的不好 脸上明显扭着脑溢 就在她要发火时 音笑下却是没有给她机会 停住哭泣 音笑却流着泪水 看着她问 告诉我 离婚的理由 是不是因为跟我发生了关系 你 你不喜欢我 厌恶我的身体 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景内渊压下心中的怒火 抬眸看着她 突然 飞机湿湿在半空中 爆炸的情形 出现在她面前 音笑却那张精致的小脸 顿时和苏娘的脸 重叠在一起 眉头顿时紧皱 连看着音笑却的目光 都变得厌恶和憎恨 拽着紧的冤衣服的小手 突然就顿住了 身子亮腔着 向后退了两步 整个人之间的距离 便被拉开了 一时之间 有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眼泪哗哗地落下 音笑却满眼都带着惊讶 和悲伤 看着面前的男人 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 转过身 伸手扶住身后的沙发 这时候 她竟然连回头 看她的勇气都没有 只能是那么安静地 背对着她哭泣 却隐忍着 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 她竟然厌恶自己 还带着憎恨 到底 她是有多厌恶啊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一百九十二集 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地往下落 音笑却是伸出手 捂住了嘴巴 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颤抖的肩膀终究是遮盖不住 她哭泣的事实 动物过来的警力渊 脸色微变 静静地看着音笑笑 安静的背影 凤眼微动 她是不是该放过音笑笑了 也放过她自己了呢 不离婚 便不离婚吧 脚步微微向前一步 静地渊努力告诉自己 音笑笑跟苏娘是两个人 就算她是苏娘的女儿 可也是一个被抛弃的女儿 既然这样 那她便不离婚了吧 伸出了手 静地渊脸上的神色 显得格外的心疼 原本以为 做出这样的决定 会很难 可真到这时候 她竟然有一种 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恨不得下一秒 就将她狠狠地抱进自己怀里 好好的疼爱一番 李渊 忽然 音笑笑就开口说话了 却是怎么也没有转过身 看她一眼 静止开口 却说 我们 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 同样的五个字 近一个月前 是静地渊 是静地渊对她 说出的话 可现在 却是她对 静地渊说的 这一刻 静地渊才体会到 当时的音笑笑 是怎样的难受 是怎样的 难以言说 那一伸出的手 此刻 不过停留在 她手臂边 几厘米的距离 可是 她就是再也 碰不到她了 突然 静地渊只觉得 自己的心 都跟着颤抖了 好几分 侯杰微微滑动 张张嘴巴 她却发现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音笑笑说完之后 泪水流得 越发的欢快 可依旧是 没有回头看她 伸手抹了一把 脸上的泪水 静地渊 我同意跟你离婚 我们 就这样吧 说吧 静地渊再也没有 开口的能力 就那么看着 音笑笑转身 跑出了房子 凌晨的风很凉 透过窗户吹进来 就让静地渊 丝毫感觉不到寒冷 看着灯火辉煌的屋子 静地渊竟从未有过的 觉得 这间屋子大的 令人喘息不过来 我们离婚吧 这五个字 那么一直一直地 盘旋在她的脑海 音笑笑跑出去的那一刻 她原本以为自己会感觉 无比轻松时 却变成了一种压抑 一种 难以言说的难受 亮腔着身子 扶着面前的沙发 垂眸却是看见 沙发上 胃干的泪痕 紧勉着唇 一时间 那声凤眼 都有些 泪水的痕迹 终于 静地渊还是 如愿以偿地 离婚了 凌晨五点半 音笑笑独自走在 梯式的街道上 寒风吹得她鼻尖通红 可是现在 一点感觉都没有 精致小脸上的泪痕 早已经干了 双手环抱着自己 音笑笑沿着江边走动 大脑里是这一场 短暂婚姻的 点点滴滴 有她的疼惜 有她的宠溺 有她的误会 也有 她的珍惜 可最终 也只能这样了 仰着嘴角 嘲讽地笑了 最初那般坚持的自己 现在却是 一点办法都没有 音笑笑猜测的理由 或许对了 可是 对在哪里 她不知道 也不执着地 想要知道了 终究是要离了 坐在江边很久 直到她的大脑中 有些混沌 音笑就摸出自己的电话 打给了音子镇 哥 轻唤了一声 音笑笑的嗓音 有些嘶哑 可是还是努力 装出轻松的样子 哥 你来接我好不好 我在江边 顺便把你的律师 寄给我用用吧 音子镇到江边的时候 音笑笑在初冬的天气里 穿着简单的一件毛衣 吹着冷风 那被冻僵的小脸 看得她心疼 迈克步子走过去 音子镇脱下自己的黑色大衣 将她紧紧地包裹起来 任由一丝一毫的风 也吹不进去 抬起了头 音笑就对着音子镇笑了 眼眶微红 这个世界 或许所有的人都可能骗她 讨厌她 可似乎 唯独她的哥哥 不会 眼眸中闪过一抹心疼 被音子镇压抑下去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怀中的人就开口了 哥 你帮帮我吧 我现在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一句话 音子镇只能是沉默两秒钟 点了点头 从小到大 她对音笑笑向来都是 有求必应的 清晨 阳光洒满了整个海淼城 落下温暖的光辉 房门没有关 灯也没有关 似乎还在执着地等待着 谁回来 景丽渊坐在沙发上 安静地沉默 这一时之间 她似乎也懂得 那些夜晚音笑笑 是怎样等待她回来的心情了 葛承飞匆匆赶来时 看见的就是 格外冷静的景丽渊 吓了一大跳 原本因为事态紧急 而被吓得满头大汗 一瞬间 似乎都变凉了一般 手里握着的是 比烫手山芋 还要紧急的东西 没有回头 景丽渊只是轻声问了一句 承飞 你说我是不是很坏啊 葛承飞安静地站在她身后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手里薄薄的几叶纸 安安静静地放到她面前的茶几上 目光都没有落上去 景丽渊闭上眼睛 轻声吩咐 却查着是哪些人去找她的麻烦了 将资料都汇总来给我 今天下午之前 我要动手 诧异地抬头看着景丽渊 葛承飞忍不住地开口 三少 这是三 这是音小姐 尽早寄来的离婚协议 离婚协议 四个字散落在屋子里 空荡荡地 仿佛填满了她的整个世界 压得她喘息不过来 她知道的 一直都是知道的 音小姐说出口的话 就一定会努力做到 只是 她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真的好快啊 站起身 景丽渊走到窗边 看着楼下开口 这段时间 骚扰她的人都查清楚 还有对她动手的那个 也查清楚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音小小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沉默着 葛承飞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离婚后 她景丽渊即使是景家三少 又有什么资格去干扰 别人的生活呢 可是终究 面对景丽渊执着的沉默 葛承飞也只能是 轻声答应下来 整个身子 景丽渊的目光 这才落到茶几上的 离婚协议上 依旧没有看 也没有动 带着葛承飞便离开了这儿 锁上门的一瞬间 仿佛将这里的时光 也锁住的一般 既然这样 就将所有的一切 都埋葬在这儿吧 南宇医院 景丽渊回到这里上班 神色带着点点冷漠 一时间倒是没有人 敢靠近她 从她进办公室的 那一刻开始 她就将自己 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一个手术 接着一个手术地做 好不容易 从手术室里出来 没有站稳呢 身体就挨了一拳 顿时倒在了地上 抬头看去 凤眼里带着愤怒 可是 当看见燕子镇 怒得发红的双眼时 锦丽渊的火气 立马就消散了 田荣和其余的医生 护士都愣住了 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锦丽渊趴在地上 没有动 可却不代表着 燕子镇 就那么放过她了 大不留心走过去 毫无犹豫拽着她的衣领 就将人拖起来 一拳接着一拳 狠狠地打 没有一句废话 也没有一个字的解释 接连揍了三拳之后 田荣才回过神来 冲上去拉着燕子镇 不让她继续动手 可是 圣路中的燕子镇 哪里是她能够拉住的 一个不小心 就被燕子镇甩开 没有回过神了 就看见燕子镇站起身 对着锦丽渊的肚子 狠狠地踢了一脚 闷了哼一声 锦丽渊依旧是没有回首 嘴角有一丝鲜红 周围的人终于回过神来 准备上前阻止 可现在 燕子镇确实不打了 只是伸手指着锦丽渊 冷声说 锦丽渊 记住你今天的选择 从今往后我劝你 离我妹妹有多远滚多远 一句话 趴在地上的锦丽渊 身子都僵硬了一下 燕子镇 着实是够狠的 说吧 燕子镇便转身离开了 这一场殴打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可是带来的影响 却是巨大的 燕子镇对锦三少动手 无疑只能是因为 殷孝孝 很快 锦丽渊和殷孝孝 已经离婚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提示 有记者围堵在 紫燕门口时 燕子镇只是吩咐了 处理殷孝孝离婚 事宜的律师 霍律师留下来 应对记者 霍律师 请问殷孝姐跟 景三少真的离婚了吗 霍律师 请问他们 是因为什么 离婚的呢 霍律师 请问三少 付出了多少代价 霍律师 请问这场离婚的 直接导火索 是不是因为 昨天那一场拍卖会 可不论记者们怎么问 霍律师只回答了一句 关于殷小姐 跟景三少的婚姻 我只能说 他们的确是已经离婚了 其余的无可奉告 一时间 这件事情 就以雷霆之势 传遍了所有的角落 景家老太太得知消息时 气得将手里的茶杯 狠狠地摔得出去 连带着于家慧和景元峰 都被无数的记者 开始围追堵截 景家自起家之后 便从没有传出过 离婚的消息 哪怕是妻子过世 也不曾娶婿嫌 可偏偏这一次 大张旗鼓 娶回来的媳妇 却是半年时间不到 就离婚了 而与此同时 与殷孝孝跟景丽渊 离婚的消息 一同轰炸的便是 所有在网上率先 散播诋毁言论的人 都被以扰乱互联网秩序罪名 被逮捕 倒梯大参与拍卖会的人 更是一一被带到的警局 顿时 有关殷孝孝和景丽渊之间 有没有离婚的事 大家都维持着一种 狐疑的态度 既然离婚了 景丽渊还是出手处理这件事 是不是滚得太宽了呢 他还有资格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193集 景丽渊和殷孝孝离婚的消息 在第一时间就传遍了整个提示 景老太太打了两个电话 一个是景丽渊 另一个则是殷孝孝 两个人离婚后 第一次见面 就在景家大宅 老太太坐在客厅 眉头皱得死死的 家里的电话 一直在不断地响 就连于家会 景元峰 连带着景丽渊和景丽渊的电话 都在不断地响 一个安安静静的家 今天仿佛是格外的热闹 可是偏偏 谁都不敢说话太大声 就怕让老太的心里 更加地不高兴 景丽渊到景家大宅时 身后一直跟着一辆出租车 最初的时候 他还没有注意 可是 当他下意识地看过去时 却只觉得身子 都僵硬了好几分 车上的人 是阴笑笑 离婚后 不会开车的阴笑笑 要到景家大宅 势必只有打车一条路 目光落在身后 出租车 副驾驶上的位置 凤眼里满满是 浓得划不开的忧伤 他的笑笑 质朴善良 可是偏偏 就遇上了他景丽渊 男生以元素 在宽阔的大路上行驶着 身后的出租车 似乎也不着急 就那么跟着 可再长的路 也总有到的时候 当男生停在 景家大宅内的停车位时 景丽渊双手紧握方向盘 看着那个被景家大门 拒之门外的出租车 边拿出钱包 边付账的音笑笑 莫名的 景丽渊突然觉得 自己仿佛就是一个混蛋 付了钱 音笑下轻声道谢 狠狠地呼吸一口 才转过身 却没有动 男生一直开在他前面 他知道 他也知道车上的人 就是景丽渊 他的前夫 一个在车上 一个在车下 中间有不短的距体 可是 他们就仿佛能够 看见对方一般的 没有动弹 两久之后 景丽渊才下车 站在男生边上 看着他一步步地靠近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靠近的永远都是音笑笑 而景丽渊 总是站在原地不动 这样的感情 谁都会累的呀 站定在景丽渊面前 音笑却只觉得 这短短的距离 他仿佛耗见了 所有的力气 喉咙有些难受 可是 他的嘴角 却不得不扬起 就算要离婚 他也想笑着离婚 看着他嘴角牵强地笑 景丽渊就有冲动 想将他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 轻生地安慰 一如以前的 自己一般 景老太太让我过来的 应该是关于离婚的事吧 突然 音笑雪率先开口 打破了景丽渊所有的冲动 也激起了他心里的烦躁 眉头紧皱 一时之间 他竟然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要离婚的人是他 甚至还信誓旦旦地 对音笑雪说 这个婚是离定了 可是真的到了现在离婚之后 他却只觉得 自己恨不得当初 他没有说过那些话 你们两个 给我滚进来 一声怒吼 两个隐隐有些尴尬的人都回头 就看见景老太太 一脸怒容地站在那 气得胸脯都剧烈起伏 身后的景家人看着他们 谁的脸色都不轻松 所有的人都走在前面 音笑笑脉步跟上去 景的渊走在他身后 看着他的背影 竟然觉得短短几个小时不见 他的笑笑 似乎又笑瘦了不少 莫名地 脚步迈开追上去 景的渊在他身边 轻声说了一句 笑笑别怕 待会儿有我在 话音落下的瞬间 音笑笑脚下的步伐 忍不住停顿一下 景的渊转身看着他 神色带着不舍 量久之后 音笑笑抬眸看他 极其认真地说 现在 我们已经离婚了 从今以后 你都不用护着我了 我会保护我自己的 语气很轻 仿佛一片羽毛 划过景的渊的心 可就重得 仿佛千万斤的巨石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张张嘴来不及说话 音笑笑迈着步子 从他身边走过去 黑白分明的毛子 没有一丝一毫的便宜 那一刻 景的渊的心 揪着的疼啊 景家客厅 景老太太坐在主位 面前的茶几都被拉开了 于家会紧皱眉头 看着他们 景丽瑶和景丽博的双眸底 都透着担忧 你们两个 给我跪下 一声呵斥 景老太太和狠狠地跺了跺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鬼杖 音笑笑看了老太太一眼 很乖巧地就跪下去 随即 景的渊也跪下 冰冷的地板上 跪着两个脊背 挺得笔直的人 老太太气得不行 看他们这般的配合 站起身 扬起了手中的拐杖 对着景丽渊 狠狠地挥了下去 音笑笑的双眸 刹那间瞪大 满眼都是毫不掩饰的担忧 身子更是不自觉地 就偏了一下 景丽渊始终注意着她 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侧过身子 硬生生地扛下了 老太太的这一棍子 一边的于家会 接着双手都搅在一起 却又不敢开口 混账 你们的婚 是说离就能离的吗 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什么想法 老太太打了一棍 心里才好受的一些 随即开口便骂 随随便便就结了婚 现在 又随随便便打 就给我离了婚 你们到底将婚姻 当做什么了 游戏吗 竟给我这般儿戏 殷孝孝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老太太说了什么 目光下意识地 落到了景丽渊的背上 那一棍下去 必定是很疼的呀 不自觉地抬眼 看向她的眼睛 殷孝孝才发现 景丽渊始终都注视着自己 喉咙一紧 殷孝随即 硬生生地偏过了头 别这样看我 这样下去 我会以为你不想离婚的 可是偏偏耳边 始终环绕着那一句话 她说过的 这场婚离定了 也说过 结果不会改变 更说过 拖下去 折腾的是她 看着殷孝孝 转过去的眼睛 竟离渊眉头 微微醋地一下 她当真是想要断绝了关系 你们两个 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服我的理由 就在这里给我跪倒 给我复婚为止 老太太气得是火冒三丈 到底年纪大了 赫施几句动了一下手 就有些疲累 竟离姚连忙上前 扶着她回到沙发上坐着 心中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至少这样 不会有人再挨打了 我井家从来就没有 是乱中气的人 这么多年的家族历史里 从来没有过离婚的事迹 偏偏你们 要给我来这一处 我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你们的膝盖呀 还是我老太太的脾气呀 说吧 老太太就开始喘气 于家会抓紧机会 连忙蹲上了一杯茶 音音笑笑抬眸看着老太太 等到老太太喝下了一口茶水 却是对着老太太 乖巧地磕了一个头 随即才轻声说 老太太 很抱歉 我让您失望了 话语一出 整个屋子里的人 都紧皱了眉头 音音笑笑叫的是老太太 而不是奶奶 意义不可言喻 景丽渊屏住呼吸 转头看着她 只觉得现在的笑笑 跟她之前认识的 似乎不一样了 笑笑 你 叫我什么 果然啊 老太太也不是傻的 立马抓住了关键 略带威胁意味地问了一句 不满沧桑的毛子 都带着不高兴 我叫您 老太太 我跟景三少已经离婚了 今天早上 我就已经签好了字 将离婚协议寄给了她 从我签下字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注定 已经不是景家的孙媳 儿媳了 我没有资格 叫您一声奶奶 沉默了两秒后 音笑笑在这般说着 随即又磕了一个头 我很抱歉 辜负了您的期望 我终究不是景三少 心里的那个人 或许 就如同您所说的 我们的婚姻 开始得随随便便 结束的 也是这般仓促 我知道 老太太您心里不舒服 所以笑笑今天 就是来跟老太太解释的 这一番话说的是可圈可点 态度诚恳 景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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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变化 她真的是格外的不高兴 老太太的心情 因为这番话 稍微平静了一些 至少之前有想要砸出 茶杯的举动 显得停了下来 好 我给你解释的机会 老太太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音笑笑 无形的压迫感迎面而来 到底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 摆弄人的心理 还是得心应手的 我刚刚也说过的 不给我一个好的理由 你们这个婚 你们这个婚也别想离 突然 殷笑笑却是凄凉地 扬起了一抹笑 笑的 却是她自己 在她来之前就清楚 景家不会那么轻易 允许他们离婚 单单只是为了景家两个字 就不会 不是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 她殷笑笑今天 也不敢独自踏上这里 心里虽然生气 殷笑笑的改变 可景立渊还是开口想帮她 笑笑 仿佛没有听见景立渊的话 殷笑笑静止开口 老太太 你应该知道的 其实很多人 都说我是扫把星 我有很多污点 你也很清楚 我嫁进景家半年的时光 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中有一件 就是关于我十岁那年 曾经遭人猥亵的事 不知道 您是不是还记得 话音落下 整个客厅里寂静如丝 无人说话 这件事 整个梯式谁都知道 更何况 还是跟景家有关的 景家人 景立渊听了这番话 却是脸色 微微苍白了一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一百九十四集 笑笑 一声严肃的呼唤 景立渊想阻止她 话说到这份上 景立渊就算不知道 她到底想说什么 可是也猜得到 不是什么好办法 一时间 就变得格外严肃 风猫里套着警告 你闭嘴 老太太目光 未动分毫 就那么站在 殷笑笑面前 看着她 接着说 殷笑笑垂眸 沉默两秒钟后 却是伸手 辅上自己平坦的小腹 老太太 您知道为什么 我到了二十三岁 依旧是厨子吗 我不是没有交过男朋友 甚至之前 我还有一个交往了四年的男朋友 可即使这样 我依旧是坚守着底线 我不敢说什么 我就是那样的真洁烈女 固然思想上的不能接受 有些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 性恐惧 甚至恐惧到 不能接受男人 靠近我 话音落下 整个屋子里的人 都转头看着景立渊 那么 景立渊跟殷笑笑在一起 半年时间 是怎样过的呀 第一时间 所有人都在想 景立渊这般坚持地 要离婚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 若真是如此 那么就只能说明 这个婚 的确是该离的 甚至对错 还真是不好判断 眉头紧皱 老太太眼眸狠狠 眯了一下 就因为这个 老太太到底是 走过大半个世纪的人呢 不说看人有多准 可是 景立渊跟殷笑笑之间的感情 还是看得出来的 再者 景立渊是自己孙子 她哪里会不知道 她的性子呢 或真的因为这样的原因 就跟殷笑笑离婚 那才是奇怪了 下意识地 她就觉得 还有后招 果然 殷笑笑停顿一下后便说 老太太 您之前不是说 让我现期怀上孩子吗 但是现在我只能告诉你 我不行 这才是殷笑笑真正想说的 大家组里 最忌讳的就是 没有男丁 更何况 景立渊还是景元胜 唯一的血脉 老太太就算曾经 很生景元胜 和瑞希的气 可到底心里还是想要留下他们的血脉的 否则 景立渊也不会这般地受宠 这话一出来 果然不只是老太太 就连余嘉惠的脸色 都微微苍白了一些 一个不能生养的儿媳妇 她们是真的不满意的 景立渊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女人 瘦小的身躯 突然一瞬间 就要扛下所有的一切 她拒绝她的帮助 拒绝她的怜惜 甚至拒绝她的靠近 从寄出那一份离婚协议之后 她真的想问 殷笑笑是不是真的 想断得这么地干净啊 现在竟然为了老太太拒绝 让他们复婚的想法 这样的话都说出来 她殷笑笑 到底还有什么是不堪的 突然之间 景立渊格外的愤怒 脸色难看得不行 双拳紧握 不发一眼 老太太 我不能为您生下曾孙 不论您有没有现妻 我或许都不行 殷笑笑坦诚地说 丝毫不忌讳 现场还有一个景立博 和景元峰 因为她很清楚 若是不把景家的 每一个人都说服 他们到最后 势必会让他们复婚的 而复婚 偏偏是景立渊 最不想看见的 年迈的身子 狠狠抖了一下 亮腔着 老太太站不稳 往后推了一大步 景立博 眼明手快地 上前搀扶住 双眸看着殷笑笑 满满的都是 不可思议 殷笑笑 你 他们设想过 无数的理由 可唯独没有想到 事情会这样的发展 不得不说呀 殷笑笑这一番话 不只是断了景家人的路 也断了他自己的路 这以后 他要是还想跟景的 冤在一起 势必会困难重重 可是 也难说 他就不是为了以后 都跟景家 没有丝毫的关系 你 你说什么 景老太太诧异地反问 双眸落到 他平坦的小腹上 不能生养 你竟然 不能生养 这对景家 这对景家而言 该是何等的恶耗啊 若是他的大儿子 在地下有之 是不是也会怪他 断了老大一家的血脉呢 你给我滚 立刻给我滚 突然 老太太就发火了 举着拐杖 就上前 想要给音笑笑一棍子 嘴里大呼着 你这个骗子 你既然不能生孩子 那你 还嫁给丽渊做什么 你是故意来 给我们景家难看的吗 砰的一声 拐杖举起落下的瞬间 景丽渊到底还是凑过身子 伸手将音笑笑 护在了怀中 那一棍 还是落在了她的身上 黑一白分明的双眸 直直地望紧那双凤眼 一刹那间 音笑笑到底 还是没有忍住 落下了泪水 小手紧紧揪着她的衣服 不舍得放开 嘴角那苦涩的滋味 一瞬间 仿佛融入了骨血 音笑笑 你 你这个骗子 竟然敢骗到我景家来了 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不能生孩子 你还嫁人 果然就是一个扫把星 现在 还损了我景家的名声 老太太气得不行 要不是景丽博在一边拉着 估计 她今天非要打到她不可 景丽渊 你给我滚开 让我打死这个不要脸的骗子 景丽渊 回过神来 也迅速上前拉住了老太太 一屋子的人 顿时就显得有些兵荒马乱 谁也没有时间去注意 跪在那里的音笑笑 和景丽渊 她身上还有被阴子镇打伤的痕迹 好在脸上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伤口 否则现在还有得乱 紧紧揽着音笑笑的腰身 凤毛里满满的都是疼惜 音笑笑无声地落泪 双手拽着她的衣服 不说话 笑笑 终于景丽渊轻声开口 黑白分明的毛子 顿时满满的都是期待 如果 如果这时候的景丽渊 说一句不离婚 那么音笑笑一定不会离的 哪怕会被老太太挠死 也绝对不离 奶奶 你这是怎么了 干嘛那么生气啊 突然 甜美的嗓音就传过来 不用回头 音笑笑就知道来人是谁 那是沐家大小姐 沐嫣然 景丽渊现在的绯闻女友 几乎在沐嫣然花烟落下的一瞬间 音笑笑拽着景丽渊衣服的手 就松开了 泪水毫无声息地落下 双眶也变得沉静下来 丝毫不见刚才的那股期盼 景丽渊的心一下子就慌了 揽着她腰伸的动作越发的紧了 可是音笑笑再也不肯看她一眼 笑笑 景丽渊颤导着声音 可是怎么也换不回她的一个眼神 景丽渊 你还在做什么 把这个骗子给我赶出去 从今以后 我景家再也不许音笑笑踏进一步 谁要是敢违背 我 我就跟她没完 老太太怒吼着 身边迅速上前安抚的沐嫣然 诧异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眼睛深处闪过了一抹 兴高采烈 特别是听见老太太后面的话时 更是高兴地差点笑出来 一个蛋都不会下的鸡 竟然敢嫁进我景家 看来音家 还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 马上给我滚出去 所有的一切 音笑笑看在眼里 听在耳里 感受在心里 景丽渊仿佛没有听见老太太的话 直直地盯着怀里的音笑笑 急得仿佛热锅上的蚂蚁 不知所措 奶奶 您别生气了 去坏了身子就不好了 沐嫣然一边为老太太 扶着背顺气 一边轻声说 目光看了音笑笑一眼 奶奶 你这话就过分了 这样的事 哪里是随便乱说的 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别到时候 是个误会就不好了 误会 哪里来的那么多误会 她自己说出口的话 还会有假 老太太稍微平静了一些 可是还是很生气 大声说 我景家再怎么样 也不会要一个 不会生养的媳妇 景丽渤和景丽渊 都有些没有回神 这时候 她也知道不能火上浇油 临时上门的沐嫣然也知道 这样的情况下开口 也不能说不对 可是 就是让人觉得怪怪的 老太太的火气 消了一些 可以长得不少 只是奈何到底年纪大了 声音渐渐的 就小了一些 扶着老太太 坐到一边的沙发上 沐嫣然迅速给老太太 倒了一杯茶说 哎呀奶奶 您先别生气了 天大的事啊 也没有你的身体重要不是 你要是有话要问他们 就等到心情平复一些了 再说好不好 你看你 这样让他们跪着 也不是一回事不是 哎呀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怎么 责罚他们了呢 老太太转头 当着殷笑笑 迅速开口 却是说 殷笑笑 你给我滚出去 我可受不起你的大礼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你跟我警驾 就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既然 你都跟警力渊离婚了 那么以后 你们就保持距离 别再拉拉扯扯的 殷笑笑 脸色微白 依旧没有抬头 穆燕燃看在眼里 便过去伸手 试图将殷笑笑扶起来 某种程度上 也帮殷笑笑 脱离了 锦力渊的禁锢 偏偏嘴里还说 笑笑 别跪了 先起来吧 有什么事啊 等奶奶情绪 稳了一些再说 锦力渊不愿意松手 穆燕燃拉着 也费力 便开口说 李渊你也是的 明明知道奶奶身体不好 你还这样故意气她 当心以后 奶奶真的给你小鞋传 看你怎么办 一番话 说得娇俏可爱 可又是提了关键 饶使锦力渊再不愿意 也只能松手站起来 垂眸的殷笑笑 却因为这一番动作 微微上扬了一个 凄凉的笑 穆燕燃 竟然可以轻易左右了 锦力渊的情绪 和决定 难道 那个人就是她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百九十五集 锦老太太现在还在气头上 几乎可以说 看见殷笑笑就生气 大手一挥 挡住自己双眼的同时 也叫人将殷笑笑赶出去 锦力渊迅速上前 把殷笑笑拉开 作为锦家人 她很清楚 盛怒下的老太太 最好还是不要惹 原本想着 悄悄地带殷笑笑出去 只是她没有想到 这人还没有走出去呢 就听见后面的说话声 穆燕燃走到老太太身边 轻声安抚着 那样子 倒是比锦家的孙子孙女 要得宠几番的感觉 偏偏呢 老太太还就吃这一套 奶奶 你再生气 也不能去坏了自己身子不是 你还吵着说 以后要看燕燃结婚的呢 是不是 该先把自己的身子 养好了再说呀 穆燕燃俏皮地说着 坐在老太太身边 为她倒茶 深色带着点点的撒娇 要是以后燕燃婚礼奶奶来了 那可是给燕燃的一份 极大的礼呢 我倒是想看看 到时候整个提示 还有谁敢惹我 这话语有些交纵 可也是握住了分寸 也不至于让老太太不高兴 只是不知道这一番话 穆燕燃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总之呢 是提点了老太太不少的事情 转过头 老太太细细地看着 面前的穆燕燃 小家碧玉般的容貌 却是心思玲珑剔透 若不是有一副弱弱的身子 穆燕燃这样的人 怕是早已经被 整个上层圈子盯住了吧 目光落到井的渊身上 眉头紧皱 不发一眼 心中的火气又上了几分 可是想到自己的想法 老太太还是忍了一下问道 李渊啊 你们医院里有没有帮燕燃找到合适的心源呢 他就不懂了 怎么一颗心脏就那么难呢 穆家这都找了整整二十多年了 却还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苗头 井立渊的心思还在音孝学身上 也没有在意老太太的问话 就那么直接回答 没有 老太太顿时就火了 再一次摔破了自己手中的茶杯 那狠劲儿 饶食在他旁边得宠的穆燕燃 都吓了一大跳 随即 却听见老太太说 你们这是怎么办事的 穆家登记都登记多少年了 怎么到了现在 都还没有找到啊 这是故意框着玩是吧 我告诉你 今天燕燃这事 我就交给你了 你要是不给我办好了 你这辈子就别给我娶媳妇了 反正娶了一个回来 也是不会生养的 还不如不要娶了 一番话 客厅里的人再一次安静下来 老太太很满意 自己制造出来的效果 停下来狠狠地深呼吸一口 直直地盯着井立渊 立渊啊 我现在就告诉你 等燕燃的病一好 你们就给我结婚 一边的音笑下身子 狠狠地僵硬了一下 下意识地抬头看了老太太一眼 她想过老太太会大发雷霆 可是却没有想到 老太太会气到这一般的地步 竟然直接要在她没有出门时 给井立渊定下下一个妻子 这是有多么不满意她 又多么不在意她的感受啊 嘴角嘲讽的上阳 在井家 她到现在才看出来 自己似乎从来都是一个外人 事关井家的名誉 事关井家人 她永远都是第一个被抛弃的那个 从前是 现在也是 井立渊瞬间抬眸看着老太太 凤眸里满是愤怒 在花烟落下的瞬间 就转头看了音笑笑一眼 心却猛地沉了下去 音笑笑除了最初的震惊之外 便再也没有其他的情绪 这样的认知 让井立渊忍不住的身子 都量了好几分 是啊 井家如何带她 井立渊又是如何带她 最初的时候 说得多好听啊 井家是她的家 她是她的丈夫 可现在 音笑笑出事时 又有几个人站出去 保护她呢 音笑笑 要不心寒 那都不行啊 这一下子井立渊 反而是冷静下来 抬眸看了一眼沐嫣然 随即开口说 奶奶 您这个时候说这件事 不太好吧 更何况 我自己的婚姻 还是我自己做主的好 我老奶奶操心了 老太太的脸色很不好看 伸手拉着沐嫣然的手 大声说 你自己做主 你看看 看看 之前就是让你自己做主 结果 你自己做了什么主啊 娶了一个生名狼藉的女人 回来不说 还不会生养 这连孩子都生不了 还叫什么女人呢 怨然 怨然虽然现在身子不好 可是 也不是好不了了 只要做了手术 好好调养个几年 还是可以的 你就 奶奶 怒吼一声 井立渊拼尽全力 压制着自己心里的怒火 凤某得几乎要喷出火来一般 看着他们 我只说一次 我如果要娶老婆 我自己会看着办 不劳你费心 老太太气得差点没有吐血呀 于家慧迅速上前 宽扶着要将老太太 掺回房间 可老太太哪里肯医 摔开了于家慧的手 这下子连沐嫣然的手都不握了 上前站定 在井立渊面前 怒声说道 放肆 你胆子倒是挺大 什么时候在井家 有人敢打断我说的话了 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在井家 竟然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了 我做的决定 就没有人能够更改 十足的霸气 十足的霸道 金老太太如今八十岁 从小就是极有主见的人 嫁进井家之后 连老爷子都是极其给他面子的 还从来没有被一个小辈 这般的扫过脸 心情顿时就不好了 这是一种权威被人挑衅的愤怒 也是一种不容人侵犯的霸道 这种霸道持续了数十年 从来没有变 就算井的冤是老太太 极其宠爱的孙子 也不可以 音笑笑看着面前的一切 没有说话 心里却是千回百转 井老太太威名在外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挑战的 而那些根深蒂固的思想 更不是一朝一夕 就可以改变的 一如老太太说出口的话 只要不出什么大的纰漏 或许井的冤和沐嫣然 婚姻就那么定了 猛的 音笑就突然觉得 呼吸都有些不顺畅 井立渊丝毫不避讳老太太的目光 直直地望回去 眼底的坚定 令人心惊 一字一句地说 奶奶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做主 做错了 我自己承担后果 不怨任何人 一如我当初娶了笑笑 是我自愿的一般 只要是我想要的 我必定会想方设法地得到 同样的 我若是不想要的 谁也别想逼我 老太太气得 仰手要打下去 于家会迅速冲上去 拽住了老太太的手 这一巴掌下去 祖孙情可就大打折扣了呀 井立渊从小没有爸爸妈妈 她看着她长大 将她当做自己的儿子 这时候 哪里会舍得她受了委屈 更何况 其实莫燕燃她也不是很满意 虽然玲珑剔透 可是耐不住有一副 不禁打击的身子 谁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呢 妈 您别生气了 消消气再说吧 这样的情况下 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在说什么 多先冷静一下 我们明天再谈这件事情 好不好啊 于家会努力地 压制住老太太 一边还招呼自己的丈夫 远峰啊 你快来劝劝 还在气头上的话 有几句是可以当真的呀 这最后一句话 说得实在是巧妙啊 果然 话音一落 在场的人 脸色都微微变了一下 老太太以为 这是儿媳妇安慰自己 不要去听井的渊的话 可是在莫燕燃的耳中 就不一样了 这是说 刚才老太太 给她跟井的渊订婚的事情 是一句 不能当真的话咯 井力薄嘴角微微上扬 伸手就将井的渊拽开 井力摇护着音笑笑 乖乖地站在一边 装隐形人 免得老太太看见了 又开始发难 慕燕燃脸色变了几遍 可看见于家会和井元峰上前 扶着老太太回卧室的状态 她也没有插手的地儿 只能善善地站在一边 等于家会和井元峰 从老太太卧室出来时 慕燕燃咬着自己的唇 有些尴尬地走到井力渊面前 轻声开口 丽渊 刚刚奶奶说的话 你别误会了 我也不知道 奶奶怎么就会说 笑笑 井力渊看了慕燕燃一眼 眉头丝毫没有放松 静止越过她 走到音笑笑面前 你有没有受伤啊 膝盖还疼吗 碎玻璃 有没有伤到你啊 这一番话问出来 整个客厅里都没人说话了 音笑笑的喉咙 微微疼了一下 抬眸看着她 久久都没有说话 井力渊却以为她受伤了 老太太发火时的臭脾气 她们都知道 手上有什么就摔什么 刚才睡了茶杯 也不知道有没有伤到她 再加上刚才过了那么长时间 也不知道笑笑的膝盖 受不受得了 见她不说话 静止就蹲在音笑笑面前 伸手要去掀她穿的裙子 为她按揉一下膝盖 可是 手都没有碰到她 音笑笑却是往后退了一大步 手僵在半空 紧离渊抬眸看她 此刻音笑笑的双眸 略带着点点的愤怒 也带着责备地望着她 既然还关心她 甚至不愿意跟沐嫣然在一起 却还是要跟她离婚 那么现在做出 这么深情的举动 是什么意思呢 一时之间 音笑笑心中 对静止渊的感情 带着点点的恨 她静止渊 难道真的以为 她就是那样没有脾气 没有主见的女人吗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一百九十六集 看着面前的音笑笑 紧离渊愣住了 两久之后 才收回自己的手 音笑笑逼着她 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她的双眸里 带着责备 偌大的客厅 顿时寂静地仿佛 能够听见心跳的声音 沐嫣然站在一边 见着一切看在眼里 埋在衣袖里的手 紧握成全 脸色却是略显尴尬地 走到音笑笑面前 抱歉地开口 笑笑 你别在意 刚刚奶奶说的话 她只是 沐小姐 我现在已经不是 警家的思习了 老太太说的话 与我无关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 音笑笑静止 打断了沐嫣然的话 这一点倒是 跟刚刚的锦离渊 有着异曲同工之鸟 似乎完全没有 将这件事情 看在眼中的态度 却是真正地激怒了沐嫣然 可偏偏她有气 也发不出 我跟三少 已经离婚了 说着 音笑笑抬眸直直地 看着警离渊 轻声开口 趁情往后 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话音落下 警离渊只觉得 自己恨不得上前 将音笑笑拽进房间里 狠狠地教训一顿 各不相干 怎么个各不相干法啊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熟悉到同传共枕 做见了所有亲密的事 现在 她要来一个各不相干 突然之间 警离渊就格外恼怒自己 当时一时情绪波动 说出离婚二字 明明在音笑笑出现之前 她是一个极其能控制 自己情绪的人 可现在呢 只要一根音笑笑有关 她整个人都傻了 警离渊现在恨不得 咬断自己的舌头 特别是看见音笑笑那种 从今以后 要跟自己划清界限的样子 就气得牙痒痒 男婚女嫁 我倒是要看看 整个T室 有谁敢娶你 警离伯乐地在一边看好戏 时不时地拿着一边的干果 丢进嘴里 那模样就仿佛是在看舞台剧一般的悠闲自在 警离渊摇摇摇头 简直不能苟同自家兄长的作为呀 可偏偏 她警离伯就是那样的性子 身在花丛中 偏偏还有能片花不沾身的手腕 不过 警离伯和警离渊算是看出来了 这一场婚离得有些诡异 经过这一打岔呢 刚才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就回落下来 此时于家慧和景元峰也出来了 倒是给他们准备了时间 景家 于家慧并不比老太太好对付 于家慧出来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音笑笑良久 随即转过头对穆燕燃说 燕燃啊 今天让你看笑话了 对了 你来我们家是有什么事吗 一句话 穆燕燃的脸色有些尴尬 她能有什么事啊 不过就是听说了音笑笑跟景离渊离婚的消息 过来打探的 谁知道看见了这么精彩的一幕 于家慧突然这么一问 她还真的回答不出来 她是来干嘛的 于家慧也不是个傻的 当然知道穆燕燃是来打探消息的 心里对她忍不住的又比一了几分 相对音笑笑的不能生养 穆燕燃 她是更不喜欢的 于家在提示 也是有头有脸的家族 从小到大 于家慧看见的事情也很多 加上自己那么多年的时光 也不是白过的 穆燕燃是什么心思 她还是看得出来的 只是音笑笑跟穆燕燃相比较起来 她的确是比较偏向音笑笑 毕竟音笑笑的心思 比穆燕燃要单纯得多 她是做人母亲的 自然不想自己的儿子身边养着一头狼 谁知道突然间就白眼了呢 当然了 这也不过是在两个人中间相比较 若是有了更好的人选 音笑笑 也是被抛弃的那一个 今天我们家招呼不周了 要不这样吧 你下次再过来吧 下次来之前先打个电话 免得到时候 又让你看见这样的场面 那就不好了 于家慧笑着说 可是那模样怎么看 都有一种笑面虎的感觉 硬是弄得穆燕燃有些招架不住 我让司机小陈送你回去 于家慧的话都说到这份上 他穆燕燃的脸皮就算在后 也不得不走 同时 刚才于家慧的话里 对他的责备也说得很清楚 他又不是景家人 什么时候开始 这景家是他想来就来 想不来就不来的地方 作为客人 却连客人基本的礼仪都不知道 的确是过了 穆燕燃善笑着走出去 心里对于家慧格外的不满 她是穆家的大小姐 从小就没有受过这样的气 那些让她不好过的人 她会让他们都不好过的 不论是谁 穆燕燃一离开 客厅里出了音笑笑 这个曾经的景家人之外 便都是景家人 景立渊虽然生气 可身子还是不由自主地 在于家慧的目光 落到音笑笑身上时站起来 静止为音笑笑挡住了 于家慧的目光 守护的意味格外地明显 音笑笑看着面前 奇长坚定的身躯 心中的恼怒 却是越发地明显 说离婚的是她 现在这般柔情的也是她 她到底想怎样呢 笑笑 惊患一声 不等于家慧开口 音笑笑就从景立渊身后站出来 小手自觉地避开景立渊 伸过来的大掌 站定在于家慧面前 你们真的离婚了 于家慧有些狐疑地看着景立渊 就今天景立渊的行为来看 这件事情值得怀疑 嗯 离了 坦诚地回答 可音笑笑还是会说出 这两个字时 觉得心里刺痛着 景立渊看着音笑笑 免了免唇 目光不移 音家知道了吗 于家慧虽然没有跟音家人打过交道 可是那李孟的传言 却是听说过 要是真的离了 音家不该是这样安静才是 你要知道 这婚一离 就代表着 你从今往后的人生 都会打上离异这样的标签 你才23岁 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不是仓促了 站在女人的角度上来看 于家慧还是出声提醒了一句 虽然现在已经晚了 脸色微白 音笑笑哪里会没有想到呢 一个年纪轻轻就离异的女人 以后这人生更是不会平坦了 景丽渊的眸中闪过了一抹紧张 她没有想到这些 当时的她就是想着要离婚 否则她真的不知道 若是有一天音笑笑怀孕了 她是不是会做出 自己当时对陈宇和苏娘 说出话一般的冲动 就算她景丽渊不承认 跟音笑笑离婚 也未必不是一种保护她的行为 她知道圣怒之下的自己 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 所以趁着自己还有几分理智 她选择了离婚 报复了音笑笑同时 也保护了她 她完全不敢想象 若是有一天 自己真的动手伤害了 自己妻儿的画面呢 就在音笑笑离婚协议 接到自己面前时 就在音笑笑将离婚的理由 脱口而出时 景丽渊才发现 自己其实对音笑笑 到底还是动了感情的 深浅不知 可的的确确是动了 否则她若是真的要报复苏娘 听音笑笑留在自己身边 一如她自己所说的那边 折磨着她 绝对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 她不是放弃了吗 这就是她对音笑笑 动情的最好表现呢 沉默了两秒之后 音笑笑点点头 我知道 余家慧看她良久 没有说话 许久之后才说 你们的财产是怎么分配的 就我所知 你们结婚前 没有做财产鉴定吧 李渊 我什么也不要 音笑笑打断了余家慧的话 她之所以留在这儿 就是为了说这一句话 而她现在终于等到了 直直地看着余家慧 音笑笑的话 却是说给景的冤听的 我跟三少离婚了 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现在结局已经造成 我不会要景家的一分财产 但是我会让她知道 从她决定 要跟我离婚的那一刻开始 就注定了 她会后悔的 景的冤的身子狠狠一阵 没有说话 余家慧眉头紧皱地看着她 大脑里迅速在想着什么 音笑笑狠狠地深呼吸一口 才继续说 景夫人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我哥哥还在等着我呢 说吧 音笑笑没有给她拒绝的机会 便踏出了景家大宅 后悔 看着音笑笑离开的背影 景的冤双拳紧握 她的确是后悔了 从她说出那两个字时 她就后悔了 可若是当时的事再出现一次 她还是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因为 她根本就无从选择呀 余家慧沉默了良久 狐疑地看着景的冤 双目里带着迟疑 可终究是没有问出来 与此同时 从景家出来的沐嫣然 接到了阎王的电话 沐小姐 我要的东西 你给我准备好了吗 电话的阎王轻声地问着 有些漫不经心 却令人感觉寒冷 最迟这周五 我的人要收到货 沐嫣然手脚原本还有些冰冷 可现在听到这话 却是忍不住笑了 开口说 准备好了 总共三个人都很健康 今晚我就将资料给你发过去 其中一个就是 燕家大小姐 音笑笑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一百九十七集 眉伤微调 阎王嘴角的笑都带着点点的邪拧 殷家大小姐 殷笑笑 这个名字 他最近听见的频率 似乎多了那么一些 而偏偏 他的名字 还那么好记 一个不小心 他就记住了 笑笑 一个很幸福的名字 你准备好了 就联系我吧 阎王随即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黑暗的房间里 男人的脸模糊不清 温热纤细的手掌中 握着小巧的电话 随意转动着 音笑笑 听说他跟景家三少离婚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再说穆家 穆燕燕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 电脑桌上的电脑始终亮着 偶尔会显示有邮件传过来 可是 他始终地保持着一个动作 坐在床上不动 大脑里始终回旋着 今天在景家发生的一切 景家老太太现在 已经有了让她嫁入景家的想法 可偏偏 于家会似乎不满意她 嘴角嘲讽地上扬 穆燕燕从床上起来 睡袍宽松地穿在 她玲珑的身段上 走到电脑边 没有来得及点开邮件看 她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眉头轻皱地看了一眼 穆燕燕压制着自己的怒火 接起来 什么事 她的语气很不好 带着点点被人打搅的焦躁 小姐 电话内断的男人轻声唤着 明明知道穆燕燕生气了 可话语里依旧是掩不住的 都是兴奋 小姐我给你发的邮件 你看见了吗 关于音效小的 小姐你快看看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坐在电脑边 穆燕燕的心情 丝毫没有好转地说 正准备看 怎么了 男人兴奋地接话 小姐 我当时看见这份资料的时候 也怀疑过 但是后来我亲自动手查过 事实确实如此 穆燕燕有些不爽地摆着脸色 可惜对面的男人也看不见 手上的鼠标轻轻动了一下 有关音效小的资料 就出现在穆燕燕的面前 整个世界 似乎都陷入了一片安静之中 前面的资料都很正常 无非就是音效小的家事背景 可是越往后看 穆燕燕的眼中兴奋 就多了一分 连带着眼眸都亮起来 以自因为主人剧烈的动作 发出剧烈的响声 可偏偏穆燕燕 似乎没有感觉到一般 只是迅速地看着屏幕上的文字 一字一句地 都不愿意轻易放过 两久之后 穆燕燕就将电话放在一边 转身迅速到书桌的抽屉里 拿出自己的资料文件 小跑过来 一字一句地 对照着电脑上的资料 这越看呢 嘴角地笑 怎么也掩饰不去 突然间 安静的房间中 传来了一阵笑声 有些恐怖 可怎么也掩饰不了 声音里的兴奋和快乐 音笑声 天无绝人之路啊 就是这样的吗 他寻寻觅觅整整二十多年 可是就在他自己快要绝望时 甚至都打算将所有的秘密带走时 却发生了这样的逆转 他怎能不高兴呢 放下了手中的资料 穆燕燃再度拿起电话轻声询问 你确定没有弄错 男人也听见了穆燕燃的笑声 他再三保证说 小姐 我当时看见这份资料的时候 也怀疑过 可是后来 我亲自动手去查过 事实的确如此 握着电话 穆燕燃的身子都是颤抖的 一步一步远离了电脑边 穆燕燃笑得有些喘不过气 可笑声还是止不住地 在整个屋子里飘荡着 你笑笑 你真是一个宝贝啊 穆燕燃笑着笑着 觉得自己心脏有些附和不了 可他嘴角的笑 怎么也止不住 另撑着走到一边 拿起自己的药瓶 他紧紧盯着里面小小的药片 打开盖子的瞬间 就将所有的药都倒在了床上 只有在心脏实在受不了时 他才会匆匆吃上几片 爹坐在床边 看着满床的药 穆燕燃的心情 此刻是比谁都要好啊 哎呀 音笑笑 你真是我的福音啊 电脑边 屏幕上的资料和穆燕燃 放在旁边的资料上 满满都是好几项 数据大致相同 乃至大多数相同的情况 穆燕燃怎么也不会想到 音笑笑的心脏 跟自己的心脏 契合度会那么高 你的心不给我 又想给谁呢 这件事我知道了 你把音笑笑给我看好了 稍微镇定下来之后 穆燕燃便这般吩咐着 随即再说 这张手术 我会让他尽快进行的 是 小姐 电话那堆的男人 声音千功而兴奋 找了整整二十五年呢 终于是找到了 挂断了电话 穆燕燃便再次联系到阎王 不过并不是联系到阎王本人 而是联系到了 他身边的小鼠 随即才跟阎王通了话 阎王 之前我跟你商量过 想要在你们那里 买一颗心脏的事吧 上一次我好不容易找到了 可是最后 却被音笑笑给打断了手术 穆燕燃话语轻松地说着 满满都是开心和兴奋 然后接着说 之前我承诺 会因为上一次的损失 而陪你十个健康的人 我会做到的 但是现在 我想跟阎王 你要一个人 阎王没有说话 只是轻微发出了些许声言 让他继续说 眼眸坚定 两久之后 穆燕燃才开口 阎王 明天给你的人 估计就只能是两个了 关于阎音笑笑 我要留下来 同时 我也要向你借借人手 毕竟你的人 都比较熟悉了 让他们为我做手术 我还是很放心的 阎王 你觉得呢 握着电话的手 微微停顿一下 沉默两秒钟后 阎王才漫不经心地说 穆小姐这是想要坏了我的规矩 难道你以为我很好说话 话语不重 可是偏偏就是让穆燕燃 有一种冷漠至极的感觉 那因为知道阎笑笑心脏 适合自己的喜悦 也在这一瞬间被吹散了 脸色苍白地开口 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你也知道的 我跟你们联系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上一次我想要做手术 不也是从你那里借的人吗 这一次 我还是想从阎王你那里借人 我找了整整二十五年 才找到一颗合适的心缘 这一次无论怎么说 我也不会放过他的 至于我欠你的人 我会补上的 一定 话音一落 电话那边的男人就冷笑几声 硬是笑得穆燕燃 整个人都觉得冷得不行 穆小姐 别太把自己当一回事 要音效效可以 但是时间一到 我要看见我需要的三个人的 否则一切面谈 穆小姐 你可要记清楚了 你欠我的不止是那十个人 还有上一次做手术的钱 虽然没有成功 可这不是我的责任哪 穆燕燃握着电话 紧咬着唇绊 说不出来 阎王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 别小看我 你清楚的 我能给你生的希望 也能给你死的绝望 最好老实点 否则 我不介意让你成为我的收藏 说吧 阎王静止地挂断了电话 留下电话那端的穆燕燃 被吓得点上 毫无血色 是啊 他怎么就忘记了 那个人 是阎王啊 紧握着电话 穆燕燃不断地喘息着 两久之后才打电话 让人迅速准备其他人选 只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 音效效的那颗心脏 他这一次 势在必得 从景家出来 音效效并没有回音家 而是独自漫步在 T式的街道上 街道边车水马龙 人声鼎沸 可是 他却突然觉得自己 孤单地不行 没有了家 没有了亲人 没有了丈夫 嘴角扬起嘲讽地叫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 一步一步走在街上 音效效寻思着 自己能够去哪里 海淼成不可能 阴家也不可能 陶姨那里更是不可能了 他现在怀着董凯的孩子 跟董凯住在一起 他再没有眼色 也不会傻到去那里 更何况 陶姨跟董凯之间 现在似乎也有些争吵 他去了也不合适 停下脚步 轻叹了一口气 阴下下伸开双手 将自己抱得紧紧的 从凌晨吹了风之后 他就觉得身子都凉透了 或许有些感冒 呼吸有些沉重 却并没有太严重 买了一杯热可可 坐在街边喝着 阴下下试图温暖自己的身子 热可可喝了一半不到 她的电话就响了 拿出电话的瞬间 阴下下愣住了 电话是紧得晕打过来的 沉默了两酒 看着电话上熟悉的名字闪烁 阴下下到底是没有接 等到电话恢复安静时 犹豫了一下 还是伸手将这个号码删除了 既然离婚了 那就断得干净一点吧 好在他们之间 似乎也没有更深层的牵扯 就这样也挺好的 很快电话再一次响起 微醋着眉头 阴下下却是看见名字时 有些微微委屈地咬住了唇 打来电话的人是阴子镇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一百九十八集 深呼吸了一口气 阴晓晓才接起电话 还没来得及说话 便传来关切的声音 让人心窝都暖暖的 晓晓 你在哪里啊 现在还好吗 我马上过来接你 阴子镇 她的哥哥 从小到大就将她护在手心里 疼爱的哥哥 阴晓晓每一次遇上什么事情 都是她站在自己面前 为自己挡下所有的风风雨雨 总是在她最需要帮助时 出现在她的身边 这一次也不例外 哥 清欢一声 阴晓晓仰着嘴角笑了 觉得自己这一声呼唤 都带着热可可的味道 温暖至极 我在第七大道的步行街这边 我走不动了 就在这里坐着 等你好不好 轻声撒娇 黑白分明的毛子里 闪过点点的失忆 全世界谁都有可能会抛弃她 可是 唯独这个哥哥 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 挂断电话 阴子镇边出发了 而阴晓晓安静地等在那儿 电话放在一边 任由那个被删除名字 却烂熟于心的号码不断地想着 悠闲地握着热可可 阴下下抬眸看着过往的行人 心情似乎好的一些 景地冤 就当是她做的一场梦吧 只是 她从来没有想过 有的时候梦是会延续的 而梦也有美梦和噩梦 从子音出来 阴子镇驾车就往第七大道行去 却没有想到 在十字路口时 会遇上正好从景家出来的景地冤 那时 她孩子不断地打电话 可是那边的人就是不接 眉头紧皱 凤某里带着怒火 景地冤终于在第十个电话之后 脑袋将电话狠狠地摔到一边 台阴某就看见 对面的阴子镇的车 下意识就驾车跟了上去 当阴子镇出现在阴笑笑面前时 她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只是脚步都没有动一下 就发现 阴笑笑原本看见她之后 显得柔和的面部变得严肃 心里咯噔一下 阴子镇竟然在这一刻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难道 笑笑发现什么了 笑笑 清欢的医生 努力镇定自己向前靠近一步 她这才发现 阴笑笑的严肃和戒备 并不是针对她的 而是针对她身后的人 转过头 一瞬间就连阴子镇的脸色 都冷了下来 景丽渊竟然就跟在她的身后 此刻已经走过来 站在他们的面前 阴笑笑怕冷 现在已经进入冬天 小手在外面被风一吹就凉透了 景丽渊看着她冻得通红的小脸 有些不忍 下意识就想上前 可却被燕子镇过来 硬生生地挡住了 景三少 请问有什么事吗 冷声问着 她的心情很矛盾 一方面很高兴 阴笑笑离婚了 可另外一方面 又很厌恶景丽渊 竟然这般地没有眼光 在她的眼中 她的妹妹 就是全世界最好的 凤眸直直地落在 阴笑笑身上 景丽渊只觉得 喉咙里 都是一阵的苦意 她现在在做什么呀 她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想看着她 仅此而已 阴笑笑眉头微皱 随机上前 站在阴子镇身边 轻声开口 三少 既然现在 已经如你所愿 离婚了 那么以后 我们就还是 做陌生人吧 我阴笑笑 到底是攀附不了 你景家这样的豪门大俗 一字一句 落在空气里 仿佛这个季节的冷风 见缝插针地 进入景丽渊的身体 进入她的骨髓 停对了一下 阴笑笑紧紧拽着 阴子镇的手臂 压迫着自己 继续说 三少 我只是普通的学生 没有能耐跟媒体 跟别的有钱人 去争斗什么 希望你看在 我们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 就这样吧 我不是景家人 我现在 只想过我自己的生活 景丽渊紧紧地盯着她 只觉得自己身子 僵硬得不像话 她在说什么呀 陌生人 曾经夫妻一场 不是景家人 字字句句都是实话 可字字句句对她而言 都是凌迟一般的痛楚 在决定离婚的那一刻开始 她以为自己不爱她 不在乎 从小她就是感情淡泊的人 除了对自己的父母之外 所有的人她几乎都不看在眼中 更何况她还是医院里的外科医生 整日里几乎都面对着生死 渐渐地也就淡泊了 可是她却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痛的不是死 而是生不如死 景丽渊的心早就在不知不觉间 落在了阴孝雪身上 她受不到一点点的偏差 所以在得知 她是苏娘女儿时 才会那般的气愤 也才会那般的不能接受 她想报复 可是最后却发现 每一次的报复 其实都是对她自己的报复 疼的是殷孝雪 也是她呀 景丽渊以为自己什么都不在乎 可偏偏 她该死的什么都在乎 在乎殷孝雪的离婚 在乎她的话语 在乎她的情绪 在乎她的感情 苏娘的女儿又怎样 又不是苏娘 她何必那般的执着呢 可是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她到底是离婚了 一如她之前所说 就算没有离 就算知道事后会这般的后悔 她还是会选择离婚 只有这样 殷孝雪遭受的痛苦 才会尽量减轻 说完自己想说的话 殷孝雪的目光 再也没有落到景丽渊的身上 伸手挽着殷子镇的手臂 就准备离开 殷子镇从头到尾 都是一种严阵以待的姿态 看着景丽渊 直到确定不会有什么事之后 护着殷孝雪转身离开 景丽渊望着殷孝雪的背影 就想追上去 甚至她都看见 殷孝雪跟殷子镇的身子 微微僵硬了一下 甚至殷孝雪还微微侧头 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中 景丽渊很清楚 有期盼 她即使做得再冷漠 可到底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感情这样的事情 不是说散就散的 除非是真的 从没有动过心 可是 景丽渊很清楚 音效就动过心 甚至现在 还都心软着 脚步向前一步 宝屋梁的唇就要开启 景丽渊的电话 却在这时候响起 烦躁地拿起电话 景丽渊向前的脚步 却看见来电显示时 顿住了 苏娘 她没有她的电话号码 可是 她就是知道 这个号码是苏娘的 上一次在陈宇那里见过 可是 下来去查时 却无论如何 怎么查都是空号 可偏偏 现在就打过来了 凤眸抬起 景丽渊直直看着音笑笑 此刻的音笑笑已经停下来 两人之间无数的行人 来来往往 可是 他们的目光就是可以越过 那么多的阻碍 纠缠在一起 景丽渊 你为什么停下脚步 你明明知道 只要你靠近一步 我愿意 走剩下的九十九步 音笑笑以一种 自己都不知道的期待 在期盼着 景丽渊的靠近 音子镇在一边 静静地看着音笑笑 眼眸里有 怎么也掩饰不住的忧伤 就算她站在她的身边 她的眼中 也始终只有一个景丽渊 而她音子镇 从来都是 只能站在身后的那个人 望着音笑笑两久 景丽渊接起了电话 凤母里的柔情 渐渐变得坚定 喂 清幻一声 景丽渊淡淡地 看了音笑笑一眼 转过身 走进了人群 身后的音笑笑 刹那间泪水落地 傻傻地看着她的背影 越来越远 她终究是不在乎的 也是不爱她的 否则怎么可以 做到这样的地步呢 音笑笑站在人群里 无声地落泪 一直到景丽渊的身影 都消失在眼前 音子镇才过来 将她拥进自己的怀中 不发一眼地安抚着 哥 景丽渊不爱她 她也不要她 她甚至格外地 不怜惜她 音笑笑不相信她不知道 离了景家 离了她景丽渊 她音笑笑就是一个 一无所有的人 事情里人让她相信 可以毫无顾虑地 跟在她身边 可是到了最后 第一个离开她的人 也是她 这样的男人 音笑笑怎能不恨 可是即使再恨 她也还是爱着的呀 她是她的第一个男人 也是她的第一个丈夫啊 女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总是那么地死心眼 走在人群里 景丽渊紧握着电话 脸却绷得紧紧的 哟 三少 我知道 你跟音笑笑离婚了 至于我之前说过的事 你放心 我不会赖账的 苏娘的心情似乎还不错 惊生在那头说着 偶尔会咳嗽几声 似乎是感冒了 只要你不破坏我的计划 我保证只要事一完 我就立刻出现在你面前 眉头紧皱 垂落的手紧握成全 紧得冤此刻 愤怒是难以言说 苏娘 你以为你的做法是对的 音笑笑就算跟我离婚了 又怎么样呢 你以为她独自在外面 生活的日子 会比跟在我身边的时候 要强吗 压抑着自己的怒气 静丽渊说着 她从今往后就是独自一人 没有人撑腰 没有人理会 你以为日子会好过 只要一想到 依说那天在学校里的事 有可能重演 她就止不住地想要打人 苏娘在电话那头却笑了 笑得紧得冤得火气 越发地大起来 你笑什么 苏娘笑过之后 才眉头眉尾地说的一句 你已经输了 静丽渊紧握电话的手 隐隐有青筋弦露 聪明如他 哪里会不知道 这句话的意思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百九十九集 你已经输了 是的 静丽渊他输了 从一开始 他就输了 在得知 殷笑笑是苏娘女儿时 他就输了 并且输得彻头彻尾 可怜他仿佛还像一个傻子一样 做出了自以为对的事情 甚至到了现在 还不愿意矫正整件事情 他输了 输在他早已对殷笑笑 动了心 殷笑笑的一颦一笑 都在他的脑海里盘旋 最初得知 他是苏娘女儿时 那种愤怒 已经消失不见 留下的满满的都是惋惜 为什么他就是苏娘的女儿呢 可是 就如同殷笑笑 是一个固执的人一般 他紧了冤 也是一个固执的人 既然错了 那就这样继续错下去吧 说不定走出来的 就是另外一份风景呢 说到底 他还是不想殷笑笑 在自己身边留下这颗 不知何时 就会爆炸的炸弹 上了殷子镇的车 殷笑笑始终保持着沉默 安静地仿佛不存在 殷子镇轻叹了一口气 俯过身子为他系上安全带 伸手为他抹去了脸上 不知何时流下的泪水 随即轻声说 笑笑 想去哪里啊 去哪里 思绪微微回转 黑白分明的毛子 微微动了一下 殷笑笑现在还能去哪呢 无措地看着殷子镇 这时候的殷笑笑 连一个孩子都不如 精致的小脸上 还有泪水的痕迹 双眸里满是受伤 终究殷子镇 还是没有忍住 伸手将他轻轻地 拥入怀中 笑笑 别怕 哥哥在呢 是啊 哥哥在 每一次的亲近 他只能用哥哥两个字 做他的借口 点点头 殷笑笑安下心 乖乖地坐在车上 任由殷子镇 带自己离开 脆体怨难怨 殷子镇停下车后 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殷笑笑 或许是这段日子太累了 他直接就在车上睡着了 可是 即使在睡梦中的他 也微微轻皱着眉 看到他不禁 也微微促起了眉头 伸手为他整理了一下耳边 凌乱的发丝 并没有吵醒他 因此镇威 殷笑笑将座椅调矮了一些 将车上一直放着的毯子 拿过来 给他盖上 就那么坐在旁边 看着他沉静地睡眼 不发一眼 窗外的世界寒风阵阵 可是 车内的世界 满满的都是温情 殷子镇就坐在驾驶位上 眼睛不眨地看着他 一丝一毫地 都不舍得放弃 从十二岁踏进殷家开始 他就知道 眼前这个叫做妹妹的殷笑笑 不是自己的妹妹 毫无理由的 他就爱上了她 这一爱整整 就是十八年的时光 他从十二岁的 青葱少年 长成了如今三十岁的单身男人 身边很多东西都变了 可唯独对他的心 丝毫没有变过 粗力的大掌 隐隐地有些颤抖 抚上他的脸 只负下 长心里 都是他温热的触感 这一碰 就仿佛是触及了他心里那根弦 良久地收不回 二十五岁那年 他不顾当时盛名累累的自己 突然选择出国 为的就是断了对殷笑笑的念想 可是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出国五年间 他只是越发的思念 这感情终究是没有办法 就那么断掉的 三十岁选择回国 他以为他只要看着他幸福就好 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任由殷笑笑嫁给了景丽渊 可是心里是什么滋味 到底只有他自己知道啊 如果可以 他现在其实恨不得 把殷笑笑抱进怀里 狠狠地宠溺一番 殷笑笑永远不知道 在得知他要离婚的那一刻 殷子朕的心 是多么可耻地 欢呼雀跃 现在的殷笑笑 在他身边沉睡着 根本就不知道 他身边有一头狼 这样寄予着他 狠狠地咽了一口气 殷子震深呼吸 收回自己的手 不说话 闭上眼睛沉思着 随其干脆下车 站在车边抽烟 等着车上的人醒过来 什么时候 他才能开口对他说一句 爱他呢 这一觉 殷笑笑竟然睡得格外地沉 要不是翻身时 觉得不舒服 说不定他还会继续睡 睁开眼睛就看见 自己在车底 车外的殷子震一边抽烟 一边等他 挣扎着他才不舍得起来 打开车窗 车外寒冷的风吹过来 一下子将睡意吹跑了 哥 清欢的一声 殷笑笑揉着眼睛看着他 似乎没有回神 殷子震丢掉烟 垂眸看着车内的殷笑笑 扬起了唇 伸手揉了揉他的长发说 下来吧 带你去看看 哪不满意 脸上的神情微微愣了一下 殷笑笑点点头 乖扯地下来 他离婚了 不能回殷家 也不能回景家 他记得 简单的电梯楼公寓 殷子震为他安排的屋子 在十七楼 简单的两室一厅 装修很柔和 也很漂亮 满满的都是按照 他喜欢的风格装扮的 殷子震看着他满意的神情 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 随即说 子卫已经离开了 再过半年 他就毕业了 等到时候 他再过来看你 你也知道他的脾气的 免得他到时候打扰到你 殷笑笑点头 坐在沙发上 随手抱着一个抱枕 看着殷子震 给殷笑笑倒了一杯热水 殷子震坐在他面前 继续说 爸妈那边 你就别想了 爸爸现在不工作了 整天都不知道在折腾什么 妈妈时不时地 就会去巷家 看若云 你回去了 也没人照顾你 还总说不自由 还不如住在这里来得好 子音离这里也近 我下班了 就可以来看你 眼睛微动 殷笑却知道 这是殷子震怕他多想 所以宽慰他的话 其实 经过了张经理的事情 经过了跟景丽渊在一起的这段婚姻 他又哪里还会去奢求 那遥不可及的亲情呢 李孟暂且不说 那毕竟是后马 可是殷白凡 却是那么多年 从没有关心过他 他给了他学习的机会 给了他遮风避雨的地方 其余的 却是什么也没有给过 在殷家 他仿佛就是一个坐着下人的小姐 哥 那我明天就去上班吧 很久没有去上班了 你该不回到时候 炒过的油把我开除了吧 殷笑笑轻声笑着说 仿佛从离婚的事情里 走出了一般的自在 我现在 可算是无业游民呢 再不努力工作 连自己都要养不活了 这房子都还是他哥的呢 不知道李孟知道后会怎么样 殷子震笑了笑 宠宁地看他一眼 没有说话 可对于殷笑笑 又去上班这件事情 他还是很开心的 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他是希望殷笑笑 能在自己身边的 沉默了两久之后 殷子震到底 还是开口问了一句 笑笑 你跟景丽渊是怎么回事 若是景丽渊 欺负了殷笑笑 那么他的代价 就不只是挨上一顿打 那么简单了 他殷子震 护在手心里的公主 哪里是任由 别人欺负的呢 捧着手中的水杯 殷笑笑沉默了两鸟 怎么回事 他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啊 只是知道 在两人发生了关系之后 景丽渊突然就变了 可是这话 哪能跟殷子震说呢 他就是脸皮再厚 也不可能开口的呀 就是性格不合 所以分手了 轻声说着 殷笑笑的声音很轻 很淡 可是里面 曾经经历过的一切 只有他自己知道 有多么的心酸 哥 你别计较这么多了 现在跟他离婚了 总好过 等我人老珠黄的时候 再离婚要强吧 好在 现在跟他之间 也没有什么牵扯 不是很好吗 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殷子震没有说话 性格不合 这样的鬼话 他要是信了 他就不是殷子震 可殷笑笑不愿意说 他也就不勉强了 站起了身 殷子震挽起袖子 亲自下厨 为他煮的一碗面条 看着他吃完之后 才转身离开 叮嘱他 要好好地休息 安静的夜晚里 殷笑笑在陌生的环境中 躺在床上 久久无法入眠 景丽渊跟自己的婚姻 结束得莫名其妙 他完全不知道 哪里出了问题 只是现在 婚毕竟也离了 他也就不再去想挣扎什么 闭上眼睛 努力地想让自己 沉睡过去 渐渐进入梦乡的 殷笑笑完全不知道 在他进入 新家的第一夜里 有一辆黑色的蓝胜 停在他家楼下 整整一夜 没有离开 坐在车上的男人 开着天窗 凤某始终盯着 十七楼的位置 不愿意转动眼睛 手里的香烟 没有抽过一口 任由着烟雾缭绕在 寒冷的冬夜 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哭泣 脚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好好吃饭呢 紧的渊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眉头紧皱 明明知道自己不该这样的 可是身体就根本不听使唤 莫名其妙地就走过来 莫名其妙地就想看看他 哪怕知道他不愿意见自己 要离婚的是他 可离婚之后 依依不舍的 依旧是他 凌晨时分 紧的渊的电话响了 是个承飞打过来的 说是某股票出现了问题 让他回去看看 可景丽渊却毫不犹豫地拒绝 看见早上有人过来送牛奶 鬼使神差地就走下去 为殷孝小订了整整一年的纯牛奶 还叮嘱 若是殷孝小问起呢 就说是殷子镇 为他订的 吹了一夜的冷风 景丽渊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住 到底还是感冒了 当看见不远处 董凯开着车送陶仪来的时候 立马就上车 开着车远离了这里 有些人 他还是真不想见到 董凯开着车 目光落到不远处 刚刚拐过去的懒胜 眉头微醋 那辆车 似乎有些眼熟啊 可是 却偏偏想不起来是谁的了 怎么了 陶仪轻声问着 目光落在董凯身上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两百集 董凯的脸色微微冷漠的一下 披了陶仪一眼没有说话 将她无视了个彻底 陶仪抿嘴垂谋 从上一次的孩子事情之后 他们之间就是这样的相处方式 她说话 董凯从来不理会 若不是必不得已 甚至一个字都不会跟她说 渐渐地 陶仪的脾气也上来了 若不是必不得已 也不会跟她说话 只是偶尔还是性格使然地 会说出几句话 就如同这次一般 两人沉默着下车 静止往南院十七楼走去 昨夜从燕子镇那里得知 殷笑笑的住处后 他们便在今天一早赶过来 来的时间有些早 殷笑笑睡得很沉 陶仪按了许久的门铃 甚至董凯还在拨打她手机时 才将殷笑笑给叫起来 看见她睡得饱饱的样子 陶仪的心才放了下去 你们来了 殷笑笑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迎着他们进了屋子 随即坐在沙发上 抱着抱枕 还有些迷迷糊糊的样子 我待会儿还有去上班呢 你们怎么这时候过来了 陶仪无奈地看了她一眼说 你哥哥吩咐了 让你今天别去上班 把你屋里缺的东西买齐了再说 让你呀 休息两天再去上班呢 赶紧看看差了些什么 收拾一下 等会儿我们一起去逛街吧 眉头微醋 殷笑笑沉默了两秒 干脆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不肯走 嗯 我不想去 好困呐 让我再睡一会儿好不好啊 她最近的睡眠还真是有些恐怖 陶仪也知道的 笑笑心情不好就喜欢睡觉 可是这时候 也不是让殷笑笑一个人 闷着睡觉的时候啊 干脆自己站起身 在屋子里下转悠 随后细心记下来 殷笑笑还缺什么 一边还念叨 让殷笑笑赶紧起来 东凯给自己倒杯水喝 难得清闲站在一边看着他们 这时候 却也开口说 笑笑 在家里待久了 头上会长草的 赶紧起来吧 殷笑笑哥哥的笑着 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看着东凯 我就算头上长了国旗 也不想出去 你跟陶仪现在可是蜜月气呢 哪里出门 还有带上我这个 大电灯泡的道理啊 要不 你带着你老婆出去给我买 我在家里睡着 等你们 董凯跟陶仪的脸色微微一愣 一个沉默地喝水 一个继续切着东西 都不说话 殷笑笑狐疑地看了一眼陶仪 又看了一眼董凯 一下子坐起来 拉着陶仪进了厨房 准备做早餐 陶仪 你跟陶仪吵架了 轻声问着 殷笑笑担心地看着陶仪 眼神微微闪烁一下 陶仪闭嘴没有说话 手下切着葱花的动作 却是微微停顿一下 这样子看在 殷笑笑眼中 就是事实了 眉头紧皱 她才刚刚离婚呢 可不想看见 自己两个最好的朋友 也走到这样的地步 更遑论 陶仪还怀着孩子 到时候陶仪跟 董凯要离婚 那可就不容易了 有了孩子 总归是一种牵绊的 目光落在陶仪 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殷笑就不知是羡慕 还是失落 孩子呀 曾经她也那么想要一个 跟井的渊的孩子 可惜 她还没有来得及拥有孩子 就已经跟孩子的爸爸离婚了 没事 待会儿我们出去逛街 你狠狠地刷董凯的卡 心情就好了 说着 阴笑笑故作轻松地 开始准备调料 家里只有面条 三人的早餐 也只能是面条了 等到时候呢 我再跟她谈谈 再怎么样 也不能让孕妇生气 不是吗 陶仪始终没有说话 只是在殷笑笑不注意时 转头看了她很久 笑笑 离婚了呀 那自己 离婚第一天 殷笑笑就跟陶仪和董凯出门了 目的地是满汉全席 只是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刚刚踏进满汉全席的门 就看见满汉全席大厅 那巨大的夜经瓶上 播放着今天最劲爆的新闻 这新闻一出来 竟有一种将她跟景的冤离婚的消息 压下去的姿态 新闻上 那天在梯大校园里 骚扰阴笑笑的男人站在那 面前站了无数的记者 无数的闪光灯 对她疯狂地拍摄 可那天嚣张不可一世的男人 就那么乖乖地站在那里 任由着自己的脸面 在无数人面前丢尽 我今天站在这里 是为了澄清一件事 也是为了向当时的受害人道歉 一句话 便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殷笑笑戴着墨镜 散落着头发 看着镜头上的男人 陶仪有些担忧地看了她一眼 在发现她没有丝毫情绪变化后 才放下了心 而董凯则是看着那个男人 忍不住微微地 眯起了眸子 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误听谣言 以为殷小姐 是传说中那种 丝毫不洁身自爱的女人 仗着自己有几个钱 就上门去挑衅 当时殷小姐 已经义正言辞地警告过我 可是我仗着自己的身家 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甚至还当众羞辱了殷小姐 对于这件事 我向殷小姐 致以诚挚的歉意 希望别跟我一般见识 殷小姐站在人群里 没有说话 只是淡定地 看着屏幕上的一切 殷小姐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一个敢于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女人 绝不会是人们 口耳相传不耻的人 我辱骂了殷小姐 甚至用言语侮辱了她 我道歉 对于这件事 就算殷小姐 要以诽谤罪将我告上法庭 我也毫无怨言 我今天站出来道歉 只是为了想要为自己 当初的行为忏悔 也是为了还殷小姐一个清白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些人只要去学校里问一问 就知道了 很多事情忌讳的 就是以讹传讹 女人的名誉很重要 当初我就是不去查证 就将殷小姐定位在那样的位置上 才有了今天的结局 提大校园里人人都知道她 也很清楚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甚至她每天的行踪 都可以轻易地查出来 这样的人 绝不会是人们口中那样的人 我很抱歉 当时做出那样的事 屏幕上 男人还是不断地道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为殷小姐证明 走吧 不是说还有很多东西没买吗 殷小姐轻声说着 挽着陶姨的手就离开了 丝毫没有将屏幕上男人的道歉 放在心上 在她的眼中 别人眼中的自己都不是自己 只有自己心中的自己 才是自己 人活在世界上 就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为了别人 这个道理 她也是离婚之后才懂的 因为陶姨怀的孕 并不能长时间地站立 更别堂逛街 逛了一会儿就坐下来休息一下 等休息的时候 陶姨才终于找到机会 轻声问了殷笑笑一句 笑笑 你没事吧 摇摇头 殷笑笑低头 喝了一口柠檬汁 其实 陶姨你知道吗 对于那个男人 我还要感谢他 更应该说 紧的冤才应该感谢他 如果不是他 我不会那么快 就同意离婚的 陶姨不解地看着他 安静地等着他接下来的话 沉默很久的人 总是需要一个 宣泄的窗口 而现在 陶姨便是他的窗口 他那一巴掌 让我知道 我是多么地渺小 是多么地不堪业绩 景家三是 好像要得到的东西 哪里是我挣扎 就可以不给的 他要离婚 我只有点头的份 其实这个婚离了也好 从今往后 我就是阴笑笑 不用讨好任何人 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也不用担心 是不是有人会出来 跟我讲他了 他自由了 我也自由了 轻声说着 阴笑着垂眸 看着杯子里的水 神色淡然 这场离婚风波 陶姨 我早就累了 景立渊不肯给理由 他便胡乱地猜测 甚至到现在 他也不知道 自己是猜对了 还是猜错了 可不论怎样 他都开始学着 去放开它了 张张嘴巴 陶姨心疼地 看着阴笑笑 说不出话 两久之后 阴笑笑轻声说 陶姨 跟在一个 不爱你的男人身边 真的是很累的 景立渊不爱他 这个事实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只是他不愿意放弃地 像飞蛾扑火一般地 去尝试 总是觉得 有万一呢 可这个世界上 又哪里来的 那么多的万一呀 看着阴笑笑 陶姨终究是一句话 都没有说出来 就算是再好的关系 每个人的命运 都是不同的 满汉全席里 阴笑笑从头到尾 都没有取下 自己的墨镜 加上冬天 本就穿得比较厚 倒也没有人认出他 趁着陶姨 去洗手间的时间 阴笑笑走到 董凯面前 跟陶姨吵架了 静止直奔主题 阴笑笑 微扬着嘴角 看着他 面前这个 阳光大男孩 在校园里时 他喜欢自己 整个学校都知道 可出来之后 跟陶姨在一起 想想阴笑笑 也觉得 这段婚姻不错 陶姨是一个好女孩 董凯也是一个 不错的男人 两人凑一对正好 眉头紧皱 董凯看着阴笑笑 不说话 可眼眸深处 却是隐隐带着怒火 只是那怒火 明显不是针对阴笑笑的 伸手拍了拍 董凯的肩头 阴笑笑意味深长地 说的一句 两夫妻吵架 床头吵 床尾和 哪里有什么 隔夜愁呢 再说 陶姨都怀了孩子了 你还能跟她 志气不成 说着 阴笑笑自己倒笑的 她一个离婚的人 竟然在这里劝别人 也真是够搞笑的 深呼吸的一口气 董凯终于 还是忍不住 哑声说的一句 笑笑 别那么单纯 也别把身边的人 想得太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要是喜欢 别忘点赞分享哦 董凯的一句话 说愣了阴笑笑 可还没来得及问 身边就传来了 一阵熟悉的声音 连带着阴笑笑的身子 都不自觉地僵硬 甚至脸色都 微微苍白了 丽渊 那不是笑笑吗 沐嫣然的声音很轻 轻得仿佛她生病了一般 微微地咳嗽两声 你要不要上去跟她说说 阴笑笑面对着董凯 背对着他们 可即使不看 她也能够想象得出 他们的样子 董凯目光里毫不掩饰 带着敌意地 看着顶立渊 伸手下意识 抓住阴笑笑的胳膊 保护得意味十足 护独自一般的动作 让阴笑笑心里微暖 低沉的咳嗽声传过来 那熟悉的嗓音 让阴笑笑 忍不住抿住了唇 景丽渊看了一眼 阴笑笑的背影 放毛落在董凯 握着阴笑笑的手臂的手上 深深地呼吸了一下 没有说话 很快又面无表情地 将目光转移了 沐嫣然心中 对景丽渊这般无情的样子 感到很满意 嘴角微微上扬 却是略带心疼地走过来 轻声说 笑笑 你怎么在这里啊 是来逛街的吗 是不是 生活上缺了什么呀 人家点名跟自己说话了 阴笑笑也不好不回话 只能是转头看着她说 谢谢沐小姐关心 我不过是来随便逛逛 站在一边的景丽渊 侯杰微微动了一下 她竟然丝毫 都没有看自己一眼吗 狠狠地咳嗽两声 饶视景丽渊的忍不住 微微红了脸 可是那双黑白分明的毛子 硬是没有落在她身上 哪怕一眼 那一瞬间 景丽渊有一种挫败的无地感 低垂的凤眸满是失落 倒是沐嫣然被景丽渊 这样的咳嗽声吓到了 来不及理会阴笑笑 再次转身 走过去轻声问 李渊 你怎么样了 是不是很难受啊 都怪我 要不是你过来接我 我的感冒 就不会传染给你了 都是我的错 字字句句都是自我责备 说着竟然连眼眶都忍不住 微微湿润了 阴笑笑看在眼中 嘴角却是扬起一抹 嘲讽地笑 要是不知道的人 估计都会以为 他们两个在一起 有很多年了吧 至于那么熟人吗 陶姨刚刚走出来 就看见这一幕 脸色微微一愣 要不是阴笑笑换她 她估计还傻傻地 看着景丽渊 和沐嫣然回不过神 倒是一边的董凯 看着陶姨 嘲讽地笑地笑 东西买好了 现在我们去买点食材 回去做饭吧 阴笑笑轻声说着 话语里似乎带着点点的高兴 那模样完全不将景的渊 和沐嫣然看在眼中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还有东凯 你今天也可以点餐哦 我都给你们做 看上去阴笑笑 似乎完全不在意 可是东凯和陶姨 毕竟跟阴笑笑 相处了那么多年 哪里会不知道 她这样的反应 反而却是说明了 她很在乎 握着阴笑笑的手 越发地用地 陶姨转头 看了一眼身后的景丽渊 两人的目光 接触了一秒之后 迅速就分开 看在董凯的眼中 却是差一点没有冲上去 狠狠地撕了陶姨和景丽渊 笑笑 眼看着阴笑笑 就要跟他们走开了 沐嫣然却是突然开口 叫住了阴笑笑 笑笑 你是在生气吗 因为丽渊跟你离婚的事 我不希望你误会我们 你也知道的 我身体不好 而丽渊又是医生 昨天在老宅 奶奶说要让我 嫁给丽渊的事 希望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我不会 沐小姐 阴笑笑轻和出声 脸色沉着 直直地看着她 那一眼看得 沐嫣然心里有些虚黄 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我跟三少已经离婚了 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她要娶谁是她的事 不需要将我报备 更何况 你沐小姐的事 更不是我能够管的 你们要是能在一起 我也恭喜你们 只希望你们 不要再来骚扰我的生活 说吧 阴笑笑看了不远处的 井立渊一眼便转身离开了 井立渊忍不住地咳嗽起来 脑袋昏昏沉沉 就连动作都显得格外的缓慢 沐嫣然愣在原地 刚才阴笑笑那一眼 她仿佛看见了阴笑笑 知道了她的计划一般 阴笑笑跟井立渊离婚 毕竟是大事 他们的身边 必定是有记者跟着的 她说出那一番话 不过就是想将老太太 看上她的事情 传播出去 这样一来呢 以后只要 天柴加油一番 说不定就能够逼得井家 迫不得已地娶了她 可阴笑笑这一打断 说不定井立渊就会发现什么 但这点点担忧转过身 却看着身后的井立渊 沐嫣然却发现 井立渊只是站在那里咳嗽 似乎丝毫没有发现这边的事情 心中才算安定下来 她很清楚 这时候她可不能让井立渊觉得 她有什么别的心思才行 至于阴笑笑 总归是要死的人了 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从满汉泉洗礼出来 阴笑笑的火气还没有下来 眉头紧皱 梁就没有松开 笑笑 今天我们吃火锅吧 好久没吃火锅了 董凯突然开口 倒是将阴笑笑的思绪转移开了 叫上你哥哥 也可以叫上你世青哥哥 人多也热闹点 点点头 阴笑笑拉着陶仪一起去超市买食材 一边还打电话给阴子镇和程世青 走到翠堤院南院楼下 董凯贴着一大堆东西走下车 阴笑笑手里贴了小小两包东西 陶仪手中确实没有的 一行人有说有笑向前走着 却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相晨和阴若云 笑笑 惊唤一声 相晨在看见阴笑笑身影的那一刻 毫不犹豫地丢开了阴若云 挽着自己的手大步走过去 陶仪眉头微皱 向前一步挡在两人中间 略带戒备地看着她 相晨脚步尴尬地停下 贪婪地看向阴笑笑 笑笑 你没事吧 转眸看着相晨 阴笑笑也注意到身后刚来的阴若云 那黑得吓人的脸色 我和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相晨被阴笑笑这样一堵 两者都说不出话 当时阴若云一上来就开口 姐姐 我听说你离婚了 最初的时候还不相信呢 现在看你住在这里 我就相信了 哎呀 要不是景家不要你了 你何注意一个人住在这里啊 目光落在南院的建筑上 透过一丝忌妒 这里是阴子镇的产业 他怎会不知道呢 可这是阴子镇的个人产业 就算他回去说也没人会理会他 他也住在翠体院 可惜是北院 南院和北院虽然只有一次之差 可是却相差万里 今天要不是突然心血来潮 想要过来看看 他估计就算跟阴笑笑住在一个小区 也不会遇上的 阴笑笑脸色未变 在决定离婚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他将面临许多这样的情况 更何况 阴若云的话语 还真的不算是过分的 看着他们 阴笑笑一言不发 只是眼神中的不在意 清清楚楚地透露出来 相辰有些尴尬地看了他们一眼 目光落在 董凯和笑笑手里的食材上 下意识地就伸手 接过阴笑笑手中的东西 你们这是准备做火锅吗 火也好久没吃了 不介意多加我一个人吧 一边的阴若云气的脸色都快要黑了 多加他一个 相辰真的以为 他阴若云是死的吗 双拳紧握 阴若云差点就要上前 将相辰给拽回来 可事实证明 相辰没有忘记他 只是转头对他说的一句 若云 你的身子还没有养好 火锅这样的东西 也不适合你吃 省得你整天 和你妈在家念叨 担心你姐姐 今天我就帮你好好看看吧 你先回去 我吃完饭就回来 这番话一说出来 阴笑就还真是不好意思感人了 相辰为了吃这顿饭 连阴若云都赶走了 难道他还要赶他走吗 左右呢 这阴若云都会不爽他 他不如就留下相辰 个影一下阴若云 小小 我上次在医院里 看见那个帮过你的少年 他现在好些了吗 生怕阴笑笑会拒绝自己 相辰连忙转移了话题 还转移到阴笑笑关心的话题上 我记得他的伤有些严重啊 这都一个多月了 也不知道好些没 相辰一提着 阴笑笑才想起 还有一个陈宇 也来不及跟他说什么 就拿出电话给陈宇拨过去 只是轻松询问着 陈宇 我是笑笑姐 你的伤好些了吗 有没有时间出来呀 陈宇和董凯都微微醋眉 看着相辰 相辰却是直直地盯着阴笑笑 毫不将这些目光放在眼中 跟在他身后就往楼上走 身后的阴若云想跟上去 偏偏婆婆为这影打了电话 他也不得不先离开 可心里却是将阴笑笑给记恨住了 异性人走到房门前 阴笑笑开了门 大家便一贯而入 陶姨跟着打下手 相辰和董凯也没有闲着 两个人偶尔还会闲聊几句 只是话题都不会落到女人身上 不论是阴笑笑还是陶姨 亦或是阴若云 晚上七点钟 程世青和阴子镇 陆陆续续地到了 脱下自己的黑色大衣 阴子镇搓着手却想开洞 阴笑笑却是拿着筷子 在他手上打了一下 哥 人还没有到齐呢 你就想开洞了 那边有水果 你饿了可以吃水果顶着 没双微挑 阴子镇诧异地看着阴笑笑 两久之后才说 笑笑 胆子变大了呀 连我都敢打了 我可是你哥呀 相对阴笑笑动手打他这件事情 他其实更在意的是 到底是谁 让阴笑笑这般的重视 若是女的还好说 这若是男的嘛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阴笑笑得意地仰头 对阴子镇说 就算是 我哥也没有后门可以走 人没有到齐之前呢 谁也不准开吃 当然了 除了逃逸之外 有本事啊 你肚子里给我塞一个小宝贝 我立马就伺候你吃饭 这番话逗得大家是哭笑不得呀 善善地收回手 阴子镇却是将那个 让一大堆人等他的人 给记住的 连带着程世青和董凯 都忍不住有些好奇 笑笑在等着 到底是谁呀 七点半 陈宇终于是姗姗来迟 她的腿伤现在还没有好呢 走路还有一些 一瘸一拐的 但只要好好休息 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她在医院里待不下去 就出院了 今天第一次到 阴笑笑住的地方来 小小的少年 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手中提着一个 大大的水果栏 站在门外 那模样逗得逃疑 忍不住就笑了 陈宇也脸红红地 挠着自己的头笑了 看着阴笑笑 乖乖地唤了一声 笑笑姐姐 阴笑笑接过 她手中的水果栏 招呼她进来 然后将屋子里的人 介绍给她认识 到阴子镇时 两个人直直地盯着对方看 眼睛里的情绪波动 只有他们自己才懂 她就是姐姐 二十三年来的哥哥 她为什么跟笑笑 长得有点像 连想到之前 景立渊过来 询问自己的事情 阴子镇的心 难免有些惊讶 对于陈宇的注意 也就多了几分 相辰也是第一次 这样看见陈宇 上一次是在景立渊 办公室外听见的 不过只是名字而已 就连她自己去看时 陈宇也是被景立渊 揍了一顿的惨样子 哪里像今天 这般的翩翩少年呢 细细一看 阴笑笑跟陈宇 的确是有几分相像的 这屋子里头 估计除了 阴笑笑这个当事人 和粗神经的董凯 陶仪之外 没有注意到这种差异 其余的人都注意到了 而第一个注意到的 估计就是程世青 毕竟 她职业并摆在那 几乎是在陈宇 出现在大家面前时 程世青就转头 看了阴笑笑一眼 餐桌边围了不少的人 这样热闹的气氛下呢 倒是一点也没有 阴笑笑刚才离婚的阴霾 这要是说出去 估计都没有多少人 会相信的 可到底是事实如此 还是只是阴笑笑的伪装 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餐桌上 大家时不时地 跟陈宇说话 其中又属相辰为罪 程世青则是始终 关注他们的对话 偶尔跟阴子镇 对视视线 可偏偏 陈宇似乎对阴子镇 更加地感兴趣 时不时地 就会跟阴子镇 说上几句 这种奇异的感觉 很快就让敏感的阴子镇 和程世青感觉到不对 可是碍于现在的情况 也没有多说什么 吃得差不多时 阴笑笑的电话响了 她跑进房间接电话 动作迅速地 她完全没有来得及 看一眼电话号码 直到接起来之后 才忍不住地后悔 喂 惊患了一声 阴笑笑的嗓音中 已经带着点点的醉意 酒量不好的她 往往都是沾一丁点酒 就容易醉 现在呢 更是不例外 笑笑 电话里略显脆弱的嗓音轻患 不用多说一个字 只是一个称呼 阴笑笑就知道 对面的人是谁 握着电话的手 都微微收紧了一些 笑笑 警力渊完全没有想到 阴笑笑竟然会接起她的电话 顿时有些受宠若惊 可之后 就是满满的思念 明明才离婚三十多个小时 她竟然有一种 跟阴笑笑分离了 几个世纪的感觉 深呼吸了一口气 阴笑笑没有说话 也没有挂电话 紧抿着唇 面对外人在场时 她可以格外地坚定 坚强 甚至做到格外地冷漠 可唯独 独自面对警力渊时 她所有的伪装 都变得不屑一顾 脆弱不堪 警力渊在电话那边 狠狠地咳嗽两声 嗓音嘶哑地一听就知道 这场感冒是来势汹汹 小小 你在做什么 轻声问着 警力渊这时候 只想跟她说说话 其实她最想说的 无非就是 她后悔了 不愿意了 可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苏娘的事情一天不解决 她就没有办法面对 阴笑笑 同样 她相信 这件事情不解决 等到阴笑笑知道时 她也是无法面对的 离婚 不得不说 是这时候两人最好的选择 狠狠地深呼吸一口气 阴笑笑想要 义正言辞地挂电话 可是 听着那边的咳嗽声 到嘴边的义正言辞 就变成了 你怎么样了 是要了吗 话音落下的瞬间 阴笑笑恨不得 给自己一巴掌 阴笑笑 你能出息一点吗 电话那边的井立渊 咳嗽着笑了 那笑褶的阴笑笑 红透了半边的脸 紧咬着唇 怎么也不愿意 开口说话 笑笑 你还是关心我的事吗 努力沉淀下 自己心里的情绪 阴笑笑轻声开口 问了一句 她花费了离婚之后 这整整三十多个小时 想出来的一个问题 你跟我离婚 是不是 必不得已的 一句话 电话那堆的人 就没了声音 阴笑笑却是止不住地 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 伤手紧握电话 贴在耳边 生怕错过了 她的一句回答 井立渊的不吭声 给了阴笑笑 继续问下去的勇气 一字一句 也越发地铿锵有力 我那天猜测的理由 是错的 对不对 你是因为别的事情 所以不得不 跟我离婚的 对不对 你不喜欢 慕言然的 对不对 最后一个问题 带着点点的颤抖 和音笑笑 就是问了出来 两久之后 电话里都没有人说话 只有呼吸的声音 绵延续长 井立渊在电话里 忍不住咳嗽几声 随即回答说 晓晓 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无论是什么理由 我们都不合适了 一句话 音笑笑 免着唇棒哭了 为什么 音笑笑大声地质问着 静等屋外的人 都不敢进来 只是安静地 守在门外 听着里面 疯了一般质问的 音笑笑 为什么不合适 当初说要好好保护 我的人是你 当初说 即使我没有了娘家 你也会保护 我的人也是你 是你带着我 进入井家的 我拒绝过 我说过 我不要嫁进井家 是你逼着我 嫁进去的 为什么那时候 说合适的人是你 现在说不合适的人 也是你 从我们开始到现在 那么长的时间里 你还不知道 我们到底合不合适吗 你何必拿这样的理由 来躺死我 真的以为我傻吗 音音笑笑握着电话 发飙 心里对井家的怨恨 在这一瞬间爆发出来 我跟你离婚 是因为我看清楚 自己跟你之间的差距 我也知道 你想要做的事情 没人能阻止 既然你想离 那就离吧 我也想过 既然离了 就那么干脆断得干干净净 可是为什么 你又在离婚之后 走出这样一份深情的样子 你也不知道这样做 会让我无数次的动摇吗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 我会怎样 现在所有的事情 都如了你的愿 那么你是不是 该洒脱一点 不要再来继续纠缠我 也不要让你身边的 花蝴蝶来烦我 我现在看见他们 看见你就烦 烦得喝不得 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电话那边的景的渊 听着这样的话 咳嗽不已 一个不小心 从沙发上跌下来 晒在冰冷的地板上 身体和茶几 发出了剧烈的碰撞声 进了这边的音 笑笑的愣住了 你 小小 你怎么可以说出 那么残忍的话来 恨不得从来没有认识过我 嘴角嘲讽的杨喜 景的渊 不要命一般地咳嗽着 却是偏偏一句话也说不出 良久 电话那边只有景的渊的咳嗽声 渐渐地 咳嗽声小了 渐渐地 那边就没了声音 音笑笑的心就忽然慌了 握着电话 疯狂地唤她 景的渊 景的渊 你给我说话 说话呀 你是个骗子 你这个混蛋 说话呀 可是不论音笑笑 在电话这边怎么呼唤 电话那端的景的渊 始终没有开口 就连那催命一般的咳嗽声 都没有了 景的渊 景的渊 你说话呀 你说话好不好啊 丽渊 你给我说说话 你在哪 丽渊 良久 电话那边的人都没有说话 终于 音笑笑忍不住夺门而出 手里紧握着电话 就跑得出去 屋子里头的人是面面相觑 很快反映过来之后 程世青和音子镇就追出去 接着 董凯和相晨也追出去 留下行动不便的陶姨和陈宇 在原地急得不行 可也只能在原地等待着消息 黑暗中 音笑笑疯狂地跑出家门 大脑里一片混乱 可身子却是不由自主地 往一个熟悉的方向追去 手里握着的电话 更是从未有间断过 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 那边的人 打了车的音笑 就直接爆出了海淼城的地址 而此时 留在家里的陶姨 也给那个许久不曾联系的人 打了电话 对方始终处于战线的状态 不论怎么打 也打不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03集 寒冷的梯式 刚刚入冬的季节 已经很冷了 特别是对音笑笑这样 未寒的人来说 没有来得及穿一件外套 音笑笑穿着冬裙就跑出来 好不容易到了海淼城下面 连钱都没有付就冲上去 要不是保安认了他 暂时为他垫付了车费 估计 司机都会追上来的 冲到了家门口 音笑笑看着密码锁 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曾经加上的密码 房门应声而开 屋子里头没有开灯 甚至连窗户都是开着的 寒风阵阵 在屋子里头肆虐着 音笑笑站在黑暗里 两久之后才适应了这样的黑暗 焦急中的他甚至都忘记了 还有开灯这一个动作 嘴里不安地换着景丽渊的名字 李渊 李渊 你在哪儿 脉步走进屋子 到处还是熟悉的摆设 即使没有开灯 即使在黑暗里 音笑笑也可以保证自己不受的撞击 一点点地搜索着景丽渊的存在 他嗓音里都带着颤抖 他不知道景丽渊是不是在这儿 甚至他在刚刚进来时 都没有感受到这里有人 或许是他一厢情愿地以为 景丽渊终于还是不舍的 还是会回到这儿的 可是 在进入这里的黑暗里时 他的心却是微微沉了一下 他若是不在这儿 那会在哪儿呢 趴在地板上的景丽渊 迷迷糊糊地皱眉 脑袋沉得不像话 身子也重得仿佛不是自己的 隐隐约约间 他就是听见了音笑笑的声音 并且还近在咫尺 挣扎着想爬起来 景丽渊觉得自己耗费了所有的力气 可事实上却是纹丝不动 喉咙里格外的难受 不自觉地咳嗽出声 清晰的咳嗽声响彻在屋子里 站在卧室门口的音笑笑 立马就回过头 下一秒就跑过来 茶几和沙发之间的景丽渊 从未有过的狼狈 音笑笑伸手将的浮起 手心里有些粘稠 就连空气里都有些血腥的味道 那一刻 音笑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可还是死死地压下去 好不容易才搀扶着景丽渊 坐在了沙发上 这时候 追着赶过来的四个男人也上来了 董凯伸手打开灯 就看见音笑笑趴在一边的沙发上 一边看着景丽渊 一边紧紧地皱眉 那样子仿佛有什么恶心的东西存在一般 景丽渊微微地睁着双眸看着他 额头上有血液在缓缓地流动 天气凉了 伤口也凝固得快一些 见或咳嗽几声 谁都看出来 他病得不轻 小小 轻唤一声 景丽渊只能看着他动弹不得 音笑笑紧皱着眉 明明很想要靠近他 可是 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喉咙里的那股恶心感还在 弄得他根本无法动一步 只能是那么看着他 程世兴迅速地上前 手一探到景丽渊的头上 就缩回来 沉声说道 狗烧 东凯嘴角微微抽了一下 嫌弃地看着景丽渊 这就是典型的医者不自医吗 竟然连一个小小的感冒 都可以将提示赫赫有名的景医生 给弄过 这时候 不论是心里怎么想的 到底人就在自己面前 几个大男人也不可能不帮忙的 程世青和向晨扶着景的渊 下楼上了殷子镇的车 殷子镇沉着点开车 往南宇医院开去 殷笑笑受不了那股味道 只能上了程世青的车跟去 东凯和向晨很快也跟上去 一路上谁也没有通知景家人 仿佛早已经忘记了一般 南宇医院 当景的渊被人送到医院来时 整个医院都被吓了一跳 急诊室的杨医生迅速迎出来 手一探就知道什么情况 不满地叮嘱几句 让人将景的渊推走了 倒是殷笑笑 原本有些不舒服 这时候进了医院 医院那浓重的消毒水味道刺激到 迅速地冲到一边就开始呕吐 这一下子大家都慌了 殷笑笑吐得是昏天黑地 脸色都苍白了 得到消息后赶来的陶姨和陈宇 看见殷笑笑都傻了 特别是陶姨脸色都白了 缓缓地走到殷笑笑旁边 程世青伸手将手中的水 递给殷笑笑 可是程世青之前搀扶顶的冤屎 身上沾染到血迹 此刻那淡淡的血迹 都到殷笑笑的鼻翼间 水还没有接过来 殷笑笑又开始吐 而陶姨则是先见之明的 向后退了好几步 杨医生也看见这边的情况 细心地看了看殷笑笑 又看了看陶姨 笑笑 你哪里不舒服 是不是今天吃太多了 殷子镇担心得不得了 丝毫不介意殷笑笑呕吐的那股意味 守在她旁边不动弹 关切地询问着 我们去检查一下吧 摆了摆手 殷笑笑这时候已经吐得连话都说不出 晚饭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 可还是不停地吐着 甚至还伸手推开了站在一边的程世青 程世青也知道自己被嫌弃了 乖乖站到一边不说话 向陈站在旁边不敢乱动 陈宇一蹶一拐地走上前 双眸睁地大大地看着她 脸色苍白地不像话 笑笑姐 你是不是 怀孕了 一句话仿佛是一声闷雷 落在正中央 炸得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 殷子镇 程世青 向陈 都不可思议地看着殷笑笑 殷笑笑也被惊到了 可是还在吐 吐得胃酸都要吐出来一般的难受 陈宇脸色苍白地看着她 良久才问了一句 笑笑 你的亲戚有多久没来了 殷笑笑扶着墙壁喘气 心里也在迅速地回想着 估计着这个结果 这个月晚了一个星期 轻声地呢喃着 殷笑笑诧异地抬眸看着陶仪 她以为不过是这个月的情绪不稳定 受了影响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情况的 可陶仪又是怀着孩子的人 她这样一问 连她自己都觉得梦了 以前也有过呀 伸手还着殷笑笑瘦弱的肩头 殷子镇轻声抚慰着 别怕 我们现在就在医院 好好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说不定是你今天吃的太多了 或者伤到胃了呢 殷子镇轻声说着 可她自己都没有发现 她的身子竟然在微微地颤抖 周围的人都想相信 殷子镇的话 可殷笑笑吐得昏天黑地的样子 就在他们面前 他们就算想相信 也显得有些坚强了 笑笑 跟我来检查一下吧 杨医生轻声开口 目光缓缓地扫了一眼周围的人 转过身带着殷笑笑离开了他们 不远处 外科医师的某护士看见了这一幕 迅速跑回了外科医师 那样子是格外的兴奋 急诊室里 杨医生轻声询问着殷笑笑最近的情况 最后却是沉默着让殷笑笑 去妇产科做详细的检查 拿着手中的单子 殷笑笑 有些傻眼了 她离婚了 这才刚刚离呀 可是突然间 怎么就 就可能怀上呢 其实老天爷跟她开玩笑吧 有护士走过来 带着殷笑笑往妇产科去 迷迷糊糊的殷笑笑根本没有注意 那个护士就是外科医师的护士 杨医生也在殷笑笑离开之后 迅速打了一个电话 妇产科 殷笑笑安静地等在外面 殷子镇一行人也胶着地等待着 偶尔 他们的目光会落在殷笑笑那平坦的小腹上 然后又不可置信地收回来 不会吧 真的怀伤了 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陶尔脸色苍白 紧咬着自己的唇 站着不远处看着殷笑笑 东凯走过去 嘲讽地看着她 轻声说 陶尔 别把你那些心思动到她身上 否则 我不会给你好过的 说吧 东凯静止地离开 徒留下陶尔愉愤怒地看着她 等待的时间其实很短 可是落在他们这些等待的人眼中 就变得很长很长 殷笑笑坐在椅子上 不安地等待着 殷子镇脱下自己的衣服 给她穿上 所有的人都沉默安静地等待 两久之后 妇产科的门终于打开 殷笑笑也惊得从座位上站起来 就连身上的衣服掉了 也没有注意 殷笑笑 护士看着手中的名单轻声唤着 谁是殷笑笑 向前一步 殷笑笑站在护士面前 喉咙仿佛被卡住一般 说不出话来 护士看了殷笑笑一眼 翻着手中的病例说 殷笑笑 你怀孕六周了 什么 怀孕六周 这几个字就如同晴天霹雳 想撤在所有人的耳中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电梯门也响了一声 可谁也没有那个精力去注意 怀孕 怀孕六周 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殷笑笑怎么也回不过神来 护士的嘴一张一合地说着什么 她也没有听见 唯一听见的只有那句 怀孕六周 六周啊 顺色时间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良久 殷笑笑都没有说话 护士将手中的单子递过来 可殷笑笑都没有接 在她身后的所有的人都愣住 没有回过神来 直到一双修长的手臂 伸手接过那张化验单 随即便是那熟悉的嗓音传过来 伴随着两声咳嗽 谢谢 护士看见景力渊微微点头 便转身继续忙自己的事了 殷笑笑呆呆地站在原地 不知所措 景力渊却是颤抖着 举起面前的化验单 看着上面 那团模糊的黑色小肉丁 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伸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不让自己对着殷笑笑咳嗽出来 风眸里却是 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柔情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204集 怀孕了 笑笑怀孕了 六周 是第一次的时候 这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抬眸 孩子很健康 毕超照出来也不过是 小小的一团肉丁 他甚至都没有成形 可是那就是他们的孩子 此刻就是成长在自己的肚子里 眼泪不自觉地落下 忍试了面前的化验单 景力渊眉头微醋 想要说话 却是不得已转头猛烈咳嗽几声 笑笑 轻唤一声 他的嗓音里都带着一种凄凉 殷笑笑终于回过神来 抬眸看着面前的男人 良久没有说话 殷子震站在殷笑笑身边 双全紧握 殷笑笑的情况 他是知道的 当年的事情之后 整个殷家的男人 都不能靠近他 就连他也不例外 他努力地整整一年时间 才让殷笑笑接受了自己 可是 现在殷笑笑 不过是跟景力渊结婚半年 就有了孩子 怎能不让他愤怒 更让他愤怒的 不只是这件事情 而是殷笑笑跟景力渊 现在的关系 他们离婚了 笑笑这算是什么 单身妈妈 只要一想到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都是景力渊 殷子震的拳头又痒了 目光里透着点点的恨意 看着他 不愿意松懈一二 伸手接过化验单 殷笑笑狠狠地 深呼吸了一下 转身就要离开 却被景力渊 抓住了手腕 可时间不过就一秒钟 却被一边的 程世青挡住了 看了一眼程世青 景力渊对殷笑笑说 笑笑 这是我们的孩子 殷笑笑停下脚步 轻声回的一句 景力渊 这不是我们的孩子 这是 我的孩子 一句话 意思格外地清楚 却是让景力渊的身子 忍不住亮枪的一下 他的孩子 什么意思呀 没有他景力渊 有这个孩子的存在吗 一时间 景力渊有些生气 可奈何这里阻碍 他的人太多 他仅仅只能 站在殷笑笑面前 若是想要伸手 触碰到他 根本就不可能 笑笑 怒吓一声 景力渊 哑着嗓子说 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始终颤抖的 殷笑笑 终于是没忍住 转过身 仰手给了景力渊 一巴掌 声音是格外地响亮 经得妇产科里的 护士和医生 忍不住地 微微探出头来 景医生在医院里 被人狠狠地 打了一巴掌 这种事情 还真是不常见的 可其他人 只不过只敢看看 也不敢多说什么 迅速地就缩了回去 景力渊被打懵了 愣证了两秒后 才看着殷笑笑 凤眸里 满满的都是不解 景力渊 你记住了 这是我殷笑笑的孩子 我一个人的孩子 我们之间 没有丝毫的关系 我们已经离婚了 不久前 你才收到的离婚协议 不是吗 甚至在景家 你们家的人 又口口声声 说要将我赶出来 不是吗 凭什么我现在 怀着一个孩子 你就要说 这是你的孩子 就算是你的孩子 又怎样 他现在在我 殷笑笑的肚子里 你想要 好啊 说着 殷笑笑就上前一步 微微挺地一下 自己平坦的小腹 给我开膛破肚 将他取出来 殷笑笑这一番话 将在场的人 害得不行 殷子镇更是伸手 抓住了他的手腕 就怕他会做出什么傻事 景力渊愣愣地看着他 刚刚得知 自己做了父亲的喜悦 瞬间消失不见 剩下满满的都是惊恐 殷笑笑这样的姿态 真的是很吓人 我不管你们警驾 要做什么 要干什么 现在我就告诉你 这个孩子 我不会留的 殷笑笑 质地有声地说着 说吧 还仿佛他会不相信 静止走到 妇产科的护士台那边问 请问 你们这里 现在可以做流产手术吗 整个世界 似乎都安静了 没有人说话 被问的护士也傻了 景力渊跟殷笑笑是夫妻 整个男女医院的人都知道 虽然两个人刚刚离婚 可是离婚了 不是还有复婚一说吗 这孩子都有了 现在要流产 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呢 护士不敢说话 只能是沉默地看着殷笑笑 神色为难 景医生的孩子 景家的第一个长子嫡孙 随又胆子将他给留了呀 景家老太太第一个 就不会放过他的 景力渊回过神 凤眸里奄奄有着冲鞋的痕迹 上前一步摘过殷笑笑的手 这一刻 程世青和燕子镇都没有上前阻拦 这孩子的去留问题 的确是需要他们好好地谈上一谈的 笑笑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嗓烟低沉 景力渊浑身都不舒服 可现在 他最不舒服的 却是他的心 殷笑笑竟然不要他们的孩子 这样的认知 伤得他差点没有吐血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殷笑笑想甩开景的渊的手 可却只是徒劳 即使景的渊病重 他还是无敌挣扎 只能是狠狠地瞪着他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在做什么 我怀孕六周 但是现在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不想要他降连在这个世界上 我就是这个意思 尹笑笑 怒吼一声 景力渊此刻呼出来的气息 都是灼热的 我凭什么要生下这个孩子 我凭什么要在二十三岁时 就做了单身妈妈 丝毫不将景力渊的怒火 看在眼里 殷笑笑静止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离婚了 离婚了 你知不知道离婚是什么意思 是说我们两个以后 再也没有任何交集 再也没有任何千年的意思 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 你可以带无数女人回家翻圆覆语 我可以跟任何一个男人 出去彻夜狂欢 没有人会指责我 也没有人会埋怨你 你过你的日子 我过我的日子 就是这个意思 你懂吗 殷笑笑没说一个字 景力渊的脸色就沉上一分 握着殷笑笑手腕的力道 也越发地重了 景力渊 我不想一再地重复 我说过的话 你想要孩子 可以啊 大街上的女人有很多 我相信有无数的女人 都想为你生一个孩子 你又何必执着 我一个你不要的女人 肚子里的一块肉呢 音音笑就真是疯了 此刻的话语更是不经大脑就说出来 可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所说出的话才更具有真实性 景力渊 我还是三岁 不是三十二岁 我的人生还很长 我昨天刚跟你离婚 结果今天我就怀孕了 这不是老天在开我们的玩笑吗 这个孩子我承认 当初我很期待她的来临 那时候有老太太的嫌妻在那摆着 有我的情况在那碍着 现在我很自由 我没有家庭 没有丈夫 我唯一要做的事 就是过好我的生活 这时候你凭什么以为 我会顶着一个单亲妈妈的名头 问你生下这个孩子 随着音笑笑话语落下 景力渊的脸色 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 那简直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 狠狠地深呼吸一口气 音笑笑再也不想理会她 转头又问了一次 你们这里 今天 现在 马上 可不可以做人流手术 若是不可以 我就去别的医院 音笑笑 景力渊气得杆都要炸开了 伸手将她扯到自己的怀底 一字一句地说 你真的不要这个孩子吗 你确定你以后不会后悔 我 你要是确定 我立刻带你进去做手术 我亲自给你做 音笑笑张嘴要说话 可是这一次 景力渊却打断了她的话 景力渊一字一句狠狠地说 甚至不等音笑笑回答 已经拽着她往手术室里去 因此阵等人立马被护士挡在了外面 笑话 医院里从来都是景力渊的天下好不好啊 夜晚的男女医院 妇产科依旧很繁忙 整个医院的人都认识景力渊 所以当看见景力渊拽着音笑笑进来的时候 大家都微微愣了一下 倒是没有将人赶出去 都给我滚出去 一声爆吼 手术室里的人全都被景力渊骂了出去 偏偏还没有人敢说话 而刚刚做完人流手术的人 也被迅速推了出去 整个屋子里还有浓郁的血腥味 音笑笑忍不住地挣脱开景力渊的手 就走到一边开始呕吐 可是刚才吐了一番 这时候却是怎么也吐不出来 只能是难受地干呕着 景力渊冷眼看着音笑笑的情况 心里的那团火还在熊熊燃烧 不要她的孩子 让她带无数女人回家翻云覆雨 还说要跟任何一个男人 出去彻夜狂欢 她音笑笑 这是好大的胆子呀 离婚不过两天 她竟然就有了这样的心思 真是气得景力渊 恨不得将音笑笑吊起来 狠狠地打上一顿 忍耐着心里的怒火 景力渊让人把手术室收拾干净 甚至连那淡淡的血腥味 也闻不到了之后 她才走到音笑笑面前 冷声问 你不是要做流产吗 躺上去 我亲自帮你做 绝对让你的身子 不受一丝一毫的伤害 音笑笑准头怒瞪着她 目光却是落到不远处 那高高的手术台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05集 目光微微沉浸了一下 音笑笑的火气也上来了 那手术台上刚刚完成的一场人流手术 音笑笑没有进过这样的地方 更不清楚 这样的手术是怎么做的 可是 看着那些冰冷的气血 她的心还是忍不住害怕 偏偏陷在景的渊的面前 她丝毫都不想露了胆怯 她毫不犹豫地静止走过去 艰难地上了那高高的手术台 音笑笑坐在床上 看着景的渊 景的渊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 高烧还没有退 刚才不过是处理了一下额头上的伤口 吃了两颗药就过来了 可偏偏这个不省心的小妮子 还这样跟自己作对 差点没有被气死 此刻看音笑笑坐在手术台上 更是气得不得了 伸手扯过一边的手术袍穿上 戴上手术帽 在一旁清洁了手之后 戴着手术手套 向着音笑笑就走了过去 音笑笑从来没有看见过景的渊 这般严肃的样子 更没有看见她做手术的样子 现在她真的是被吓到了 特别是看见景的渊站在一边 伸手随意地拨弄着 手术盘里的那些气血 更是觉得身体都良意振振呢 躺下 景立渊冷声说着 可话语里还是不偏不倚地 泄露了她的情绪 音笑就回过神 根本不理会 转头说 我不要你给我做手术 你出去 给我换个医生 劈里啪啦 一阵零碎的声音 听到门外的人 都忍不住呲牙咧嘴啊 景医生 这不会是要拆了他们的手术室吧 妇产科很穷的 可没有第二个手术室啊 尹笑笑 景立渊被气得 仿佛只会说这三个字 凤眼里满是火气 丢掉手中的手术器械 就逼身上前 望着她说 你到底知不知道 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 你还敢让别的医生来给你做 你真的当我是死的吗 眉稍微挑 音响却突然就嘲讽地笑了 看着景立渊 轻声回应着 景立渊 你觉得你现在在我眼中 还是活的吗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 她又不是傻子 哪里会不知道 人流手术是怎么做的 无非就是有些尴尬 而且听说现在妇产科 许多医生都是男医生 景立渊气得牙痒痒 伸手扯掉自己的口罩 捏住音笑笑的下巴 逼迫她看着自己 别挑战我的耐心 怒瞪着她 音笑笑只说 给我换个医生 否则 我就去别的医院 整个提示 也不只是只有你一家医院而已 景立渊一言不发地瞪着音笑笑 终于还是忍不住俯身上前 稳住了她的唇 这张小嘴 今天真是格外的可恶啊 可恶到她恨不得将它彻底地吃下肚子 看她还有没有力气说话 音笑笑被景立渊的动作吓到了 良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等到回神之后 下意识就一巴掌打过去 刚才打了左半边连 这一次音笑笑又打到左边 想看不出来都不容易了 景立渊停下自己的动作 经过这一下倒是冷静了不少 眉梢微调地看着她说 笑笑 下次别总打一边 该换另一边了 音笑笑气节啊 转过身就想下床离开 可景立渊却是将她牢牢地困在了手术床 和自己的怀抱底 音笑笑怀着孩子也不敢乱来 只能是恼怒地看着她 景立渊却是唇角眉梢都是笑意 她看出来了 若是音笑着真的不要这个孩子 这时候完全可以肆意乱来 毫不顾忌 可偏偏她就是受了阻碍 乖乖地被她困在这儿 她虽然生气 可却并不是真的那么不想要这个孩子 这个认知让景立渊的心里好受了一些 伸手俯上音笑笑纤细的腰身 景立渊埋手在她的颈窝 动作虽然温柔 却毫不掩饰自己的霸道 没有她的允许 音笑就根本就无法离开 轻声呢喃着 在她耳边说 笑笑 留下这个孩子 好不好 她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直那么期待的孩子 花音一落 音笑笑却是忍不住的 要哭泣出声 她怎么不知道 这是她们那么期待的孩子呀 若是一切发展顺利 现在老太太该有多开心 可是偏偏 现在她们离婚了 离婚了呀 每一次只要想到景立渊在医院里 路过自己身边时 轻飘飘地说出 音笑笑 我们离婚吧 这句话时 她就心痛地想死 她挣扎过 努力过 可是最后换来的 依旧是景立渊一句 要离婚 她又能怎么办呢 死缠烂打吗 不死不休吗 她做不出来 感情的世界里 她或许懦弱 或许好期 可是绝对不是任由着自己尊严 让人肆意践踏的人 凭什么景立渊 现在还可以理直气壮地 说出这样的话 她就没有想过 若是她执意要留下这个孩子 那么她殷笑笑将面临的是什么吗 李渊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 殷笑笑哑声问着 死咬着唇 没有哭出来 齐长的身躯狠狠地震了一下 景立渊愣住了 二十三岁 殷笑笑嫁给了她 二十三岁 殷笑笑跟她离婚了 二十三岁 殷笑笑怀了她的孩子 这时候 她让殷笑笑怀着她的孩子 到底想做什么 是单纯地想要一个他们的孩子 还是想要如她之前所说的 用这个孩子 逼着苏娘出现 良久 景立渊都没有说话 而禁锢着殷笑笑的手臂 也渐渐松开了 殷笑笑愣了一下 从手术床上下来 走到门口 始终没有看她一眼 从祭出离婚协议的那一刻开始 他们之间就该画得清清楚楚 一如老太太所说 不要拉拉扯扯 纠缠不休 临出门前 景立渊轻声说的一句 这几天你好好休息 我会为你安排手术的 话音落下的瞬间 殷笑笑隐忍了许久的泪水 终于还是决堤了 手术室里的两个人 就这么背道而驰 走出手术室 殷笑笑擦掉自己脸上的泪水 小手不自觉地 扶上自己平坦的小腹 紧咬着唇 没有说话 凉久之后才转身走出去 看着她平安无事出来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陈宇的脸色 依旧是苍白的 无人可以比拟 她耳边始终想出着景立渊 曾经在她面前说过的话 她要折磨殷笑笑 折磨殷笑笑肚子里的孩子 那个魔鬼一般的男人啊 笑笑 你没事吧 程世青上前询问着 伸手将殷子镇的外套给她披上 我没事 摇摇头 殷笑笑有些疲惫地说 殷子镇见状 这让大家就地散了 开着车送殷笑笑回翠堤院南院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吧 更何况这些事情 也不是什么一时半会儿 就能做出决定的 当车子停在翠堤院南院楼下时 殷子镇并没有离开 殷笑笑也始终保持着沉默 许久之后 殷子镇才低沉着嗓音开口 笑笑 你打算怎么办 殷笑笑没有说话 手里紧握着刚刚离开时 陶仪塞到她手中的那一张化验单 良久等不到殷笑笑的回答 殷子镇轻烫了一口气 严肃地说 笑笑 这个孩子不能留 一句话 殷笑笑的脸色就白了白 殷子镇不赞成这个孩子的降临 江阳转头 看着殷子镇 殷笑笑的双眸里 都是疑惑 笑笑 你还太小 身边没有家庭 没有丈夫 这个时候的你 不能有孩子 殷子镇轻声说着 很多事情在得知了殷笑笑怀孕的一刻 就开始思考了 再者 你现在就算将这个孩子留下来 到最后 你也未必能够将他留在你身边 话落得瞬间 殷笑笑身子顿时就僵硬了 她未必能够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怎么不是呢 一个庞大的景家在一边虎视眈眈 景老太太怎么也不会让景家的长子弟孙 遗落在外面 不论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是不可置疑的 看殷笑笑的样子 殷子镇就知道 殷笑笑想到了 这也是他刚刚在手术室外面想到的 景家那样的门户 电燃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笑笑这个孩子 别说要留掉是一个困难 就算是生下来 也是一个困难 哥 殷笑笑轻声唤着 嗓音里满满的都是不知所措 伸手将殷笑笑揽进怀中 轻声安抚着 殷子镇 轻叹了一口气 别怕 等你休息几天之后 我们再来谈这件事 麻木地点点头 殷笑笑忽然就想到了 景丽渊承诺会帮他安排手术的事情 心里微微一痛 很快又被他压抑下去 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与此同时 景家人也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 老太太惊得从沙发上站起身 打发了他刚刚还在摆弄的一整套茶具 丝毫不心疼 只是诧异地确认着这个消息 景丽瑶和余嘉惠都忍不住睁大了眼睛 倒是景丽博忍不住地微微上扬了唇角 这个孩子似乎来得格外的及时啊 老太太下意识就要出门找殷笑笑 可是却被改回来的景丽渊挡住了去路 景丽渊脸色很不好看 可是这时候却没人注意到 站在客厅里 景丽渊看着前面的亲人 轻声开口 您笑笑肚子里的孩子 我会处理的 这一句话在景家就惹起了轩然大波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两百零六集 景丽渊一句她会处理 在景家引起了轩然大波 处理 景老太太一听这话 顿时就怒了 站起身来 直直地看着景丽渊 生母里满满的都是不可思议 随即就问 你说处理是什么意思 你想怎么处理啊 我景家的第一个长子嫡孙 是你想说处理就处理的吗 景丽渊 你要是敢动 音笑笑肚子里的孩子一下 你就给我滚出去 一声怒吼 整个客厅里的人都愣住了 音笑笑怀孕了 在刚刚离婚不到三天的时间 偏偏现在景丽渊还说 要处理掉音笑笑肚子里的孩子 而之前对音笑笑恨得咬牙切齿的景老太太 却又表现出了明显的护意 若是音笑笑在这里 估计会笑出声吧 这是多么典型的母凭子归呀 凤毛微挑 景丽渊不但丝毫情绪地看着景老太太 她记得很清楚 当音笑笑嘴里那一番离婚的理由说出来时 老太太是如何的尖酸刻薄 又是如何的咄咄逼人 丝毫没有顾念到 音笑笑在景家这半年的时间里 也曾经是景家人 甚至当即就将音笑笑赶了出去 这人的心都是肉做的呀 都会有感觉的 这时候 即使知道景老太太是自己的亲人 景的渊也忍不住地心寒了 奶奶 我跟笑笑已经离婚了 您不知道吗 轻声开口 景丽渊的声音里带着点点的冷漠 如果您不记得了 那我提醒您一下 我跟她离婚了 并且 离婚的时候她还说过 不要我们警戒任何的东西 现在我们却寄予人家肚子里的孩子 寄予 什么是寄予 老太太一听就火大了 她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我景家的人 她想要带着我景家的曾孙去哪 我告诉你 音笑笑这样做是犯法的 哼 就算你跟音笑笑离婚了 可她想要带着我的曾孙离开景家 也要看我准不准 要离婚可以啊 把孩子给我留下 我景家的曾孙 绝不允许外留 一句话 说得景丽渊看着老太太的目光 变了几遍 却并没有说话 于家慧在一边听着 突然轻声呢喃说 那天笑笑离开的时候 就说过 会让我们后悔的 那时候我就怀疑 她是不是有了 可想到她说自己 所以我还以为 李渊跟她之间 并没有发生什么 现在看来 于家慧的话没有说完 可她这样说一半 留一半的样子 倒是让老太太心里 更加地不满 立马就开口问 那个英笑笑离婚的时候 不是说她性恐惧 不能亲近男人吗 现在怎么就怀孕了 啊 我看她呀 根本就是故意的 她一定是早就知道 她怀上了你的孩子 现在故意透出这样的消息来 让我们景家难看的 这提示要是传出了 我们景家将怀着孩子的 孙媳妇赶出去的消息 我这张老脸往哪放啊 老太太越想越觉得 这就是英笑笑下的套 气得不行 坐到主位上 便对景的渊下令说 李渊 我不管你怎么办 英笑笑肚子里的孩子 一定要平平安安地出生 还一定要在我们景家 至于你跟英笑笑之间的婚姻 既然没有了 就没有了 反正 我也给你承诺了嫣然 到时候 娜娜 话还没说完呢 景的渊就静止打断了 凤母李已经不能用寒冷来形容 沐嫣然从来就不是我想要的女人 我的婚姻我自己会做主 不劳您费心 景老太太气得说不出话 只能是瞪着她 这样被孙子顶嘴还真是第一次 可景的渊丝毫不想理会她 起身就离开了 仿佛在这里多待一秒钟 都是一种折磨 女子 身后的景老太太被气得大骂一声 可景的渊却没有回头 于家慧和景丽瑶连忙上前安抚 景元峰看在眼中紧促了眉头 耳边传来景老太太一声接一声的咒骂 因笑笑这个祸害 她怎么就来祸害我们景家了呢 怀着孩子竟然还敢这样拿大 是想要看着我老太太去请她回来不成 真是一个胆大的人 这样的孙媳妇我们景家供奉不起 景丽瑶瑶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女家伙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也没有接话 只是他们都在想 这景家怎么突然间就乱了呢 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再说穆家 你说什么 伴随着一声怒吼 原本坐在沙发上 陪着紫蒲羊和慕龙看电视的穆燕燃 一下子就站起来 膝盖上放着的水果盘 摔在地上四分五地 柑橘更是四处乱跑 有的还被穆燕燃一脚踩瘪了 格外的难看 穆燕燃也知道自己的反应过大了 握着电话迅速回了自己的房间 那样子完全就是不想让人知道 自己在跟谁说话 沐双眼睛微闪 没有动作 关上门 穆燕燃忍不住地询问道 你说什么 殷笑笑怀孕了 电话那段的男人再一次回答 是的 小姐 殷笑笑怀孕了 刚刚查出来 穆燕燃气得伸手 推翻了自己梳妆台上所有的东西 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顿时引得后面跟上来的紫蒲羊和慕龙 伸手敲门大声问着 燕燃啊 怎么了 你没事吧 穆燕燃这时候 哪里还有心情理会他们 目光里都是胸光闪烁 燕燃 燕燃你开门呢 让我进来 紫蒲羊有些担心 穆燕燃的情况并不能太激动 燕燃 乖 开开门 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说 妈妈会帮你的呀 滚 怒吼一声 穆燕燃的情绪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爆发 静止将手中的电话对着门狠狠地摔去 立马就是四分五裂的下场 与此同时 穆燕燃抓着自己胸口衣服 奔到床头柜的位置 伸手倒出一片药 吞下去 那么样 着实是有些害人呢 燕燃啊 燕燃你没事吧 门外子扑扬的关切还在继续 可现在 却已经完全不在穆燕燃的耳中了 银笑笑 银笑笑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 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你怀孕了 好一个银笑笑 一个怀孕的孕妇 身体指标都会有明显的变化 这时候 根本就不适合做手术 你真是专门来坏我好事的 一次又一次 狠狠地深呼吸 沐燕燃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呼吸渐渐变得平和起来 目光却是一如既往的害人 这都是你逼我的 别恨我 心中有了思量 沐燕燃站起身去开门 门外 紫扑扬和木龙硬是一步都没有敢离开 沐燕燃不比沐霜啊 就算沐霜现在是个废人 可到底 沐霜多少还是有些自救的本事 不像沐燕燃 一旦有什么事情 身边没有药 那只有等死的份 见沐燕燃出来开门 紫扑扬连忙上前 拉着他的手细细地打量 叶燃啊 你怎么样啊 谁惹你不高兴啊 妈妈帮你出去好不好 你别生气 也别激动啊 沐龙倒是没有说话 只是那紧皱的眉头 叶燃也是不高兴的 强迫自己扬着微笑 沐燕燃开口说 我没事 刚刚得知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而已 紫扑扬可不是那好糊弄的人 目光往里一看 就看见满是的狼藉 并让沐龙先离开 自己跟着沐燕燃进了卧室 拉着他坐在床上便问 沐燃啊 到底出了什么事 啊 以前的沐燕燃很爱惜自己的身体 从来不会动不动地大动肝火 有心脏病的人最忌讳的就是 情绪起伏 可这时候的沐燕燃 已经不是过大能够解释的了 根本就是发火 而这一切 似乎从他回国后就开始了 看着自己的母亲 沐燕燃紧抿着唇 仍是不愿意说 可在紫扑扬一再追问下 还是忍不住开口 轻声说 妈 我该怎么办 我好怕 我好怕我明天就整不开眼了 我好怕 我一睡觉就永远睡过去了 妈 我不想离开你跟爸爸 妈 你救救我好不好 沐燕燃这一哭诉 顿时让紫扑扬的心都揪起来 对于这个女儿 她本来就觉得亏欠很多 从小到大 沐燕燃都没有闹过 可现在却是闹起来 让她觉得更是心疼难当啊 轻柔地将她揽进怀中 轻声地安慰着 沐燕燃 别怕 妈妈和你爸爸 一定会为你找到合适的心缘的 放心吧 啊 妈妈不会让你这么年轻 就离开妈妈的 妈 我好怕 我真的好怕 沐燕燃铺在紫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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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一句 说得紫普洋的心难受得不行 看着自己怀中好不容易成长到二十五岁的孩子 就这二十五年 他们一家都是战战兢兢的呀 可要他看着自己的孩子就这么死去 他也是不愿意的 脱口而出道 什么犯法不犯法的呀 妈妈只要你活着 我去跟你爸说 让他去黑市给你买一颗心脏 我家的嫣然必定能好好地活着 然后嫁给你最心爱的男人 好活地过一辈子 说着紫普洋就要起身 去找木龙 木龙虽然脾气火爆 可做事到底还是有分寸的 去黑市上买心脏这种事情 还真是不敢轻举妄动 一个不小心 说不定心脏没有买到 还搭建了一大家子 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这一说出来紫普洋更加地心疼 硬是要去找木龙 而这时候木龙也过来了 到底还是不放心自己的女儿 一进来就听紫普洋说 阿龙啊 我们去黑市给嫣然买颗心脏吧 胡闹 话音落下 换回的就是木龙的一声棒吼 黑市那是随便能沾惹的地方吗 妇人之人 你知道现在黑市是谁做主了 阎王 那是轻易能得罪的人 到时候心脏有没有买到是一回事了 就连我们还有没有命在这里过日子 都是问题 到底是在外面走南闯北的男人呢 对于这些东西 就比紫普洋和穆燕燃都要了解得更多 可是紫普洋哪里会管那么多 扑上去对着木龙一阵拳打脚踢的哭诉 那你扛死我怎么办呢 我的女儿才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呀 她那么好的年华 那么美的青春 就要毁在这个病上吗 我是她母亲 你是她父亲 可你怎么就那么忍心看她去死 再找不到何事的心愿 厌然她 她就 木龙也不反抗 任由着紫普洋打 看着穆燕燃的目光里也带着愧疚 可是穆家就连穆老爷子也不敢打这个主意 她哪里有这个胆子呢 阎旺啊 能叫这个名字的人会是个好人吗 穆燕燃看着他们 眼神里满是哀气 上前将自己的母亲拉开 轻声说 妈 你别这样 爸也很为难的 我知道 我也知道你们一直都很爱我 那么多年都没有放弃我 只是 我到底还是不能陪着你们更久了 可是我不敢信啊 真的不敢信 紫普洋翻过身抱着穆燕燃哭的肝肠寸断 穆燕燃就仿佛诉苦一般 为什么 我就是穆家的大小姐 我有残缺的身体 殷燕燕就是殷家不受宠的大小姐 她却有健康的身体 为什么 殷燕燕 穆龙忍不住开口 这个时候 怎么就提到她了 紫普洋也看着她 见穆燕燃突然不说话 连猛逼问道 燕燃 你想说什么呀 燕燕笑笑 是不是跟你难堪了 她一个请三少不要的破鞋 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你啊 有什么资格让你难受 你放心 妈跟爸明天 就为你去逃回公道 使劲地摇头 穆燕燃哭泣着说 妈 她没有 她没有 只是我上次去医院 不小心看见了她身体检查报告 好像 好像是她做来尾手术的时候 顺便做的 上面的各项指标 完全跟我的指标相符啊 一句话 不用再多说什么 紫普洋和木龙都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燕燕笑笑的心脏适合穆燕燃 所以她才会那么地羡慕她 羡慕她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羡慕她嫁给了紧的冤 羡慕她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屋子里突兀地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 突然 紫普洋双眸里都迸射出一股坚定 雅然 你放心 燕笑笑那颗心脏 妈一定给你弄来 她燕笑笑拥有的一切 都应该是你的 是你的 安静的房间里 没有人说话 却用沉默代替着一种默认 深夜 对一切毫不知情的燕笑笑 一个人坐在卧室里 眉头紧锁 小手不自觉地 抚上自己平坦的小腹 到现在 她都不能相信 自己竟然怀孕了 紧抿着唇 燕笑笑展开那张 一直被她紧紧握在手里的 化验单 眼泪不自觉地 划过了脸颊 一手紧握着化验单 一手轻抚着自己的小腹 殷笑笑 独自戳气着 这个孩子 她保不住 真的是保不住呀 就算没有殷子镇的提醒 稍微清醒过来之后 她就会知道 自己保不住 虎视眈眈的景家 她根本没有丝毫的招架之力 他们要留 这个孩子就能留下来 他们不丢 这个孩子甚至 连个人都撑不上 宝宝 宝宝 我的孩子 殷笑笑哭倒在床上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 就算殷笑笑自己还是个孩子 可是她肚子里却是真真切谢有着她自己的孩子 她也是个母亲呢 哭了两句 忍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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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笑笑捂着自己的嘴 就哭了 敬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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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量这般的狠心 小心自为我安排手术 这可是我们的孩子呀 可只要想到是自己最先不要这个孩子的 殷笑笑又觉得自己也不是一个好人 为什么 这个孩子不能早一点来呢 是不是早一点 现在的结局就会不一样了 楼下的敬离言 保持着高扬着头的动作 她仿佛不知泪一般 殷笑笑就在楼上 她甚至就在窗边 可是 敬离言却不敢上去 她怕听见她口中说不要孩子这样的话 手术 真的要安排吗 许久之后 到底还是殷笑笑先转身离开 没过一会儿 屋子里的灯就熄灭了 心里微苦 嘲讽地仰起嘴角 敬离言向后退了两步 便以着蓝上开始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黑暗的世界里 烟雾缭绕不散 寒风撂翘 吹得人一百都微微地飘动 殷笑笑站在窗后 小心翼翼地看着楼下的男人 许久之后 才狠心转身不再去理她 只是 这一夜 注定是许多人的 不眠之夜 一日 殷笑笑起床后 下意识地往楼下看了一眼 那里没有了懒胜的身影 也没有了井的渊的身影 只有地上留下的一大堆烟头 看样子 昨夜的井的渊也不太好过 收回自己的毛子 殷笑笑沉默扶了一下自己的小腹 转身去厨房为自己做吃的 顺手打开电视 谁知道 电视上的消息竟然满满的都跟她相关 一夜的时间 不知道是谁将她怀孕的消息透出去 整个提示都知道了 她跟井的渊这一段感情 再一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三日前 井家三少已经跟殷家大小姐离婚了 可是就在昨夜 殷家大小姐就在南语医院妇产科 被确诊怀孕六周 也不知道是不是另有隐情呢 记者不敢将话说得太过分 可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猜测 特别是在她可以的误导下 怀上孩子离婚 离婚之后发现怀上孩子 这可是两个问题 脸色微微苍白了一下 因笑笑果断关了电视不去理会 牛奶热好之后便想端来喝 却没有想到自己还没有接近她 就因为那股味道 冲到洗手间大吐特吐 硬是吐得身子都快要直不起来 可偏偏牛奶的味道就在鼻尖缠绕着 热牛奶的香味在整个屋子里传递着 因笑笑动弹不得 只能这样硬撑着 突然门铃就响起来 她只来得及开了门 再一次呕吐起来 门开了 因笑笑以为是阴子镇 强撑着说了一句 牛奶 然后就继续开始呕吐 来人一听立马冲进厨房 将牛奶倒了 随即便是水龙头哗哗的声音 硬生生地想要压抑住 那股牛奶的味道 然后 因笑笑的身上 就被披上了一件温暖的外套 而家里的窗户被人全都打开 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 驱散那股味道 在衣服触碰到自己的瞬间 因笑笑的身子 忍不住微微僵硬 牛奶的味道被水流 被空气冲散 因笑笑执起身子 缓缓地转过身 看着那狗在屋子里忙碌的身影 景丽渊穿着单薄的针织衫 在屋子里头乱跑 一会儿开窗户 一会儿去厨房 开换气扇 一会儿又将家里的所有牛奶 都扔进了垃圾桶 拎到了门口 所有的一切 看在音笑笑的眼中 都是一种折磨呀 既然不要她 不要她的孩子 那么现在她在做什么呢 脸色渐渐冷漠下来 音笑笑走过去 脱下她手中的外套 丢在沙发上 可音服没有离开她 超过五秒 就再一次批到了她的肩上 耳边还有那熟悉的声音 穿上衣服 别着凉了 对身体不好 音笑笑狠狠地呼吸 转过身看着她 任由肩上的衣服 滑落在地 既然她总是不记得 他们离婚了 那么她现在 就帮她好好的记住 景丽渊的手还悬在空中 就看见 音笑笑冷漠的转头 那毫无情绪的眼神 顿时让她回过神来 猴杰微动 却依旧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记起 那一件事情 这里不是他们的家 她不是她的妻子 就连她肚子里的孩子 这时候都失去了一个 名正言顺的 父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08集 面对着面前冷漠的音笑笑 景丽渊有一瞬间的 难以呼吸 景三少 请问 我要如何提醒你 才能让你记住 我们两个已经离婚的事实 音笑笑无情地开口 脸上没有丝毫多余的表情 硬生生地看着景丽渊心慌 我承认 我肚子里是怀了你的孩子 就算这时在我们临婚之后 才发现的 可是 我并不打算 因为这个孩子 就继续跟你牵扯不清 也希望你可以干脆利落一些 不用再来骚扰我 凤眸微闪 景丽渊抿着唇 没有说话 闭上自己的双眸 音笑笑双拳紧握 不让自己露出怯懦 小小 看着他难受的样子 景丽渊心里很不适滋味 连忙走到一边 将自己带来的早餐 全都摆在了餐桌上 你先来吃点东西吧 你手术后 都没有好好捕捕身子 现在又坏着宝宝 肯定 景丽渊没有回过神来 音笑笑已经上前 把桌上的所有早餐 都扶到了地上 炖食整间屋子里 都是各种早餐 香火纠缠的味道 豆浆油条 包子小粥 三明治 所有的一切 都被音音笑笑推翻了 看着地面上的一片狼藉 景丽渊愣愣住了 景丽渊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能不能不要做出 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你到底还记不记得 当初是谁信誓旦旦的 一定要跟我离婚 甚至连个理由都不给我 我纠缠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如你所愿 跟你离婚了 现在 你又做出这样一副神情来 难道我音笑笑 真的是欠了你吗 压抑了一夜的情绪 加上手术室的那一场 今天早上新闻这一场 音笑笑这个孕妇的情绪 早就不稳定 偏偏这时候 景丽渊还要撞上来 怎么 难道是看见我怀孕了 所以 你们景家想要孩子了 景丽渊 做人不要那么无耻 我肚子里的孩子 就算是生下来 他也只会跟着我 音笑笑的性 绝对不会性情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其实 想要进你们景家门的人很多 想为你生孩子的人也很多 你能不能别再来纠缠我 我很烦的 真的很烦 看着这样的音笑笑 景丽渊凤谋深处 闪过了一抹受伤 他可知道 那些女人再多 可终究不是一个叫做 音笑笑的女人呢 发了一顿火 音笑笑的心情 才稍微好了一点 转而继续说 我求你了好不好 我求求你放过我 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自己会看着办的 要打要流 都不会劳烦你景家 我只需要你们 给我一个安静的环境 我不想看见你 不想看见我整天 出现在电视上 被人指指点点 有人把这些 当作一种资本 可我音笑笑不要 我不喜欢 从嫁给你开始 我就没有过过 一天的安生日子 现在好不容易离婚了 你就不能 大发慈悲地放过我吗 脸色惨白 景丽渊从未想过 有一天音笑笑 会对她说出这样的话 她是后悔了吧 一如音笑笑所说过的 后悔认识了她 后悔嫁给她 喉咙微微发紧 景丽渊的身体 微微僵硬一下 眼睛微闪 音笑笑紧抿着自己的唇 双眸瞪得大大的 伸手就把景丽渊 往门外推 你滚 你给我滚 我不要你 不要你了 一声声的话语 响彻在景丽渊耳边 害怕伤害到音笑笑 她也只能是 半推半就地往门外走去 直到她被推出去 身后的门 砰的一声关上 随即就是 觅满门被锁上的声音 站在门口 景丽渊两久都回不过神 眼神空洞的 看着地面 她的婚 真的离堆了吗 现在外面对音笑笑的 风言风语 越发得多了 她听了 会不会心情不好 到时候会不会 不乖乖地吃饭 会不会不好好地睡觉 会不会整天的 胡思乱想 思考了两久之后 景丽渊提着一边 被抛弃的牛奶离开 屋子里 音笑笑靠着门 缓缓地坐在地上 扶在自己的双臂里 气不成声 为什么 为什么在灵魂之后 还要这样来招惹我 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还是说 她来这里 不过是想带我去医院 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伸手扶上自己的肚子 音笑笑真的不知道 她还能护着这个孩子多久 有人期盼着她 也有人急恨着她呀 音笑笑怀孕的消息 透露出去 这几天 要找她的人 也变得格外多起来 只是之前 她一直都住在海淼城 这突然间离婚之后 就搬出来 也没有回到音家 倒是一时让人找不到 跟踪景丽渊和音子镇 都没有笑过 她就仿佛是 失踪的一般 只是音子镇 能够瞒过外面的记者 却瞒不过家里的人 到底音若云 可是见过她的呀 当天 音白凡带着李梦 就找上门 连带着还有一个 音若云 门一开 音笑笑就看见 外面那几张紧皱的脸 闷声给她们让开了路 音白凡一坐到沙发上 忍不住就四处 打量着这里的环境 翠堤院的两个院 一南一北 却是两个极端的院落 向家住的北院 就仿佛是古时的 一般富士人家住的 而音笑笑住的南院 则是向皇家贵族住的 对于音笑笑一离婚 就住进这样的地方 音白凡有些不高兴 目光落到一边的 阴子镇身上 音白凡的嘴唇 微微抿了抿 哟 这离婚了 还能住这么好的地方 还真是不简单呢 李梦阴阳怪气地说着 目光里满是贪婪地看着这 笑笑啊 你这婚似乎离得 也不那么狼狈嘛 要知道 外面可是将这一场婚姻 穿得格外地难听啊 特别是针对她肚子 就更加地难听 阴若云看着音笑笑 突然间忍不住 板着脸上前 扬手给了阴笑笑一巴掌 啪的一声 在屋子里震得所有人 都惊讶了 李梦也没有想到 阴若云怎么突然间就发火了 你这个贱人 狗狠我的男人 阴若云眼眸深处 明明带着点点的笑 面容上 却是怒不可遏地看着她 你自己没本事 抓住景三少的心 现在竟然来破坏我的家庭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我是你妹妹啊 金妹妹 你这样做 对得起我吗 阴白凡和李梦 都为阴若云这一番话吓道 双双站起身 站在她身后询问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阴白凡怒吼一声 双眸怒瞪着阴笑笑 小脸上明显的巴掌印 趁着阴笑笑楚楚可怜 可偏偏 她此刻却也是怒瞪着阴若云 她很清楚 阴若云这一番动作 根本就是心血来潮 若是她真的误会什么 在开门的一瞬间 她就已经冲过来了 哪里还会等到现在呢 所有的一切只能说明 阴若云是故意的 是突然的 若云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她抢了你的男人 李梦急得不得了 向家现在对阴若云 本来就有些不满 或许是因为 那个孩子的原因 现在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阴家跟向家的关系 还真是雪上加霜了 她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 阴子镇在阴孝下挨了一巴掌之后 就站到她面前来护着她 眉头皱得紧紧的 若是知道他们今天会来发难 她一定不会让他们过来的 阴孝下沉默着 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恨恨地瞪着阴若云 妈 姐姐她 她不知廉耻 明明就是一个 井三少不要的破鞋 可是在离婚后 却厚脸皮得勾引向晨 上一次还邀请向晨 来这里吃饭了 谁知道 她有没有做过 什么过分的事 阴若云可怜兮兮地说着 脸上的泪水 已经不自觉地落下 妈 向晨现在还在怨我 愿我弄掉了上次那个孩子 可是你最清楚的 那个孩子根本就不是 我故意弄掉的 是她 是她退我下楼梯才没有的 可是现在 她却还来勾引向晨 我哪里忍得下去啊 阴白凡气得双眸怒动 反手又给了阴孝下一把一 连阴子震都没有挡住 爸 大吼一声 阴子震连忙转身 护着阴孝下 可终究那是自己的父亲 他就算在乎 也不能做得太过分 你给我闭嘴 怒喝一声 阴白凡看着阴孝下说 我阴家 怎么就生出 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女儿来 悄悄筹划着 嫁给景三少就算了 我们也不多说什么 只要你过得好 可是你自己看看 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事 离婚了不说 肚子里还有一个不清不楚的孩子 要不是若云今天忍不住的开口了 我竟然还不知道 你竟然厚脸皮的 要去勾引自己的妹夫 阴孝孝 你真是好大的本事啊 阴孝孝抬眸看着阴白凡 从头到尾被打 他都没有说一个字 也没有反抗一下 只是伸手 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肚子 就是连生气也不敢过分 他很清楚 怀孕的头三个月最容易出事 他怕呀 怕说话激怒了他们 导致他们恼羞成怒 怕反抗而惹来他们更加猛烈的行为 只要他的肚子里有这个孩子存在 他现在就只能忍 谁让他现在没有了靠山 就仿佛是一个人都可以欺负他了呢 锤某 阴孝孝抿着自己的唇不说话 小手轻轻摩擦着自己的小腹 宝贝 乖 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不会让任何人伤到你的 可有的时候 忍让却于事无补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看殷孝孝不说话 殷白凡越发地生气 殷孝孝 你现在这个样子 还想勾引你妹夫 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 一个男人不要的破鞋 你以后也就只能那样生活了 还想怎么样 难道还以为景佳会将你接回去 肚子里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你以为景佳会饶了你 哼 谁会要这样的媳妇啊 李孟立马就接了话 眼睛里仿佛是脆了毒一般地 看着殷孝孝 品行不端 还妄想抢自己妹妹的丈夫 这样毫无羞耻之心的女人 谁会要 一番接一番地辱骂 可殷孝孝就仿佛是没有听见一般地 静止垂谋 殷子镇做不出他们一般对骂的行为 只能将眼前的一幕看在眼中 觉得心疼 孝孝是在殷家生活了二十三年的人 他们竟然这样对她 那么她不在的五年里 她又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 说着殷白凡竟然静止上前 握住了殷孝孝的手腕 吓得她下意识地往后躲了躲 殷白凡手上的力道越发地大了 洁白的浩腕立马就红了 殷白凡却是视而不见地说 走 你现在就跟我去医院 把这个孩子打掉 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 我们殷家不会承认他 殷孝孝一听要去医院打掉孩子 立马就慌了 疯狂地开始挣扎 我不要 我不要去 你放开我 我跟殷家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们不能这样做 殷孝孝大吼着 努力不被殷白凡拽走 她很清楚 这一去 孩子就真的保不住了 不要 这是我的孩子 你们没有权力决定她的生死 殷子朕也被吓到了 之所以带着他们来 是因为殷白凡和李梦说 殷孝孝第一次怀孕 什么都不懂 他们要来教导一番 她这才带人过来的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 爸 你放开笑笑 她不去 她虽然也不同意 这个孩子降临 可是在殷孝孝同意之前 她不会动手的 爸 妈 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可殷白凡和李梦 哪里会听殷子镇的话 殷如云上前 缠着殷子镇 虽然拦不住 可是缠着去是可以的 让她没有手脚 去帮殷孝孝 完完全全绰绰绰有余 快 你跟我去医院 我们把这个孩子打掉 你的名誉还能挽回一些 笑笑 跟我去医院 把孩子打掉 她不能出生 殷白凡说着 却是看都不看 身后一眼的殷孝孝 拖着她就要走 殷孝孝的力气 哪有殷白凡大 更何况身边 还有一个李梦帮忙 顿时就显得弱势了起来 不得已 只能跌坐在地上 任由殷白凡拖着走 笑笑 快 我们去医院 我们都安排好了 只要你将孩子打掉就可以了 殷孝孝急得疯狂地 抓着殷白凡的手 甚至还张嘴咬李梦 可是 他们就是无动于衷 不要 我不要去 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情急之中 殷孝孝忍不住哭了 她的孩子 才刚刚被她察觉 可一个星期时间都没有到 竟然就已经有人动手 想消灭她 我不要 这是我的孩子 谁也不能动 我不她 我要生下她 我要把她生下来 殷白凡一听这话 转身就给了殷孝孝一巴掌 怒斥着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说你要干什么 生下来 你生一个父亲不祥的孩子 想做什么 害得我殷家抬不起头来 还是害得子音跟穆家通达运输 再也没有生意往来 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今天你不去也得去 这孩子打定了 说着 殷白凡越发地用力 转殷孝孝走 殷孝孝一听这话 顿时就明白了 穆家出手了 从一开始她就知道 要嫁给景的渊 穆家不可能让景的渊 在外面有一个孩子 也不可能让穆燕然 在没有嫁进景家时 就做了后母 只是她没有想到 穆家没有亲自找上门 却是找了殷家人 若是穆家人在门外 她是绝对不会开门的 可是殷家 但是冲着殷子镇 她就会开门的 穆燕然 穆家 这一次 殷孝孝掌扎得越发地厉害 疯狂抓着殷白凡咬她 手更是抓住一切 能够阻碍自己 前进道道的东西 椅子 桌子 门框 所有的东西在这时候 都成了殷孝孝的救命稻草 我不要 我不要打掉她 她是我的孩子 你们没有坚力给我做决定 我要把她生下来 殷孝孝哭泣着大声嘶吼 桑音都嘶哑了 可依旧是拼命地喊着 这时候她已经被拖到门外 衣衫凌乱 发丝更是散落下来 乍一看上去格外地狼狈 可是她都不理会 这时候她就是想周围的邻居 能不能出来帮帮她 我不要 不要 爸 爸 我求求你 求求你 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不要 我要生下她 爸 求你了 殷孝孝哭泣着祈求 可殷白凡却是铁雷心 要带殷孝孝去打胎 你这个贱人 一个不清不楚的孩子 你也要生 我看你真是溅到骨子里去了 跟你那个疯骚的妈一个样 殷白凡怒吼着 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说的是什么 而这时候也没有人注意到她的话 今天你这个孩子必须给我打 你丢得起这个人 我殷家丢不起 殷孝孝努力地哀求着 她根本就没有办法 殷子镇被殷若云缠住 她这时候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爸 爸 求求你 求求你 他也是你的外孙啊 他不是不清楚的孩子 他是情理院的孩子 是景家的第一个曾孙呢 你还敢胡说八道 要是这真的是景家的孩子 为什么景家一点反应都没有 李梦怒不可遏 要不是看景家没有动作 他们就算是再寄于穆家给的利益 那也是不敢的 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现在就立刻去把这个孩子打了 别让景家蒙羞 让我们蒙羞 殷殷孝气不成声 眼睛都模糊了 他再怎么挣扎也不能尽全力 他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呀 他有顾忌 就是这个顾忌让他没有办法全力以赴 爸 求你了 爸 殷白凡和李梦都不理会他 拽着他就要进电梯 殷孝孝几乎要绝望了 只要出了脆体院 他就真的是任人宰割了 这个时候殷孝孝即使心里再狠 却也只能是毫无意识地 换了那个人的名字 景丽院 景丽院 你为什么还不来 你这个坏蛋 坏蛋 你再不来 我们的孩子就没了 你再不来 我就真的再也不会原谅你了 明明你之前都来过 为什么我看了你一次 你就真的不来了 李渊 李渊 听见殷孝孝呼唤景丽院 李梦就想起殷瑞云在相家的处境 气得仰手就想给殷孝孝一巴掌 可是突然旁边楼梯的门就那么打开了 随即就是一个风风火火的身影冲过来 啪的一声响起 那一掌却是落在了景丽院的背上 而此刻 她已经蹲下身子 将狼狈的殷孝孝 紧紧地护在了怀中 连呼吸都还没有喘云 李渊 景丽院心疼不已地 看着怀里被吓得不行的殷孝孝 要不是殷子镇偷偷给她打电话 她哪里赶得过来呢 电话里一声声 殷孝孝淒厉的哭诉 哀求声传过来 那就仿佛在切割着她的心呢 疼得不见血 笑笑 笑笑 青生安抚着殷孝孝 景丽院抱得紧紧地 试图给她安全感 青生说着 没事了 没事了 我来 没有人敢带你走的 没有人 随即便是一阵脚步声传过来 楼梯到的门再一次被人打开 却是跟上来的齐科涵和古书瑶 古书瑶自从跟齐科涵订婚之后 便鲜少出现在人前 而齐科涵呢 更是出国一趟才回来 谁知道两人一回来 就看见了这样的场面 殷孝孝狼狈不已地 被景丽渊抱在怀里 哭得昏天暗地 古书瑶顿时有些火大 连忙走过来 挤开李梦 想看看殷孝孝的状况 可是景丽渊不让 殷白凡和李梦 早就被景丽渊的突然出现 吓呆了 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不是说感情不好吗 不是说因为殷孝孝怀的孽肿 所以才离婚的吗 可是现在 是什么情况 想到刚才殷孝孝说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景丽渊的 殷白凡脸色 惨白地毫无血色 小九 没事了 没事了 景丽渊心疼地哄着 要是她知道 是因为自己压着景家人 不让他们找上门 而给殷家和穆家可乘之机 她得挠死自己 不过就是为了给殷孝孝 一个安静的环境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屋子里的殷子镇和殷若云 听见没有动静 立马就出来 看见面前的情形 殷若云脱口而出 这是怎么回事 殷孝孝怀的 不过是个孽种而已 怎么景三少还来了 该不会 是被骗了吧 古书要被气的 上前二话不说 就给了殷若云一巴掌 啪的一声 格外地响亮 愣是没有让任何人 发音过来 相少夫人还真是好口才呀 事情都不问清楚 苦求张嘴乱咬人 这家教还真是令人不敢恭维 一声怒斥 古书要说的殷白凡 老脸都红得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你这人怎么这样 哪有随便打人的道理 我看你家教也不怎么样 跟在殷笑笑身边的 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货色 李梦见自己的宝贝女儿被打了 立马上去维护 甚至还扬起手 就要给古书咬一巴掌 啪的一声再次响起 这次却是齐柯函上前一掌 拍掉了李梦的手 比只古书咬那一巴掌还要响 愣是弄得大家都愣住了 一个小辈 敢这般的无礼吗 虽然说打得不是脸 可是打手也够不给李梦面子呀 他就这样怎么样 我齐家的媳妇是你够资格说的吗 一把年纪了狗嘴里还吐不出象牙 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这齐柯函可从来都不是什么好招惹得住 惹了他 他可是连景家老太太的面子都敢顶得忍 哪里还会害怕李梦这样的小角色呢 殷白凡到底是在商场上待久了 很快就反应过来 齐家 古家 不就是前阵子订婚的那两家吗 哎呀 心里倒抽了一口气 那也不是他们殷家敢得罪的呀 立马上前殷白凡就拉过了李梦 七颗寒的名号可是跟殷家大少爷一个级别的 不过一个是足够不将世俗放在眼中 一个却是完完全全的花花公子 吃了一个哑巴亏 殷若云气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可是古书咬根本就不理他 殷笑笑扶在景丽渊的怀中酷得厉害 差点连气都闯不上来了 景丽渊赶紧把他抱起来带进了屋子 吉科汗往门口一站 便硬生生地将殷家人全都堵在了外面 连带着殷子镇都不例外 抱着殷笑笑回到了卧室 景丽渊就让他靠在自己怀里瑟瑟发抖 景丽渊合一躺在床上 一遍又一遍地轻哄着 笑笑别怕 我来了 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我们的宝宝也没事了 别哭了 殷笑笑到底还是被刚才殷白凡和李梦的那阵仗吓得不轻 轻声呢喃着只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的孩子 他们要打掉我的孩子 我不要打掉他 我要生下他 我要生下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不是孽中 不是 他有爸爸的 有爸爸的 每说一个字 景丽渊的喉咙就紧上一分 这个婚到底是离错了吧 是吧 有的 他有的 他的爸爸叫景丽渊 他的妈妈叫殷笑笑 硬生生地说着 景丽渊的眼眶都有些微微发红 他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爸爸和妈妈都很期盼他的降临 殷笑笑的泪水在听见景丽渊这样的话时 更是落得慌快 微微抬眸看着面前的男人 梨花带雨的一张脸 轻声说着 梨渊 我不想打掉他 我想生下他 我要他有一个坚决的家庭 有爸爸 有妈妈 独狠狠地点头 景丽渊说不出一个字来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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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家接受不了他 木家接受不了他 外面的那些流言蜚语 也接受不了他 就连你 你也不要他 最后五个字 说得景丽渊的心都跟着颤抖了几下 淳一谋看着怀中的小女人 哑声说道 我怎么可能不要他 他是我的孩子 你还记得 我们多么努力 就是为了能有个孩子 我是他爸爸 我怎么可能不要他 可是 音音笑笑咬着唇 眼也不眨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 可是 你跟我离婚了 李渊 你跟我离婚了呀 身权猛地僵硬住 景丽渊面对着那双 染过水的毛子 说不出话来 是啊 他们离婚了 那么 现在该怎么办呢 音笑就承认 他现在完全有逼婚的嫌疑 可是 为了他的孩子 他不得不这样做 或许私心里也是为了他自己 对于这个男人 他怎么样 都是舍不得的 紧紧地盯着景丽渊 可是良久 景丽渊都没有说话 黑白分明的毛子里 由原本的期盼 到最后的失落 带到最后的 归于平静 音音笑笑不知道 自己用了多少的时间 他只是知道 他等得累了 他看着他那双熟悉的眼睛 里面有愧疚 有难受 有不安 甚至 有眷恋 可是却独独 没有要跟他复婚的念头 金敏这唇 音笑笑一言不发 依旧这样看着他 看得自己的眼泪 哗哗地流 也不放弃 景丽渊回望着他 凤眸中偶有闪躲 可是一会儿 就会落在他的身上 每一次看见 自己的目光转回去时 音笑笑的眼眸中 似乎就有了光亮 而他的目光转开时 又暗淡了一下 终于 两久两久之后 景丽渊都没有说过一个字 音笑笑 却突然在他怀里 笑出了声 音笑笑的身子 忍不住颤抖 眼泪却疯狂地落着 那样子看上去 有些吓人 可是景丽渊还是 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我真是傻呀 你好不容易才跟我离婚 又怎么会跟我复婚呢 你都跟穆家大小姐 有婚约了 又哪里会在意我呀 一番话 说得景丽渊有些生气 下意识地就想将音笑笑 紧紧抱在自己的怀底 可是等到将她抱紧的时候 却发现怀中的女人还在笑 偏偏看着她的双眸中 却是带着点点的嘲讽 什么 锦三少还想坐下亲人之福吗 有的一个名声飞燃的穆家大小姐不够 现在还想继续拥有我这个臭名昭著的阴家大小姐啊 对了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穆家大小姐身子不好吧 那样的身体 估计也不能生孩子 那我肚子里的孩子 就刚刚好是不是 等我生下来之后 景三少准备怎么做呀 把孩子抱去给穆家大小姐养 然后我就三鞠躬 空城身退 啊 景临渊醋眉看着怀中的女人 猴杰狠狠动了一下 却说不出话 因为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到底想做什么 只有一件事情 她很确定 她要报仇 而那个人是殷笑笑的母亲 看着景临渊到现在都没有丝毫的反应 殷笑笑却是笑得越发的灿烂 只是眼角的泪水 也越发的汹涌 景三少 看来从一开始 就是我小看你了 也是我自己识人不清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爱上你这样的人 明明知道你很危险 可是 我还是忍不住的想要接近你 到了危机关头 我还只是想到你的名字 有今天的下场 真的是我自己找的 我谁也怨不了 清唤一声 景临渊想要阻止她说下去 可根本就阻止不了 从景临渊怀中挣脱出来 殷笑却站在床下 看着床上的男人 这些天 她一次次地咒骂 驱赶 试探 就是为了看看她 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不得已的原因 才跟自己离婚 可是 她感受到了 景临渊有不得已的原因之后 景临渊却还是不愿意告诉她 甚至在孩子受到这样不公平对待时 依旧是无动于衷 这一下子 就算景临渊有再大的原因 她殷笑笑都会努力尝试着 真正地将她从自己的世界地 驱逐出境 不论景临渊是什么原因 她都不会原谅她 不顾及他们的孩子 那双黑白分明的毛子满是失落 景临渊慌乱地站起身 就想靠近她 可是殷笑笑却是微微向后退的一步 冷漠地开口 景三少 我会将这个孩子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请你不用担心 只是还希望 你让我的周围安静下来 我不希望下一次 还有殷家 或者木家 或者别的什么家 来逼着我去打胎 等我生下孩子之后 就会将孩子给你 只是这一段时间 请你不要 再出现在我面前 一字一句 匀速地从殷笑笑嘴中吐出来 吓得景临渊脸色都白了 笑笑 伸手 景临渊就想上前触碰她 抬起双眸看着景临渊 殷笑笑毫不闪躲地继续说 景三少 这是我们婚姻 最后的纽带 等我将孩子给了你之后 请你记得 不要再来纠缠我 而我也不会碍了你的眼 冷漠的神情 无欲的情绪 顿时让景临渊 整个人都有些呼吸不过来 只能是伸手一点点地 靠近着音笑笑的手臂 请换着 笑笑 景三少 今天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 那么 我们就断干净吧 说吧 殷笑笑静止从他身边擦肩而过 路过的瞬间 却是泪流满面 这个男人 始终因为他自己心里的理由 不要他 不要他们的孩子 那么 他殷笑笑 也不要他了 笑笑两个字 散落在空气中 伸出的手 终究还是没有握住他的手 甚至连他的衣服都没有抓到 他就那么从他的身边 走了过去 这一次 他是不是真的彻底 失去了他呢 从今往后 他那双黑白分明的毛子 是不是再也不会有 他的身影呢 某一天 他的身边 是不是就会有别的男人 取代了自己的位置 渐渐的 他锦丽渊就会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一段可有可无的记忆 胸口处传来一阵彻骨的痛 可是锦丽渊只能是紧紧皱眉 努力地呼吸 这样的痛 他要记住 只有在找到苏娘为自己的父母报仇之后 他才能知道 今天自己的举动到底是对还是错 也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会后悔 有的人面对有的事 总是会格外地执着 人生里总是会遇上这样一件事 一段时期 而偏偏锦丽渊在遇上阴影笑笑的时候 遇上了这个时期 抬一眸看向窗外 锦丽渊嘲讽地扬起了嘴角 突然他就怎么觉得 天空都裂开了一个缝呢 为了爱 他是不是能够撑到最后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殷笑笑从卧室里出来 古书咬正在帮他收拾一片狼藉的屋子 一边的齐科寒看在眼中并没有动 只是看着古书咬的眼神里 闪烁着点点的鄙夷 笑笑 听见身后的声音 古书咬就整个身 目光都带着点点的担忧 你还好吗 身体没事吧 他自从上一次被齐科寒物伤之后 便一直在家里养伤 后来又被送到距离梯室 比较远的古家别墅去休养 一直都不知道梯室的情况 可是他以为锦丽渊跟音小学之间 那么好的感情不会出事 谁知道呢 他一回来 天都变了 音笑笑离婚了 音笑笑怀孕了 穆燕燃回来了 甚至差点就要嫁进景家 一件件一桩桩都定人心惊啊 摇摇头 音笑笑勉强地扬起一抹笑 伸手接过古书咬手中的抹布 谢谢你来看我 我很好 你呢 身子好些了吗 古书咬没有想到 音笑笑还记得自己的事 点点头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我给你做 不用了 我今天还有事情 待会儿要出去一趟 音笑笑如实说着 可却是明显地不想留客 抱歉 今天不能好好招待你了 没事的 你有事就先去忙吧 我过几天再来看你 古书咬也不在意 当时齐柯涵听了音笑笑的话 微微扬眉看着他 你刚刚才出事 现在出去干嘛 还嫌不够乱吗 齐柯涵的心情不怎么好 应该说 自从跟古书咬订婚之后 就不怎么好了 加上知道程世青 似乎对音笑笑有些想法之后 就更加不高兴 在他眼中 景临咬比音笑笑优秀一百倍 就算他不喜欢程世青 跟景临摇在一起 他也不喜欢程世青的眼中 有别的女人 也不看看你自己 现在是什么情况 挺着个大肚子 还想出去晃悠 到底是想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齐柯涵 古书咬怒吼一声 眉头皱得紧紧的 音笑笑却是毫不在意地摇摇头 没有理会 转过身说 齐少爷 谢谢你刚才帮了我 只是一句话 音笑笑再也没有说其他 而这时候 景临渊也从卧室里出来 脸色很难看 难看到齐柯寒 都不敢再说什么 看着古书咬一行人离开 音笑笑嘴角始终扬着 得体地笑 景临渊走在最后 终究还是忍不住 转头看着他 可音笑笑只是淡然地 看他一眼 随即很自然地将门关上了 砰的一下 很轻的一声 随即就是密码门上锁的声音 面对着那熟悉的门 景临渊猴杰微动 双拳紧握 两久之后 才转身离开 屋子里头 音笑笑背对着门 安静地站着 神色漠然 两久之后 面着晨半转过身 回卧室换衣服 他今天要出门 要做一些事情 T室某破旧的小巷子里 陈宇拖着自己 还未痊愈的双腿 有些艰难地行走着 突然 错综复杂的小道理 走出来另外一个人 直直地站到陈宇面前 眉头紧皱 陈宇看着面前的陈晴 没有说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看见我 竟然连理都不理吗 陈晴眉头微醋说着 目光里满满都是 对陈宇这种态度的不满 陈宇 我好歹是你姐姐 你这样 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自从上一次在医院 他不承认陈宇 是自己的弟弟 陈宇就对自己 似乎越发地疏离 有什么事吗 邪宁地倚靠在 一边的墙上 陈宇轻声开口 浑身上下都是一股子 痞子流氓的味道 可是又带着 一股的阳光帅气 陈小姐可是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上一次去找我 没有说完的事 是打算今天说了吗 陈晴脸色微变 可还是忍住了 心中的火气 对他说 你让妈给我打点钱 我手上没钱了 现在继续要用钱 另外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就像一个瘸子一样 把你害得变成这样的音效效 你就这样放过了 该不会是看他有几分姿色 就准备放过他吧 你要是舍不得 姐姐我帮你找人 打他一顿出气 一阵轻笑 依靠在墙上的陈宇 突然就嘲讽出声 没钱了你就会找我 我这还没病呢 你就咒我全 你到底是不是我姐姐呀 打音效效 我看你也不是真的为我想的吧 无非就是觉得上一次 被音效效告进警局 所以心有不甘 还是觉得 人家什么都比你优秀 所以忌妒了 陈宇 怒斥一声 小手紧紧地戳着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是你姐 音效效不过一个外人 你至于这样吗 陈宇根本不想理会他 这么多年 他还能不知道 陈晴是什么样的人吗 伸手摆了摆 陈宇就准备离开 你要钱的事 我会告诉妈的 现在你可以离开了 陈小姐 陈小姐三个字 和其的讽刺 就那么飘见了陈晴的耳朵 看着陈宇摇摇晃晃的身子 毫不犹豫 伸手推了他一下 若是平常 陈宇哪里会受到 这样的突然袭击呢 现在一个不注意 就被陈晴得手了 小巷里杂物放了很多 旁边就有不少的纸箱子 陈晴这一推 他一个不小心 往下摔去不说 还带着旁边的箱子 摇摇晃晃地砸下来 一阵沉闷的响声 陈宇努力地护着自己的腿 就怕他再出什么事 陈晴目光里头的点点得意 准备上前 却看见小巷尽头走来一个人 连忙转身 从来世的路跑了 陈宇 轻呼一声 殷笑笑也不太敢靠近 这样的地方 阴暗潮湿还不说 总是偷着一股子 市井混乱的气息 要不是刚才 远远地看见那个人 像是陈宇 他甚至都不会进来 陈宇 是你吗 纸箱堆积下的陈宇 听见殷笑笑的声音 下意识地就伸手 挥开自己面前的纸箱 趴在地上 看着尽头深处 那么娇俏的身影 确定是他之后 殷笑笑便一路小跑过来 小巷有些深 周围堆的杂物有纸箱 酒瓶 洗碗盘 甚至还有不少的竹竿 殷笑笑穿着白色加厚的 圆顶连衣裙 脚上踏着一双平根小皮鞋 一路走过来 踩在肮脏的水里 弄脏的脚踝 旁边的纸箱 时不时地挂他一下 就连酒瓶子 都被他不小心 踢倒了几个 这一路不长 甚至走得有些狼狈 看在陈宇眼中 却只是觉得 心中暖暖的 这才应该是姐姐 看见是自己的弟弟之后 不论他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他依旧会选择 去寻找他 走到陈宇面前 音笑笑的确是有些狼狈的 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 就算是音家不重视的小姐 可音笑笑到底从小到大的生活水平 在那里摆着 哪里能来过这样的地方呢 这一次来 身边没有人护着 自然是有些不容易 陈宇 你怎样 有没有事啊 说着 音笑笑就已经蹲在陈宇面前 搀扶着他坐起 连忙去看他的腿 可是因为他被推倒时 旁边正好有一滩积水 仿佛还是馊水 味道很难闻 现在裤子上满是那种味道 音笑笑没有迟疑伸手就要看 他又没有摔伤啊 陈宇有些不好意思 耳根微红连忙伸手指住了 音笑笑的动作 姐 你别看了 很臭的 我没事 眉头微重 音笑笑却是不理他 冬天穿得是很厚 那水还没有浸染进去 只是味道实在是难闻呢 音笑笑拿出纸巾 为他擦着腿上的污渍 臭又怎么了 回去洗洗不就好了 拖大回事啊 陈宇听在耳中愣了一下 随即便笑了 有时候 他发现音笑笑的心态 真的是格外的好 前面不远处就是陈宇的住处 音笑笑连忙搀扶着陈宇 带着他一起往家的方向走去 依旧是破旧的小屋子 房间里还有久久没人住的灰尘味道 陈宇一进家 立马回房间换了裤子 出来的时候 音笑笑也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 至少两人身上的味道 都没有那么浓了 给音笑笑倒了一杯水 陈宇乖乖地坐到音笑笑对面 笑笑姐 你怎么来这里了 说着 陈宇的目光下意识落到 音笑笑的小腹上 音笑笑沉默许久都没有回答 只是眼眸闪烁 两久之后 抬眸看着陈宇 陈宇 我想请你 帮我一个忙 第一次看见音笑笑这么严肃的表情 陈宇吓了一跳 小手抚上自己的肚子 音笑笑想起 自己在井里渊面前 说的那般决绝的话 忍不住上扬了嘴角 陈宇 我知道你认识很多人 我也是真的没有办法 才会来找你帮忙的 我想要 生下这个孩子 陈宇惊得一下子 从椅子上站起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音笑笑 姐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你生下她从今以后 你就是单身妈妈了 说不定再也嫁不出去了 而且井家会让你带着她吗 音家呢 音家也允许吗 音笑笑镇定地看着陈宇 目光里满满是坚定 对 你也知道的 这个孩子 井家不会让她留在我手中 音家也不会允许 只要我生下这个孩子 那么就代表着 我跟她再也不会相见 井家不准 音家也不准 所以 我要你帮我 陈宇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 大脑里一片空白 就听见音笑就说 陈宇 我要你帮我 偷走我的孩子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212集 陈宇 我要你帮我 偷走我的孩子 陈宇只觉得 自己整个世界 似乎都在旋转 他才只有21岁呀 严格算起来 也只是一个大男孩 很多这个年纪的男生 都还在念大学呢 可是现在他姐姐 竟然告诉他 让他帮他将孩子偷了 一个活生生的孩子 他要怎么偷 音笑下始终注意着陈宇的反应 看他只是惊讶 并不反对的时候 心中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他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音家容不下这个孩子 井家要抢这个孩子 穆家要磨灭这个孩子 他不能去找音子镇 不能找景丽渊 甚至连程世青都不能找 以他跟自己哥哥的关系 这件事情早晚会败露 偏偏他只有十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 他绝对不能承受一点的意外 就连陶姨和董凯 他也不能将他们叫起来 陶姨的孩子都三个多月了 他怎么可以呢 思来想去 他的身边 竟然只有一个陈宇 虽然只是一个孩子 可好歹 朋友却是很多的 偷了 木讷地重复着音笑笑的话 陈宇还有些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其实 这个孩子 若不是来的这般不是时候 他又哪里会不喜欢呢 他就要做小舅子了 他怎么会舍得 可偏偏事实 却不容他去犹豫 为了音笑笑 不要这个孩子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嗯 偷了 音笑笑轻声说着 伸手握住桌上的水杯 喝了一口 我让你 在我将孩子生下来之后 就将他偷走 狠狠地咽口口水 陈宇始终觉得这件事情 不可思议 警察会那么笨 音家会毫无察觉 偷一个刚刚出生 只会哭的孩子 会那么简单吗 他不是什么 一心只知道读书的孩子 甚至他在社会上 打滚了很久 几乎在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这些 目光里带着狐疑地 看着音笑笑 我知道会很困难 但是我一定会让 这件事情成功的 音笑笑笃定地说着 在他决定要生下 这个孩子时 他就已经想好了 想好了一切 直直直地看着陈宇 音笑笑问 现在你只需要告诉我 你帮不帮我 望着音笑笑的良久 陈宇目光又落到那平坦的小腹上 软软的 小小的 笑起来咯咯叫 傻傻的 哭起来震天雷一般地吵的宝宝 那是他的小侄儿 他是小舅舅啊 即使知道这件事情很困难 可陈宇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一件只有他们才知道的事情 就这么敲定的 只是之后在音笑笑怀孕期间 他始终都不知道 他打算怎么办 可是他那笃定的样子 又让人无法怀疑 音家 音白凡去音笑笑那里 碰了一鼻子灰 回来的时候急得不行 可偏偏身边的音若云和李梦 还不断地说着音笑笑的坏话 这个音笑笑 果然是个贱蹄子 跟他那臭名昭著的妈一个德行 李梦不满地说着 气得脸色都白了 自己怀了一个不清不楚的孩子 还那么嚣张 我看哪 锦三少也是被他给骗了 以前的那些传言 说不定都是真的 他音笑笑 根本就是一个皮肉客 音若云也不高兴 明明他都拦住了哥哥 可是爸爸妈妈 怎么就那么没用呢 硬是让锦的冤带人 过来救走了他 他这样 我真被他一个忍受不住 就来勾引向尘 说着 音若云可怜兮兮地 看着音白凡和李梦 爸 妈 怎么办啊 你们要给我出出主意啊 要是他真的会来勾引向尘 那我怎么办啊 妈 我不要跟他一样离婚 我好要为相家 纯宗接代呢 音白凡脸色微微变了变 自己的女儿在自己面前 说这样的话 到底是很尴尬的 可是他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精力 去理会这件事情 想要打电话给沐家 可李梦却拽着他 说音若云的事 白凡啊 你看 这可怎么办呢 要是笑笑到时候 真的来勾引向尘怎么办 若云现在在向家 本就过得比较艰辛了 要是这个时候 他再来插一脚 我们家若云可怎么办呢 白凡 你得好好管教管教他呀 你给我住嘴 音白凡心里还惦记着 刚才的事情 这时候哪里想去理会 这些莫虚有的事呢 被炒烦了 连带着语气都变得不好 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是给你们胡闹的时候吗 他音小小肚子里 怀的是景家的金孙 我们今天这一闹 只希望景家人不知道 要是景家知道了 谁知道那老太太 会怎么对付我们 一番话 原本让李孟有些不高兴 可是听见老太太三个字 立马就怂了 景家老太太呀 传闻中的景家老太太 手腕很辣 眼光独到 独断专行 霸气横秋 整个提示 还真是没有谁敢去招惹的 遇上了她 谁不是能哄着就哄着 不能哄着就躲着 谁让人家景家全是滔天 家底阴事 还有三个出类拔萃的孙儿呢 那 那可怎么办呢 李孟也被吓到了 老太太该不会一怒之下 就让景氏集团 逼得紫音破产吧 那么 她这么多年的努力 又算什么 白凡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 从一回来开始 李孟一直在问怎么办 问得多了 现在殷白凡都有些不爽 伸手甩开她 紧紧拽着自己胳膊的手 瞇了她一眼 就转身拿起电话 给慕龙打了过去 李孟这时候也回过神来 慕家 要不是慕家信誓旦旦地说 殷笑着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 他们能有这个胆子吗 殷白凡开了阔音 接电话的人正是慕龙 慕先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骗我们说 笑笑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景三少的 可是为什么今天景三少 会冲上去护着她 我家笑笑 真的是因为 怀了别人的孩子 所以跟景三少离婚的 殷白凡脱口质问 殷子正在旁边冷漠地看着 现在 她终于知道 为什么紫音在殷白凡手中 从没有做大 甚至连手成都困难了 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她早早地就要放下所有的事情 不理会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本事 一个没有本事的男人 只能做这样归小的事情 连话都不会说 性子还是那样 指望她能成什么事呢 慕龙一听这话就怒了 在电话那边开始咆哮 殷白凡 你什么意思 你现在是在质问我吗 你问我 我倒是要问问你 你自己的女儿 你不清楚 听我一个外人说的 现在景家的人知道了这件事 会怎么看我们 我家燕燃 可是要嫁给景丽媚的人 你这是故意在抹黑我们沐家吗 殷白凡被呛了一下 说到底 从一开始 他就偏信了慕龙的话 不 这不是你们说 景家在这个时候 跟笑笑离婚肯定另有隐情 而且新闻都爆出去了 那么多天了 景家都没有反应 就说明外面的猜测是真的 告诉我 殷笑笑怀的不是景家金孙的人 可是你们呢 现在怎么反咬我一口呢 殷白凡被气到 再啥也知道自己被人当枪使 你当时承诺说 只要笑笑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 就将紫英一年内的运输费用 全部免了 甚至所有货运上 还优先着我们紫英 我才答应的呀 可这些所有的前提 都是殷笑笑肚子里的 不是景家的金孙 现在这是景家知道了 你就想撇干净了 殷白凡 你混账 慕龙在那边不知道打碎了什么 一阵霹雳啪啦的响声 很是害人 李孟和殷若云忍不住地缩了缩 听说 沐家沐龙的脾气很不好 看来是真的 你自己的女儿 你不管就好了 现在来怪我 又不要恋的 你连问都没有问你女儿一下 就要将她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这难道怪我吗 要不是你自己贪婪 至于出今天的事吗 她经历院就算是去了 也找不到任何的差 殷白凡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骂过呀 殷家没有老太太和老爷子 她就是最大的 可现在却被跟自己一辈的慕龙这样骂着 殷白凡的脸色可想而知 顿时火气也上来了 慕龙 我告诉你 只要我殷家被景家找了麻烦 我一定咬住你们不放 你可别忘了 我女儿现在肚子里 可是怀着景家的金孙的 我就不相信 我还不能见老太太一面 将你也拖下水 慕龙一天更加生气 怒斥着说 我们走着瞧 你女儿不过是一个景家不要的破鞋 还在那里逞什么呢 等我女儿嫁进了景家 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能耐的 可我下十里 你还是先想办法 捡到老太太再说吧 估计老太太都还没有出手 你女婿就将你弄死了 啪的一下 说吧 慕龙便愤怒地摔断了电话 殷白烦气得也将电话砸了 插腰站在客厅里疯狂地喘气 慕家 还真的以为他殷家是好欺负的 没有殷笑笑 他还有殷子镇 听见这殷子镇跟景立伯的关系 他就不相信 这件事情上 慕家可以披得这么干净 正准备开口跟殷子镇说道说道 就见他已经起身 整理一下衣服 转身准备离开 子镇 你给我站住 殷白烦怒火中烧 指着他就开始骂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殷若云才是你妹妹 殷笑笑就是殷家的一个外人 你一再地帮他 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眉梢微挑 殷子镇转过身 看着殷白烦 反问道 做什么 他什么也不想做 也不想跟他们同流合屋而已 殷笑笑 始终是他要护着的那一个 回来这半年的时间里 真是足够他看清这一屋子 都是怎样的 狼柴虎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13集 殷若云也怒了 上前一步 站在殷子镇面前 开口就质问 哥 我一直就不懂了 为什么 我才是你的妹妹 可是你却总是 看不见我的存在 我们两个才是亲兄妹啊 可为什么 你就是不疼我 从小到大 你的眼里 就只有那个殷笑笑 殷子镇转头看着他 一言不发 若是殷若云心思纯善 他哪里会不疼他呢 可是从小到大 他做过哪一件 令他满意的事了 李梦也上前询问 眉头皱得死死的 紫镇 若云才是你 货真价实的妹妹呀 可是你看看你 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啊 从小就跟若云 不怎么亲近 就不说了 可是你怎么处处 都偏帮着殷笑笑 那个外人呢 他不是我们殷家的人 这件事 从小就没有瞒着你 可是你呢 还是待他那么好 甚至连若云都比不上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失望 是 是挺失望的 看着他们 殷子镇也是失望的 对殷笑笑好 他要是真的对殷笑笑好 从小就会将他 护得死死的 谁也别想欺负他一下 要是真对殷笑笑好 他就不会出国五年不回来 还傻傻地以为 他会过得很好 要是真的对殷笑笑好 那么当初知道 他要嫁的人是景的冤屎 他就该全力阻止 我从来不认为 我做的事 有哪里错了 轻声开口 殷子镇淡淡地 看着客厅里的人 一字一句地质问 你们不将笑笑 当作一家人 可是我当 我以为好歹 他在这个家里 生活了二十三年 你们多少 也是会心软的 可是呢 我刚刚回国 听见的消息是什么 妈 你利用我的名义 想要将笑笑 送上张经理的床 你有没有想过 张经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笑笑他如果出了事 会不会无法承受 这样的打击 妈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第一次将他送给张经理 这一次 为了通达运输的 那一点小恩小惠 利用我上门 想要枪行带着笑笑 去打掉孩子 你就没有想过 他会承受不住 若于你呢 你跟笑笑 在同一所大学里 你明明知道 相辰是他交往了 四年的男友 可是你是怎么做的 你抢了他的男朋友 不说 还污蔑他 抢了你的男朋友 一字一句 落在客厅里 质地有声 沉稳帅气的脸上 满是严肃和愤怒 殷白凡气得不得了 冲上前 静止对着殷子镇 一巴掌就挥过去 啪的一声 响唾在客厅 惊得李梦和殷若云 都颤抖了一下身体 你这个逆子 你知道你是在 跟谁说话吗 我是你爸 他是你妈 这是你妹妹 殷白凡指着 李梦和殷若云说 我们才是你的亲人 跟你血脉相连的亲人 结果你就是一只 养不熟的白眼狼 一心就只为着 那个殷孝孝 他是什么人 他是外人 要不是当年他妈下贱 我会帮着他养的 这个女儿二十三年吗 他殷孝孝 既然成了我殷家的恩 自然就应该 为我殷家付出代价 狠狠地呼吸的一口气 殷子镇只是看了 殷白凡一眼 没有说话 李梦一看殷子镇挨打 立马就上前 把两人拉开了一段距离 不论怎么说 殷子镇都是他最得意的儿子 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呢 成妈 你爸也真是的 怎么突然就动手了呢 说着 李梦有些不满地 看了殷白凡一眼 殷白凡还在气头上 重重地哼了一声说 哼 我不管你怎么办 殷孝孝这个事 你去找景立伯说说 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 谁让穆家人来误导的 又是谁让景家人没有反应的 全世界都这样看待 能怪我也这样看待吗 更何况他殷孝孝 以前就名声不好 现在传出这样的事 也不足为奇 就连李梦也插嘴 此阵啊 这件事情 你还真得去找景大少说说 这哪里是我们的责任啊 让他们景家 别对我们殷家出手啊 好歹大家曾经也是亲家呀 我看笑笑怀上了景三少的孩子 早晚也是要复婚的 好在孩子没出什么事 你就去好好说说呗 失笑一声 殷子阵微微摇头 现在却是连看都不想看他们一眼 现在他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殷笑笑可以变成现在的样子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你不变得坚强 那你只有被淘汰的份 在殷家这样的狼窝里生活 他在一边变得坚强同时 还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 就是很难得的 这样的女孩子 只得任何一个人去珍惜 只是什么时候 他们就变成了这样呢 变得他都快不认识了 殷若云也知道如果殷家出事 那么他在相家的日子就会更加的不好过 也收起了自己的脾气 连忙哄着燕子阵 哥 你别生气 爸刚刚也是被气到了 一言不发 殷子阵转身便离开了这个令他窒息的地方 四方十府 程世青早早地就等在那 殷子阵进来时 整个人脸黑得不行 为他倒了一杯酒 殷子阵看都没有看 仰头就喝了下去 轻叹了一口气 程世青也没有着急说什么 只是陪他喝了很久的闷酒 也许是醉酒的缘故 也许是憋得太久的原因 殷子阵终于是忍不住开口 眼神里都带着点点的迷茫说 唉 世青啊 你说我们家笑笑 怎么就可以那么坚强呢 程世青没有说话 倒酒的动作却是顿了顿 殷笑笑的坚强 真的是常人所不能急的 只是这坚强的背后 令人格外的心酸 若是他真的只是一个 被殷家人 闯在手心里的大小姐 他何苦要学着坚强呢 所有坚强的背后 都是被迫的 他被欺负 他被误解 他被指责 这样所有的背后 他若是不学着坚强 只能是自怨自艺 说不定哪一天 一个想不通 真的就相消欲远了 有人说 殷笑笑的命不好 可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的命却是格外好的 他虽然有一个苏娘那样的母亲 可是他遇上了疼爱 他的殷子镇 他虽然遇上了殷家 这样的家庭 可是他遇上了珍惜 他的陶姨 他虽然碰到了 景家这样的家族 可是他遇上了 眷电他的 景丽渊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吧 换一个角度去想 或许就是另外一番 海阔天空了 殷笑笑的坚强 很大一部分 就是有着这样的心理 他很清楚 哀声叹气 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 只有面对 才是解决矛盾的 唯一途径 只要一想到 自己离开的那五年 因此朕就恨不得 抽死自己 师姐 笑笑怀孕了 还是景丽渊的孩子 一个大男人 说到这里时 却是禁不住 微微红的眼眶 他的笑笑 只有二十三岁 却离婚 离婚之后 竟然发现怀孕了 现在全世界的人 都在盯着他的肚子 说着他的坏话 说他不检点 不自爱 可是 这些都不是 尹笑笑 程世青 猴结微动 仰头喝了一口酒 那笑笑 准备怎么办 这个孩子 在他们眼中看来 都是不能丢的 我不知道 虽然最初的时候 殷笑笑的确说 要打掉这孩子 可是今天在 翠堤院南院 发生的事情 他却是看见的 也听见殷笑笑 在景丽渊怀中说 要生下这个孩子 一时间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生下这个孩子 阻碍的 真的是有够多的呀 再说景家 景老太太 惊得从沙发上 站起来 惊讶地问 你说什么 殷家人 敢去动我的曾孙 说吧 不等男人回答 景老太太就要出门 找殷家人算账 口里还念得着 真是烦了 我景家的人 现在也有人敢动 真是吃了 雄心豹子胆了 是不是都当 我老太太失死的 既然他们 忘记了我的存在 那我就出去 让他们看看 我老太太 有多精神 余家回忆听 连忙上前 把老太太的搀扶住 同时也堵住 他的路径 开口说 妈 我们现在去闹什么呀 都什么时候了 再说 小小肚子里的孩子 现在好好的 你也别着急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明天再说吧 明天再说 这都 这都几个 这都几个明天 明天再说了 就是因为你们的明天 再说 我的曾孙 差点就出事了 老太太这时候 可是气得不得了 她都八十岁了 谁知道还能活多久啊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曾孙 自然是格外在乎 景丽渊 不就是拦着我不让我去吗 现在看看 看看 我的曾孙 差一点就出事了 妈 我们先缓缓 缓缓再说吧 丽渊还让我们等消息呢 这时候要是去了 把事情弄砸了 可怎么办呢 于家会努力地压抑住 老太太的伙计 而且 我们这时候 也不合适去看她呀 就算要去 也得是别人去看呢 不合适 三个字一出 老太太的脸 微微红了一下 刚刚把人家赶出去 现在就指着 人家的肚子里的孩子 能好意思吗 脸皮再厚 也不带这样的吧 景丽渊看在眼中 最后只能是 放下自己手中的红酒杯 慢慢悠悠地走过来 伸手揽着老太太 奶奶 您别急 我去帮您看看 好歹我跟笑笑的交情 还是不错的 老太太一听 心里倒是顺畅了不少 景丽博这时候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 中转战人选呢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景严峰一听 景丽博想去看音笑笑 觉得这也很不错 紧皱的眉头 也松开了一些 就让利博去看看 就让利博去看看 他跟印子镇 本就是好友 加上笑笑 嫁进来的时候 跟利博的关系 也还不错 现在这个时候去 估计也就只有 利博和利瑶 不会被拒之门外吧 景严峰轻声说着 态度很是沉稳 利瑶 你也跟着去看看 看笑笑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 马上联系我们 景丽瑶点点头 跟自己的哥哥对了一眼 两人就敲定 明天去看音笑笑 老太太这才 稍微放下了一些心呢 景严峰看着老太太 没有说话 其实 景丽渊跟音笑笑 离婚 她是第一个不赞成的 她这个年纪 这个地位 见过很多的女人 有年轻的 也有风韵游存的 可是 谁都没有音笑笑 眼中的那种成澈 她知道 音笑笑不是贪图景佳 而嫁起来的 她是真的喜欢利渊 只是不知道 利渊为什么 一定要跟她离婚 而音笑笑肚子里的孩子 那可是她的孙子 是她哥哥 在这个世界上的血脉延续 她怎么可能不疼呢 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孩子 真的被磨灭掉 只是之前老太太话说得太死了 要让老太太道歉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能看音笑笑 心里怎么想了 想了想 景严峰还是有些担心 夜里把景丽博和景丽瑶 叫起来 好好地叮嘱了一番 一日一早 景丽博和景丽瑶 就在家人的期盼下 去了翠堤院南院 音笑笑醒来 一如既往地开始狂吐 这几天她上网看了一下 六周的时候 孕妇大多会有妊娠反应 只是她的更加强烈罢了 每天都逼着自己 多少吃一点东西 很难受 可是想到肚子里 有一个小生命存在 她就觉得无比的幸福 门铃响的时候 音笑笑的身体 不自觉地僵硬一下 沉默地一下 走过去看见外面的人 是景丽博和景丽瑶 才松了一口气 把门打开 两人站在门口 并没有第一时间进来 音笑笑有些尴尬地 看着他们 听话了一声 哥哥 姐姐 随即两人才踏了进来 其实 不论音笑笑是不是景丽家人 这一生哥哥姐姐 他们都是当得起的 毕竟年龄就摆在那 她之所以迟疑的原因 无非就是怕 他们误会她的意思 给两人倒了一杯水 音笑笑乖乖地 坐在沙发对面 景丽瑶趁机 打量整个屋子 屋子倒是还不错 似乎就是 小了一点 我听说 孕妇怀孕六周的时候 认诚反应会很强烈 当然 也有人的反应 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说着 景丽博翘起腿 已靠在沙发上 喝了一口水 那姿态仿佛 这里就是她的家一般 你呢 你的反应怎么样 景丽瑶转头 看了景丽博一眼 她倒是没有想到 景丽博来之前 还做了功课 我的反应有些强烈 但是还能支撑得住 音笑笑轻声回答着 低眉睡目的样子 看上去丝毫没有受到离婚的影响 然后 跟医院里也约好时间了 每个月都会去产检的 南宇吗 眉稍微调 景丽博轻声问 嗯 南宇 音笑笑继续说 目光却是显得有些迷离了 我听说你的好朋友也怀孕了 比你大两三个月 是吗 景丽摇情声地问着 现在看音笑笑只觉得 这个孩子令人心疼 陶椅是在南宇吗 正好可以跟他作伴呢 音笑笑看着他们轻轻地点头 在怀孕这件事上 陶姨倒是真的可以给他不少建议 毕竟他的孩子 大了自己的两个月呢 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 景丽博轻直提出 今天的主要目的 目光灼灼地看着音笑笑 丝毫不给他逃离的机会 有没有想过 跟景丽渊复婚 毕竟你的孩子 需要一个父亲 抿着唇 音笑笑深呼吸了一下说 我会把孩子 给景家 而我跟景丽渊 不会复婚 这个答案 让景丽博跟景丽瑶 都忍不住地有些诧异 放了下水杯 景丽博直直地盯着他 一字一句地问 笑笑 你想清楚了 这样你的孩子 可就不会在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他的身边 只有亲生爸爸 没有亲生妈妈 你就不怕他被欺负 不复婚 不复婚 你就是一个离异的女人 年纪轻轻 你有想过自己以后的路吗 台谋直视着景丽博 音笑笑轻声回答 哥哥 你觉得我现在 跟景丽渊复婚 是正确的选择吗 我就算跟他复婚了 我们两个之间 能好好地相处下去吗 景丽博和景丽瑶都没有说话 复婚是最正确的选择 可却是人生道路上 或许走偏的那一条路 因为谁都看出来 这一次景丽渊 离婚的决心呢 不会 我跟他不会好好地相处 说不定什么时候 我们又离婚了 既然不能好好在一起 又何必互相折磨呢 我不喜欢折磨别人 也不喜欢别人折磨我 既然这样 还不如干脆点 就那么断了 音笑笑轻声说着 目光里没有丝毫地闪烁 孩子 我的确是舍不得 可是我相信 相信老太太和景夫人 还有景先生 会好好地待他的 这个孩子 可是景家 景丽渊的第一个孩子 谁会不心疼呢 若是一个男孩 那副荣宠 更是不得了吧 伸手扶上自己的小妇 音笑笑倒是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思想 对他而言 是男是女 都是他的孩子 反正 他也跟景丽渊离婚了 不在乎 为不为景家 传宗接代 音笑笑这一番话 倒是让景丽博和景丽瑶 没有想到 原本他们还会以为 会看见一个萎靡不振 或者借着孩子 想要跟景丽渊 复婚的女人 可是音笑笑却是这样的反应 多是令人没有想到啊 没稍微挑 景丽博细细观察着音笑笑 最后还是一言不发地 带着景丽瑶离开了 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陈宇就过来了 手中还抱着一条哈士旗 小小的 一看就出生没有多久 音笑笑一看就喜欢得不得了 景家的二憨 他是没有机会看到了 现在 自己养一条也不错呀 谢谢啊 小语 这是他托陈宇帮他买的 偌大的屋子 只有他跟宝宝 实在有些太空荡 所以才托陈宇买的狗 陈宇笑着挠挠头 笑得有些腼腆 音笑笑招呼着他进来 要他吃过午饭再走 结果呢 厨房里是陈宇在忙碌 音笑笑在客厅 逗着那条小小的哈士旗 豆豆 快来 快过来 音笑笑给他取名叫豆豆 倒是跟哈士旗的脾性挺配的 连陈宇都忍不住笑了 看着那个在冬日的阳光下 多少小狗玩的不亦乐乎的女人 陈宇轻问 姐 你怎么突然就想要养狗了 是太寂寞了吗 看着阳光落在他身上柔和的样子 陈宇嘴小的笑 都忍不住的忍不住柔情下来 姐姐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他没有过那种苦日子 四处颠沛流离 居无定所 就算阴家再怎么苛待他 好歹还是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啊 收回 随着痘痘的手 陈宇笑小抬眸看着窗外 忽然就笑了 我呀 我想要养一只大狗 让它陪住我闯荡江湖 要是有人欺负我 我就放狗咬人 吹眸 陈宇笑小却是看见 那只窝仔陈宇笑小脚边 撒娇耍赖的哈士奇 叫得开怀 转身回了厨房 陈宇笑小却是看着痘痘 忍不住的 微微红的眼眶 它的大狗 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 十三月 景丽渊的专属套房里 自从上一次意外地 遇上阴笑小却之后 葛承飞迅速地 把景丽渊的套房弄出来 就怕再一次出现那样的事情 书房很大 摆设更是简单地不得了 沙发和茶几 办公桌和男人 然后便是 对面巨大的三面液晶瓶上的 红红绿绿的线条 葛承飞迅速处理着 手中的资料 情况严重地 便交给景丽渊 而景丽渊则在办公桌后 迅速地分析着这些数据 随即便下达命令 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 没有半点的拖泥带水 突然 程普利悄无声息地走进来 跟葛承飞相视一眼 两人多年来的默契 让葛承飞清楚知道 程普利或许是有 很严重的事情要报告 久久没有得到葛承飞递过来的资料 景丽渊微醋眉头 抬起了毛子 三少 程普利迅速上前 神色不太好看 三少 你让我查的事查出来了 官上面前的文件 景丽渊已靠在沙发上 静静地看着程普利 等着他接下来的话 三少 这件事是牧家挑拨的 得到的消息是 牧龙和子蒲羊两夫妇 想要将牧大小姐 嫁进景家来 害怕有一个孩子以后 会危及她的地位 所以以通达运输为利益纽带 给殷家小恩小混 凤眸狠狠狠地咪了一下 景丽渊显然是有些不高兴 牧家 牧嫣然就那么想嫁给自己吗 牧龙和子蒲羊就那么肯定 没有孩子 他就一定嫁得进来 哼 这是不是太天真了 三少 要对牧家出手吗 程普利小心翼翼地问着 眼眸都不敢从景丽渊身上移开 沉默了两秒钟 景丽渊却说 不用了 这件事暂且搁置 话音落下 葛承飞和程普利都愣住了 这还是第一次 景丽渊队侵犯了他的人 手下留情吧 暂且搁置 别人不知道 可他们确实知道 大多数到了最后 都是不了了之 或许 殷笑笑在他心中的地位 到底是没有那么重要吧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215集 书房中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 景丽渊紧皱眉头 一言不发 随即 程普利继续大着胆子问 那阴家呢 闭上眼睛 景丽渊轻叹一口气 那模样仿佛是格外疲惫 良久 才轻声说了一句 不用理会 有人会动手的 景家人可不是吃素的 特别是老太太 葛承飞和程普利 互相看了一眼 都没有再说话 只是安静地帮着处理事情 这件事情 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只是 他们都忍不住在心里 为殷笑笑 感她了一声 嫁给过少爷 真的不知道是他的福气 还是他的晦气啊 殷笑笑在家里 休息了几天之后 便回紫音上班 学校那边正好进入 期末考试复习 有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 自己复习 而对于她的专业来说 她要做的就是 做出一个广告 到时候 才能得到一份优异的成绩 紫音底 因为之前的新闻报道 闹得沸沸扬扬 音笑笑才来的时候 到底还是受了不少的指点 可渐渐地 也就好了 留言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这样 你越是在乎她 她越是汹涌 你越是不理会 慢慢地 她也就平静下来了 音笑笑这一次 没有再站出去 理会这些事情 就是那么任由 她蔓延着 更何况 她很清楚 景佳不会在这个孩子 还没有出生时 就蒙受那么多的流言蜚语 那些难听的话 不会嚣张很久的 音笑笑穿着 简单的毛衣和牛仔裤 搭配运动鞋 在紫音里来回忙碌着 那青春蓬勃的样子 看到周围的人 都有些羡慕 要是不说 谁看得出来 她结过婚呢 听说还怀着孩子呢 肚子都没有显出来 应该还很小吧 哎 你们说 她会不会跟景三少 复婚呢 肯定会吧 难道景佳 要让他们的金酸 流落在外 每到一个地方 音笑笑就会成为话题 听在耳中 最初的时候还有些难受 可是渐渐的 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感受了 她现在很忙啊 忙着学习 忙着工作 忙着赚钱 她必须要在这段时间里 尽可能多地 赚取很多很多的钱 否则她到时候 就算是将孩子偷出去 也养不活呀 在紫音里 音笑笑并没有享受到 任何的优待 唯一的优待可能就是 每天上下班 有个音子镇接送吧 她从最简单 最杂乱的事情 开始做起 累了就休息一小会儿 然后继续 每天疯狂地学习 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思考自己 为什么做得不对 这一天 将手里整理好的资料 上交之后 音笑笑累地 坐在位置上休息 看着墙壁上的挂钟 直到十点时 音笑笑目光 便落到门口的位置 果然呢 那里出现了一个人影 这个人影 现在几乎整个紫音的人 都认识 T是赫赫有名的 饕贴乌黄经理 明天早上十一点 他都会准时出现 只是为了给音笑笑 送一盅汤 音小姐 今天的是乌鸡汤 黄经理上前来 恭敬地将手中的保温盒打开 顿时 乌鸡汤那浓郁的味道 就飘散在办公室 不少人都眼馋地看过来 可即使在眼馋 也不敢开口要一口来喝呀 三少吩咐了 因为你现在对牛奶的味道 比较敏感 所以家里的牛奶 三少已经自作主张地 给你断了 等到你什么时候想喝了 他会让人送上门的 黄经理一边说着 一边为音笑 找到了一碗汤出来 随即笑眯眯地 站在他旁边 看他喝下去 再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 三少说 等到孩子八周之后 你的一日三餐 都会由滔铁屋负责 到时候 如果我会每天上门叨扰 希望音小姐别嫌弃我 音笑笑喝了一碗汤 整个身子都禁不住 微微暖起来 滔铁屋的手艺 向来都是很好的 他现在认身反应很厉害 几乎吃什么就吐什么 可只有滔铁屋送来的东西 不会吐 渐渐地 他也就接受了 请的院的示好 盖上盖子 乌鸡汤还剩了很多 黄经理留下保温杯 便转身离开了 每天十一点到 二十分钟后离开 不多不少 很准时 笑笑 突然 英子镇站在他办公室 门口换他 看黄经理远去的背影问 喝完汤了吗 喝完了就进了吧 英笑笑眯眯唇 抱着保温杯就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 英子镇正在跟程刚讨论着 最近紫燕的问题 自从上次他差点被拉去打胎之后 紫燕到底还是受了景家的报复 只是 这报复在景家看来 实在是不算大 可是 对于紫燕这样的小公司而言 还是有些严重的 英子镇之所以让他进来 无非就是想让他观摩一下 英少 如果我们为了避开景氏的报复 而重新开这一条线 那么我们投入的资金会更多 别说人力物力 就连宣传费用 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对于这样的转移方式 程刚还是不太赞成 觉得风险太大 我们要做 就必须一期击中 否则就后患无穷 英笑笑捧着保温杯 在一边喝汤 喝得不亦乐乎 这件事情 英子镇和程刚都争执了三天 还没有结果 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转头看了一眼 发现原来英子镇 要将紫燕的营业范围扩张一下 进军化妆品行业 紫燕从一开始 就是做着植物药妆这一块的 可是这一块的风险 到底是有些大了 而英家为了保证货源 还自己在外面买了不少的地 栽培着植物 但是紫燕做的大多数 都是清洁类的药妆 还从没有参加过化妆品行业 这一进军 的确是有些冒险了 程刚 你不会不清楚 英家在M市的土地 被警示收购了四分之一 这件事 对紫燕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货源 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影响 紫燕不可能一辈子 都做清洁类的药妆行业 早晚是要踏出这一步的 不如趁着现在就出手 殷子镇将成刚看得很重 更是他的左膀右臂 所以很多事情 都是两人商量的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成刚沉默了 他很清楚 殷子镇决定的事情 绝对不会改变 即使他不赞成 眉头紧促 成刚只说了一句 我可以把人都给你准备好 甚至也可以让各部门 随时准备帮忙 这些都是紫燕的资源 只是我们突然进入这个行业 宣传工作 必定是要做好的 你想好要请谁了吗 你请的这个人 首先要有一定的能力 一定的话题热度 我怕的 只是警示后面还有动作 那么我们的资金会周转不开的 殷笑笑知道 这是景家给殷家的惩罚 景家后面有没有后手 他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 景家人不会伤了他 抬眸看着成刚 殷笑笑突然开口问了一句 成刚 你觉得我的能力怎样 成刚愣了一下 很快就反应过来 殷笑笑设计广告的能力 他是见过的 他毕业时的香水广告 更是做得很成功 在学校念本课的时候 他也接了一些小广告 反响都不错 能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年轻了一些 名气不够 可殷笑笑的话题度 却是很足的 目光带着点点的试探 看向殷子镇 果然殷子镇立马就发火了 笑笑 走一边去 沉着脸 殷子镇恨不得打他一顿 有他真要而戏的吗 用自己的名声 为此演做广告 这一次我们会找 比较出名的设计师 不会找你的 为什么不能是我 殷笑笑迅速反问 哥哥 我又不是白给你做工 我也是要有工钱的 而且 还绝对不能低了 我的能力 你们是知道的 虽然算不上顶尖 可也算是翘楚了吧 另外 我的话题度 我想在T市 还没有谁的话题度 有我热吧 再说了 只有我参与进来 景家知道了 也不会打压得太厉害 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你为什么不让我试试 陈刚站在一边 不好说话 燕子镇有多宠 你阴笑笑 他很清楚 笑笑 燕子镇紧皱眉头 看着他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 你要是真的站出去 现在外面好不容易 才平息下来的风言风语 马上就会再一次燃起来 到时候你受得了吗 更何况你还怀着孩子 这是你能随便逞能的时候吗 第一次 殷笑笑也严肃起来 小手府上自己的小妇 就是为了孩子 他才要站出来呀 否则 等到他生产完 收的没有钱 他该怎么办 说不定 连一个T市都跑不出去呀 这个工作 他要定的 哥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这个工作 明明你就可以花费最小的投资 得到最大的回报 为什么你就不愿意呢 如果今天我不是你妹妹 你是不是就不会顾及那么多了 殷笑笑显得格外的认真 我这是在帮子镇 不是在帮你 而是在帮我自己 我要学会生存 我要得到机会 我要得到锻炼 你不放手让我去闯 是让我在你的保护下成长 这样我永远也长不大 我永远只会是 那个被人们所耻笑的殷笑笑 永远不会有人 正是我 站着了身子 殷笑笑双毛里满是坚定地说 哥 每一个人都希望被人正视 你觉得这次机会 是将我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任由他们奚落 那么你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想呢 我这是在向他们证明 即使没有警家 我殷笑笑 依旧可以过得很好 看着殷笑笑严肃的样子 殷子镇 一时迟疑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16集 不论是作为殷笑笑的哥哥 还是作为一个单纯喜欢她的男人 殷子镇都是希望殷笑笑 能够独立起来的 之前的殷笑笑就是太过依靠紧的渊 所以才会这样 用自己的实力证明给之前 伤害过自己的人看 这是一种炫耀 也是一种坚定 殷笑笑的话 不论是从哪个方面来看 都是很合理的 她不能护她一辈子呀 总有一天 殷笑笑是会独自面对很多事的 成刚看殷子镇沉默迟疑 又接到殷笑笑暗示 忍不住开口说的一句 其实 我觉得这个提议很不错 笑笑的确能够胜任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了 到底 现在不是女人只在家里相夫教子 就可以的时代了 殷笑笑沉默着良久 都没有说话 殷笑笑也不着急 只是张着黑白分明的毛子 望着她 她相信 她一定会答应的 因为 最希望她成长起来的人 不只有她自己 还有一个 殷子镇 人哪 很多时候只有照顾好自己 才有资格去想更多的东西 良久之后 殷子镇到底还是有些不满的点头 却一再叮嘱殷笑笑 若是被外面的人攻击了 就要立刻停止这件事情 她不会让她受到伤害的 上一次在南院里的事 绝对不会再发生 点点头 殷笑笑信心满满地应下 这一仗才是她殷笑笑的第一仗 为了她的孩子 为了她自己 忙碌了一天 殷笑笑回到脆堤院南院时 已经是晚上七点 刚刚到楼下就看见 黄经理身后跟着一个 套铁屋的工作人员等在那儿 殷小姐 恭敬地唤了一声 黄经理便笑着看了一眼 身后跟着的工作人员说 这是今天你的晚餐 另外晚上 若是你需要什么 可以直接联系套铁屋 我们会为你服务的 道谢过后 殷笑笑便带着外卖上楼 而黄经理也转身离开 豆豆 一进屋 还很小的豆豆就迎上来 小尾巴摇个不停啊 殷笑笑的脸上 才终于有了一个笑 将晚餐放到桌子上 便伸手抱起了豆豆 饿了吗 妈咪给你弄吃的去 说着 殷笑笑便抱着豆豆进了厨房 刚刚吃完晚餐 陈宇就来了 手里还抱着一大堆鼠 随意地翻了一下 殷笑笑差点没有笑叉气 陈宇竟然给她抱了一大堆的 运气杂志过来 从刚刚怀孕开始 一直到产后两个月的都有 姐 你现在要好好注意身体 这些书你没事的时候就看看 陈宇一边说着 一边还站起身 检查阴笑笑的屋子 就怕她的屋子里 有什么是让她这个孕妇 不方便的地方 等到你生宝宝的时候 才能轻松一些 心态才缓和一些 豆豆我会帮你来喂的 你一个孕妇 别跟动物靠太近了 对宝宝不好 听着陈宇嘴里说的那些话 殷笑却真是很惊讶呀 忍不住出声问 陈宇啊 要不是知道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 我还真的以为 你以前生过孩子呢 我现在才七周 不用那么小心的好不好 又不是什么世界级别的大事 陈宇也不恼 笑得有些羞涩地看着殷笑笑 如今尚且平坦的小妇 她怎么可能不紧张呢 自从接受了殷笑笑要生下孩子的事实之后 她就开始紧张了 紧张的同时 还带着兴奋和怜惜 那可是她的侄子呀 她就要做救救了 她能不兴奋吗 看了一眼殷笑笑 陈宇淡笑不语 心里却是格外的高兴 黑白分明的毛子看着陈宇 却是突然间微微闪了神 她肚子里的孩子 有几个人是真心期盼着的呀 恐怕就只有陈宇一个吧 景家是为了子孙 景立渊是因为为人父者呀 嘴角的笑略带了几分嘲讽 音笑所随意跟陈宇聊了几句后 陈宇才离开 陈宇离开之后 音笑小便回卧室醒了早 房间里有些闷热 想开窗透气 可是她却不经意看见楼下 那辆熟悉的缆胜 缆胜的天窗开着 男人坐在驾驶座上 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香烟 在黑夜里忽明忽暗 而她那双诱人的凤眸 却是始终看着楼上的方向 景立渊 呼吸微微顿了顿 音笑小停滞了两秒钟 随即很自然地拉上窗帘 转身回房睡了 她喜欢守 那就守吧 左右她并没有什么损失 小手扶上自己的小妇 音笑小轻声呢喃着什么 就陷入了香甜的梦乡 而楼下的男人 一直守到一日的四点钟 才开车离开 渐渐地 整个南院的人都知道 十七楼的屋子里 住着景家的前任孙媳 而景家三少 更是常常过来守夜 一守就是常常到 一日快天亮的时候才离开 事已 直接导致外面的风言风语 传得很嚣张 可是到了南院人耳中 就变成了一种笑话 住在这里的人 都不是什么身份地位低的 自然是能够看清一些时局的 再说陈宇 从南院出来 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腿上的伤渐渐好了 整个人又恢复了阳光帅气 带着皮皮味大的大男孩 只是此刻陈宇的眉头 却是皱得死死的 这样的她 从没有在音笑小面前出现过 手中的电话不断地拿出来看 可就是没有电话 也没有短信 从上次之后 苏娘的联系方式就变了无数次 以往她还能够联系到她 可是现在 怎么也联系不上 只能等着她亲自 联系自己了 音笑想要留下这个孩子的消息 她一直没有机会告诉苏娘 眼看着又走到了小巷子 陈宇轻叹了一口气 任命地把电话放进包里 却被面前突然出现的人 吓了一大跳 电话很快就摔在地上 老舅的电话 顿时摔得连电池板都摔出来 目光顿时变得有些凶悍 陈宇整个人带着点点恼怒 看着面前的女人 你那是什么眼神 陈宇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姐姐 陈晴大声吼着 目光也带着不满 一个烂电话 有什么好珍惜的 真是眼皮子浅的家伙 陈宇弯腰捡起自己的电话 迅速整理好 谁知道苏娘什么时候 就会来电话呢 姐姐的事还必须告诉她一声才行 说不定最后偷孩子的事情 还需要苏娘帮忙呢 陈宇 看陈宇丝毫不理会自己 陈晴越发地怒了 伸手就要去推她 谁知陈宇早早就发现了她的动作 一边检查自己的电话 一边冷漠地开口 你真以为 你顶着姐姐的身份 就可以随意欺负了 你的手要是再往前一点 你信不信倒下去的那个人 会是你 一句话 陈晴善善地收回自己的手 目光却是落在她受伤的腿上 没有想到 竟然那么快就好了 真是晦气 我上次让你打电话给妈 你怎么还不打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生活费都没有了 我还在商场里预定了一款包 可是你现在都不打电话给她 我手里没钱了 你知道我周围的人 怎么看我吗 陈晴恼怒地说着 声音也渐渐大了 小巷后面掺杂着前面的嘈杂 丝毫不会有人注意到这儿 你整天就知道 围在阴夏小身边 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个外人 就那么顶替了我这个姐姐的位置 陈宇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陈宇没有说话 确定自己的电话没事之后 才抬眸看着面前的女人 从小 她就知道 她不是自己的姐姐 这一点 苏娘从没有隐瞒过她 只是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让她难以忘怀 所以才一再地纵容陈晴 否则 他们的关系 也不会是这样的 或许早就是水火不容 妈那边没有联系我 我无法联系她 轻声解释着 陈宇也靠在潮湿的墙壁上 看都没看陈晴一眼 等她联系我了 我会告诉她的 哼 告诉她 我看你现在眼里 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姐姐吧 陈晴痴笑说着 看着陈宇的目光满事不屑 哼 在你眼里 恐怕现在音笑笑 才是你的姐姐吧 我算什么呀 不过就是一个外人而已 连让你打个电话 都这么费劲 可对音笑笑呢 别人没找你 你不是一样地 跑得那么阴气 陈宇里都不想理她 任由她说着 更何况陈晴不知道 可她却知道 她猜测的都是事实 音笑笑才是她的姐姐 她那个从小 就被抱出去的姐姐 而陈晴 不过是苏娘 在路边捡回来的一个 弃婴而已 陈晴骂够之后 才转身离开 不断地叮嘱着陈宇 赶紧联系苏娘 直到陈晴离开 陈宇才觉得 自己的耳根安静了不少 抬头看着夜空 冬月的冷月 高挂着 她却是 忍不住笑了 还好啊 当初苏娘把音笑笑 暴露出去 否则 她是不是也要穿梭在 这样杂乱不堪的小巷 受尽别人的冷嘲热讽呢 她的姐姐 应当过着公主般的生活 一如她第一次见到她时 那一般的耀眼 等到姐姐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 她就跟着姐姐一起离开这 以后两兄妹一起相依为命 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 只是 在这之前 她是不是该努力的 不要让你自己 成为姐姐的负担呢 知道音笑笑缺钱 跑路费要花费的钱 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且到时候 等于直接跟景家杠上 她该想一个办法 提前做准备了 只是 她还真的不知道 什么工作来钱快 并且能够接触 许多的人脉呢 而且很多时候 机会就是在 这样的时候产生的 陈宇不知道的是 这样的机会 改变了她的一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17集 穆家 穆燕然得知 殷家失败的消息时 恨得差一点 没有将她的房间砸碎 紫不阳连声安慰 都不起作用 穆能更是急得 在家里大发脾气 字字句句 都在说着殷家的不是 燕然啊 这件事情急不得 你先别闹我 紫铺羊这几天 都小心翼翼地 护着穆燕然 就怕她钻牛角尖 然后导致病情发作 你放心哪 既然我跟你爸爸 知道了这件事情 我们肯定不会放弃的 她阴笑笑怀着孩子 可这孩子 能不能顺利生下来 不也是一个问题吗 穆燕然努力 平复着自己的情绪 她很清楚 自己最近情绪起伏太大 大到说不定 下一秒 她就会被送进急救室的 可她阴笑笑 阴笑笑 她就是来专门课她的吗 好不容易得知 她的心脏适合自己 结果她偏偏这时候 怀孕了 还怀的是锦铃渊的孩子 这些种种夹在一起 她怎能不愤怒呢 妈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话语里全是委屈和不安 双眸里却满满的都是算计 穆燕然抱着紫铺羊 轻声啜泣着 妈 我是不是 以后都不能陪在你的身边了 爸跟爷爷 是不是也再也见不到了 紫铺羊 紫铺羊最受不了的就是 从穆燕然嘴里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母亲 会受得了自己的女儿 嘴里这样说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没有任何一个人 想体会 燕然哪 不怕 妈妈一定会保住你的 或许是因为 穆燕然最近的反常 刺激到了紫铺羊 这时候 她目光里也露出了狠粒 燕笑笑的那颗心脏 我们穆家要定了 她既然怀孕 那么 我就让她 没有这个孩子 怀孕整整十个月 她总会有遇上 意外的一天 而她遇上意外的那一天 也就是我们燕然 重生的那一天 狠粒的话 响彻在屋子 穆燕然停止了哭泣 只是紧紧地抱着紫铺羊 不说话 狠狠地深呼吸 紫铺羊看着怀里 年轻的女儿 手颤抖着 还是想要坐下去 她阴笑笑 一个阴家不疼不宠的千金 一个警家 踢出门外的破鞋 没有人会为了她 大动干戈 这于阉子镇 声明之下 却是羽翼未满的 等到紫铺羊 从自己的房间离开 穆燕然的嘴角 渐渐地染上了几丝 嘲讽了色彩 他们所做的一切 在她看来 都是穆家欠她的 若不是当初的紫铺羊 若不是当初的木龙 重男轻女的思想 轻易被人摆布 若不是穆家老爷子 那中看不中用的能耐 他何至于等到今天 整整二十五年呢 没有经历过的人 永远不会懂 那种下一秒 随时可能死去的恐惧 他恐惧到 甚至都不敢承认 自己的爱 恐惧到甚至一度自卑 只敢躲起来 恐惧到 总是疑神疑鬼地觉得 自己下一秒 就会停止呼吸呀 而这些 都是穆家给他的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利用起穆家人来 他丝毫不手软 甚至丝毫没有 一点愧疚的心理 既然回来了 他就没有想过 要继续过以前的日子 怀孕八周的时候 殷笑笑跟殷子镇请假 到医院去做产检 刚刚走到南宇医院门口 他就遇上了林姐 殷笑笑笑着跟她打招呼 林姐也很热情地回应她 两人一起乘电梯 有说有笑 第八周了吧 林姐看着殷笑笑的肚子 那模样就仿佛是 想到了自己曾经怀孕的时候 感慨良多 怀孕了就要懂得照顾自己 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啊 就不要去想了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这个时候啊 你比天都大 可别委屈了自己 电梯里同去副掌科检查的孕妇 听了这话都忍不住笑了 连带着旁边的家属都很赞同 孕妇是这个世界很独特的一个群体 一个身体里两条生命 生命的延续就是这么来的 殷笑笑垂眸微笑 心里却很清楚 林姐这话表面上是告诉她 怀孕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实际上却是劝解她 怀着孩子 就该为自己好好地打算打算呢 更隐晦的意思 不过就是让她趁着自己怀孩子 让锦丽渊跟她复婚 可是她又不是没有试过 甚至还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 偏偏 锦丽渊没有答应 谢谢林姐 我会注意的 殷笑笑轻声回答着 眼眸里都是真诚 林姐看着殷笑笑真是懂了 又连忙说了好几个注意事项 一直到殷笑笑出了电梯 她才道别 眼眸里看着她 却是闪过了一抹心疼 可可惜 殷笑笑来过外科医师的时间 实在是不多 可每一次都让人喜欢 性子爽朗 偶尔有点小心机 却无声大哑 可谁知 就遇上了锦丽渊 那个怪咖呢 从电梯里出来 殷笑笑就定住了 妇产科门口那里站着的 不是锦丽渊 又是谁呢 白大褂穿在她旗船的身上 一如第一次 在医院里见到她时的帅气 只是 那时候的她 是她的丈夫 而现在 却不是了 笑笑 原本还在跟妇产科医生 姚医生说话的锦丽渊 突然就停下来 目光深处 带着点点痴迷 短短几天没有见她 她竟然发现 自己的思念 几乎是深入骨髓一般的深刻 殷笑笑对姚医生汗手 随即才看了锦丽渊一眼 外科医生来妇产科 也不怕吓到人吗 面无表情地走过去 殷笑笑伸手准备 去护士那里拿号牌 可是锦丽渊却是身手 从她的白大褂里 拿出了一张号码牌 周围立马有人羡慕地开口 我还说呢 那么帅的医生 是谁的丈夫呢 原来是你的呀 她可真是贴心 在桌里啊 等了许久了呢 一个大富翩翩的女人 开口说着 旁边还陪着她的丈夫 从我来这里 她就等着了 号码牌呀 不知道跟下一个人 换了多少次 就等着你来呢 殷笑笑微微愣了一下 一言不发 锦丽渊只是站在她的身边 眷恋地看着她 瘦了一些 精神也不太好 是出了什么事吗 小姑娘 你这丈夫还真不错 我老婆子看在眼里 都觉得羡慕呢 一个坐在旁边的老太太开口说着 似乎是媳妇或者是女儿 进去检查 她在外面等着 在这里一直等着不说 还特别的有耐心 我们都让她打电话催催你了 她却说不着急 等着你慢慢来 她等着你 有这样的丈夫啊 怀着孩子 就算再辛苦 我觉得也值了 另一个女人也开口说 目光里透着羡慕 等你生了孩子之后啊 你丈夫也一定很爱你 不会冷落你的 殷笑笑听着这些话 却是不自觉地微微笑了 锦丽渊看得 心跳得微微加快了一些 可下一秒 殷笑笑却是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 你们误会了 目光淡淡地微笑着 殷笑笑很有礼貌地说 她不是我的丈夫 她只是我前夫 一句话 整个现场都奄奄地有些尴尬 那些人看着锦丽渊 又看看殷笑笑 都不说话 身后的护士和医生 也没有想到 殷笑笑突然会说出 这么一句话 都愣住了 还是叫好的护士反应快 迅速上前说的一句 殷笑笑到你了 锦丽渊的身子僵硬在原地 帅气的脸庞都有些愕然 她不是我丈夫 她只是我前夫 前夫啊 凤某追随着殷笑笑的背影 直到她进入房间 还是稍不回 侯杰上下滑动一下 锦丽渊在思考 殷笑笑是怀着怎样的情绪 说出这一句话的 病房里 姚医生看了殷笑笑两眼 不得不说 她对殷笑笑很好奇 锦丽渊是天才之首 姚医生对锦丽渊 倒是没有特别的非分之想 毕竟她才刚刚调过来不久 只是一来就听医院的人说 锦医生跟她的小妻子 感情要好 只是她没有想到 殷笑笑给她的第一印象 会是这样的 殷笑姐 请你躺倒在病床上 我要开始为你做检查了 静生说着 姚医生很专业地处理着手上的仪器设备 一边的护士也在帮忙记录什么 殷笑笑第一次做产检 乖乖地躺在病床上 有些紧张 姚医生轻声安抚 随即将仪器轻柔地放在 殷笑笑平坦的小腹上 然后连接仪器上 就出现了黑白的画面 殷笑笑看不见 却能细细地感受着 杨医生看了她一眼 随即问 想听听孩子的心跳吗 诧异地转头看着她 殷笑笑木讷地点了点头 这个孩子是她那么努力才怀上的 怎么可能不喜欢呢 杨医生准备好之后 便将仪器探测仪 放在了殷笑笑的肚子上 整间屋子里安静的不像话 就连护士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咚咚咚 一声一声 有些急却坚定无比 紧抿着自己的唇 殷笑笑眼角 却是有泪水滑下 这每一声 仿佛都敲击在她的心上 这就是她的孩子呀 可是她当初 怎么就脑冲血的 想要将这个孩子打掉呢 美美只要一想到 自己曾经衍生过这个念头 殷笑笑就恨不得杀了自己 她跟锦利渊的这一场婚姻里 最无辜的就是这个孩子 检查完之后 姚医生盯肿了殷笑笑几句 才放她出去 而一出门 殷笑笑就看见锦利渊 依旧站在那儿 鼻挺地等着 这一次 周围的人不说话 却是好奇地看着他们 这前妻怀着前夫的孩子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站在殷笑笑面前 锦利渊目光紧锁着 轻声问 姚医生怎么说 孩子很健康 不用担心 爽快地回答着 殷笑笑看了她一眼说 没什么事 我就先离开了 你好好上班吧 说吧 殷笑笑从锦利渊身边 擦身而过 那一刻 锦利渊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天 在男院的卧室里 殷笑笑从她身边 擦身而过的瞬间 心里猛地慌乱起来 想也没想 锦利渊迅速就追上去 可是 殷笑笑乘着电梯 已经往下走了 看着渐渐往下的电梯 锦利渊毫不犹豫 转身跑进一边的楼梯道 从十一楼的位置 开始往下跑 不能让她这么离开 不能 她其实也不知道 自己追上去想做什么 可是 她就是知道 不能让她这样离开 仿佛就要离开 她的生命一般 人来人往的医院大厅 四处都是人 笑笑 突然 一声呼唤 却是响彻了整个大厅 刚刚从电梯里出来 走了没有几步的音笑笑 身子忍不住地 微微僵硬 她的声音 她怎么会不认得呢 而且在这里 谁又会这样换着她呀 锦利渊刚刚从楼梯道出来 跑得有些喘 还是迅速地向着 站在人群中的那个人靠近 白色的大褂 因为她的速度而微微飘起来 看上去有一种 稳重 帅气的感觉 音笑笑突然想起 那一天她狼狈地 倒在南宇医院门口 等她来救的时候 那时候 她说了什么 好像是说这是我的病人 就那么将她从别的医生手中抢走了 那么今天呢 她这样来想说什么 来不及多想 锦利渊已经站在音笑笑面前 一米八八的锦利渊 一米六八的音笑笑 两个人站在那里 却并没有说话 周围有好奇的人 盯着他们看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 更是睁大了眼睛 锦利渊跟她的小妻子离婚了 整个医院都知道 甚至现在 朱医生和岑医生 往外科医师跑得又勤快起来 不是吗 凤眸纠缠着面前 小小的身影 锦利渊觉得 自己一肚子的话想跟她说 可是 当音笑笑真的站在自己面前之后 她又一个字都说不出 只能是那么傻傻地看着她 仿佛要将她 刻进自己的骨子 锦利渊不说话 音笑笑也不说话 只是抬眸看着她 很努力 很努力地压抑住 自己就要喷涌而出的情感 音笑笑迫使自己 坚定一些 冷漠一些 她不在乎自己 那么 自己也不想在乎她 只是心脏的位置 还是很难受 很难受 良久 锦利渊到底还是忍不住 向前跨了一步 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微凉的手掌 温柔地捧着 音笑笑的小脑袋 低头就稳在了她的额头上 音笑笑愣住了 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愣住了 周围不知情的人却是忍不住笑了 年轻就是好啊 想做什么都可以 肆无忌惮地放肆去爱着 宠着 额头上温热的潮湿感觉传来 音笑笑只觉得自己的整颗心都忍不住颤抖 小手紧握成全 拼命地不让自己扑进她的怀里 眼眶却是奄奄的有些湿润了 警力冤 她不会等 当一个女人怀着孩子 第一次去产检时 身边却没有丈夫陪伴的感觉 从男院过来的一路上 音笑笑几乎都要以为 自己遇上了所有的T氏孕妇 可是每一个孕妇身边 都有他们的丈夫 家人 唯独她 就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样的寂寞 那样的忐忑 真的是很能折磨人的 而当她看见警力冤 站在妇产科门口时 心中的悸动 只有她自己清楚啊 那一瞬间 她想要微笑 可是却又记得 他们早已离婚的事实 两久之后 警力冤才松开她 只是那双大掌 却是不愿意 从她精致的小脸上移开 垂眸 警力冤就看见 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里 倒映着小小的自己 薄良的唇 经不住地微微上扬 说道 晓晓 照顾好我们的宝宝 而我 照顾好你 殷笑笑看着警力冤的眼睛 突然间就暗淡下来 伸手推开她 身子向后退了一步 警察少 我答应你的事情 会做到的 不用担心 说吧 殷笑笑转身离开 不太丝毫地留恋 身后的警力冤这一次 却并没有追上去 目光里却带着 对自己的懊恼 她可以上去解释 她想说的 其实是后面那句 没有说出来的话吗 说起你那些肮脏的心思 你难道就不会觉得 对不起她吗 熟悉的声音传过来 殷笑笑狐疑地转头 看向喷水池的另外一边 说话的正是董凯 她那么认真地待你 你就这么做来回报她 陶姨挺着大肚子 愤怒地瞪着东凯 显然是不满她刚才说的话 我知道我自己肮脏 我也知道我自己不配 可是东凯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偏心 冷笑一声 董凯看着陶姨轻蔑地说 我不过是在追求 自己想要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所有女人都可以做的事 唯独我不可以 我也是人 我也想要好好过日子 好日子 你的好日子 就是建立在这上面吗 你良心安吗 目光里满是疑惑地 看着他们 殷笑笑还在思考着 怎么出去时 身子就被人 不经意地撞了一下 吓得她迅速 伸手辅助自己的肚子 却还是亮枪着 往前走了好几步 原本在这里 谈话的董凯和陶姨 也被吓了一跳 特别是看见殷笑笑时 笑笑 陶姨奄奄地有些慌张 董凯迅速上前 吻了她一把 而撞到殷笑笑的那个人 却是迅速地 往医院里跑去了 目光里透着一丝紧张 董凯看着殷笑笑问 你什么时候来的 惊魂未定的殷笑笑 刚刚喘了一口气 确定自己没事之后才说 更来 陶姨和董凯的心 微微松了一下 殷笑笑接着问 你们吵架了 陶姨脸色有些 不自然地转头 不说话 小手却是下意识 浮在她的肚子上 董凯脸色也不大好看 却还是开口说 不是吵架 就是闹了几句 狐疑地看她们一眼 人家的家务事 她也不好插手 特别是 曾经董凯还喜欢过自己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陶姨和董凯的事 她能不插手 就不插手 现在董凯这样说了 她更不可能去追问 随即 殷笑笑便走到陶姨身边 垂眸看着她的肚子 陶姨比她怀孩子要早两个月 她现在的孩子是八周 两个月 而陶姨的已经四个月 肚子开始显怀了 并且还不小呢 陶姨 你肚子好大呀 话语里带着点点的惊奇和羡慕 小手更是小心翼翼地摸上去 双眸里都透着光亮 陶姨也笑了 移开自己的手 让她摸 随即问 你产检完了 怎么样 孩子很健康 不用担心 殷笑笑摸摸陶姨的肚子 用摸摸自己的 是不是 渐渐她的肚子 也会一天天地鼓起来 就像吹气球一样呢 人身反应怎么样 还严重吗 陶姨轻声问着 不断地叮嘱着 虽然她也是第一胎 可好歹比殷笑笑早 所以经验还是有的 你自己一个人 难愿要注意点 别冒冒失失的 有什么事 就给董凯或者我打电话 不可以 别硬撑 点点头 殷笑笑觉得自己心里暖暖的 反问陶姨 你产检完了吗 陶姨点头 在殷笑笑产检前 她就过来了 然后沾着井里渊的光 走了一个后门 先缠键完了 目光微微闪烁着 陶姨问她 对了 我刚刚上去的时候 看见井里渊了 你看见了吗 提到井里渊 阴笑笑的脸色 就微微暗淡了一些 点头承认 东凯眉头皱得紧紧地看着她 可是陶姨却丝毫没有感觉到 静止开口 笑笑 你打算跟井里渊赴婚吗 毕竟你现在怀着孩子不是吗 提到这个 阴笑笑就忍不住地上扬嘴角 那是嘲讽的笑 对于这个问题 东凯也忍不住地有些紧张 所有人在知道 阴笑笑要留下孩子的一瞬间 都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怀着孩子 井里渊跟阴笑笑复婚 似乎根本就是铁板钉钉的事 可偏偏 从阴笑笑查出怀孕开始 到现在 都过去两周 井家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井里渊更是没有丝毫的动作 不 轻声回答着 阴笑笑看着陶姨认真地说 陶姨 我跟井里渊不会复婚 话音落下 陶姨和董凯心中 却是有些沉杂了 这个答案 意料之中 井里之外 井里渊当时离婚的决心 他们后来知道了 都觉得吓人 哪里会因为阴笑笑 怀着孩子 就轻易复婚呢 可是 正常情况下 就应该复婚 不是吗 那孩子怎么办 陶姨迅速地问道 话语里带着点点的急切 阴笑笑抬眸直视着陶姨 心中奄奄地觉得 今天的陶姨 有些不对劲 她似乎对她跟井里渊之间的事情 格外地紧张 可是阴笑笑也没有多想 心中还是觉得 要偷孩子这件事情 不能牵连她跟董凯 于是就说 这个孩子是井家的 自然是要回井家了 董凯一听就有些生气 这跟代孕母亲 有什么区别呢 陶姨脸色有些白 却没有说什么 当时董凯在一边念叨了很久 阴笑笑都笑着应了 阴笑笑刚刚从医院出来 却是接到了程世青的电话 约她到四方石府见面 听口气还挺严肃的 阴笑笑不敢耽搁 连忙打车就过去 留下身后陶姨脸色苍白 董凯为阴笑笑抱不平之后 眼角满是嘲讽的 看着陶姨说 陶姨 你真的以为你怀着她的孩子 就能嫁进去 看见笑笑你还不清楚吗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敏着唇 陶姨脸色苍白没有说话 语气很轻 却急重地敲打在陶姨的心上 陶姨 人在做天在看 从你做出决定要背叛笑笑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跟她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 我真不敢相信 若是有一天笑笑知道了真相 会怎么看呢 陶姨心说 怎么看我呀 无非就是觉得我败金 我试快 我现实罢了 转过身 陶姨略带愤怒地看着董凯 他就不懂了 他追求自己的幸福 有什么不对 难道在他们眼中 这个世界上能够拥有幸福的女人 谁都可以 就她不行吗 他承认自己的做法很不地道 可是 那又怎样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不就是一个道理吗 张嘴陶姨就想反驳 可董凯却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转身静止离开 身后的陶姨 忍着眼眶里的泪水 没有落下来 小手紧紧地获着自己的肚子 在他的观念里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不努力的人 没有做不到的事 四方十辅 因笑笑到的时候 程世青早已经在那里等着 包间里香烟鸟鸟 世青哥哥 踏进去 坐到程世青的对面 因笑笑乖巧地唤了一声 程世青看见因笑笑进来 连忙灭了手中的烟 随即起身 打开窗户 让室内的空气流通一些 两个人许久没有这样单独坐下来 好好聊一聊了 一直等到酒足饭饱之后 程世青还是没有说 他今天找因笑笑来 是有什么样的事情 饭后 因笑笑喝着清香的花茶 看着四方十辅里 独特的风景 心情还不错 笑笑 你知道沐嫣然身体不好的事吗 看着因笑笑 程世青眼眸微微咪了一下 轻声问着 目光里满满的 都是小小的她 你是说她有心脏病的事 沐嫣然的病 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出去 程世青不知道也是正常的 倒是没有多想 你知道 程世青有些不解地看着因笑笑 他之前的确是不知道 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只是他现在知道了更多的消息 所以才约了因笑笑出来 那 景丽渊也知道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沐嫣然生病都去南宇医院 甚至前段时间的新闻报道上 不也登过吗 景丽渊 都快成了他的御用医生了 这一话有些自嘲 可却说的是事实啊 沐嫣然有事 很少找他的主治医生梁医生 更多的时候都找的是景丽渊 整个T恤都知道 沐嫣然很信任景丽渊 程世青微微愣了一下 目光落在因笑笑的身上 带着点点的深意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因笑笑反问着 总觉得程世青有什么话没有说完 没事 既然他也知道就好 程世青有些漫不经心地回答 俨然是不想多说 因笑笑也没有在意 在他心中 程世青还是很值得信任的 两人就这样在包间里闲聊着 突然有工作人员过来敲门说 程少 景小姐来了 抿着嘴 微微笑着 因笑笑有些揶揄地 看了程世青一眼 这一眼倒是看得程世青 忍不住有些脸红了 景家小姐 景丽渊 钟情于程家少爷 程世青的事 在T市的上层圈子还真不算是什么新闻 姐姐过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说着 因笑笑起身便准备离开 程世青还没有回神呢 他已经走出了门外 程世青连忙追上去 下意识地伸手握住 因笑笑的手腕 眼眸里绿带急切地看着他 这也还是程世青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动作 一时之间 连因笑笑都愣住了 正好 旁边的包间里有客人出来 一个不小心 就要撞到因笑笑 程世青连忙伸手 把因笑笑揽过来 因笑笑也怕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 下意识地就往安全的地方靠拢 那地方正好就是 程世青的怀抱 程世青的手揽在 因笑笑纤细的腰间 因笑笑垂眸 脸色微红地抚着自己的肚子 那画面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家人呢 偏偏 这画面就被上来的警力摇 撞在了眼中 程世青和因笑笑 久久都没有回神 还是一边的工作人员 轻声尴尬地咳嗽两声 还好还好啊 他的肚子好好的 因笑笑松了一口气 上次因白凡和李梦的行为 真的是把他吓到了 同时他也看出了 沐家的势在必行 所以他现在的每一步 每一个动作都会显得小心翼翼的 听见耳边的咳嗽声 因笑笑立马回神 抬眸就看见景力摇 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 很迅速 因笑笑就推开了程世青 从他的怀里出来 脸上闪过了一丝尴尬 姐姐 景力摇脸色不算好看 但也不算难看 站在那里 显得很是不解 程世青有些愣然地看着音笑笑 保持着刚才揽着他的动作 说不回 掌心里还残留着他身上的温度 就连怀里 鼻翼间 都满满的是他身上的清香 可是 家人却早已经不在怀里 深呼吸了一口气 才收回自己的手 程世青转眸看着 站在面前 看着自己的景力摇 从知道四方十甫是他的地盘后 景力摇几乎每天都会过来一次 你怎么来了 程世青轻声开口 却没有发现 自己显得格外的疏离 景力摇的脸色变得苍白 眼睛直直地看着他 唇瓣易敏得紧紧的 他过来这里这么多次 可是 从来没有一次 他这般地问过自己啊 就连他第一次过来时 都没有问过一句 可现在却问了 是因为 殷孝孝在吗 目光转移到殷孝孝身上 景力摇只觉得 自己心中是有无限的怒火 殷孝孝 是他们景家的人啊 在他的眼中 殷孝孝只要怀着孩子 那么就是必定要回景家的 可现在是怎么一回事 程世青跟殷孝孝 在一起了吗 景力摇带着怀疑的目光 看着他们 可是耳边分明响起 殷孝孝的那一声姐姐 精致的小脸上没有湿粉 依旧是很漂亮 殷孝孝 真的会喜欢程世青吗 要是喜欢的话 那么他当初就不会被逼得 嫁给当时 根本就不认识的景力渊吧 直接一个电话打给程世青 他相信 程世青会很乐意 为他解燃眉至极的 努力平复了自己的心绪 景力摇没有说话 殷孝孝也是女人呢 知道景力摇可能是误会了 连忙开口说 姐姐 你来了正好 世青哥哥说了 很久没有见过我 所以叫我来吃饭 谁知道我怀着孩子 很多东西都吃不了 倒是弄得他也没有饭吃了 这个点 你应该也没有吃吧 正好我也要回去了 你就陪他一起吃吧 一番话 寄给了景力摇一个解释 也是隐晦地告诉陈世青 他是怀着其他男人 孩子的女人 他们之间 终究是不可能的 说吧 殷孝孝没有给他们 说话的机会 道别之后 独自离开了 出了四方十府 殷孝孝看着头顶上的天空 忍不住 长长地舒的一口气 景力摇和程世青啊 如果可以 这倒是挺不错的一对 程家虽然没有 景家那般的显赫 可是在T市 也算是有名的大家族 景力摇嫁给程世青 绝对不算是低价 只是不知道 程世青 能不能接受他 就这么想着心事 殷孝孝漫步在街道上 锦州的眉头 思索着 有关紫燕要进军 化妆品行业之后的 这一仗 他该如何打响 他的名声 突然 不远处的人群 就骚动起来 前方超市门口 发生了抢劫事件 周围的人 都下意识地避开 准而整个现场 就有些混乱起来 殷孝孝一个不注意 就被周围的人挤到了 惊得他立马回神 伸手扶着自己的肚子 要找地方躲避 可是 不论他怎么做都没有办法 周围的人跑得厉害 那劫匪就仿佛一个疯子 根本就不往人少的地方跑 反而直直地 冲着殷孝孝的方向过来 偏偏地又被周围 散乱的人群 躲在了中间 顿时惊地 只能是抬眸看着那冲过来的劫匪 劫匪手中拿着一把刀 当看见殷孝孝时 双眸里似乎闪过了 一抹的笑意 那一刻 殷孝孝的身子 顿时就僵住了 这个人 才是木架叫来的人呢 今天之前的两次碰撞 或许真的是意外而已 可不得不说 就是因为今天那两次碰撞 殷孝孝以为 至少他今天可以平安度过 可谁知道 之前的才是巧合 这一次 才是续谋 劫匪眼中闪着冷光 冲着殷孝孝跑过来 手里握着的刀 在冬日里闪烁着寒冷的光 看上去格外的吓人 身子亮强着往后退的一步 殷孝孝脸色苍白地看着来人 随即回过神来 转身就想跑 那种下意识地 想护住自己孩子的意志 在这一刻是强烈无比 奈何 劫匪是有备而来 殷孝孝就算是拼命 也是无法跑出去的 加上对方的速度很快 不久 他就被追上了 眼睁睁地看着那柄 散发着寒光的刀 出现在自己面前 殷孝孝直觉地 心都凉了 突然一堵温热的胸膛 将他严严实实地挡住 中而那白色的毛衣 就被人划出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鲜红的血液喷中而出 抬起脚就踹过去 劫匪便被来人狠狠地踹在地上 小小 你没事吧 垂谋看着怀中的小女人 锦丽渊只觉得 自己的心都跳得不安稳 葛成飞迅速上前 将劫匪制服 闻讯赶来的警察 立马带着他离开 音笑笑惊恶地抬头 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锦丽渊 只觉得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偏偏 鼻翼间的血腥味 又是那么地浓烈 真实 真实到 他甚至可以看见 衣服下的深深的伤口 锦丽渊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 不是在上班吗 难道 他一直跟在自己身后 想到这 音笑笑看着锦丽渊的双眸里 都带着一些 莫名的情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20集 锦丽渊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自己在看见音笑笑 完全无法躲避来人攻击时 那种愤怒和担忧 人群骚乱着 完全是因为那个劫匪 根本不是普通的劫匪 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 而我国法律规定 精神失常的人犯罪 可以免去刑事处罚 说白了 就是他杀人了 也可以不用填命的 音音笑笑走在街尾 不知道前面的情况 可是前面的人却是知道 他精神失常 面对这样的人 即使有英雄 也不会随意地出手 人家对他动手 不用负责 可是他对别人动手 可是要负责的 这样的情况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地 冲上去呢 锦丽渊是医生 看一眼就知道 那个精神病人 被人刺激到了 偏偏周围的人乱跑 阻挡他前进的步伐 害得他知道 刚刚才出现在 音音笑笑面前 笑笑 你怎么样 有没有事啊 是不是被吓到了 轻声抚慰着 此刻在锦丽渊的眼中 甚至都没有他自己的伤 就那么担忧地 看着音笑笑 音笑笑想要摇头 可却看见了 他手臂上的伤口 小手立马抓过去 紧张地说着 锦丽渊 你的手 你的手还在流血 我们马上去医院 有些语物伦次 有些心欢意乱 可看在锦丽渊的眼中 只觉得兴奋得不得了啊 他终于不叫他锦三少 终于又变成锦丽渊了 葛成飞看了一眼锦丽渊的手臂 伤口虽然深 可却并不碍事 锦丽渊不是没有受过伤 也不是不清楚 自己的情况 所以他也不担心 只是看了看音笑笑 葛成飞同情地转过毛子 却遇上锦丽渊 真不知道音笑笑是幸运 还是倒霉的呀 一个男人 明明是有能力的 可以在刚刚那种时刻 一脚将人踹飞 保证两个人都平安无事 可是锦丽渊却偏偏选择了 用苦肉计 就是为了让音笑笑 担心他 音笑笑啊 想逃离出锦丽渊的魔掌 似乎格外的困难哦 一个是心思腹黑难猜的狼 一个是心思单纯灵动的兔子 谁胜谁夫呢 男语医院 锦丽渊离开之后又回来 医院里的人都有些惊讶 特别是之前他好好地离开 可现在回来的时候 却是脸色都忍不住地泛白 手臂上的鲜艳的色彩 让这里的人都看清楚 锦丽渊受伤了 一瞬间 这个消息就在南宇医院传开了 并且锦丽渊带着音笑笑 回到了医院 来到了外科医室 锦丽渊还是第一次 以病人的身份等候在这儿 灵姐连忙让人去找医生过来 最先得到消息的田荣就过来了 眉头皱得紧紧的 这外科医伤的手臂可是比什么都值钱的呀 虽然受伤的是手臂 可是谁知道是不是伤到了手上的神经呢 你怎么弄成这样 快给我看看 田荣很紧张 到底锦丽渊可是他的师父 更何况在医院里 锦丽渊一直对他很好 晓晓 你到那边坐着等我 别看了 锦丽渊突然开口 如是说着 莫名地打断田荣抱怨和担忧 声线里带着一丝的不容抗拒 你怀着孩子 不适合看这样的画面 乖 眉头紧皱 因笑笑不太愿意离开 黑白分明的眸子 直直地看着他的伤口 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 田荣你先给他止血呀 一直这么流下去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是不是医生啊 轻声满怨着 因笑笑有些不高兴 可也不过是一种抱怨 不是真的对田荣有什么想法的 田荣也想动手啊 可是锦丽渊刚才打断了他的话不说 还准过眸子 狠力地看他一眼 跟在锦丽渊身边时间那么长了 他哪里会不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呢 锦丽渊 这是让他闭嘴呀 也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 田荣只能是乖乖地闭嘴 不说话 连带着殷笑笑的话 都没有回答 凤眸看着殷笑笑 他没有笑 精致的小脸上 满是担忧的神色 可看在锦丽渊的眼中 就觉得整个世界 都变得美好的一般 只要他的眼中还有他 他还担心他 他锦丽渊就什么都不怕了 乖 宝宝不会希望看到这样的画面的 你听话 去旁边等我 马上就好 锦丽渊伸手揽住殷笑笑的腰身 贪婪地在他额头印下了一吻 又哄着 殷笑笑才不情不愿地离开 转个眸子 锦丽渊才看着自己面前 不知道哪里出错的田荣 那一边的葛成飞啊 真是为他捏把汗呢 这个田荣还真是个傻子 锦丽渊一个T式赫赫有名的外科医生 哪里会不知道受伤后 尽量地在不造成感染的情况下 赶快进行止血包扎呢 他一个人又不是不行 就算真的不行 不还是有一个葛成飞呢吗 可是他就是不吭声啊 任由自己的手臂 一路流血到南宇医院 为的不就是让殷笑笑担心他 让他再一次挂在他身上吗 锦丽渊做事从来每一个动作 甚至是每一句话 都会有他自己的用意的 这每一样东西物尽其职 才是最好的利用 这也包括他自己 葛成飞安静地站在一边 看着殷笑笑 他的确很担心 也很愤怒 只是那愤怒俨然不是对着锦丽渊去的 而是冲着穆家去的 田荣被锦丽渊那么一瞪 硬是不敢论说话 低头开始认真地处理他手上的伤口 流血虽然多 可现在是冬季 伤口凝固得也比较快 锦丽渊除了脸色苍白一些 看上去狼狈一些 倒是没有什么大碍的 可偏偏 田荣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医生 却被锦丽渊吓得不敢喘气了 他怎么会虚弱成这样啊 田荣一再认真努力地 复查着锦丽渊的伤口 可是没有找出锦丽渊 这般虚弱的原因 一时急得满头大汗 在病床边围着锦丽渊 像是无头苍蝇一般的无措 这时候呢 灵姐带着院长走过来 南宇医院的院长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长得高高大大 听闻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个被踢势 磕大千金追逐的男人呢 只是他为人比较低调 倒是跟锦家的关系 一直不错 其中又以锦丽渊为罪 所以现在在得知 锦丽渊受伤之后 立马就赶过来 李渊 你怎么样 人刚刚走到病床边 院长就拿起一边的病例本 开始查看 神色看上去 有些严肃 锦丽渊坐起身 因笑笑连忙过去扶他 眼睛里的担忧毫不掩饰 眼神渐渐变得深邃 院长缓慢地抬眸 看着锦丽渊 没有说话 锦丽渊这时候 才不疾不虚地开口说 谢谢院长关心 我就是觉得身子虚了点 可能之后的几天 都不能来上班了 院长的目光 落到音笑笑身上两秒 随机随脚扬起一抹 知晓的笑意 才一本正经地说 嗯 你这伤 伤到了手臂上的神经 是该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最好是身边有人照顾你 情绪起伏也不要太大 免得伤到了手以后 对你的从医生涯有影响 这话一出来 整个病房里的人都愣住了 有那么严重吗 音笑笑更是吓得脸色都白了 锦丽渊连忙伸出没有受伤的右手 握住他的小手 给予安慰 田荣更是惊得整个人都傻了 只有葛成飞 躲在一边 微微别了别嘴巴 撒那么大的祸 至于吗 那怎么办呢 你现在住在哪啊 还没有成吗 那里都没有人呢 音笑笑一听 这伤有可能影响到 经历渊以后的从医生涯 顿时就急了 眼眶的隐隐泛红 要不 你回老宅吧 那里有不少的人不是吗 可是在那里 谁能天天管你啊 说着说着 音笑笑都快哭了 锦丽渊有多喜欢医生这个行业 即使他不说 音笑笑也知道 试问 作为景家荣华万千的三少爷 锦丽渊要不是真的喜欢这一行 怎么会在家里 半壁江山的书柜都是医书 又怎么会隐姓埋名地 在南语医院工作这么长时间 要是他的手真的这么毁掉了 音笑笑觉得他都能哭死 天才之手啊 那是多少年才见一次啊 李渊 李渊 怎么办呢 李渊 轻声呢喃着 音笑笑紧紧握着他的大掌 对沐家的怨恨从未如此强烈过 眼中的泪水 更是不自觉地就落下来 称呼都变了 灵姐到底不是局中人呢 看了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 连忙带着周围的护士都出去了 毫不介意地把音笑笑拉到自己床边坐着 静丽渊伸出右手 轻柔地为他示泪 他的手你也不用那么担心 院长突然开口 迅速地就吸引了音笑笑的目光 不得已 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说呀 就是伤口有些过身了 这段时间的生活有些不能自理 只要好好照顾着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这段日子不能再受第二次伤了 狠狠地点头 这时候音笑笑哪里还会让他再受伤呢 葛成飞悄悄地领着院长和田荣出去 留着音笑笑和景丽渊两个 这时候景丽渊才终于是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 小小你别哭了 我答应你在家里会尽量地照顾好自己 可以吗 景丽渊轻声又哄着 可是那双凤眸深处明明就带着 势在必得 我会乖乖吃药 换药 还会乖乖睡觉洗澡 绝对不让你担心 可以吗 音笑笑一听立马就急了 眼睛快速地转动着 似乎在想什么办法 可是怎么也想不到 一时间急得额头上都渗出细灭的汗珠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221集 让景丽渊去海淼城是不可能的 那里根本就没有人可以照顾景丽渊 而景家老宅 景元峰夫妇每天都要去景氏集团上班 景丽渊自己都在花丛中嬉戏 哪里有什么时间管他呢 景丽渊听说 每天都要去四方石府 还有自己的事业要打拼 家里其他佣人又未必敢管景丽渊 总不能让老太太去照顾他吧 这样一想 似乎所有的人都变得那么不合适 音笑笑越发地着急 目光看着景丽渊 带着点点的迟疑 难道要自己照顾他 可是他们离婚了呀 景丽渊似乎也看出音笑笑的挣扎 伸手揽着他的腰身 惊声说 要不笑笑 让我去你那里吧 这么一句话简单地从他口中吐出 音笑笑却觉得整个世界都开始旋转了 去他那里 这算什么呀 婚前同居 婚后复合 音笑笑总觉得不妥 两久都没有说话 笑笑 你知道的 我不喜欢家里的佣人 景丽渊轻柔地说着 字字句句都要哄骗音笑笑 这也是事实 我一个人在海苗城 你不担心吗 我说不定会忘记吃药 忘记换药 洗澡的时候 说不定会沾水 也说不定会熬夜 到时候我的手臂 可能真的就 好 安静的病房里 音笑笑突然开口 景丽渊毫不意外地看着他 嘴角扬着一抹笑 他想要的 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音笑笑说完这个词后 忍不住地狠狠闭眼深呼吸 完全没有看见景丽渊 脸上得逞之后的兴奋 他怎么就答应了呢 前夫住进他的家 他是脑子进水了吗 可是偏偏他就听不得 景丽渊说出 他手臂就要废掉 这样的话 从医院出来 音笑笑得还处在 深度的懊悔之中 眉头皱得死死的 偶尔转头看见景丽渊时 都会觉得自己恨不得 上去掐死他 可是每当景丽渊不经意地 将受伤的手臂 晃悠着到眼前时 他又满满的 都是愧疚 唉 罢了罢了 无非就是被哥哥和朋友们 念叨一段之后 就是记者们捕风捉影的各种说法 他又不是没有经历过 心里微微安定下来之后 音笑笑才跟着景丽渊 往停在路边的懒胜走去 景丽渊无法开车 可好在还有一个葛成飞 路上葛成飞从后视镜 看了两人许多次 终于还是在景丽渊的目光下 开口问 三少 你住进南院的消息 会很快被记者得知的 说着 葛成飞看了一眼音笑笑 对方却是毫无反应 要是被记者知道 他又该遭到攻击了吧 景丽渊的脸色微微僵硬一下 闭目休息说 将消息拦下来 我住在南院的消息 不准透露一丝一毫出去 嘴角扬起清浅的弧度 音笑笑始终没有说话 仿佛他们说的话题 跟他毫无关系 不准透露出一丝一毫 景丽渊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可音笑笑的心里 却是有些难受的 不论这个消息 透不透出去 要是透出去 景丽渊无非就是把音笑笑 放到了风口浪尖 任有人们猜测 任有人们乱语 可是 不透出去 也不过就是让他变得 更加见不得人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 答应了景丽渊之后 他还是如此懊恼的原因之一 这件事情 怎么做都是错 可偏偏 他又不得不做 音笑笑准眸看着窗外 一言不发 倒是身边的景丽渊 微微睁开了眸子 看了他一眼 凤眼深处 满是愧疚和不安 让音笑笑变得名不正 言不顺的人 就是他 可偏偏 他现在无法让他 名正言顺 蓝盛在路上平稳地行驶着 葛成飞格外地尴尬 可刚刚那问题 要是不说清楚 说不定 他们前脚刚到南院 消息就传出去了 到时候 就更窄地不好收拾 有些嘴桌的他 看着景丽渊 闭目没有说话 便开口问了 音笑笑一句 音小姐 你不会开车吗 音笑笑的身子 微微愣了一下 连带着旁边的景丽渊 都睁开了眼睛 现在还鲜少 有人不会开车了 我还以为 你念大学的时候 就学会了 葛成飞完全没有注意到 气氛不对 不自说着 脸上还带着笑 其实 开车挺简单的 我看你每天 在紫音和南院之间奔波 也不容易 怎么不学开车呢 很简单的 开车 音笑笑嘴角 微微上扬 大脑里却是闪过 之前景丽渊闹着离婚时 对他说过的一句 那时候 他看着自己 从车上下去 在等待木烟燃时 就说了一句 你去把驾照学了吧 这句话 一直印在他的脑海中 现在 就连葛成飞 也让他学开车了 可是 有的人这一生 总是有些东西 不愿意去学的 而开车 就是音笑笑 不愿意学的 甚至 是害怕学的 身后的人 安静得有些异常 葛成飞看了一眼之后 立马屏住了 自己的呼吸 景丽渊双眸怒瞪着 护视镜里的葛成飞 隐隐有着冲鞋的样子 吓得葛成飞 立马就闭上嘴巴 我方向感不好 不想学开车 两久之后 音笑笑轻声回答着 话语显得很轻松 葛成飞点点头 不敢再多言 倒是景丽渊 看着音笑笑 格外地心疼 当时的她 是不是有些 太过分了 一路无言 三人沉默着到了南院 葛成飞将车开进了停车场 便离开了 而景丽渊则是跟着音笑笑 一起回到了南院里 站在玄关处 音笑笑换了鞋之后 转身从鞋柜里 拿出了一双 客用的男士拖鞋给她 看着面前 那疏离感十足的拖鞋 景丽渊只觉得 自己心里 炎炎有些火气 偏偏没有发作的理由 我给你去收拾客房 你先在客厅里休息一下吧 说着 音笑笑转身 便走向了客房的方向 留下身后的景丽渊 有些胃疼地看着她 到底还是疏离了 谁让他们离婚了呢 像她住在这里 本着已经超出音笑笑的观念 她不敢再要求什么 环顾着这里的环境 景丽渊只觉得 满屋子都是音笑笑的气息 贪婪地深呼吸几下 景丽渊这时候 却是无比地感激 今天那个劫匪 要不是她 她怎么能够 那么顺理成章地 住进这里呢 只要想到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能够跟音笑笑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内心又忍不住地沸腾 嘴角扬起一抹笑 景丽渊朝着 从一进来 就看着她的痘痘走去 心情好的 跟她玩闹着 音笑笑从客房里出来 正好听见 她对痘痘说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她 知道吗 不准欺负她 也不准不听话 否则 我将你拿来炖了 景丽渊半是威胁 半是搞笑地说着 还伸出右手 晾了晾自己的拳头 可是逗逗却很不给面子地 对着她的拳头 舔了两下 弄得景丽渊 眉头立马就皱起来 喂喂 别这么恶心我了 这做医生的人 大多数都是有洁癖的 音笑笑是知道的 景丽渊也不例外 嫌弃地看了痘痘两眼 景丽渊站起身 就想去洗手间洗手 可或许是起得急了 高大的身躯都微微晃悠了几下 吓得音笑笑连忙上前 将她搀扶住 景丽渊眉头紧皱 微微倚靠着音笑笑 两久都没有说话 等到缓过来之后才说 笑笑 我想去手 略带委屈 惹得音笑笑忍不住地 嘴角都上扬 一言不发地扶着她去洗手 洗手持边 景丽渊因为伤口过深 缝了好几针 现在突然要动作 显得格外的迟缓 迟疑的一下 景丽渊才转眸 对着音笑笑说 笑笑 帮我一下 音笑笑略微 尴尬地看了她一眼 最后还是上前 买手在她胸前 为她洗手 刚刚缝完针 她的手的确是 不应该有过多的动作呀 景丽渊透过镜子 看着音笑笑认真的侧点 连毛子都微微柔和起来 脑袋微微低垂一下 便轻柔地吻到了 音笑笑的头顶上 力度却是轻得 音笑笑几乎没有感觉到 如果他们之间 没有那么多的事情 他们是不是就能如同 普通夫妻一般 安稳到老呢 痴迷地看着音笑笑 景丽渊心里无比后悔 自己当时的决定 可偏偏 要是从来一次 她还会这样做 景丽渊住进南院的消息 很快就传进了 音子镇的耳朵 接着就传到了 音笑社身边好友的耳中 可到底这件事情 还是没有传到记者那边 一得到消息 音子镇压抑着满腔的怒火 就上门了 正好遇上前来送餐的黄经理 差点没有怒的 把黄经理都给赶走 景丽渊 你到底想干什么 音子镇气得身子微微颤抖 怒动着景丽渊 景丽渊手臂被缠得格外的显眼 甚至还特意地挂在了脖子上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骨头出事了呢 可音笑笑又不是医生 哪里懂得那么多 才被骗了过去 虽然景丽渊带伤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很惊讶 可是她心里记得更清楚的却是 音笑笑跟景丽渊在一起 这段时间的种种磨难 景丽渊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好男人呢 你不会不记得 你已经跟笑笑离婚了吧 咬牙切齿地说着 音子镇恨不得上前撕了她 现在 你住进这里 就没有想过笑笑会受到什么样的攻击吗 不只是记者 还有更多的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222集 音子镇气得眼眸动得大大的 在她眼中 只要音笑笑跟景丽渊扯上关系 就必定会倒霉 景丽渊一身休闲装扮 站在客厅 那模样看上去 仿佛就是这里的男主人 这画面更是刺激的音子镇 拳头紧握 发出害人的声音 音笑笑看见是哥哥来了 也知道这一次的事情 是自己任性了 连忙伸手拉着音子镇解释 哥 你先听我解释好不好 音笑笑 你是傻子吗 竟然让她住进来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你自己 音子镇恨铁不成钢地恼怒着 这还是第一次 她这般凶地对着音笑笑吼 音笑姐也知道自己理亏 乖乖地垂谋不说话 你们离婚了 离婚了 要我提醒你们吗 她现在是一个离异的男人 你是一个离异的女人 这个屋子里 就只有你一个女人 她一个男人 你觉得你们这样住在一起合适吗 音笑笑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音子镇气得快发疯了 天知道 当她知道景离渊 竟然大摇大摆地住进男院时 差点没有在众多股东会议上 破口大骂 音笑笑 到底心里还只能放得下一个景离渊吗 说了一番重话之后 音子镇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要没了 可是 心里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 偏偏 只有看到音笑笑低眉顺目的样子 她的火气会瞬间消失不见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现在 也不例外 音笑笑看着音子镇不说话 联盟乖巧地靠近一步 伸手挽着音子镇的手臂 撒娇说 哥 我今天在街上遇到了一个疯子 他拿着刀 差点就要伤到我了 刚刚开了一个头 原本还怒不可遏 恨不得敲开音笑笑脑袋 看看里面什么构造的音子镇 立刻就紧张起来 联盟拉过音笑脚 左右细细地看起来 直到确定他没事 才微微松开了脸色 可看见景的冤的时候 脸色依旧是不大好 哥 我倒是没有出什么事 可是景 景三少的手臂受伤了 很严重 音笑笑刻意变换了口里的称呼 就是想要一点点地拉开具体 他不习惯庸人 还秒称那边也是一个人 又是因为我才受伤的 所以 所以我才让他过来的 他为了他受伤 他总不能明知道 他没人照顾的情况下 还不理不睬吧 那样的人 不论是音子镇 还是音笑笑自己 都是鄙视的 人就是应该互相帮助 不是吗 音子镇没有见过景的冤的伤 只看他包扎得那么夸张的样子 也以为很严重 得知音笑笑不过是为了报恩 才让他住在这里 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可到底还是觉得 景的冤住在这儿 很不合适 于是说 要不 让他去我那里住 我来照顾他 音大少 我只是暂时住在这里几天 不会耽误很久的 去你那里 我还真怕 会跟你一不小心 就动起手来 景的冤青飘飘地说着 左右他就是抓住了 音笑笑的心底 毫无顾忌 到时候伤了你就不好了 毕竟最近 紫音很忙 不是吗 音音笑笑也有些信不过音子镇 主要是从一开始 音子镇对景的冤 就抱有一种敌对态度 他再怎么样 也不会在这时候 将景的冤送到音子镇的身边呢 哥 你放心吧 外面的记者不会知道的 他只是休息几天就回去了 音笑笑轻声说着 努力地想要说服音子镇 再说了 滔铁屋来送饭 也很方便不是吗 你要实在担心 那你有空就过来吧 我欢迎你 音子镇白了音笑笑一眼 最终也只能答应下来 可却将消息 套给程世青 陶仪 董凯和陈宇 这几人几乎每一天 都会有人过来叨扰 硬是将两人之间的 独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 脑子景的冤 气得牙痒痒 音笑笑最近都在忙碌着 子音准备做的新产品 气垫嗶嗶的广告 从立意到构思 每一个角度 音笑笑都准备得格外的详细 甚至常常忙得很晚 有时候 要不是景的冤提醒他该休息 都还没有感觉到呢 这一天 音笑笑没有去紫嫣上班 手中的广告也在准备 做最后的确认 然后便是选决 以及拍摄了 景的冤住在这里 仿佛是透明人一般的存在 只是吃饭时 餐桌上多了一个人 晚上偶尔有人提醒自己 该休息 看着音笑笑又一次 埋首在工作里 景的冤格外的不开心 他来这里 都快两个星期了 可音笑笑却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门铃响起 景的冤跑去开门 眉头却是皱得格外的紧 即使知道音笑笑现在每天都在忙录着广告 可依旧是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有一个人过来打搅他们 打开门 音笑笑看见来人时 眉梢微调 陶仪 音笑笑的肚子都近三个月 陶仪的肚子更是五个月 现在看上去依旧是很明显了 陶仪似乎也没有想到 开门的人会是景的冤 小手轻扶着自己高高挺起的肚子 垂眸换了一声 三少 景的冤没有立刻硬 却是让开身子让陶仪进来 这也还是他住进来之后 陶仪第一次来 但是董凯来的次数比较多 却每一次都只有他一个人 问起来的时候只说陶仪不方便出门 音笑笑在书房里丝毫没有受到外面世界的打搅 继续埋首在自己的工作里 当时客厅里的两个人 隐隐地有些尴尬面对面站着 说尴尬 可尴尬的似乎也就陶仪一个人 要是景的冤注意就会看到 陶仪耳根处都隐隐不住地微微泛红 随便坐啊 仿佛主人一般地招呼了一句 景的冤挂着自己的手臂 就走向了厨房 为陶仪倒了一杯温热的牛奶 喝牛奶吗 对身体比较好 陶仪捧着杯子 却是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景丽渊坐在陶仪面前 吹眸看了一眼他的肚子 凤眼狠狠地眯了一下 医生怎么说 孩子还好吗 孩子很健康 医生说 他只要这样平平安安地长大 不去等到足月的时候生产就可以了 一提到孩子 陶仪脸上的神色都显得柔和了很多 抬头看了景丽渊一眼 又迅速低头 颇有一种娇羞的感觉 医生还说 我的情况也很不错 到时候可以顺产 到时候可以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 看了一眼书房的方向 景丽渊静止打断了陶仪的话 话语有些漫不经心 可是偏偏令人是狭想无限 要是有什么困难 就告诉我 我会帮你解决的 陶仪的脸色瞬间 就因为景丽渊这句话苍白了 抬眸看着他张嘴想要说什么 却是怎么也说不出一个字 正好这时候 音笑却准备出来喝水 看见了他 陶仪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都不叫我 你不是在忙吗 我就没有叫你啊 景丽渊微笑说着 当音笑却出现的时候 面前所有的风景 都显得不那么珍贵 口渴了 我给你倒杯牛奶 任身反应那一段时间过去 音笑却对牛奶 就没有那么抗拒了 直接导致 景丽渊每天 都会让他喝上三杯 而那被暂停送牛奶的人 也继续开始了 许久没有看见陶仪 音笑笑显得有些兴奋 连带着工作也没有理会 拉着他就坐下来 目光却是落在 他如今大大的肚子上 冬天怀孩子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孕妇最怕的就是生病 因为怀着孩子 不能随便用药 所以冬天大多数 穿得比较多 陶仪是 音笑笑也不例外 只是 陶仪的肚子 在音笑笑那么大的时候 已经有些显怀了 倒是音笑笑现在穿着臃肿一些的衣服 几乎看不出他怀着孩子 而陶仪五个月的身孕 现在看上去 已经有些大的吓人 陶仪 你的肚子好大呀 有没有去看过 是不是双胞胎呀 音笑笑惊喜地看着他的肚子 满满的都是为他的开心 陶仪的脸色稍微变好一些 目光落到厨房底 为音笑笑倒牛奶的紧的渊身上 很快又收回来 每个月都去产检的 我也怀疑过是不是双胞胎 和医生看了说不是 就是一个 音笑笑还是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家里开着空调 所以他现在穿得很少 衣服宽松 微微拉了一下 自己凸显的小肚子 音笑笑抱怨说 哎呀 我怎么看都觉得我不像是怀孕了 不过是吃太多了 长出了小肚子而已呢 身后床来井立渊 低沉的笑声 手里握着温热的牛奶走过来 便静止坐到 音笑笑沙发边的扶手上 推眸看着他说 别瞎说 你这肚子不过是小些而已 等你五个月的时候 说不定啊 比陶仪的还要大呢 说着 井立渊将手中的牛奶 递到音笑笑手底 嘱咐他赶紧喝 陶仪看着自己面前 那杯只剩余温的牛奶 他要喝的时候 身边却没有人提醒 这样的差距 还真是令人觉得心寒呢 激过牛奶 音笑笑乖乖地喝了 然后拉着陶仪继续聊天 随便问了一句 陶仪 你那么大的肚子 你家男人也放心 让你一个人出来 真是不懂事啊 明明是一句玩笑话 可是却令陶仪和景立渊 忍不住微微变了脸色 音笑笑丝毫没有注意到 续道地继续说着 可是陶仪和景立渊 都没有注意去听 只是陶仪看着景立渊 景立渊看他一眼之后 吹眸看着面前的 音笑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23集 客厅里的范围有些奇怪 音笑笑良久之后 才注意到 转眸看去 只发现景立渊双眸中 倒映着小小的自己 柔和地看着他 一如这段时间以来 他一直看见的那般 可即使他发现了很多次 还忍不住地 微微脸红了 每每这样的时候 音笑笑都觉得 其实景立渊的心里 是有自己的 陶仪是不是发现了 他跟景立渊之间 相处方式有些奇怪 所以才一直盯着景立渊的 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音笑笑的脸越发地红起来 陶仪啊 在这里吃过饭再走吧 连忙转移话题 音笑笑拿起电话 打过去给饕铁屋 让黄金里多 送一人份的食物过来 餐桌上 景立渊坐在音笑笑身边 因为受伤的是右手 很不方便 好在音笑笑照顾的 还是很认真 时不时地 就会为他加一些菜到碗里 他一个大男人 吃饭也不至于 那么慢调丝里 除非是实在有问题 否则 他也不会麻烦音笑笑 陶仪啊 你跟董凯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你们该不会是 打算生下孩子之后 一起办吧 喝了一口鸡汤 音笑笑轻声问着 心里却一直很奇怪 为什么 董凯表现得 那么宠溺陶仪 可却不愿意 给他一个婚礼呢 陶仪手中 加菜的动作 微微顿了顿 扬起一抹牵强的笑 你也知道的 办婚礼也会很麻烦 我跟董凯 都不是那么有时间的人 到时候再看吧 要办的话 一定会找你的 音笑笑点点头 到底他们两个人的事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 陶仪说完这番话 却是忍不住地抬眸 看了一眼对面的警力渊 终究 还是忍不住 开口问了一句 三少 当初你跟笑笑的婚礼 是不是也办得挺累的 景家这样的大家族 要办婚礼 应该都很隆重吧 安静吃饭的景的冤备点名 随即抬眸开口说 隆不隆重 要看对什么人呢 若是景家心仪的媳妇 自然是隆重的 想起了那一场婚礼 音笑笑也说 的确啊 景家的婚礼都是很隆重的 要不陶仪 你也让董凯给你弄一场 大范围的不行 小范围的应该是可以的呀 到底他还是觉得 一个女人一生一次的婚礼没有 实在是太可惜了 更何况 陶仪还是她最好的朋友呢 她不希望 她以后后悔呀 我听说每个景家的媳妇 都会得到景氏集团 特意开发的一个项目 是真的吗 陶仪笑着轻声问 眼睛里满满的都是好奇 随即才回答音笑笑的问题 我的婚礼不是那么简单的 到底还是要她愿意呀 她 说到这时候 陶仪的目光不自觉地 看得景立渊一眼 对面的男人忍不住 皱起了眉 却忍着没有发作 音笑笑抿着嘴没有说话 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她知道 指挥者的大家都不痛快 最主要的是 影响陶仪的心情 也不知道 董凯是怎么做的 竟然就让陶仪那么不开心 甚至是 没有信心 很快 音笑笑就转移了话题 两个人倒是聊得很投机 仿佛又回到了校园里 唯独景丽渊的眉头微醋 看了陶仪好几次 夜晚 陶仪离开很久 因笑笑正准备回书房 继续工作室 却被景的渊叫住了 晓晓 你今天已经工作了五个小时了 休息一下吧 说着 景的渊霸道地伸手 拉着她坐在沙发上 随即还将遥控器 放在了她手中 就算事情在着急 你也要固着身子 不是吗 你心在肚子里 可是还有一个宝贝的 音笑笑原本有些生气 可一听景的渊的话 立马就怂了 伸手扶上自己的肚子 是啊 她现在可不是一个人 就算再心急 也要照顾孩子 不是吗 坐在音笑笑身边的景的渊 轻声开口 随意地说着话 仿佛两个人就是夫妻 上周去产检 姚医生说了 孩子很健康 只是你的身体有些疲劳 音笑笑产检是一周一次 而很多孕妇是一个月一次 还有时间更长的 或许是因为第一胎的原因 音笑笑格外的小心 每一次去产检 身边都有人陪着 大多数是景的渊 只是很多时候 她得到产检的结果 却不如景的渊的多 转眸看着景的渊 音笑笑有些担心 她的身体不好 会不会影响到孩子呢 放心吧 不会影响到孩子的 似乎会读心术一般 景的渊轻笑着说 看她明明那么紧张 却还是忍不住地那么做 就觉得好笑 只是你还是要注意休息 别每天都忙得那么晚 另外 你也别总是那么在意你的肚子 肚子虽然小 但是姚医生说了 孩子很健康 只是长得小了些而已 让你别紧张 听见这样的话 音音笑笑才放下心 说真的 在今天看见陶姨的肚子之后 她才担忧起来 因为之前身边没有孕妇 现在她也没有人在身边照应着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动 看见陶姨之后 才觉得自己的肚子小得可怜 不过好在景丽渊为她宽了心 客厅里 温暖的灯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 电视上放着春节即将来临 各电视台的宣传广告 喜气洋洋的样子 可音笑笑和景丽渊都没有听进去 凤眸里小小的她 脸色涂红 胶态可人 笑笑 你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 景丽渊轻声问着 不自觉的身子都微微向她靠近了一些 嗓烟里更是透着一股致命的诱惑 有没有想过 孩子生起了之后 要叫什么呀 提到孩子 音笑笑下意识地就垂眸 看着自己大得不明显的肚子 轻声反问 你呢 你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有想过她叫什么名字吗 这时候 景丽渊和音笑笑似乎都忘记 他们已经离婚的事实 也似乎都忘记了 这个孩子一生下来 就会被抱进景家的命运 他们就像是普通夫妻一样 在聊着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未来 我吗 景丽渊轻笑 身子靠得越发近了一些说 只要是你跟我的孩子 我都喜欢 不论是男女 音笑笑因为这个答案 微微愣了神 这是什么意思 是说 如果以后她再婚 不是他们的孩子 她就不喜欢吗 笑笑 音笑笑还没有来得及多想 面前的男人已经靠过来 温热的大长 终于在她入住这里 两个星期之后 府上的音笑笑 柔顺的发丝 她其实并不想做什么 更遑论 现在音笑笑还怀着孩子 另外一个还受伤挂彩 根本就不可能 她住进这里 无非就是想靠她更近一些 让自己在她心底 留下的烙印更深一些 可偏偏 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人 来打搅他们 惊抚着音笑笑柔顺的发丝 紧得冤痴痴地望着她 终于问出了 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 笑笑 你恨我吗 身躯微微僵硬地一下 音笑笑反问 恨你什么 结婚吗 离婚吗 还是 去个孩子 话语很平淡 甚至听不出 一丝的情绪反常 却硬是让景的渊 抚着她头发的动作 僵住了 垂眸看着怀底的小女人 眼睛里满满的都是 疑惑不解 良久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只是保持着那么温暖的动作 说着那么透心凉的话 终究 还是音笑笑先开口 直视着她的凤眸 紧得冤 我该恨你吗 我能恨你吗 当初 让你跟我结婚的人是我 要怀上你的孩子的人 是我 甚至最后 同意要离婚的那个人 也是我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有什么资格恨你 景的渊的侯杰 狠狠地滑动一下 看着音笑笑 心里却是无可避免地 慌乱起来 她怕 怕这样平静的音笑笑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咎由自取 我有什么资格去恨你 眉头微醋 音笑就看着她 胸脯微微剧烈起伏着 你和我离婚 并没有什么错 或许你不喜欢我 不爱我 不能忍受我的小性子 不愿意接受 我这样的品性 说到最后 问题都在我身上 我为什么要恨你 说吧 音笑就站起身 背对着景的渊 景的渊 我不恨你 从来都不恨你 看着音笑笑 就要进入卧室的背影 景的渊浑身 透着一股冰冷 更是慌乱不已 下一秒 就迅速追了过去 景的渊握住 音笑笑的手腕 一把把她翻过来 那原本受伤极重的手 迅速就痊愈了 一手揽着她的腰身 不让她被自己 难以控制的力量 撞击到 一手却是紧紧 扣着她的手腕 将她压在墙壁 和自己的怀抱之间 垂眸看着她 俊美的脸庞上 满是不能接受 说出那番话的音笑笑 永远不明白 那样的话语 在景的渊的耳中 听起来就像是 仿佛在说 景的渊 我不爱你了 一般的残忍呢 所以 她迫不及待地要确认 确认 她的心里还有她 笑笑 你什么意思啊 呼吸都喷洒在 音笑笑的脸上 进了渊逼得很近 很近 近到几乎一低头 就可以吻到她 音笑笑更是丝毫 连挣脱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是被迫地 接受着她的强势 抬眸看着面前的男人 音笑着呼吸 微微有些急促 拼命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很快就低头不去看她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她不想 真的不想 不想在这个时候 就认输了 你的意思是 你的心里没有我了吗 一字一句 质地有声地问着 景的渊的心 都要跳出来了 屋子里的气氛 突然间就显得 剑拔弩张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24集 屋子里安静的 仿佛连呼吸的声音 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音笑笑看着面前的男人 只觉得自己的鼻子 微微酸色一下 狠狠地呼吸一口 音笑着转头不再看她 听声说了一句 静三少 我们离婚了 我心里 还应该有你的吗 若是这样 那么她跟没有离婚时的自己 有什么区别呢 侯杰上下滑动一下 静立渊的呼吸 都微微沉重起来 眉头深锁 我是你孩子的父亲 我也是曾经陪伴在你左右的人 她怎么可以试图 将她从她的心中驱逐呢 音笑笑就没有想过 这样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吗 静立渊也知道 自己的要求很霸道 甚至是过分 可是她就是无法接受 音笑笑心里 没有她的存在 音笑笑突然就轻笑出声 她一毛看着静立渊 一字一句地问 你也会说 是曾经 既然都过去了 那我现在 要是还在心里念着你 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未婚妻 是不是该骂我是小三了 静立渊 你到底凭什么以为 你这样一意孤行地 要跟我离婚之后 我就还要将你 放在我的心里 看着静立渊 音笑笑心里的火气 终究还是被挑了起来 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音笑笑说 这里是肉做的 不是铁 不是钢 你凭什么就以为 我没有感觉 泥婆子都是有三分脾性的 如果你觉得 我就应该将你 放在第一的位置 那么很抱歉 我可以告诉你 我做不到 离婚之前 我可以很努力地 去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也会让自己 努力追上你的脚步 甚至 会拼命地做 你想让我做的事情 可是离婚之后呢 我不会 音笑笑说着 眼睛里满满的坚定 弄得紧得冤忍不住 微微有些愣然了 静地冤 离婚之后 我们身两个人 哪怕我肚子里 现在怀着你的孩子 可是在法律上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的身 你管不了 我的心 你更是管不了 音笑笑很努力地 想要将自己心中的 所有感觉都告诉她 曾经 我们决定在一起时 我就说过 你对我从来都是有隐瞒的 或许你努力过 但是结婚之后 你依旧是这样 我不怪你 就好比我自己也是有所隐瞒的 只是你应该知道 什么是可以隐瞒的 什么又是不可以的 静止打断音笑笑的话 凤眸中满是她娇俏的身影 竟然冤垂眸看着她问 你敢说你现在心里没有我了吗 一句话 音笑笑倒嘴的所有话语 再也无法发声 黑白分明的眸子 看着她不经意地闪烁 她承认 她心里有她 她的肚子里还怀着她的孩子呀 曾经 她们也是一个很幸福的小家庭 不是吗 那样温馨 一直都是她从小渴望的 可是 静止冤屈那么的残忍 给了她希望 却又带着她 走到了地狱 如果可以 其实音笑笑很想像那些 懂得放低自己身段的女人学一学 去求一求 去哭一哭 去闹一闹 最后的目的 就是让她继续跟自己在一起 曾经 她也那么尝试着去做 可是 最后紧的冤 依旧是毫无所动 那一刻 她绝对不会知道 音笑笑 当时心里的羞愤呢 音笑笑从未想过那样的事 可是当时就是做了 情不自禁的 所有的一切都归咎于 音笑笑爱着她呀 她心里有她 哪怕是到了今天 她也无法否认这个事实 看着沉默的音笑笑 锦丽渊的心 稍安 可是却更加地生气 身躯逼近她 将她牢牢地禁锢 吹默问她 你如果心里没有了我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 你不喜欢沐嫣然 为什么你努力 克服内心障碍 也要生下属于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既是我们离婚了 可你还是跟我有所牵扯 为什么现在我们 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直逼音笑笑 明明两个人都知道答案 可就是想问出来 伸出右手轻轻地 抬起音笑笑的下巴 凤眸瞪得有些大 眼眸深处 又满满的都是情意 经理员开口说 音笑笑 你不知道我的第六感 向来都很准吗 准得从小到大 都没有错过 音笑笑看着她没有说话 紧免着唇 有些不高兴 第六感 一个大男人要什么第六感 真是不喜欢她 想要扭头不去看她 可偏偏紧的渊 硬是不让她把头转过去 对她说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你这一生都只能是我 紧了一渊的女人 啪的一声 忽然 整个屋子里头 一片黑暗 音笑笑下下意识伸手 拽住了面前男人的衣摆 黑白分明的毛子 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黑暗 只能是呆呆地挣着 面前的警理员 却是下意识伸手 将她揽得更紧了 试图给她安全感 身子靠得越发的近 警理员微微弯着身子 靠近她 呼吸静在咫尺 音笑笑即使 暂时无法看见 可还是知道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近得有些可怕 可怕到 她只要轻微动一下 就可以吻上她 听见我耿耿说了什么吗 警理员轻声说着 凤某里却是痴迷地 看着面前的小女人 就算她真的是苏娘的女儿 这一刻 警理员都还是想要 将她给藏起来 不给任何人看见 她就是她掌心中 最宠爱的那个女人呢 告诉我 我刚才说了什么 心跳得好快好快 快得音笑笑都觉得 她要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面对自己喜欢的男人 没有一个女人会不紧张 音笑笑也不例外 男愿突然停电 音笑笑甚至可以听见 外面人们的喧嚣 可是 偏偏她的心跳声 大得不得了 小手紧紧拽着她的衣服 这时候 她无比庆幸停电了 以至于 警理员看不见 她驮红的脸 也看不出 她的羞涩难堪 小小官 我刚刚说了什么 低沉的嗓音轻声又哄着 警理员极其有耐心地等待着 偶尔动一下 温热的唇瓣便从她小小的耳边擦过 音笑笑的身子都会禁不住颤抖一下 我 轻声呢喃着 音笑笑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你说 我这一生 都是 你的女人 俊美的脸颊上 嘴角满意地扬起 话语落下的瞬间 警理员含笑 稳住了音笑笑的唇绊 高大的身躯 将她抵在墙壁之间 结实的双臂禁过了她所有的自由 被迫仰着头 承受着警理员 这个略带思念和惩罚的吻 音笑笑只觉得 世界都在旋转 小手不自觉地 紧拽在她的胸口 那么样 要多可爱 就有多可爱 黑暗的屋子里 音笑笑睁着双眸 终究还是闭上了 放松整个身体 去感受她的情意 她很霸道 也很坏 可是 偏偏音笑笑 就是喜欢 没有光 只有冬季寒冷的月光 洒进来 她看不清楚她 便以为她也看不清楚自己 努力地想要记住 今夜所有的一切 警理员的嘟嘟逼人 对她而言 又何尝不是一种 甜蜜的折磨呢 放肆着自己去享受 音笑笑呼吸 都微微急促起来 纤细的腰身 熟悉的味道 有多久 没有跟她靠这么近了 这一刻的警理员 仿佛就是 放出笼子的恶尸 恨不得一口 把它吃下去 啪的一声响 整个屋子 顿时就恢复了光明 两个痴缠得 拥吻的人 也从黑暗中 清醒过来 其中 又以音笑笑的反应 最为激烈 伸手狠狠地 推开警理员 猝不及防的警理员 还真就被推开了 眉头紧重 俨然很不满 身子向前 想要继续 警理员 请你尊重我 音音笑笑的身子 都还在颤抖 无力地靠在墙壁上 还努力地 说出这么一句 眼睛紧紧地盯着她 一句话 警理员的动作 就顿住了 我不尊重你 尼玛 她什么时候 不尊重了 这个世界上 她估计最尊重的人 就是她了吧 现在 她竟然说 她不尊重她 一时间 警理员有些不高兴 不尊重她 她早就在 结婚的那天晚上 将她吃干抹尽 不尊重她 就在自己忍不住的时候 将她拆骨入腹了 估计真的那样的话 她肚子里 现在就不是三个月 而是六个月 可这个小没良心的 既然说她不尊重她 她能不生气吗 你说我不尊重你 不可思议地 再次反问 警理员的眼眸 都要喷出火来 经过刚刚一场 混乱的音笑笑 心中只觉得 整个世界 都不在她的眼中了 对着警理员 就吼出来 你要是尊重我 刚才那算什么 你要是尊重我 我们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你告诉我 要是尊重我 你会欺骗我 死来着到我家里来住 根本就不理会 外面会有什么样的 风言风语 你是怎么尊重我的 警理员 你告诉我 说着 音笑笑的眼眸 都微微湿润了 向前一步 逼近了警理员 伸手指着自己的肚子 一字一句地质问 为什么 现在我肚子里 怀着你的孩子 可是我 却只是你的前妻 整个屋子里 彻底地安静下来 两久 都没人说话 的确啊 她怀着她的孩子 却只是她的前妻 甚至 有可能她马上 就要跟别的女人 结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225集 音笑笑说吧 并没有转移开 自己的目光 只是定定地 看着警理员 步步紧逼 你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跟我的孩子 就要成为被人议论的话柄 为什么我的孩子 一生下来 就没有爸爸 为什么我从今以后 心里还只能有你一个人 说着 音笑笑到底还是没有忍住 流下了泪水 却还是定定地看着她 警理员被逼得 有些手足无措 这样执着的音笑笑 是她第一次遇上的 她偏执地 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偏执地 想要知道为什么 可偏偏 她什么都不能说 也不愿意说 有些事情 似乎一说出来 就会变成事实一般的难受 两久之后 警理员才开口 笑笑 我尊不尊重你 你心里很清楚 至于离婚的事 我只能说 是我有愧于你 为什么有愧 警理员 你背着我做了什么事吗 音笑笑迅速打断了她 你真当我是傻子 才认识你的时候 我却知道你是医生 也知道你们做医生的 大多数都有轻微的洁癖 你更深 你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感情上的污染 你对你的另一半都有这样阳格的要求 你自己会做不到吗 真以为我是傻的 说着 音笑笑有些嘲讽地看着她 警理员有感情洁癖 整个警家谁不知道 要告诉她 要告诉她 在婚姻期间 警理员背叛了她音笑笑 她说什么也不相信 这个男人比谁都吹毛求刺 根本就无法忍受感情上的污染 笑笑 警理员有些不错 只能看着她不言喻 转过身 音音笑笑都不想再跟她继续纠缠这件事 只是 心里到底还是感觉很难受 我承认 我的心里还有你 我放不了你 警理员的眼神突然就亮起来 身子都忍不住地向她靠近了一步 可是 音音笑笑的嗓音微微低沉下来 继续说 可是我现在 不想再将你放在我心里 我不想去念着你 不想去想着你 也不想 再爱着你了 齐长的身躯狠狠地僵硬一下 警理员的脸色苍白地看着她 你知道吗 知道刚才的前一秒 我都还在想着 要跟你复婚 要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 要跟你一起 抚养我们的孩子长大 甚至 说不定我们不会只有这一个孩子 还会有第二个 精致的小脸上泪水滑落 音笑学第一次对着警理员 说出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我得知自己有孩子的时候 其实很高兴 高兴得恨不得立刻扑到你怀里 告诉你这个好消息 可是很快 我就回过神来了 警理员 我们离婚了呀 我的孩子现在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若是我们没有扶婚 那么 他就只能是一个成长在单亲家庭里的孩子 我不想那么委屈他 可是 可是我似乎也无法带着我的孩子 去接受别的男人 女人呢 就是一种很神奇的动物 有人说过 对于第一次的体验 那会是女人终生难忘的记忆 就如同男人心中的初恋一样 即使在我答应地跟你离婚之后 我都还在想 是不是很快 我们就会复婚了 可是后来的事情 就越来越难以让人接受 你知道 当奶奶让你娶慕燕然时 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我知道 你或许成为别人的丈夫时 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你知道我现在每一天 一个人生活在这 这有孩子陪着我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说着 音笑就转身面对警力渊 脸上都是泪痕 可即使看不清楚她的面容 还是想看着她 我只是一个女人 我也想要从一而终 我想要身边的那个人 从开始到最后地陪着我 以前我以为 你就是那个人 可是现在看来 还是我自己多想了 你从来 你从来都不是我的良人 侯杰狠狠地动了一下 警力渊眼眸深处 都是心疼地看着她 双拳紧握 不让自己冲上去 将她抱得紧紧地 轻声又哄 我爸爸过来 拉着我去打胎时 我承认 我在卧室里是故意的 故意想要用孩子来逼迫你 跟我复婚 可当时你拒绝了 那时候的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 其实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 后来你为了养伤 住进这里 我每天都可以看见你 日子就仿佛 我们在海淼城一样 可是很多东西 却是早已经 回不去了 警力渊提出离婚的时候 她欢过 乱过 迷茫过 也深思过 可是 她想不通啊 我除了知道 你不爱我这件事情以外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心里的那个女人是谁 不知道你为什么 要跟我离婚 不知道你为什么 那么决绝 警力渊 我想了很久很久 可现在我不想去想了 也不想去试图挽回什么 我很累 真的很累 累到我已经不想再去喜欢你 不想再让你 入进我的心里了 人的感情是有限度的 再浓厚的喜欢都会被一再地拒绝 消磨殆尽 说吧 阴孝孝便转身 不再去看她 那熟悉的背影明明见在眼前 可还是让警力渊觉得遥不可及 毫不犹豫地上前 警力渊从背后抱住音笑笑 紧紧地丝毫不松手 我不准 将头搁在音笑笑的肩上 警力渊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准 我不准你的心里没有我 你这一生都只能是我的女人 是我的老婆 我不准你不爱我 也不准你不想我 更不准你 制止我凑近你的心里 我不准 音音笑笑只是安静地流泪 不说话 似乎心里还真的不愿意 继续这样下去了 小小 看着她的侧颜 警力渊终于忍不住 说出了从一开始 她就做好的打算 如果等我事情办完那一天 你还愿意留在我的身边 那么我们就复婚 给抱抱一个健全的家庭 然后我们好好地生活在一起 我们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也可以就这样 带着的四处旅游 只要你愿意 那个时候你想做什么 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 好不好 嗓音低沉有些暗雅 这时候的警力渊都显得有些难受 若是音像是正面看她 就能看到她微微湿润的眼眶 这个男人 就在那短短的半年时光里 泥足深陷 却又固执地不愿意相信 小小 别拒绝我 警力渊轻声在她耳边说着 双臂抱着她 浑得紧紧的 只要那个时候的你还要我 那么我不论如何 都不会放弃你的 我就做你一辈子的男人 任你拆迁 好不好 不要将我赶出你的世界 这是第一次 警力渊直面自己的感情 也是第一次 在音像像面前毫无遮拦地 承认自己的感情 经得音像像 整个人都傻住了 这是什么意思 一时之间 她有些回不过神 警力渊是在告诉她 她的心里有她吗 音像像两久都不说话 警力渊越发地紧张起来 联盟继续说 我保证到时候 我会很乖很听话 不惹你伤心 不让你哭 只要到时候你愿意原谅我 她要对付的人 是音像像的母亲 无论她是不是将音像像送走了 可到底 她是她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孩子 她若是放开手脚去对付苏娘 架在中间的音像像 才会是最难做的那个 她不想让她承受自己的怒火 也不想让她难做 更要想在事情爆发出来的时候 让她远离景家那个是非之地 所以她选择了离婚 可却没有想到 离婚或许就是将音像像 推出自己世界的第一步 笑笑 笑笑 景丽渊轻声呢喃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就特别爱叫她的名字 笑笑 笑笑 叫起来就仿佛看见她 站在自己面前笑得娇俏一般 可现在 她的笑笑却说 不想再爱她 要将她驱逐出境了 僵硬地转过自己的身子 看着她 殷笑笑满眼的都是疑惑 景丽渊紧紧揽着她 轻声说 你相信我 我会给你和孩子一个健全的假 我不会让她成为单亲孩子 也不会让你成为单亲妈妈 张张嘴巴 殷笑笑想要问什么 可是景丽渊却伸手 轻轻捂住了她的嘴巴 笑笑 别问 你知道的 无论你怎么问都是问不出来的 你只要相信我就好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不去伤害你 看着景丽渊良久良久 殷笑笑到底 还是点头答应了 信任一个人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全看对方怎么做 景丽渊这时候才终于忍不住 松了一口气 她知道 只要殷笑笑答应 那么她一定会做到 她的点头就预示着 从这时候开始 她就不会再多问一句 再多怀疑她一次 殷笑笑很单纯 单纯地令人心疼 这一天夜里 是殷笑笑跟景丽渊 离婚之后 两人过得最为和谐的一夜 她抱着她坐在沙发上聊天 两人聊了很多很多 却从没有涉及到离婚的话题 一直到最后 殷笑笑沉沉地熟睡在她的怀里 景丽渊才小心翼翼地 抱着她回了卧室 而她自己 很规矩地 转身去了客房 她的心里 暂时还不能完全地接受 她很清楚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226集 一日 殷笑笑悠悠转醒 却迟迟没有起床 大脑里还在回放着 昨夜家里发生的一切 景丽渊 心中有她 这一点比任何事情都来得 让她高兴啊 嘴角微微上扬 可是 高兴还没有延续多久 又记起她说的 她要办的事情 似乎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啊 房门被景丽渊敲响时 殷笑笑才从床上爬起来 她自从怀孕之后 逝睡得厉害 几乎所有怀孕症状 都在她身上演练了一遍 常常弄得周围关心她的人 措手不及 小小 起来吃早餐了 吃了早餐再睡 景丽渊说着便走进来 伸手拿了衣服帮她穿 看着她羞得小脸通红的样子 忍不住免着唇笑了 过几天 去产检的时候 我陪你去 顺便 让姚医生好好跟你说说 这孕妇啊 该注意些什么 点点头 殷笑笑乖巧得有些不可思议 目光却落到她好利索的手臂上 景丽渊完全没有注意到 嘴里还在调侃着殷笑笑 垂眸的时候就看见 她的小脸都沉下来 这才注意到 自己帮殷笑笑穿衣服时 完全没有注意 自己还是一个伤员 这一个不小心呢 却露馅了 小小 轻唤一声 景丽渊明显地理亏 殷笑笑再傻这时候也回过神来 重重地哼了一声 便转身离开 再也不理会她 景丽渊连忙乖乖地跟在她身后 轻声地讨好着 那么样 就跟逗逗有的一拼呢 景丽渊的手好了 也要回去上班了 虽然她很想 厚颜无耻地继续留在这儿 可到底还是被殷笑笑赶走了 临走的时候 景丽渊还有些哀怨地看着她 可殷笑笑依旧是毫无所动 愿意相信她是一回事 她的承诺不过代表她愿意等一等 等到景丽渊所谓的事情结束的那一天 可却不代表着她就会不珍惜自己 她始终都记得 自己跟她早已经离婚的事实 紫音里 殷笑笑带着自己设计好的广告来上班 成刚和殷子镇早就等在办公室 殷笑笑把U盘插进电脑 通过PPT的形式 很认真地讲解着自己的广告 设计理念 构思 框架 主题 甚至后面还附有她觉得 比较合适的一些一人照片 一则不管短短十秒钟的广告 殷笑笑又是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才强解完 当讲解一结束 殷子镇便满脸笑容地看着她 俨然对这个广告的设计很深满意 就连一边的成刚 都觉得格外地合适 甚至都在预想着 这个广告打出去之后 是怎样的效果了 笑笑 辛苦你了 殷子镇诚挚地感谢她 她的妹妹 如今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这一点让她很是欣慰 让她很是开心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和成刚吧 关于你的辛苦费问题 也会打进你的账户的 殷笑笑这一下子笑得更加开心了 自从怀孕之后 她就变成了小财奴 成天地就知道赚钱 甚至当初就为了这个广告的报酬问题 都不知道跟殷子镇谈过多少次 有些细节上的问题 殷子镇说到时候会跟她联系的 就让她回家休息 现在整个T市的人都知道 她怀着警驾的金孙 谁还敢让她再多操劳一些呀 偶尔殷笑笑也会无奈地接受 这一次她也接受了 毕竟为了这个广告 她确实是累坏了 打车回南院的路上 殷笑笑突然接到了殷若云的电话 你有什么事吗 皱眉轻问 殷笑笑实在不觉得 她跟殷若云都撕破脸了 她怎么又突然打电话给她 姐姐 我有事想要告诉你 殷若云在电话里轻声说着 声音有些严肃 有关相臣的 殷笑笑差点没有笑出来 反问 殷若云 相臣是你的丈夫 她的事情你知道就好 干嘛要告诉我呀 我跟她之间可没有什么事 你别每天说风就是雨的 把谁都当做你的假抢敌 对于殷若云 一直觉得她心里有相臣 这样荒唐的想法 殷笑笑真的是很无能为敌 姐姐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而已 你可别到时候出了事之后 埋怨我啊 殷若云明显有些不高兴的 可是一想到 穆家承诺给殷家的利益 又觉得格外值得 连忙加把劲说 相臣不论怎么说 也是你的前男友啊 你现在都单身了 难道就不想找一个备胎吗 姐姐 大家都是女人 你就别装了 你现在最大的想法 应该就是找到一个男人啊 不论是成少也好 相臣也好 他们都是不错的选择 不是吗 只要有一个男人 愿意娶了你 你就不会再被人们议论纷纷了 殷笑笑握着电话 眉头皱得紧紧的 突然就想起 那天在四方石府 遇上锦灵瑶的事 她该不会也是这么想的吧 会不会太离谱了 可不得不说 这完全是那样的情况下 正常人的想法 随便你怎么想吧 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又不想跟你说话 所以见面的事情就算了吧 说吧 殷笑笑就准备要挂电话 可就在听见对面 阴若云说出的话时 顿住了 殷笑笑 你就不想知道 景丽渊心里一直藏着的 那个女人是谁吗 殷若云也急了 她以为只要抛出 相辰这颗诱饵 殷笑笑一定会来 特别是现在的情况下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竟然完全无动于衷 不得已地 开口说了这么一句 电话里 殷笑笑并没有挂断 两久之后 才问了一句 你说什么 景丽渊心里藏着 一个女人的事 她不可能自己拿出来 四处宣扬 却连她也是跟在 景丽渊长期相处里 才发现的 景家人或许会知道 可是却并没有人说过 不是吗 殷若云怎么会知道呢 她一个长在殷家 家到相家的女儿 怎么知道景丽渊的事 眉头紧皱 殷笑笑略带严肃地问 殷若云 你到底想做什么 电话里的 殷若云突然间 娇声笑起来 许久之后 再停下说 姐姐 你别那么慌啊 我不过 就是提醒你一句而已 只是原本啊 我还以为 你被景家踢出来 就会乖乖找个 普通男人嫁了 或者是想办法 攀上相尘 却没有想到啊 你竟然心里还藏着 做景三少夫人的美貌 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怒火 殷笑笑听着 殷若云的冷嘲热讽 不过也没什么了 我不过呢 就是想找你出来吃顿饭而已 终于 殷若云还是说到了点子上 不给殷笑笑思考的时间 竟指定了时间地点 最后还说 姐姐 我就在那里等着你 你可千万别忘了 否则 说不定我也会忘记 那天我听到的事情 说吧 殷若云就竟直挂断了 殷笑笑的电话 丝毫不理会她 握着电话 殷笑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她很清楚 殷若云在这时候找自己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若是以前她去了 也就去了 左右不过被羞辱一下 可现在 她怀着孩子呀 脑海里还有那天 殷家人来大闹的场景 一时间 有些心切 奈何殷若云又抛出了一个 那么有诱惑力的诱饵 景三少夫人心中的那个女人 殷笑笑猜测 是她的初恋 只是不知道 她是谁 脑海中 隐隐地有一个人影飘过 殷笑笑又觉得 不可能 最后出于好奇心 殷笑笑还是叫司机 换了方向 直接往殷若云说的地方去了 路上思考了一些 殷笑笑还是给 陶姨去了一个电话 告诉她这件事情 才转身放心地去赴约 殷若云找的地方 在长郊 距离有些远 可是景色还是不错的 周围有河水 也有小树林 只是冬季树林底 没有什么动物 也鲜少能够看见 色彩名利的树木 到处是一片干枯的景象 有些死气沉沉的 偏偏 在这样的地方 有一家农家乐 在梯市 还是有些名头的 农家乐底 殷笑笑到的时候 殷若云已经等在那儿 看样子 她根本就是直接从这里 给她打电话的 并且 肯定她一定会来 那么快啊 看见殷笑笑 殷若云满是诧异的嘲讽 我还以为 你要许久之后才会来呢 看来 倒是我低估了景三少 在你心里的地位呀 你到底想说什么 开门见山 殷笑笑静直问 眼神却是 时刻提防着殷若云 从小到大 殷若云其实 从来都不像是 她的妹妹 更像是 一个仇人 别急呀 你那么着急 做什么 难得有一次 这样的机会 殷若云整个人 都显得格外的兴奋 甚至连目光里 都带着点点的得意 殷笑笑 要不你跟我说说 到底景三少 哪里那么好了 让你竟然 那么死心塌地的 不顾自己名声 也要为她 生下这个孩子呢 当殷笑笑 离婚怀孕的消息传过来 殷若云高兴得不得了 她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 她甚至都不用动手 殷笑笑 就自己毁了 自己的名声 女人的名声 向来都是很重要的 就如同她自己一般 现在就是夹着尾巴 在做人 谁都知道 她曾经为了 接近景丽渊 而故意留掉 自己孩子的事 这件事情已经是 耿在别人喉中的 鱼刺了 好在 向家人面前 没什么人敢乱嚼舌根 到底 她背后还是有一个 阴子镇在 不看僧面 看佛面呢 殷笑笑没有说话 只是定定地看着她 无声地催促着 殷若云没有说 只是一个劲地在嘲讽她 那样子 不知道的人估计还以为 她跟殷笑笑有什么 不共戴天的大仇 若不是为了得知 那个女人是谁 殷笑笑根本就不会来 可她也知道 不能激怒殷若云 到底两个人现在 她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啊 本集播讲完毕 要是喜欢 别忘点赞分享哦 227集 殷殷笑笑始终地注意着 殷若云的动作 丝毫没有注意到 周围的变化 当她发现 殷若云眼中的嗜血 以及兴奋越发明显时 才回过神来 这时候 却已经晚了 身后有人靠近的气息 殷笑笑还没来得及转身看清楚 就被人一针扎在手臂上 模模糊糊之间 只看见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眼神是格外的冰冷 记得提醒穆家 他们承诺过的事 殷笑笑昏迷之前 只听见了这一句话 好冷 冷得她的身子 经不住微微地颤抖着 殷笑笑冷得 话都要说不出来 身上的衣服 仿佛被人换下 只剩下一件 薄薄的衣服套在身上 偏偏 她现在处的地方 又是在通风口 冬日里的风 呼啦啦地吹进来 硬生生地将她冻醒了 惊得殷笑笑下意识 就想坐起 猛地睁开眼睛 她吓得脸色苍白 殷若云 穆家 他们要做什么 想要起身 殷笑笑才发现 自己此刻躺在一张 冰冷无比的冰床上 自己的四肢 更是被铁环锁着 根本就动弹不得 动作大了 铁环的声音 也就跟着大了 在冰冷的大仓库底 听上去 格外地吓人 薇薇动了一下 自己的手脚 音笑笑不可思议地 薇薇仰头 看了一眼自己 她竟然穿着 破旧的病号服 躺在一张 简易冰冷的 木板病床上 周围没有人 一个人也没有 仓库很大 大的被分成 一个一个的小区域 全都用白纱 来阻挡着彼此 这里有着 至少好几十张床 有些白纱被挽起 有些 却是遮挡住的 音笑笑敏感地 甚至闻到了 空气里的血腥味 而最令她感到 害怕的是 她旁边不远处 就放着一排 小小的箱子 箱子打开 冒着寒冷的气息 一看就知道 那里仿佛是 冷冻库一般的存在 最恐怖的还是 小箱子上写着的字 心脏 肝 脾 肥 肺 上面满满都是 人体器官的名字呀 这一瞬间 音笑笑整张点都惨白了 突然就想起 上一次在医院里 意外就降临的时候 他们被走私器官团伙的人 追着逃亡时 枪声似乎还在耳边响彻着 这时候 她身边确实没有了 锦丽渊的陪伴 紧咬着自己的唇瓣 音笑笑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 隐隐地 她听见仓库外面 有人谈话的声音 而那声音里头 还有她熟悉的音若云 努力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 音笑笑强迫自己 凭见了闭上的眼睛 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醒了 到时候 对方有了戒备 她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不是说要她心脏吗 她现在 就乖乖地躺在里面呢 音若云 劣显尖锐的嗓音传过来 随即便是好几个人 一起走进来的声音 我倒是不知道 音笑笑的心脏 竟然那么值钱 整整的一百万啊 到时候你们可以得到七成 所以还是赶紧动手吧 说着 音笑笑明显感觉到 音若云走到自己的病床边 而她身后 还有好几个凌断的脚步声 音笑笑紧张地 呼吸地顿住 却还是很缓慢 很缓慢地 让自己呼吸着 那模样看上去 就仿佛是睡着的一般 可惜了那么一张脸啊 音若云看着音笑笑 嘲讽地评价着 随即招呼着身后的人 开始动作 你们赶快 先将她孩子给打掉 然后等她的身体指标 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指数 你们就可以拿到 你们想要的东西了 什么 打掉孩子 一听这话 即使音笑笑扬装沉睡 却还是禁不住 微微白的脸色 音若云到底要做什么 打掉她的孩子 取了她的器官吗 什么时候 音若云的胆子 竟然已经大到这样的地步 感受到周围的人 开始逐渐靠近自己 音笑笑哄得不行 可还是很清楚 现在绝对不能睁眼 要是真的知道 他们这些人的基地 她就是真的 必死无疑了 音小姐 你这样做 就不怕你家里人知道吗 突然 一阵邪念的嗓音传过来 伴随着这声音 音笑笑明显感觉 周围的人 都微微远离了她一些 阎王 屋子里低沉的嗓音响起 是周围的人 在称呼那个说话的男人 听见熟悉的声音 音笑却忍不住地 想睁开眼睛 阎王 阎王 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是谁呢 上一次跟林医药 在市区里 遇到袭击时 不就是那个叫做阎王 带着面具的男人 绑架了他跟林医药吗 可同样的 也是他放了他们 到底音笑笑还是忍着 没有睁开眼睛 他不知道他这一睁眼 会不会立马就被人解决掉 他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生命啊 他不能那么冲动 音若云一看见阎王的出现 脸色都下白了 即使阎王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安静地站在门口 倚靠着门框 带着银色面具 遮挡住整张脸 就连眼睛都微微被遮挡着 完全不能亏得真容 在对音笑笑动手的时候 他就听说阎王的名号 这个男人是一个魔鬼 某种程度上 跟锦丽渊能够相媲美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有闲心在这里赚外快 冷冷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下属 阎王嗓音透着一股不怒自威 从你们进来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准许你们赚外快 可是却是在不影响 正常工作的时候 几个男人一听这话 立马乖乖地转身离开 顿时整个仓库底 只剩下阎王和阎若云对视 阎笑笑在装昏迷 我倒是没有看出来 阎小姐的胆子挺大的 我这里你也敢随便进来 真的以为这里是阎家还是向家 看着阎若云 阎王完全没有好脸色 静止走过来 站在他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 阎若云 你看见了我的基地 知道我的人 甚至还知道了一些我们的机密 你觉得我该不该放你平安地回去呢 一句话 阎若云吓得毫无血色 身子疲软地静止摔倒在地上 阎笑笑只听那声音 就知道被摔得极重 地面甚至有灰尘被扬起 不 不要 阎若云摇着头傻傻地看着阎王 只会说这一句话 我不要 求求你 我不想死 我只是带人过来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穆燕燃让他送阎笑笑过来时 他很欣然地接受 还以为是很简单的工作 却没有想到 他差一点就搭上了自己的小命啊 我不要 阎王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从小被养在温室里的花朵 哪里见过阎王这样的人 一下子就被吓傻了 连忙说着 我 我就是送人过来的 我 我马上走 马上就走 说着 阎若云竟是在地上 微微爬行的一段距地 阎王很不给面子的轻吃出声 这样的阎若云 实在是够丢人的 走上前 伸手拉起阎若云 阎王格外温柔地问 阎若云 你就这样出去了 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啊 到时候 你要是说出些什么来 那可就麻烦了 要不你还是 我 我不要 我不要 求求你 我不要 疯狂地摇着头 阎王即使不说 阎若云也知道 他想让他死在这 可是他明明就是来送阎孝孝孝的 怎么会愿意让自己搭上命呢 求求你了 我不要 我真的不要 我不会说的 我保证绝对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不会的 冬季的风无孔不入 阎若云吓得跌在地上哀求着 风一吹 吹起了仓库里那飘夜的白沙 不经意间 他就看见无数的小箱子放在那里 等待着被装满 而最角落的地方 还有一个医生 正在进行手术 他亲眼看见 一颗还跳动的心脏 被放进了小箱子里头 冷藏 这一瞬间 阎若云被吓得尿了裤子 空气里都是一股尿骚味 阎王眉头皱得紧紧的 看着匍匐在自己脚边哀求不已的阎若云 随即只说了一句 给我把嘴巴闭好了 否则我就让你成为那样的人 最后还会把你做成标本 话语不重 可却说得阎若云浑身都禁不住地在颤抖着 连忙连滚带爬的就跑得出去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事情可以知道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知道的 偏偏 现在的阎若云就知道了一些 不该知道的事情 虽然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也是不得了的 毕竟 亲眼见证这样的事情 很容易就会有心理阴阳的 仓库底 再一次恢复了安静 咚咚 音效就是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 更是直属自己心跳声 不敢去多听一点消息 就怕惹来祸端呢 感觉到阎王似乎走到自己身边 音效却越发地紧张起来 突然 医生戴着温凉温度的手 就俯上他微微隆起的小腹 几乎是刹那间 音效却就睁开了眼睛 直直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银色的面具设计得很简单 却很奢华 怎么看都是很典雅的 可是几乎见过这个面具的人 都有一种死后成生的感觉 阎王就是来索命的 比黑白无常更加的无情 面具仿佛是在笑 可偏偏地让人感觉 无比地寒冷 轻笑出声 阎王微微伏低自己的身子 靠近音效却 配合着他 因为而担忧 而抬起的身子 闭得很近 轻声说 怎么不装了 我以为你还能继续装下去呢 一句话 音效却只觉得 似乎世界末日 都来到了一般 他知道他在装昏迷 装不知情 那么 他是不是也不能离开这里了 一瞬间 音效却脸色苍白的 也不比音若云好多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阎王看着音效小 低笑出声 惹得外面的人 都忍不住往底看了一眼 当看见阎王的手 俯在那孕妇 突起的肚子上时 忍不住 都微微笑了 果然呢 阎王不论是什么人 都敢碰的 做他们这一行的 总是时不时莫名的 就惹到了谁 这是谁都知道的 偶尔做起事来呢 就会有些束手束脚 可当阎王来带领 他们的时候 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候 哪怕那个躺在床上的人 是景家三少的前妻 黑白分明的毛子 是毫不掩饰的畏惧 音效效嘴唇 甘得都裂开了 明明穿得极少 可是在这样的季节里 身子冷得打颤 却是在看到阎王的瞬间 只觉得整个人都在冒汗 丝毫地感觉不到 外面的存在 眼眸里只有阎王 怎么不装了 阎王轻声问着音笑笑 冰冷的面具 微微划过她的肌肤 音笑笑立马起了 一层鸡皮疙瘩 目光却是牢牢地固定在 她抚在自己小夫的手上 紧张的情绪不言而喻 顺着音笑笑的目光 看了一眼 问道 很在乎 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 音笑笑颤抖着唇半说 很 很在乎 阎王似乎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这一次 干脆坐到她的床檐上 大掌一下一下 有规律地抚着她的肚子 那温热的感觉 让音笑笑既害怕 又有些感激 她的孩子刚刚稳定下来 今天她若是刚刚怀孕 并且没有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理 这样的风吹 这样的惊吓 估计孩子早就保不住了吧 可线下三个月了 还是不算太容易出事的 而阎王的温度 正好缓和地下 只是这些音笑笑都不敢说 因为她看得出来 阎王不过是对孕妇有些好奇 因为她的这份好奇 她才能多活一会儿 陶姨 陶姨 你怎么还不来 弟无数次在心里念叨着陶姨 从醒来的一刻 他就无比庆幸 今天自己告知了陶姨 要来赴约的事情 只是他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来 而他又能不能等到 这孩子是景家三少的 看着阎笑笑的肚子 阎王突然间问了一句 是 阎笑笑一面要注意着 他的动作 一面还要保持着 身体上扬的动作 注视着自己的肚子 格外的疲惫 却还是没有输离开 是 是他的 阎王扶在阎笑笑肚子上的手 突然就顿住了 惊得阎笑笑 忍不住紧张起来 看着阎笑笑 阎王开口说 他都跟你离婚了 你还要给他生孩子 某种程度上 你这也是未婚先孕了 我知道吗 我知道 可是 我必须那么做 阎笑笑回答着 努力地想要拖延时间 并也不管不顾地 说着自己的想法 我想要留下这个孩子 毕竟我是他的母亲 这也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我舍不得 舍不得 阎王看了一眼他的肚子 随其继续开始抚摸着 似乎觉得这样很好玩一般 久久都没有松开手 嗯 舍不得 我想要让他看看这个世界 看着所有的颜色 看看人生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想剥夺他 生存的权利 说到这儿 阎王微微抬眸 看了阎笑笑一眼 手上的动作也停顿了一下 随即便微微用力 按压了一下阎笑笑的肚子 疼痛感传过来 阎笑笑迅速回神 小脸上都腾出了细密的汗珠 喘着粗气说话 阎笑笑努力地想保住自己的孩子 连忙解释着 我的意思是 我的生活里 我的生活里 只有他 可我相依为命了 他怎么就那么傻呢 在一个杀人如麻的魔头面前 谈生存的权利 他真的是傻了吧 这一下子 阎笑笑每说一句话 都格外地注意 丝毫不敢逾越 就怕惹得阎王不高兴 直接将他处理了 简家想要的 不是我 只是这个孩子 阎家 却容不下 阎笑笑继续说着 目光透过换气扇 看向窗外的天空 天色已经渐渐地沉下来 很快 天就要黑了 很多人都不想他出生 可是不论别人怎么想 我还是想要看着他长大 让他陪着我 我已经没有了丈夫 不想连孩子都没有了 严严的 阎笑笑也是在想向阎王求情 希望他能够看在孩子的份上 放过他们 上一次 他不也是放过了他和林一耀吗 就是这个原因 阎笑笑才肯在阎王面前这样说话 撕立了一下 阎笑笑突然开口问 我 我可以 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扶着阎笑笑肚子的大掌突然停下 阎王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这个女人竟然在找他帮忙 是吓傻了吗 我的孩子 阎笑笑忍受着寒冷继续说 嗓音里带着点点的哀求 我想要我的孩子 跟我在一起 我不想送他去警家 我想要 在将来生产的时候 将他偷出来 你可以帮我吗 我知道 你可以的 一个可以将整个五城医院 搅得天翻地覆 甚至医院的医生护士 都完全看不出破绽的男人 阎笑笑坚信 这样的事情 他一定可以做到 仓库地格外的安静 阎王看着阎笑笑没有说话 良久良久之后 阎笑笑才听见阎王开口说话 却是差点没有吓死他 看着阎笑笑 阎王眯起了毛子 阎笑笑 你果然很聪明 一再地提到孩子的事 自然就是要我保护你的孩子了 而要保住孩子 你就自然不会有事 只是我没有想到 您竟然会想到 要找我帮忙来打开话题 转而拖延时间 一瞬间 阎阎笑笑脸色苍白 不得不说呀 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只要阎王对他的肚子感兴趣 那么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孩子 让阎王留下他们的命 而说出自己想偷孩子的事 更是一步策略 只有这样 后面的话题才容易展开 同时 他也的确是抱着 想让阎王帮自己的想法 有他帮忙 他肚子里的孩子 一定可以成功地偷出去的 被阎王看穿 阎笑笑有些胆颤 这会不会惹怒了他呢 到底 还是他太过心急了 你胆子倒是挺大的呀 跟上次相比 这次又大了不少 阎王的话语里 带着点点的高兴 上一次让我放了你们 这一次让我帮你们 只是 上一次的孩子是林医药 这一次的孩子 在他肚子里 抿着唇 阎阎笑笑大气都不敢出 只能是心慌地看着他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 今天你的身份呢 阎王突然就问了这么一句 随即不给阎笑笑回答的机会 静止说 你现在是被卖到我这里的人 换句话说 你现在是我的人 我可以随意地打开你的身体 取走你的器官 包括 你肚子里的孩子 双拳紧握 阎笑笑瞪大了眼睛 看着面前的男人 可是 他根本就动弹不得 而阎王这样精明的男人 更是不可能 让他有一丝一毫的机会逃出去 手脚被束缚着 阎笑笑心里急得都快哭了 站起身 阎王站在床边 低头看着阎笑笑的肚子 伸出食指 轻轻戳地一下 继续说 阎笑笑 有人出了很高的价码 要你的心脏 你觉得我该跟他合作 还是跟你合作 努力整理好自己的思绪 阎笑笑问 他给出了多少的价码 伸出两根手指 阎王心情不错地回答 两百万 怎么样 您要给出双倍 买你和你孩子的命吗 摇了摇头 阎笑笑果断地回答 我不会 我不了解你们是不是这样 可是在紫音 就是这样的 只要跟对方谈好了 那么不论第三方 给出多么优人的条件 都不会改 这是伤人的 诚信问题 阎王的工作 也算是一种诚信工作 若是没有诚信 谁还敢来这个黑市 老大的地盘买东西呢 更何况 还是器官这样的东西 我也给不出那么高的价码 但是 我还是希望 你能考虑一下 我不能给 但景家能 阎笑笑轻声说着 他相信 景家会愿意保住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是景家的金孙 是景的渊的第一个孩子 他们不会放人不管的 只要你提出条件 景家会努力办成的 阎王点了点头 算是赞同了阎笑笑的说法 正如阎笑笑所说 他们这样的伤人很注重诚信 若是协议真的存在 就不可能去找景家 也没跟阎笑笑多说什么 阎王对着不远处 后着的小鼠招招手 就看见他跑过来 手里拿着一串钥匙 动作麻利地给阎笑笑截了锁 随即 阎王说道 阎笑笑 你的运气还是算好的 我跟那个人 还没有定成这个协议 只是我的确答应 会把我的医生介绍给他 而你被我排斥在了名单之外 恢复自由的阎笑笑 也却愣正地看了一眼阎望 下意识地就觉得 接下来的事情 不会那么很好地解决 果然呢 就听见他说 阎笑笑 二选一的选择题 要不你就留下一双手 或者一双脚 要不 你就打掉这个孩子 只要你做到其一 我会让你平安地 从这里出去 并且还会为你 挡住那个 一直想要你心脏的人 话音落下 阎笑笑就已经惊讶地 站起身来 执念阎王 打掉孩子 这下意识地 阎笑笑就忽略掉 前面的那一个选项 在他看来 这些根本都是不可能的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阎王微微仰头 看着阎笑笑 话语里都透着一股愉悦地问 怎么 你不愿意吗 怎么可能愿意呢 小手扶着自己的肚子 龙起还不是很明显 可是这里 却是他的孩子呀 这个世界上 有哪个母亲 会愿意用孩子的性命 换自己的命呢 他阎笑笑 虽然是第一次做母亲 可是也懂得 责任两个字 是怎么写的 怒瞪着阎王 这时候 阎笑笑突然间 就不怎么害怕他了 面对一个 要将他的孩子 置于死地的男人 他害怕还有用吗 即使这里就是 他们的工厂 即使外面有一大堆医生 即使摆在他面前 还有一大堆的 各种小箱子 可是 阎笑笑都不怕了 因为他很清楚 如果阎王 真的要那么做的话 他站在别人的场地里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这时候 阎笑笑唯一 更期待的便是 陶姨赶紧告诉 景的渊 或者是阎子镇 他的下落 只有这样 他跟孩子 才会有一丝的余地 坐在床上 阎王很悠闲地 抬头看着阎笑笑 一条腿悬空 随意地放着 那样子仿佛就是 他们不过在谈论 天气一般地 轻松自在 可是这话却那样地 让阎笑笑心惊 怎么样 阎笑笑 戴着面具 阎笑笑并不能看清楚 面具下 她是什么样的神情 可是 仅仅听声音 都可以感受到 她的愉悦 可偏偏 她越是愉悦 阎笑笑就越是愤怒 你可要想清楚啊 你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这要是没有了一双手 或者是一双脚 那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没有手 你还能设计广告吗 没有脚 你就要一辈子 坐在轮椅上了 就像是木家的二小姐一样 我听说 她现在日子 过得很是困难 是吗 你想尝试一下 一字一句 都是对音笑笑的威胁 也是对她的恐吓 一个健康的人 突然要面对自己的残缺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 许多不得已截之后的人 难以承受这样的精神压力 选择自杀 或者从一开始 就不同于截之的原因 音笑笑健全了整整23年 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莫名地接受自己 从今往后 只能靠着轮椅度日 或者从此再也无法握笔呢 但相对的 她也不可能放弃 肚子里的孩子呀 所以对于阎王 给出了两个选择 她一个也不会选 不止不会选择 她还会想办法 让自己平平安安地 带着孩子走出去 阎王看着音笑笑不说话 便继续开口 劝解着 要我说 你还是放弃你肚子里的孩子吧 反正你也跟景三少离婚了 不是吗 何必还怀着她的孩子 在外面受别人的冷嘲热讽 干脆一点 我帮你把孩子打掉 你继续完整无缺地走出去 过你自己的生活 等以后 说不定还会遇上一个更好的男人 然后再结婚生子 不是很好吗 就像你说的 很多人不希望这个孩子出生 你现在怀着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了 与其到时候危险 还不如现在让我帮你做了 不是很好吗 说着 阎王看着音笑笑 声线轻快地说 音笑笑 说起来 你是不是该感谢我 音音笑笑听着阎王的话 身子忍不住微微颤抖着 可是还很努力地 制止住自己的害怕 最后 只是安静地看着她 黑一白分明的毛子 带着点点的反感 的确 她就是反感 她想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会喜欢阎王这样的人 之前她怕 怕她伤害自己 怕她伤害她的孩子 所以即使她不喜欢 也没有表现出来 可是这个男人 现在俨然就是认真地 跟她谈话 这样一来 音笑笑就更加毫不掩饰地 表达出自己 对她的厌恶 眼睛里的厌恶 表现得十分清楚明白 突然 阎王就不说话了 只是静静地 透过面具 看着音笑笑 她眼中的厌恶和反感 她看懂了 突然站起身 阎王动作很快地伸出手 捏住音笑笑的下巴 强迫她抬头看着自己 看见音笑笑下意识地 伸手护住肚子 忍不住就笑出的声 音笑笑 你现在在我的手上 你认为若是我想要对你做什么 你这样的垂死挣扎还有用吗 我要你生 你就可以完完整整 毫发无伤地从这里走出去 可若是我要你死 你就注定看不见下一秒的天空 身体很诚实地颤抖着 音笑笑说不出话 只是看着她 小脸有些惨白 厌恶我 反感我 讨厌我 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吗 阎王又逼近了一些 若不是脸上的面具 说不定她就可以吻上她的脸了 距离很近 看上去很暧昧 可事实上 这里却是一片肃杀的紧张感 音笑笑 我做这一行那么久了 什么样的情绪我没有见过 甚至当初还有人拿我的名号 去吓小孩子的 不在我手上的人 我都可以不在乎 可是你既然在我手心里 就好好控制住你的情绪 要是惹恼了我 你跟你的肚子里的小家伙 可没有好果子吃 说吧 阎王毫不留情地伸手甩开了音笑笑 音笑笑惊得眼睛瞬间睁大 身子不受控制的状象 一边放着小箱子的桌子 眼看着肚子就要直面撞上 那桌子的棱角 音笑笑硬是翻转腰身 用腰撞得上去 随即没有控制住力道 摔倒在地上 一直在外面看着的医生 都忍不住轻吃出声 音笑笑很狼狈 抱着自己的肚子 摔倒在地上 单薄的病号符 根本就不足以抵御 寒冷的季节 她很冷 也很疼 腰身上的疼痛感传过来 她真的很害怕 那股疼痛 会沿着腰身 蔓延着 一直到她的肚子 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紧张 紧咬着唇绊 音笑笑垂眸 不说话 不说话 陶一 你怎么还不来 李渊 你在哪里 脑海中闪过无数想法 可终究想活下去的念头 占据了主导地位 音笑笑想完完整整地 从这里走出去 可是 眼看现在天要黑进了 还是没有丝毫的动静 居高临下地看着狼狈的音笑笑 阎望整个人浑身上下 都透着一股冷漠 伸手插进裤兜里 转过身离开 只留下一句话 好好看着她 没有我的允许 她身上什么也不准少 立马就有人上前 将音笑笑带到另外一边 小仓库里去看守着 这女人运气还真是好啊 竟然得到了特殊的照顾 过来拉音笑笑的几个大男人 都戴着口罩 看不真气长相 肆无忌惮地当着她的面 开始讨论她的下场 甚至 话语里明明就是饱含期待的 想看见她的下场啊 没有让人碰自己 她很努力地 想靠着自己的努力 往另外一个 关押她的小仓库走去 只是步履蹒跚 几个压着她的男人 都在兴奋地讨论着 阎王曾经的丰功伟绩 现在却是丝毫都不在意 她的缓慢了 紧咬着唇 音笑笑努力地 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可不论她怎么努力 身体都很实诚地表现出 她的害怕 怎么可能不怕呢 这是什么地方啊 阎王是什么样的人呢 阎忍着泪水 音笑笑强逼着自己 不要哭出来 被丢进一间小小的仓库 音笑笑终于一个人独处 听着身后的门 被人重重地关上 她终究还是忍不住 抱着肚子 哭泣出来 警力渊 你怎么还不来 我好怕 你知不知道 你既然承认你心里有我 那你为什么 还不来 这一刻 音笑笑满脑袋 都是警力渊 窝在角落里 音笑笑将自己抱得紧紧的 小手努力地在肚子上 来回地摩擦着 制造出一点点的温暖 它不能让孩子出事啊 通风口有些大 大到外面的冷风 呼呼地往底吹 吹得音笑笑止不住地 牙齿都颤抖了 看着通风口 音笑笑突然就动了一些心思 撑起身子 轻声走到门边 透过门缝 音笑笑看向门外 门外有两个男人 在抽烟聊天 依旧戴着口罩 看不清楚长相 确定他们或许还会聊很久 音笑笑在转身 抬眸看着那刚刚的通风口 不知道通风口的另一边 是哪里呢 目光在小小的仓库里寻视着 这里的东西都很大件 凭借他的力气 想搬动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急切地走过去 音笑笑想看清楚 里面都有些什么 是可以盼上用场的 腰际传来一丝钻心的疼 紧咬唇瓣 音笑笑脚下的动作 丝毫都不敢停留 一手俯着自己的肚子 音笑笑静止走过去 打开了那大大的纸箱 期待着里面有什么坚硬的东西 可以帮助他逃出这儿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230集 很遗憾的是 箱子里面的东西都很小 小得几乎都是一些人体模型 就像是孩子的玩具 丝毫配不上一点的用场 傻傻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音笑笑的内心 几乎都要崩溃了 这些东西很小 可是全都加在一起 重量也是不可估量的 它根本就搬不动 转头看着那高高的通风口 音笑笑咬到自己的唇瓣 都要流血了 目光在通风口和这里的货物之间 来回地巡视着 终于 音笑笑还是动了 将衣服最下面的钮扣打开 借了一个结在小腹上 微微隆起的肚子 越发地不明显 音笑笑弯腰就开始 将里面的小东西 一件一件地往外拿 虽然距离远了一些 可是 它还是不嫌辛苦地 将所有的小东西 都堵塞在门口 并且很注意地 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 来来回回无数堂 它才终于搬完了一个小箱子 此刻 它已经感觉不到冷了 身子热乎乎的 来不及擦拭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音笑笑继续向着下一个箱子 开始进军 一直到音笑笑这样硬生生地 搬空了四个箱子 它才停了下来 凌乱的小东西满地都是 高高堆砌着 四个空空的箱子还很大 可是 没有里面的东西 现在看上去就仿佛是纸老虎一般 音笑笑轻而易举地 就可以伸手将它们拿起来 迅速地拿着纸箱 走到通风口下方 将几个箱子重叠起来 阎王 突然 门口传来一阵声音 听了脚步声 来人不止一个 音笑笑顿时有些慌了 原本还想多搬一个箱子 以确保万无一失 可现在 他真的是骑虎难下 因为 他听见外面的人说 那个女人呢 阎王的声音 音笑下这一辈子 估计都不会忘记 在里面 我们都没有为难他 就让他一个人待着的 守门的人对着阎王说着 转而兴奋地开口 阎王 听到这样的对话 音笑笑更是心惊地看着门口 微微愣了两秒之后 抬头看着面前 高高叠起的纸箱 几个纸箱之间的距离 错开成S型上升 目测了一下距离 音笑笑即使爬到了最高的箱子上 距离通风口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可是现在 他根本就没有思考的余地呀 小手攀着纸箱 音笑笑踩在纸箱的边缘棱角 开始往上爬 这个位置呈现三角形 而三角形最具有稳定性 音笑笑在开始动作之前 就研究过了 这些箱子的质量都很好 若是他并没有将全身的力量 都控制在一个箱子上的话 这些箱子 还是能够承受住他的重量 帮着他爬到一定的高度的 而这个高度 就是音笑笑想要的高度 他要从通风口爬出去 陶仪还没有来 景丽渊也没有来 他就只能靠他自己 哪怕只是拖延一些时间 也是好的呀 有些事情 不去努力就轻易放弃 那么到最后对不起的人 只会是你自己 而努力过后 哪怕是失败了 也会觉得值得 至少 不会有遗憾了呀 音笑笑很努力地向上爬着 一颗心都掉在了嗓子眼里呀 他甚至都不敢往下看上一眼 距离不算高 可是 音笑笑现在的状况 若是掉下去 那么他的孩子 必定是保不住的 所以 他一步都不能错 不止不能做 他还必须要爬到上面去 最好是在他们进来之前 爬出去躲起来 踩着第一个棱角 音笑笑向着第二个进发 这样一边爬 一边调整位置 音笑笑努力地伸手 去勾到通风口的边缘 可是 直到他爬到了第四个箱子时 他的手 还是无法很准确地碰到 通风口的位置 趴在墙上 音笑笑的心跳很快 门外的人就要弹完了 他甚至听见阎王说 有比让人欺辱他 更好的方法去折磨他 黑白分明的毛子 直直地看着面前的通风口 紧咬着唇 音笑笑往下看了一眼 脚上的纸箱 终于 还是大着胆子歪了一下 本就不算太坚固的纸箱 一下子就歪歪斜斜 甚至 眼眼还要折下去的样子 可也就是因为这样 箱子的高度 微微上升了一些 趁着这个时候 音笑笑狠狠地往上蹦了一下 双手终于能紧紧地攀住一个位置 脚也在墙壁上 找到了一颗钉子 作为自己的筑地 行了 到时候再说吧 把门打开我进屋看看 阎望的声音突然传过来 与此同时 歪歪斜斜的纸箱 终于屹立不住 往地上倒去 沉闷的响声 立马惊醒了屋外的几个人 脚步极其迅速地往这边赶过来 音笑笑更是连头都不敢回地 努力向上爬去 伸着半个身子 都探到了通风口的位置上 小仓库的门被人狠狠一脚踹开的同时 还伴随着一阵 噼里啪啦的响声 响声大得有些惊人 就连门外的几个大男人 都进不住 微微往后退了一步 等到透过些微的缝隙 看见里面的东西时 阎望的火气就上来了 好一个聪慧的女人 把门给我打开 一声怒吼 阎望便站在门外下令 目光却是透过面具 直直地看着那个在墙上 挣扎的音笑笑 音笑笑也忍不住 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形 她花费那么长的时间 将纸箱里的小东西 都搬到门口 并不是因为看见那里空旷 而且那些杂乱无章的小东西 也不是随意摆放的 削了一些东西 音笑就可以让她卡在门缝 这才导致了门 无法在第一时间被打开 不止如此 还会因为受到 强大的外力进攻 惯性地反弹回去 这不 就有几个靠得近 没有来得及躲开的男人 被撞得狠了 除了这些 屋子里满满的都是小东西 堆在门口 要清除这些小东西 静止过来抓它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定程度上 也为它们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转过头 音笑就不自觉地就看见了阎望 虽然她的眼睛被遮挡了网纱 可是音笑就能感受到 她面具下 那骨子愤怒和火气 这一次 她似乎是真的踢到了铁板了 狠狠地深呼吸了一口气 音笑就连看也不敢看 转头继续攀爬 身后的男人们好不容易将门给毁了 走进来 面前满满的都是小物件 一个不小心就被滑倒在地上摔身一跤 这一下子 音笑笑得罪的人就更多了 小东西被烦躁的男人们大叫踹着 屋子里头到处都是灵断的响声 音笑笑的心跳几乎要停止了 再也不敢往后看一眼 努力地攀爬 只剩下最后一步 她就可以完全爬上通风口石 身后的男人却也是安全无忧地走进来 有一个高大的男人 下意识就想伸手 抓住音笑笑 借助钉子力量的腿 慌乱之间 音笑笑便松开了腿 整个人摇摇晃晃地挂在那 看上去很危险 也很狼狈 音笑笑 阎王大踏步走过来 嗓音里的怒气 显而易见 音笑笑的身子微微愣了一下 便继续努力地往通风口上爬 下面的男人看见倒在一边的纸箱 立马将纸箱堆起来 想上去将它拽下来 在仓库这样的地方 即使再有身高优势的男人 也是需要借助外地 才能接触到高高在上的通风口的 只是那纸箱之前承受住音笑笑的力量 就已经是极限 现在要承受一个大男人的力量 根本就是不可能 有时候这身轻如燕呢 也是一种运气啊 贱女人 滚下来 下面有人烦躁地大喊着 他们在门口守了那么久 可音笑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他们竟然毫无所觉 这不就是告诉阎王 他们根本就没有丝毫能力吗 连个人都看不住 那还有什么用 音笑笑此时半个身子 都到通风口处了 只剩下一条腿悬在半空 双手用力 连带着腰身都用力一次 音笑笑终于是爬上了通风口 抬眸望去 外面的天空几乎已经黑进了 只是冬季的晚上 总还是有些亮光 音笑就不至于 什么都看不清楚 眼看着音笑笑就要离开这间 困住她的小仓库 阎王却是冷笑一声 上前一步 走到通风口下 抬头看着她 坚定地说的一句 没有我的允许 你是绝对逃不出去的 音笑笑转头看她一眼 没有说话 转身就往通风口的位置爬去 距离很近 她几乎只爬了两步就到头了 抑制住自己心里的兴奋 音笑笑抬头看了出去 顿时浑身的血液几乎都要凝固了 外面 外面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脸色苍白 音笑笑的手几乎都要嵌进墙壁 双目里满满的都是不可思议 她做梦也想不到 这间看似并没有跟阎王属地 相关联的小仓库 外面竟然是阎王的一个小庭院 院子里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不远处 只有汽车在着那血腥器官 扬长而去的背影 那一瞬间 音笑却只觉得 自己的世界跟天一般 灰暗的不像话 有本事你在逃啊 身后传来阎王的声音 却是满满都带着嘲讽 落到我手上的人 还真的从来没有不得到我的允许 就可以离开她 你也不例外 说吧 阎王毫不留情地下令 将她给我抓下来 话音落下的瞬间 音笑却只觉得 这冬夜的风 冷得彻骨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231集 再次面对阎王 音笑却的心几乎都凉透了 却依旧紧咬着唇瓣 不让自己的害怕表现出来 让她轻看了自己 音笑笑 一字一句 念出她的名字 阎王明显很不高兴 旁边之前看守阴笑笑的两个男人 都被这样的阎王 吓得禁不住颤抖着 其中一个个子偏矮一些的男人 大着胆子上前 仰手就给了阎笑却一巴掌 声音格外的响亮 啪的一声响起 阎笑却只觉得 自己的耳朵都微微有些耳鸣了 你这个女人 之前还诱惑我们说 让我伤了你之后 就放了你 没想到我们不答应 你就做出这样的事来 你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呢 阎王也敢戏弄 是想在地狱里面多待两年吗 矮个子男人一上前 直接反咬一口 将阴笑笑的嘴硬生生地定了 还不断地悄悄给另外一个 看守他的麻子脸男人 使眼色 贱女人 果然是下贱的货色 怀着一个富不祥的孩子 还装什么纯洁 也不看看 你刚刚是怎么勾引我们兄弟俩的 麻子男人也回过神来 转头就愤怒地对阎王说 阎王 这个女人好无耻啊 刚刚你们一走 她就在仓库里面拖得干干净净的 想要让我们上了她 然后让我们偷偷放她离开 可是没有你的命令 我们怎么敢呢 拒绝她之后 没有想到她竟然敢 阎王一个冷烈的眼神扫过去 矮个男人和麻子男人 都今生不语了 真当她是傻子吗 阎孝孝要真的那么无耻 紧得约会看上她吗 这两个男人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 还好意思将责任 推到一个女人身上 这样的男人 任何一个人都看不起 更别提阎王这样的男人了 阎孝孝的脸颊 被矮个子男人 奋力打了一巴掌 很迅速就肿起来 看上去很是害人 可是她还是安静地没有说话 哪怕这两个男人这样诋毁她 也没有 她虽然跟阎王没什么交情 可是两次的打交道 也让她清楚地知道 这个男人没那么好糊弄 这两个男人的那些话 根本就是没有人相信她的 滚下去 阎王轻声怒斥 转头冷等地看着那两个男人 下一秒钟 他们就连滚带爬地出去 而等待他们的就是 这里最严厉的惩罚 一步一步 从自己的位置上 向着阎孝孝靠近 阎王整个人 透出的那股寒意 让阎孝孝觉得 其实冬天 也不过如此吧 周围还有不少男人 看着他们 特别是其中 有些人更是肆无忌惮地 打量着阎孝孝的身体 那垂涎的目光 猥琐的动作 阎孝孝很清楚 他们想要做什么 身子止不住 微微颤抖着 大脑里突然想起 刚才她还在小仓库底 以为那通风口 就是自己转折时 听见的话 目光不自觉地 迅速看了一眼周围的男人 他们说 这里很缺少女人 的确呀 目光所及之处 阎孝孝仅仅看见两个女人 还都是人高马大的那种 心还在颤抖着 阎孝孝的头皮 传来一个尊心的疼 那种连着心脏的疼痛 让她不自觉轻呼出声 阎孟突然伸手一把 拽住她微卷的长发 毫不留情地狠狠一拽 便让猝不及防的阎孝孝 失声叫出来 很短暂 却很难掩饰里面的疼痛 满意地看着头发 覆面下露出阎孝孝那张狼狈不堪的点 阎孝轻声笑了 阎孝孝 你不是喜欢逃吗 现在怎么不逃了 她倒是想看看 这个女人还有什么本事 头皮上传来的疼痛很尖锐 尖锐到阎孝孝的双眸 都不自觉地微微湿润了 一手紧紧拽着阎孝 拉着自己头发的手 另一只手却是怎么也不敢懈怠地 护着自己的肚子 刚刚爬墙的时候 她的肚子就不止一次被压到 现在 她必定是会尽自己全力 不让她继续受到伤害了 我给你的选择题 你还没有做 就想要离开 是不是太天真了 阎孝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 拽着阎孝孝头发的动作 也变得格外用力 毫不怀疑 待会儿她手上 都会有一大把阎孝孝的头发 既然你做不出来 那就我帮你做 两个都选好了 并且如果你真的想出去 那也很简单 好好伺候一番我这里的兄弟 我立马放你走 说吧 阎王再一次嫌恶地甩开了阎孝孝 亮枪了几步 阎孝孝勘侃站稳 还没有从阎王的话语里回神 就听见周围一片淫碎的笑声 就说老大最好了 怎么可能让我们是有的看没的吃呢 这个娇弟弟的美人啊 终于是我的了 北魂 先让我爽爽 老子还没有事关孕妇呢 不知道会不会很爽啊 嘿嘿 净三少都爱不释手 要去回家的女人啊 你床上功夫肯定很好 这一刻 阎孝孝孝是真的害怕了 身子几乎都要站不住 台某满事不可思议地 看着那个坐在不远处椅子上 潇洒异常的男人 他竟然真的可以这么狠心 这阎王 果然就是从地狱上来折磨人的 在阎王没有正式开口之前 周围的人都很兴奋 就等着阎王让他们把他带下去了 只要这一下去 阎孝孝就真的是必死无疑 阎孝孝几乎都能够感觉到 他面具下的嘴角都在微微上扬 你们 轻声开口 周围的人蠢蠢欲动 阎孝孝整个人几乎都要跌入地狱了 强撑着站起来 阎孝孝双毛底 到底还是带着一丝期盼 看着座位上的阎王 两手护着自己的肚子 孕期的肚子被脱显出来 有些乍眼 阎王看了一眼阎孝孝的肚子 沉默了一下 随即改口说 这样好了 我去看着你们 看看你们是不是满意 一句话 周围的男人都兴奋地摩拳擦掌 而阎孝孝却是止不住地 狠狠向后退的一步 眼里有泪水在滚动着 阎孝孝压抑住自己没有哭出来 目光还是看着阎王 似乎希望他能够看在他有孩子的份上 饶了他 可是 他既然叫做阎王 又怎么会轻易地改口呢 很快 阎孝孝就被带到了一间格外小的卧室 说是卧室 不如说就是简单的一间平房 里面只有一张桌子 一张床 简单的生活用品 便再也没有其他 被人毫不留情地甩进去 阎孝孝依旧是下意识护住了肚子 否则今天这几下 他估计已经被甩得流产了 屋子的门大开着 阎孝孝就仿佛是冬季里颤抖的鲜花一样 瑟瑟发抖 外面站着无数的男人 个个都用仿佛看猎物一般的目光 看着他 那样的目光 在他恨不得将自己躲起来 不让人看到 有时候 只是眼神都可以让人羞愤地想杀人呢 阎孝孝现在 就是这样的感觉 阎王 有按捺不住性子的男人 转头看着阎王 讨好地笑着 娇滴滴的门人啊 哪个男人能够受得了这样的诱惑呢 更何况他们这样的工作 很多道上的女人 都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就怕哪天一个不小心吵架了 自己变成了空架子 这许久没有开婚了 突然看见一盘红烧肉在自己面前 那样的垂涎欲滴 可想而知 威威转头看了看这个 自己平时的得力助手 他满脸的都是动 脸部凹凸不平 或许是想着待会儿的美事 现在竟然连口罩都没有戴 就那么站在他旁边 期盼地望着 转过眸子又看了音笑笑一眼 阎王终于还是开口 去吧 门开着 我欣赏欣赏 这句话刚说出来 男人就按捺不住想冲上去 可是耳边还想着阎王的话 动作慢点 我最喜欢看猎物垂死挣扎的模样了 好嘞 兴致勃勃地应下 男人戳着手掌 在众多人羡慕的眼光里 向着音笑笑走去 嘴里还兴奋地说着 小美人 哥哥们来了 今天就让我们都好好爽爽 有你好果子吃 音笑笑的脸色毫无血色 苍白着 整个人看上去 仿佛下一秒就会倒下 可现在 却稳稳地站在那 一手护着自己的小腹 一手握着在屋子里 找到的唯一一个武器 那是一个玻璃杯 目光紧紧地盯着 踏进来的男人 丝毫不放松地戒备着 看着音笑笑的样子 周围的男人都止不住笑呢 一个茶杯 还想要扭转这样的局面 可能吗 可不论在别人的眼中 看上去有多么的可笑 不可否认 那就是音笑笑最后的防线 狠狠地呼吸着 他几乎都要忍不住地祈求 可是 他却是做不出那样的事情 一如在阴家 他难过了那么多年 可却是从未去祈求过 殷白凡 一份父爱 别害怕呀 这个很温柔 很温柔的 待会儿会带着你好好感受一番的 男人踏进来 满眼言晦地打亮着音笑笑 脚下的步伐更是一步不停地向着音笑笑靠近 来来来 我们慢慢地来一次 也好让阎王看看哥哥我的威风 提到阎王 音笑笑现在恨不得冲出去咬断他的脖子 那个男人真的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人呢 本集播讲完毕 要是喜欢别忘点赞分享哦 男人一步一步地靠近 音笑笑一步一步地后退 屋子里的范围 看到外面的人都忍不住着急起来 江哥 你是不是不行啊 不行就换兄弟我上啊 你这样下去 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呢 就是啊 你快点 兄弟还等着呢 别只顾着你自己 也要想想我们呢 你想是完了 后面还排着队呢 赶紧呢 外面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话语里止不住的有些着急 还有兴奋 他们玩得很大 丝毫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 甚至面对这样的情况 只觉得血液都在沸腾着 细胞似乎都在为接下来的画面 在咆哮着 都期待地看接下来的情节 音音笑下脸色白地吓人 腰气的疼痛越发地明显 并且很不幸地开始 有像小腹蔓延的感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音笑下就觉得 自己的肚子有些疼了 握着茶杯的动作越发地紧了 音笑下额头上都渗出细密的汗珠 下意识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 却没有想到肚子还没有看见 他的手腕就被人狠狠地拽住 转眼间 他就被强哥抓到了手里 狠狠一下子压在了桌子上 人群顿时响起了一片叫好声 音笑下惊得迅速抬眸 看着面前的男人 很丑 很恶心 很变态 几乎所有负面的词语 都被音笑下用来形容 面前的男人 身子剧烈地颤抖着 腰身被人强行压到成 九十度压在桌面上 而男人又压在他的肚子上 丝毫不顾及 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整个人嚣张地不行 美人 这一下你可跑不掉了 强哥得意地看了一眼音笑笑 完全没有时间 想去理会外面的那群男人 压着音笑笑就要亲下去 宝贝 哥哥来了 看着面前迅速扩大的一张脸 音笑笑终于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 奋力地挣扎着 甚至都快要忘记肚子里还有孩子 可他再怎么挣扎 男人的吻还是落到他的发际上 脸上 甚至是脖梗上 他能够感觉到男人变得越发的急切 可是奈何他怎么也无法挣扎开 同时他除了感觉到羞愧难当 还有肚子里传来那奄奄的 有些剧烈的疼痛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原本孩子剧烈挣扎的音笑笑 突然间就不动了 他想起了他的孩子 那是他跟井内渊 好不容易才拥有的第一个孩子 他怎么能够亲手杀了他呢 强哥一看音笑笑不挣扎了 笑得越发地得意 控制住他的动作 抬头看着他说 这就对了 你只要乖乖听话 以后想要孩子 这里那么多的男人 还不能给你 只要你现在向我们都伺候好了 以后你想要多少 就有多少 强哥在说什么 音笑笑没有注意 他只是侧头看着 面前坐在外面不远处 冷冷看着这一切的阎望 第一次 音笑笑的目光里 他只强烈地恨意 他恨啊 恨他这样对他 若是他音笑去今天没有孩子 被人这般对待 他可以寻死密活 也可以坚定地直接去死 可是偏偏 他今天不是一个人 他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呀 他永远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若是他有机会活下去 那么他就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的凶手 并且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生存下去 只要有可能啊 阎望也接触到音笑笑眼中的浓烈恨意 可是却丝毫不在意 漫不经心地拿出电话 看了一眼时间 他在前科迅速想脱掉裤子的时候 说的一句 小强 慢一些 一句话 硬生生地止住钱哥的动作 即使不满 可是也不敢反抗 老大要看小弟的好戏 小弟敢不演吗 低头看着桌子上的音笑笑 钱哥心里的不满迅速就消失不见了 有这样的美人陪伴 他温柔一些 也是应该的 就趁着钱哥不注意时 音笑笑用力挣扎着 狠狠抬手打到了钱哥的眼睛 突如其来的疼痛 让钱哥措手不及 被打一个正着 下一秒 音笑笑就脱离了钱哥的掌控 强承着腰上的疼痛感 和小腹传来的警告 他握着茶杯躲到一边去 这一次 目光再也不敢轻视地 紧紧盯着钱哥 钱哥好不容易回过山来 看见音笑笑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顿时就恼了 吐了一口唾沫星子 迈开大步上前 老子今天不干死你 老子明知都过来些 被激怒的钱哥很危险 音笑笑明显感觉到了 这一下子 他丝毫地不敢怠慢 握紧了手中的杯子 看中了位置 狠狠一下就砸了过去 可杯子却是 看看砸到钱哥的手臂 就落在地上 四分五跌了 这一下子 音笑笑的心 几乎都死了 钱哥向前他就躲 可是这间屋子能有多大呀 外面更是有着一群 等着扑实的恶狼啊 他只要不想被五马分尸 就不会蠢到跑出去的 桌子被转移了 无数次的位置 就连床上 音笑笑的跑过了 可是终究 他还是被抓住 再一次被强哥抓住的时候 音笑笑 几乎都绝望了 陶姨 为什么你还不来 李渊 你为什么还不来 李渊 强哥把音笑笑 逼到墙角的位置 音笑笑立马吓得哭出来 外面的人全都看着里面的这一场好戏 音笑笑被逼得根本就没有退路 外面他也不敢去 里面却还有恶狼在紧逼 终于 忍了一天的音笑笑 这时候崩溃地哭出来 颤抖着身子 紧紧贴着墙壁 哭诉着 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 求求你 我呸 放过你 放过你老子去哪里找个女人来享乐 强哥对音笑笑有些愤怒 想到自己刚才被他在那么多人面前 舍了脸子就愤怒 站在原地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 告诉你 老子今天不只要好好地享受一番 更要让你被很多的男人享受一番 你居然进了这里 就好好地给我受着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音笑笑急得不行 怕得不行 浑身都在颤抖 这时候 他佯装很久的坚强 几乎都崩溃了 或许是真的到了生死关头啊 几乎是毫不犹豫 音笑笑就跪了下去 一下一下地磕着头 对着面前的前哥说 不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 我还怀着孩子 他不能出事 救求你 刺耳的哄笑声响起 音笑笑的行为惹得大家都笑了 更是很大程度上 满足了前哥的恶趣味 得意地看着他 跪在自己面前哀求着 无论外面的人如何哄笑不已 音笑笑都充耳不闻 他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孩子 仅此而已 为了这个目的 他可以付出一切 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 求求你放过我 怕我求求你 真的求你 瘦弱的身子 裹着脏的不行 薄的不行的病号服 就那么溃在地上哀求着 每每他抬头的时候 都可以看见额头上 明显的红镜子 可见了刻得多用力 病号服在刚才的拉扯中 损坏了不少 现在只是堪堪地 遮住他的身体 却将他的肚子 掀了出来 他的肚子仿佛一个 小小的皮球一般 顶在那 音笑笑每颗一次头 都能够清晰地看见 他隆起的肚子 以一种看上去 极不舒服的状态扭曲着 眼泪更是在地上 形成的一挖 小小的水渍 这一时的音笑笑 再也没有面对危险时 那种机智和勇敢 在没有丝毫条件的情况下 他只能尝试着 用最原始的行为 为自己争出一条路 求求你了 求求你 我有孩子 我就要做妈妈了 求求你放过我 求求你放过我 你再多求求 你求得越多 待会儿老子越是能够满足你 前哥很得意地看着音笑笑 跪在自己面前哀求的样子 甚至还时不时地转头 对着自己的兄弟们 得意地仰头 外面甚至有人在说 待会儿他也要试一试这样的 求到最后 音笑笑的嗓音几乎都嘶哑 一个下午都没有喝过一丁点的水 他甚至没有吃过晚饭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折腾 可还是不死心地求着 前哥完全不为所动 只是很享受地感受着 反正阎王也让他慢点 那他就慢慢来好了 让外面那些人羡慕羡慕 也是好的 突然音笑笑仿佛想起什么似的 跪在地上转了一个身 对着阎王嗑起头来 吴璇 吴璇 我不要我的腿了 我不要我的腿了 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求求你放过我 说吧 音笑笑已经是气不成声 眼睛模糊得不像话 却还是满含期待地看着阎王 在场的人微微愣住 都转头看着阎王 谁都不知道 他到底会不会临时改变主意 而其中 最紧张的就属强哥了 眼看着倒嘴的鸭子就要飞了 谁不紧张呢 阎王淡淡地看了音笑笑一眼 完全不将他的狼狈看在眼中 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 过期不后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阎王一句过期不后 彻底将音笑笑打入了地狱 强哥上前一步 拽着音笑笑的头发 将他强行拖了几步 大声地骂着 你找死是不是 老子愿意 是你修了八辈子的福气 竟然不愿意伺候老子 你这个贱人 说着 强哥仰手一巴掌 扇到了音笑笑的脸上 嘴里传来一股腥甜味 音笑笑被打得出血 可现在 他根本就不敢停下 立马对着强哥又开始磕头 强哥现在正在气头上 哪里可那么放过音笑笑呢 骂骂嘞嘞地上前 就要伸手扯掉音笑笑身上 那堪堪遮住身子的病号符 突然 一阵巨叠的打斗声 传了过来 我求求你 放过我的孩子 求求你 此刻的音笑笑 真的已经是无计可视了 整个人慌乱地不行 只知道一个劲地求着 就连有人闯进了院子 都不知道 锦丽渊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自己当时心中的 那股滔天的怒意 他锦丽渊捧在手心里 疼都还嫌不够的人 此刻竟然跪在地上 对着一个下三滥气求着 这样的画面 狠狠刺痛着锦丽渊的心 也刺痛着 跟着他来的几个人的心 音笑笑额头上 已经磕出了血丝 嘴角的血丝 也没有来得及擦拭一下 那完全看不出来是衣服 还是破布一般的东西 看看遮住他的身体 隆起的肚子 凸显在所有人的面前 随着他磕头的动作 扭曲着 顿时 锦丽渊的胸腔里 满满的都是火气 生魔更是迅速冲血地 看着那个 站在音笑笑面前的男人 葛承飞和承朴帝 都被音笑笑的样子 吓了一大跳 还没有回神 就看见锦丽渊 往屋子里走去 偏偏屋子周围的人 是最多的 一场硬仗 眼看着就要爆发时 警车的刺耳的警笛声就传过来 清晰而迅速地向这里靠近 原本还格外兴奋的男人们 全都收起了刚才的样子 恶狠狠地看了 警笛渊一眼 提刷刷地看向 始终坐在高位上的阎望 阎望看着警笛渊 带着他的人 一路痛打着自己的人手进来 也没有阻止 周围有人想上就上 不想上的人就安静地看着 而没有他的指挥 绝对不会有一拥而上的情况发生 警车来的时候 大家都下意识地看向他 阎望也不过是淡淡地 看了警笛渊一眼 挥了挥手 有些毫无战斗能力的医生 迅速就被安全转移 所有的一切 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仿佛这样的事情 早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一般 葛承飞和承普利 哪里会愿意看见 这群人就这么离开呢 硬生生地缠着几个小头头 就打了起来 带来的人手 更是看见人就上前去打 整个场面是一片混乱 可偏偏就没人敢去打警笛渊 也没有人去打阎望 两个男人在混乱的场地里 遥遥相对 谁也没有说话 警笛渊的胸脯都得 剧烈地欺负着 只是两秒钟 毫不犹豫地转身 去找阴笑笑 有些人逃得了一次 终究是逃不了两次 阎望 总有一天会栽的 屋子里头 阴笑笑还在哀求着 面前的强哥还没有回神 就被警笛渊给堵住了 下意识地对着警笛渊出手 可是 警笛渊就算是 警家养尊处优的三少爷 好歹也是练过的 甚至听说 警笛渊的身手 跟警笛渊都有得一拼 并且 警笛渊还是从军营里出来的人呢 可见警笛渊的实力 面对着强哥伸过来的拳头 警笛渊张开自己的大掌包住 随便以一种怪异的方式 硬生生地往反方向 给他折断了一只手臂 剧烈的疼痛感刺激的强哥 忍不住大声叫出来 可这时候 他叫得再惨烈 也不会有人来救他的 因为警察的到来 加上警笛渊的人可以阻拦 现场已经是一片混乱了 音音笑笑回过神来 看着面前的警笛渊 却是突然 就笑着哭了 他终于来了 终于是来了 警笛渊终于还是像往常一样 在他经受困难的时候 踏着七彩祥云 出现了 他的丈夫啊 夫子穿听过 这就是他的一片天 凤眸牢牢地锁着音笑笑 眉头皱得死死的 可眼眸深处 却是能够融化冰块的柔情 警笛渊反手扣着强哥的胳膊 丝毫不理会他的手 会这样终身报废 轻声对音笑笑说了一句 小小怪 闭上眼睛 等我一分钟 紧咬着唇绊 音笑笑还是乖巧地 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 确定音笑笑闭上眼睛之后 警笛渊眼中的柔情 瞬间消失不见 转过头来 弦哥看见的只有一片肃杀 身子不自觉地就颤抖起来 这个男人 比这阎王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 警笛渊就已经动手 放开弦哥已经被毁掉的右手 静止扣住他的左手 以同样的方式将他的左手掰断 弦哥那滔天的惨叫声 几乎要穿透整个屋子 只是那惨叫还没有延续两秒钟 就被警笛渊狠狠拽过一边的被子 一脚个堵住了 只剩下呜呜的男兽声 冷哼一声 警笛渊看着疼得在地上打滚的男人 一步一步地走到他面前 警笛渊盯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 让你长个迹象 不是谁的人都可以动的 敢动我的女人 就让你生不如死 说吧 警笛渊一丝犹豫都没有 狠狠一脚就踩在了弦哥的敏感部位 逐渐加大自己的力道 直到弦哥被疼得晕过去 直到他的脚下有血水渗出来 一分钟之后 警笛渊如约地走到音笑笑面前 脱下自己的衣服穿在他身上 伸手将他揽进自己的怀中 轻声在他耳边说 笑笑不怕 我来了 简单的几个字 音笑笑却觉得 比我爱你更加地动人新鲜 颤抖着小手紧紧拽着他的衣服 音笑却终于放声大哭出来 他害怕呀 怕得要死 从他在病床上醒来的一刻 他就怕了 怕得恨不得下一秒 警笛渊就出现在面前 可是 他竟然这么晚才来 有了警笛渊在身边 音笑笑的身子立马就放松了 顿时只感觉 自己浑身上下都在疼 突然 小脸是一阵惨白 音笑笑只觉得 自己小腹 有温热的液体在往外流 他猛地推开警笛渊 睁大了眼睛 看着自己的下身 渐渐地 他跌坐在地上 就有血水渗透出来 警笛渊也吓了一大跳 音笑却更是被吓得不知所措 随后赶过来的陶姨 看见音笑笑出血时 也吓得脸色苍白 音子镇 程世青和陈宇都傻了 他们不是女人 可是也知道 现在情况很紧急 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音笑笑明显也是 惊吓过度地呆住了 快 医院 去医院 最后 还是陶姨最先反应过来 猛地出声 让人送音笑笑去医院 去医院 马上去医院 一屋子的人迅速回神 立马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警笛渊伸手接过陈宇递来的外套 包住音笑笑的腰身 弯腰将他抱起 迅速地往车上冲 陈宇急得迅速跟上去 仿佛是根壁虫一般 程世青留在现场 寻找阎王一行人的线索 不能根据 却还是提醒被吓到的阴子镇 连忙打电话去医院 让医院提前做好准备 陶姨脸色苍白地迅速跟上 走在面前的董凯看着他 神色有些复杂 可现在这时候 明显不适合谈事情 只能迅速地跟着 一起去的医院 把音笑笑放在副驾驶的位上 为他调递了座椅 顶得渊迅速回到驾驶座上 正准备开车时 身边的音笑笑 却是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眼角的泪水 怎么也止不住疯狂地流着 李渊 我们都会 孩子 没事的 没事的 一定会没事的 努力镇定了自己的情绪 景丽渊安抚着音笑笑同时 又何尝不是在安慰自己呢 她自己也是医生 刚刚三个月就见血 这对孕妇而言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笑笑 没事的 一定会没事的 音笑笑紧抿着唇 眼睛里满满的都是 不相信 她今天短短一个下午 遭受了那么多 她就算是第一次做母亲 可是也知道 孕妻出血很危险 更何况 她现在出血的情况 似乎还严重的 笑笑 伸手抱住音笑笑 景丽渊的嗓音 都有些嘶哑 终究还是说 没事的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或许是因为景丽渊的 一再保证 让音笑笑有了信心 抬眸看着她 音笑笑说 丽渊 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 一定要 我不许她出事 好 会保住她 一定会没事的 说吧 景丽渊重重在音笑就额头上 音下一个吻 便迅速踩下油门 懒生就仿佛脱缰的野马一般 在道路上行驶着 身后还紧随着几辆车 所有的人仿佛不要命一般地 追着懒生 可或许是景丽渊开得太快了 没多久 就将身后的人都甩掉了 一路上 景丽渊毫不在乎地闯着红灯 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 带着音笑笑往南宇医院去 这一路上 她几乎都不敢看一眼音笑笑 她下身流出的血 几乎都已经开始 渐渐渗出来 染红了陈女的外套 她们的孩子是不是就要保不住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南宇医院 景丽渊的懒生停下时 姚医生和杨医生 已经带着一大堆医生和护士 在这里等着 音笑笑被景丽渊从车上抱下来 放到一栋病床上 依旧是轻声在她耳边说 小小没事的 一定不会有事 她舍不得你 一定不会阻挡 一栋病床的轮胎 在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听上去格外的急切 音笑笑眼中满满的都是泪水 用力地点头 随即便被推进了手术室 景丽渊做了那么久的医生 可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紧张 这比她第一次拿起手术刀 站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还要紧张 身上风尘仆仆不说 景丽渊的脸色也显得很难看 外科一室和二室熟悉的医生护士 偶尔会下来看一眼 其他相熟的医生 也会过来看上一眼 可不论怎么样看 看见的只有景丽渊一个人 受则门口 那双凤眸里毫不掩饰的担忧和紧张 这样的景丽渊 谁都是第一次见到 突然 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传过来 景丽渊完全没有被吸引目光 眼睛还是看着手术室的方向 两久都没有移动一丝一毫 直到景老太太站在景丽渊面前 第一次仰手 给了景丽渊一巴掌 啪的一声响起 景的身后跟着的瑜伽慧 景元峰 以及景丽博和景丽瑶 都微微愣了愣 景老太太很少会动手打人 就连他们几个做孙子的 也不过是在未成年前 被老太太打过 成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待遇 可现在 老太太却是什么都没说 就给了景的渊一巴掌 可见这一次 老太太是真被气急了 景丽渊 这就是你说的 会好好处理 老太太气得不行 手里的拐杖狠狠跺着地面 气得脸色都变了好几遍 当初是你说的 让我们不要去打扰殷笑笑 让她好好安胎 我跟你妈才放任着你们 原本以为 你好歹也大笑笑四岁 做事还是有分寸的 可是你看看 你现在做了什么 她竟然出血进了医院 这就是你的做事手法 一阵怒吼 所有人都不敢开口说话 老太太教训景丽渊的同时 后面的燕子镇一行人 也赶过来 正好看见景丽渊被打得瞬间 全都傻眼了 这景家三少一直传闻都是 景家最受宠的少爷 可现在老太太 丝毫不给面子 在她工作的地方打的她 想不惊讶都难呢 丽渊啊 你到底是想做什么 如果你不能护好 阴笑笑的肚子 那你就给我滚远点 我来 我还不相信了 我景家要护一个孕妇 还护不住 老太太大声地吼着 看样子气得确实是不轻啊 等她出来 你就给我离她远点 城市不足 百事有余 说吧 老太太转头 看着紧闭的手术室门 立声对于家慧说 让院长立马给我过来 盛怒中的老太太 谁也不敢惹 于家慧立马亲自去找院长 而燕子镇 只是淡淡地看了景家人一眼 跟景丽博点头致意 就走到一边安静地等着 其他人跟景家人都不熟 自然也不会凑上去 陶姨却是看着面前的景家人 微微出了神 直到自己的腰身被董凯扶住 又听见她说 陶姨 我们去那边等吧 你也怀着孩子 可要小心了 一句话 站在后面的景丽博 微微转头看了一眼陶姨 又看了一眼她的肚子 转过了头 陶姨无声地跟着董凯 走到一边的座椅上坐着 目光却是好奇地 落到被打的景丽渊身上 满满地都觉得惊讶 不是说景家人不喜欢笑笑吗 可现在都为了笑笑打了三少 还是真的不喜欢吗 突然陶姨就觉得 自己不懂这一家人了 丽渊 我告诉你 这一次音笑笑出来之后 必须让她回老宅子里 给我好好的养身子 直到她将孩子 给我生下来为止 老太太沉声命令着 说吧 丝毫不给景丽渊 收好的机会 转头看着匆匆赶过来的院长问 我的曾孙怎么样了 开口第一句关心 就是音笑笑的肚子 仿佛音笑笑完全不在她的眼中一般 景丽渊被打的时候 都没有皱一下眉头 可这时却是忍不住 微微醋了眉 音笑笑 从来就不是她传宗接代的容器 可偏偏 老太太现在个人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 院长有些尴尬地看了景丽渊一眼 在手术室里的流动护士 时时都会透过联络器 再告知她里面的消息 而她 就是通过联络器 告知外面的病人家属情况 病人现在有出血的情况 并且身上有多处的外伤 有感染的痕迹 院长轻声说着 话语里透着一股严肃 禁不住地 让人都屏住了呼吸 听她的话 她的腰受过撞击 比较严重 等出来之后 还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至于孩子 现在还不清楚状况 主治医生还在做手术 一句话 让所有的人都忍不住提起的心 陶仪紧皱眉头 看着手术室的方向 紧敏唇 没有说话 东凯冷漠地看她一眼 静直就转过了头 妈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这边一有消息 我立马就通知你 于家慧轻声跟老太太说着 目光落在手术室上 也透着一股担忧 这手术 也不知道要做到什么时候呢 我怎么能离开呢 我的曾孙就在里面呢 说着 老太太瞥了井的渊一眼 抱怨地说 都是这个不争气的 一个孕妇都看不好 有什么用啊 等笑笑出来了 你立马就将人给我接回老宅去 我倒是要看看 有我老太太在 她会出什么事 于家慧张张嘴巴 终究是没有说出来 老太太让音笑笑回老宅 这怎么可能呢 别说井的渊不答应 因子镇都不会答应 这根本就是一种侮辱啊 对音笑笑的侮辱 只要对音笑笑 有感情的人 都不会允许的 手术室外 所有的人都安静地等着 井的渊从头到尾 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只是专注地 看着手术室的门 呼吸都微微缓慢下来 笑笑啊 她的名字是那么美好 就应该是每天都笑着过的 可是 偏偏自从遇上她之后 就变得那般的坎坷 说不定 其实她锦利渊 才是扫把星转世 无端地连累了音笑笑吧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现在即使院长亲自问着 流动护士 里面的情况 也得不到答案 在外面等着的人 全都禁不住地越发焦急 而其中 又以锦利渊为罪 原本屹立在门外 齐长的身躯 忍不住微微动的一下 锦利渊终于开口 说了第一句话 却是对下来的灵姐说 你需将我的工作服拿来 我要进去 目光灼灼地看着手术室的门 锦利渊这一刻 仿佛是要上前线一般地决绝 灵姐微微愣地一下 迅速转身就跑了 等到灵姐下来时 手中就多了一件白大罐 要进手术室的 必定就只能是医生 李渊 别在这个时候进去捣乱 院长忍不住皱眉轻斥医生 有些医院不会安排 有亲属关系的医生 和病人出现在同一台手术上 就是怕影响了医生的判断 很显然 在南宇医院里 是有这样的规定的 你现在进去 根本就于事无补 他虽然成绩很好 外科 脑科 心脏科 都有奢励 可是 对妇科却是绝对的不行 锦丽渊并非完人 不可能什么都会 特别是在医学 这样博大的专业领域里 没有任何人 能够成为全能的 他精通其中两项 就已经是罕见 南宇医院的脑科室 也常常借掉他 去做脑科医生 可却从未借掉他 去妇科呀 只有披上自己的白大罐 锦丽渊才有资格 走进消毒室里 进行一系列的动作 最终 踏入手术室 将白大罐穿在身上 锦丽渊抬眸 坚定地看着院长 只说了一句 他不是有外伤吗 我是外科医生 我进去 有哪里不对吗 说吧 锦丽渊丝毫不给院长 说话的机会 静止踏入了消毒区 开始一步步地消毒 直到踏入了无菌区 蓝色的手术服穿在身上 戴着口罩和手术帽 锦丽渊几乎整个人 都要看不见了一般 这一样子的锦丽渊 让外面的人都有些发愣 穿上这样服装的锦丽渊 他们都是第一次见 难以医院的天才之首 带着众人的期盼 锦丽渊终于还是踏见了那一扇 他们只能看着 却永远不愿意进去的手术室 手术室里 手术台的地方灯火通明 一进来 锦丽渊就发现 里面所有的人都几乎忙得脚不沾地 麻醉师在一边紧紧盯着面前的画面 就怕音效效突然醒了 扯到伤口 也怕她用量过重 伤到了她的孩子 姚医生主刀 杨医生也是医住 两个人配合很默契 锦丽渊站在原地良久 都不敢上前一步 只是站在那里 看着安静的音效效 她带着氧气罩 整个人都被蓝色的手术罩罩着 她看不见那些熟悉的仪器 是怎样在她身体里 来回穿梭的 她能看见的 只有音效效 安静沉睡的样子 就仿佛 永远不会醒来了一般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两久之后 锦丽渊才向前走的一步 安静地站在音效效面前 伸手轻触地一下 她额头上的伤口 这里 还没有清理呢 手术室里的医生和护士 都看见她进来 可是 这时候 却没人理会她 站在音效效面前 锦丽渊自己拿棉花 酒精 镊子 一点一点轻柔地为音效效 处理着额头上的伤口 风某里的柔情 看在手术室里的人 都忍不住地愣住了 看着她额头上的伤 锦丽渊就会想起 她当时跪在别人面前 祈求的样子 疼得她的心 都忍不住地抽搐起来 她的笑笑 那么骄傲的笑笑 为了他们的孩子 放弃自尊 放弃所有的一切 哀求着 蒋医生 麻烦善后 顺便将伤口缝合 突然 姚医生就开口 说了那么一句 说吧 便转身离开了手术室 这一场手术 终于是完结了 而最后的善后工作 就让井的渊 自己来做吧 姚医生和杨医生 带着疲惫的身子 踏出了手术室 不少的护士 也跟着出去了 只剩下最后 清场的几个护士 还等在那里 给井的渊打下手 姚医生那一句善后 说的就是让井的渊 亲自为阴笑笑 缝合伤口 这样的情况下 通常都是应该 由护士完成的 可是 现在却是交到了 这个男女医院的 骄傲上 走到手术台上 井的渊看着 那裸露出来的 一小片肌肤 妇科的事情 她不太懂 可是 就她作为医生的 眼光来看 她就知道 姚医生不只是 保住了阴笑笑 也保住了 他们的孩子 第一次 井的渊突然觉得 自己 有一种眼眶 微微泛热的感觉 右手向外 微微一伸 等候在旁边的护士 立马将专用的 针线递过去 传闻中 男女医院的 外科医生 井的渊 打得一手漂亮的手术节 他们还没有见过呢 现在 竟然有了这样的机会 凤某里 全都是柔情 井的渊明明知道 音笑笑现在处于麻醉中 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可还是忍不住转头 俯身在她耳边 轻声说了一句 小小怪 我轻一点 你不会疼她 这一幕 看到周围的护士 忍不住红着脸 偷偷笑了 转眼间 就看见井的渊 动作飞快地 开始缝合伤口 针线起起落落的瞬间 就将伤口缝合好了 最后 井的渊也的确不负众望 给音笑下打了一个 漂亮的手术节 只是现在用的都是美容针 等到伤口长好之后 也就看不见了 忙完了一切 井的渊迅速换下自己的衣服 跟着护士一起推着 音笑笑 去了病房 并且 还特意绕开了 守在门外的那一群人 直接导致 外面守着的一群人 只能从姚医生那里 知道音笑笑脱离的危险 孩子也保住了 却久久等不到 音笑笑从手术室里出来 病房里头 音笑笑安静地躺在床上 沉睡着 紧的渊穿着白大褂 坐在她的床边 不时伸手理理她的发丝 偶尔那修长的手指 就缠绕着她一缕发丝 久久舍不得松开 凤母里满满的都是痴产 精致的小脸有些苍白 额头上有浅浅的纱布包着 可即使这样 井的渊还是觉得 音笑笑美得不可思议 凤儿更是不舍地 落下一个吻 在她的额头上 音笑笑永远都不知道 在她得知她失踪的那一刻 她有多么的心慌意乱 整个人就像是 失去了主心骨一般的无措呀 直到葛成飞提醒她 她才回过神来 又迅速地去找人 随即 她仿佛像是疯子一般 开始寻找她的下落 当知道音笑笑被阎王带走的时候 井的渊心里的胶着 还真不是一个极字 就可以描述的 她最怕的是 只有一件 便是 从今往后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一个叫做 音笑笑的女人 她害怕过去之后 看见的只剩下一具躯壳的音笑笑 那样的话 她一定是承受不了的 扶下身子 将音笑笑温柔地揽进自己的怀中 井的渊轻声在她耳边说 笑笑 这一生你都逃不了的 我们不思不休吧 很快得到消息的众人 就从手术室 匆匆赶到了病房 因子镇担忧地看着床上的音笑笑 就连城市清也赶过来 一群人围在病房里 看着她 姚医生 我曾孙没事吧 老太太一看姚医生过来检查 立马开口问 坏语中的急切全都是因为 音笑就肚子里的孩子 姚医生看了一眼老太太 轻声说 您放心吧 大人和孩子都没事 保住了 得到确切的答案 大家才算是真正地放下心 因子镇轻声开口问 姚医生 请问我妹妹的情况怎么样 对她以后会不会有影响 放心吧 她赶来得很及时 虽然棘手了一些 但好在有惊无险的 姚医生耐心地回答着 心中对景佳和燕子镇 却是有着不同的看法 殷小姐酸受了很多的伤 但是大多数是外伤 好好养着就没事了 只是她肚子刚刚满三个月 还不算很稳定就出血 的确对她和孩子都不好 但是只要好好养着 后期注意点就没事了 听到殷小小没事之后 殷子镇忍不住地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老太太听到对孩子 有影响时 差点就打断姚医生的话 好在还是景元峰 拉住了她 后面听见没事时 才算是放下了心 家慧呀 你将沈妈给我找了 让她炖点汤过来 笑笑这身子得好好补补 说着 老太太不满地 看了景里渊一眼 继续说 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照顾孕妇 结果还将孕妇 给我照顾到医院里来了 差点就害我失了曾孙 从现在开始 她殷笑笑的 所有一切 都有我接受 我势必要看着 她肚子里的孩子 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于家慧听着老太太的话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回答她 果然 下一秒殷子镇就开口说 景老太太 笑笑已经跟景里渊离婚了 就算她肚子里怀着的 是景里渊的孩子 可是要论到 照顾她这样的事 就不用你景家操心了 我会看着办的 你看着办 你怀过孩子吗 你知道该怎么照顾孕妇吗 一看有人跟自己抢曾孙 老太太立马就不高兴 就算是离婚了 那又怎么样 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景家的人 我照顾她 哪里不对了 更何况相比你们 我跟家慧比你们 也更有经验 不是吗 面对燕子镇 老太太的态度 还算是好的 毕竟她也是自己 挺喜欢的一个小辈 可是景老太太喜欢她 可不带掉 她就要喜欢老太太 燕子镇现在对景家人 真是没什么好印象 就连景帝博的形象 也一直在那里挂着 景老太太 你放心吧 我会给笑笑找保姆的 相信你们不想孩子出事 我更加不想我妹妹出事 我不会让她出事的 一点也不会 第一次 在外面被人这样的扫面子 老太太顿时 就紧促了眉头 眼看着就要将燕子镇 也大吼一顿时 景里渊开口了 第一句却是 你们要谈的话 请出去 病人需要休息 一群人诧异地 转头看着她 可是景里渊 却是慢条斯理地 穿着自己的白大褂 两久之后 才转眸看着他们问 怎么 有意义吗 白色的大褂 在身上穿着 清清楚楚 彰显了她的身份 一个医生 在病人房间里 是很正常的 更何况 音效学身上 还有着不少的外伤 姚医生看着 突然间变脸的景里渊 差点没有当场笑出来 立马带着自己的人手 迅速转身离开 俨然就是用行动 在支持她 转而 景里渊就看着景家人 老太太气得狠了 恨不得举起拐杖 狠狠地给她几下 程世青眉头微挑 便招呼着 董凯和陶姨 也出去了 陈宇偷偷地躲在一边 不让人发现自己 请你们出去 我要打扰病人休息 面对毫无动作的景家人 景里渊再一次开口 那模样还真是铁面无私啊 于家会脸色微微尴尬一下 拉着自己的丈夫就要出去 景立伯和景里摇野上前 拉着老太太就要出去 可能老太太 哪里会那么轻易出去呢 但是他也似乎知道 现在在这里跟景里渊吵架 没有什么好结局 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便转身要离开 偏偏身后的景里渊 还不怕死地加上一句 对了 他不会去景家的 在那里 他的胎是会更加养不好的 就算我照顾不周 可好歹 也不会心心念念 只有他的孩子 而没有他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两百三十六集 景老太太气得 当场就要上去教训景里渊 可是却被景丽摇和景丽博 迅速地带出去 最后回老宅的路上 一路上老太太都在骂着景里渊 她能不在乎吗 因笑笑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景元胜的第一个孙子 景丽渊是自己的大儿子 留下的唯一血脉 景元胜那一脉 差一点就要断了 现在好不容易知道 因笑笑的肚子 怀着一个孩子 他能够紧张吗 景丽渊那家伙 根本就是一个感情淡泊的人 谁知道他以后 还会不会有其他孩子 可他已经八十岁了 就算是有 他能看见吗 若是没有 那这一脉 是不是就那么断了呢 站在老太太的角度来看 他怎么重视 因笑笑肚子里的孩子 都不为过 只是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今天这般实诚的话语 是多么地惹人厌恶 于家慧轻声地 安抚着老太太 景元风安静地陪在旁边 没有理会 这人老了之后呢 总是有些糊涂的 特别是那种 手里还有不少权力的老人 有的人心宽 还不会这样 可就怕有人 爱钻牛角尖 从病房里出来 等到所有的人都散开之后 董凯便嫌恶地松开了陶仪 丝毫没有理会 他差点没有站稳 就那么跌倒在地上 目光冷冷地看着陶仪 董凯准身去了 姚医生的办公室 阴笑笑的身体 他还是很担心的 陶仪站在原地 若是注意观察 就会发现 他脸色现在苍白地吓人 额头上 全都是细密的汗珠 而里面贴身的衣服 都已经湿透 站得很不稳 他终究是没有忍住 扶着自己的肚子 靠在了旁边的墙上 脚踝上的疼痛感 越发地明显 脚上踩着一双 沙色的雪地靴 而现在那胖胖的小脚上 左脚却是无地的悬空 之前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 陶仪还可以忍住 可现在突然放松下来 他哪里还能忍住呢 整个人疼得 几乎要将自己的唇半咬出血来 这里是VIP病房区域 没有病人的呼唤 几乎都看不到护士的身影 陶仪只能是喘着气 拖着自己受伤的脚 一步一步 缓慢地移动着 好不容易才移到电梯口时 整个人已经累到 要须脱 哟 这是怎么了 突然 一阵戏谑的嗓音传过来 几乎就在声音响起的瞬间 陶仪的身子 忍不住狠狠僵硬住 就连腿上的疼痛 也不及他心里疼痛的 万分之一 抬眸 陶仪就看见 电梯里斜倚靠着墙壁的锦丽博 那双桃花眼 格外地惹人爱 嘴角的笑容 更是透着一抹的薄情 锦丽博 她肚子里 孩子的父亲 锦丽博垂眸看着面前 这许久未见的小女人 深邃的眼睛里 看不出丝毫的情绪变化 眼看着电梯就要关闭时 那齐长的身子 迅速往前移动 吓得陶仪下意识地 往后退了一步 瘦弱的身子 微微晃悠了一下 啪的一声 锦丽博的大掌 就按到电梯门上 原本要关上的电梯门 受到感应 迅速又开了 无声地进行 下一轮的等待 目光落到陶仪的脚上 收回时 不自觉地 在她高高隆起的肚子上 看了一眼问道 不进来吗 陶小姐 狠狠地深呼吸了一口气 陶仪看着面前这个 仿佛魔鬼一般的男人 终于还是鼓足的勇气 踏进了电梯 很快 电梯就开始正常运转 小小的空间里 只有他们两个 锦丽博仪靠在一边 左腿微微曲起 打在右腿边上 双手环抱着胸 微调着眉头轻声说 喜酒不见 陶小姐竟然怀孕了 陶仪正准备开口说什么 却听见锦丽博问 我的 原本要撒得慌 突然就那么顿住了 陶仪静静地看着 自己面前的电梯门 没有说话 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 我竟然那么有本事 看着陶仪的肚子 锦丽博发出感叹 只是 那模样怎么看 怎么都逃打 当然了 陶仪没那个胆子 不过就是在心里 付费一番罢了 我就说你做我情人 做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感情是准备 去生孩子去了 龙凯就那么傻 要做这个便宜爹爹 字字句句都是讽刺 陶仪每听一个字 身子就颤抖一分 脸色更是苍白的吓人 眼看着电梯 要到达目的地 陶仪终于转头 看着锦丽博说 锦大圣 你误会了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是我丈夫董凯的 他不会做便宜爸爸 我也不会让他 做便宜爸爸 说吧 陶仪再也不理会 锦丽博 转身一蹶一拐地 往电梯外走去 骨客的医生和护士 都很多 又是在电梯间 这样人口密集的地方 有护士看见陶仪 挺着一个大肚子 还一蹶一拐地走过来 连忙上前搭了一把手 锦丽博听见陶仪轻声道谢 也看见到护士 看见她的时候 脸色不自觉地 就红了 突然 锦丽博就笑了 伸手送了护士 一个飞吻 转眼间 电梯也关上了门 知道身后的男人 没有下来 也知道他不会像 笑笑的 立冤那般 狠狠地将他握在手心 逃一面 无表情地 被搀扶着 终于是踏见了骨客 今天下午 他接到音笑笑短信时 吓了一跳 正好在下楼梯的时候就脚滑了 好在他反应迅速 抓中了一边的扶手 孩子倒是没事 可是 他的脚却被崴到了 那股钻心的疼 让他良久之后才回过神 原本打算出门去买些生活用品 他不得已要去趟医院 可是偏偏 那时候正好是下班高峰 整个梯式都堵得不像话 静静地坐在路边的椅子上 陶姨不放心地 给音笑笑去了电话 可是 音笑笑的电话却关机了 那一瞬间 陶姨就紧张起来 站起身 想要打电话给警力渊 可偏偏 有几个刚放学的孩子 蹦蹦跳跳地撞过来 他倒是没有被撞到 可电话 却是被撞在地上 什么叫做祸不单行 可能就是这样的吧 陶姨握着电话 顿时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电话说坏 没有电话号码 打不到车 他根本哪里都去不掉 不得已 他只能是硬撑着自己的脚伤 迅速往医院走去 毫不容易找到警力渊时 音笑笑 已经失踪整整四五个小时了 你的脚伤那么严重 怎么现在才来 骨科医生看着陶姨的脚 忍不住地问 脚踝得高高肿起 要不是雪地靴宽厚 估计都瞒不住的 是不想要自己的腿了吗 陶姨微微仰起嘴角笑了笑 眼眸里闪着光亮说 怎么可能 我还要养孩子呢 医生看陶姨到现在 还有心情开玩笑 目光落到她大大的肚子上 要养孩子就照顾好自己呀 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妈妈 怎么照顾孩子 她的镜子很活泼 跟很多人都能迅速打成一片 跟音笑笑不同 她的心思要深沉得多 跟医生闲聊着 陶姨倒也不觉得时间难过 只是脚上的伤疼得厉害 现在医生的手法 跟她忍受了一天疼痛相比 还真是好太多了 竟然都不觉得有些疼了 咔的一声 她错位的骨头被转移过来 医生转头看着陶姨 却发现她在笑 粉嫩的唇瓣微微上扬着 陶姨只是喘着粗气 扶着自己的肚子在微笑 这一下她才算是真的彻底没事了 至于那个男人的想法 在她选择离开的时候 就已经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看着自己被包扎得厚厚的脚踝 陶姨很无奈 最后还是不得已的 只能让护士上去找董凯 让她下来接自己 没办法呀 董凯的电话号码 她记不住 护士正好也要上去 便也很好说话地答应了 最后还是那个嫌弃她 嫌弃得不行的董凯 将她接回了家 深夜 南宇医院 景丽渊守在殷孝孝的病房里 又是半步都没有离开 弄得陈鱼躲在一边 早早地就被发现了 最后还是被赶走了 而董诚飞过来的时候 景丽渊甚至都没有吃饭 连忙让黄经理给她送吃的 趁着这个空档 压地的声音轻声说 三少 殷若云好像被阎王吓坏了 硬是一句话都不肯说出来 只说她就是想要跟殷小姐聊天 所以才叫她出去的 没有想到意外地遇上了阎王 眉头紧锁 景丽渊紧抿着唇 没有说话 殷若云呢 阎王 这两个人算是彻底地惹上她了 感动她的人 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至于那殷若云 不管她的身后是谁 这个气 她景丽渊都是要出的 只要是让殷小姐不高兴的人 她就让她全家都不高兴 让程铺里准备一下 我要让殷家和向家 好好地闹一闹 陈生说着 景丽渊那双凤某底 满满的都是嗜血 既然人家太闲了 那她就去加把火吧 反正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要整个提示都知道 殷家的丑事 注意把小小拽出来 别让她被牵扯进去了 葛成飞看了一眼 睡得沉沉地殷笑笑 点头应试 今天殷笑笑下跪 祈求的那一幕 震撼得不只有景丽渊 也有他们这些旁边的人 有的时候不得不说呀 母爱真的是很伟大 但是 也有不伟大的 比如 苏娘 眉头微醋 葛成飞压低声音 轻声说 三少 苏娘那边有消息了 迅速转头看着葛成飞 景丽渊的双眸带着兴奋 也带着挣扎 可到底 葛成飞还是说呢 得到的消息说 苏娘 现在就是提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两百三十七集 齐长的身躯 微微有些僵硬 景丽渊紧抿着唇 没有说话 提示 苏娘竟然在提示 这一刻 景丽渊几乎浑身的细胞 都在咆哮 双拳紧握着 发出害人的声音 凤某里 禁不住微微冲血 可成飞看在眼中 眉头皱得越发紧了 却始终没有开口 陈普利过来的时候 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眉头皱得 只比葛成飞还要重 看了一眼 还在城市中的殷笑笑 忍不住轻声开口 三少 真的要动手吗 那少夫人 陈普利 三少已经离婚了 葛成飞一丝不苟地 开口纠正她的说法 殷笑笑现在只能是殷小姐 再也不能是少夫人 更何况景丽渊和殷笑笑之间 还横跟着那么一条深邃的沟壑 怎么看都觉得 未来是一片暗淡无光 景丽渊现在并不比任何人轻松 特别是看着现在 还躺在床上的殷笑笑 苏娘在提示 殷笑笑也在提示 甚至现在 殷笑笑还怀着 她的孩子 她该怎么做 才能将对殷笑笑的伤害 降到最低呢 穆家 今天的穆家 所有人都明显感觉到气氛不对 那样的不对 甚至到了 连穆霜都小心翼翼地 尽量不出现在 穆燕燃的面前 从晚上开始 原本还是一家子看上去 准备随时要外出的样子 紫铺羊和穆龙紧张地 在家里来回走动 不时地叮嘱着穆燕燃 让她放宽心 不要紧张 那模样仿佛是 穆燕燃很快就会被通知 有一颗很合适的心缘 能够提供给她 而她 随时都能做手术的样子 穆霜看在眼中 眉头微醋 却并没有想到 会是什么样的事 短时间之内 也不可能会知道 她现在根本就是 穆家的一个隐形人 要不是紫铺羊和穆龙 对她怀有愧疚 那么 她或许早就被忽略 在这个家里 甚至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更别提 她还想要有自己的人手 在外面 好好查查穆燕燃的事 可是 原本兴奋异常的 不得了的三个人 却在晚上接到一通电话时 变了 穆燕燃当场 就将整个客厅里的东西 几乎都砸碎 紫铺羊跟在她身边 不住地安抚着 穆龙也很生气 只是比穆燕燃 又压得住一些 只是这一次 看见这样大发雷霆的穆燕燃 也忍不住微微愣的愣 穆霜很轻易地就看见 穆龙眼中的内抹惊讶 哼 她忍不住微微上扬的唇角 穆燕燃 从小就是乖乖女的样子 一副柔弱可欺的样子 什么时候发过这么大的火呢 那穆燕燃看上去 甚至还很顺手 她倒是知道穆燕燃的真面目 可是紫铺羊和穆龙不知道我 冷眼旁观 沐霜恨不得穆燕燃 立马就被赶出去 可是穆燕燃会那么傻吗 砸了一些东西之后 她就发现 穆龙和紫铺羊都被她吓到了 甚至 目光里还带着一点考究看着她 顿时 穆燕燃就知道自己的坏脾气爆发出来 眼睛微微转动一下 下一秒 穆燕燃便发病了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穆燕燃跌坐在地上 紧紧抓着自己的胸口 眼泪不自觉地就落下来 紫铺羊到底还是心疼她的 迅速上前将她抱住 燕燃呢 燕燃你怎么样啊 你不能嫉妒 你不能啊 穆龙也回过神 立马吩咐人 将穆燕燃的药拿过来 穆燕燃被紫铺羊抱在怀里 哭得喘不上气 伸手紧紧拽着紫铺羊的衣服 断断续续地说 妈 妈 为什么 为什么 我 我只是 只是想 只是想多陪你和爸 为什么 为什么 到底 是为什么 要这样 对我 话虽然不连贯 可是穆龙和紫铺羊都听到了心底 是啊 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穆家呢 他们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 穆家那么优秀的一个女儿 竟然有心脏病 并且还寻遍合适的心缘 也找不到 紫铺羊也忍不住落泪了 紧紧抱着穆燕燃 燕燃 燕燃啊 都是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的错 是妈妈当初信错了人 否则你也不会这样 穆燕燃压抑住大脑中 因为犯病而来的那股炫白 努力地拽着紫铺羊 脸上的泪痕却是不断地流着 继继继继继续 紫铺羊疯狂地摇头 跌坐在一片废墟底 抱着穆燕燃 哭的是肝肠寸断 木龙看见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哭得不像话 心中也软了 好不容易看见生的希望 突然就那么没了 谁都要上级 更何况 木嫣然抱着这样的希望 都整整二十五年 不自觉的 木龙的眼眶都微微有些湿润 看着木嫣然的脸色 越来越加苍白 眼看着就要断气的样子 转头大吼一声 药 赶紧把药给我拿过来 庸人一听木龙怒了 脚下的脚步更快 服饰完木嫣然吞下药 家中的管家在木嫣然犯病时 就叫了救护车 这时候正好救护车呼啸而来 子扑阳和木龙连忙手忙脚乱地 把木嫣然送上了救护车 到底他们今天还是去了一趟医院 只是跟最初的想法不一样罢了 木嫣然这一次病发的到底是过了一些 加上他还强撑着说了不少的话 身子一下子就虚下来 一进南宇医院就被送进了手术室 梁医生收到消息 早早地就等候在那儿 立马就进入工作状态 木嫣然进手术室前 忍不住地拽着子扑阳说了一句 妈 梁医院 子扑阳立马点头拍着她的手背 你乖乖地进去 妈让井的渊来给你看看 不怕 不怕 妈跟爸都在外面等着你 你一定要乖乖地出来 说着 子扑阳强忍着不让自己的泪水滑落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陷入昏迷 被推进了手术室 身后的她才终于是气不成声 木龙心疼地上前 把子扑阳拥进自己的怀里 无声地抚慰着 阿龙 阿龙 为什么嫣然那么鸣苦啊 为什么呀 她明明才是我们木家的千金大小姐 明明就是我们的长生明珠 可是为什么她就得了这个病 都怪我 都怪我 要不是当时我一直想跟你生个儿子 哪里会被苏娘那个贱人骗了 要不是她给我喝了那些药 嫣然 嫣然她怎么会这样 提到苏娘 木龙整个人的气场也变得适学起来 当初的苏娘 脚的整个梯式风云变幻 几乎跟她沾上边的家族都出事 可是那个女人却在事发后 小屋声息地就躲起来 这一躲 躲了整整二十三年 若是被他们找到她的所在 那个女人必定是要被狠狠地教训一番的 紫铺羊还在止不住地哭着 两久之后才想起 木嫣然要见景的渊的事 立马让护士去找景的渊 护士 麻烦你去将外科医师的景医生请过来 就说嫣然在动手术 让她来看看 护士一听到景的渊的名字 抬头一看就像见鬼一般模样的紫铺羊 静止就走了 完全不打算理会她 紫铺羊现在没有心情理会这些 只以为是小护士脾气大 可接连找了好几个都是这样 她就有些不高兴了 终于拦下了一个医生 紫铺羊声音都带着点点傲气地说 这位医生 请你将外科医师的景医渊医生 给我紧下来 让她为我女儿手术 你只要告诉她 我们姓沐就可以了 很不幸 紫铺羊拦下的 正是过来串门的岑医生 许久不见 她看着紫铺羊 特别是听见她这样 虽然客气 可是显然看不起人的语气 忍不住就笑了 沐家 沐嫣然沐小姐那个沐家 轻声反问着 沐医生看着手术室的方向 几乎可以确定 可是嘴角的笑 却是越发地张狂 就算你们是沐家又怎么样 现在人家景医生 可是陪着她前妻的 谁有时间来看什么大小姐 说吧 沐医生挥开紫铺羊 转身就离开 显然也是一个 心情极度不好的写照 原本她以为 离了婚 她就有机会 可是谁知道 殷小姐竟然运气那么好的 就怀上了 景家的长子嫡孙 弄得景的渊 立马就掉转枪头 回去了 紫铺羊被 陈医生这样一说 微微愣了一下 可很快就回过神 他们接到电话时 不就是说景的渊 带着人去 救殷孝孝吗 现在看来 还真是 紧咬着自己的唇 这时候 紫铺羊对景的渊的意见 格外的大 要不是她误实 她的燕燃说不定 现在就不是因为病危被送进来 而是在里面 做心脏移椎手术的 这个景的渊 真是不识好歹 亏她还想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她 阿龙 你在这儿守着 我去看看 说吧 紫铺羊也不等木龙回应 气呼呼地就找上去了 她今天倒是要看看 在景的渊眼中 到底是燕燃重要 还是那个什么都没有 还名声狼藉的音效就重要 她紫铺羊的女儿 怎么能够输给那样的人呢 找到外科医师 紫铺羊没有找到景的渊 便静止地去问小护士 护士正好忙得焦头烂额 也没有注意 就说景的渊在妇科 这一下子 紫铺羊更是气得 脸都红了 她的女儿还在鬼门关前 徘徊着 可音笑笑 却是怀着景的渊的孩子 享受天伦 这怎么可以呢 没有她的允许 景的渊的孩子 怎么能从别的女人 肚子里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238集 紫铺羊狠狠地压着一口气 静止往妇科走去 前段时间爆出来 殷笑笑怀孕的消息 他们也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她才从慕燕燃那里知道 殷笑笑的心脏 就是合适慕燕燃的那一刻 可是现在她怀孕了 身体指标自然就不对 所以从一开始 她就不喜欢这个孩子 管她是不是景家的金孙呢 总之不是她女儿的孩子 都是可有可无的 找到的妇科 紫铺羊的出现 迅速吸引了一大堆人的目光 相对别的科室而言 这里应该是最温暖的科室 这里鲜少会遇上死亡 更多的是新生 所以几乎在这里的人 都是怀着一种 比较愉悦的心情 可偏偏 紫铺羊却是一脸杀气地过来 这位太太 有个小护士上前 想询问她 可是还没有说完呢 就被紫铺羊打断 景里渊在哪儿 殷笑笑在哪儿 这一开口就是浓浓的火药味 紫铺羊现在恨不得 亲自将殷笑笑的心脏挖出来 送到沐燕燃的面前 小护士也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就回答说 在VIP一号病房里 话音落下 紫铺羊就挥开她 静止往VIP病房的方向走去 俨人是对这里很熟悉的样子 护士长知道了这件事情 立马就要上前去追 可是哪里还追得到呢 畅通无阻地走到VIP病房区域 紫铺羊静静地站在那里 告诉护士 他要探病音笑笑 护士看了名字也对得上 就让他进去了 殊不知自己惹了一个大祸 站在病房的门口 紫铺羊心里的火势越烧越旺 推开门后 重重地将门给甩上 屋子里的三个男人 都皱眉看过来 而床上的音笑笑 依旧是没有醒过来 静地冤 一声怒吼 谁都看得出他在生气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丞浦丽和葛成飞 收好刚才谈论的资料 安静地站在一边 静地冤有些不满 紫铺羊进来时的行为 要是吓到笑笑怎么办呢 眉头微醋 可到底紫铺羊也是长辈 他还是礼貌地问了一句 伯母这个时候过来 有什么事吗 静地冤 许说上前 紫铺羊站在静地冤面前 突然用自己的手提包 砸到了静地冤的身上 随即就听见手提包 重重地摔在地上的声音 静地冤 我女儿在手术室里生不如死 你却在这里 给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私混 你对得起燕燃吗 你还有良心吗 莫名其妙地承受紫铺羊的怒火 还被他打了一下 静地冤的火气也有些上来了 穆燕燃出事 关他什么事啊 他跟穆燕燃之间 不过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最多加上两家的世交而已 怎么在紫铺羊的嘴中说出来 就仿佛是他负了穆燕燃呢 不给静地冤开口说话的机会 紫铺羊拽着他的手 就将他往外拖 走 你立刻跟我走 去守着燕燃 去看着燕燃 没有你在他身边 他没有安全感 你必须守在他身边 哪怕你进了手术之后 什么也不做 我也不准你守着这个胡地镜 你只能守着我的女儿 这一番话一说出来 葛承飞和承普帝 都仿佛看怪物一般的 看着紫铺羊 他是不是自我感觉 太良好了一些 我们怎么不知道 三少跟穆达小姐有什么 就那些莫名其妙的绯闻吗 会不会太牵强了一些 下意识的 静地冤就转头 看了一眼殷笑笑 果然呢 因为紫铺羊这样的大动作 殷笑笑有些醒了 只是身体因为做了手术 还是有些不受控制 醒得有些缓慢 伸手推开紫铺羊 静地冤立马站到 殷笑笑病床边 俯身看着他 轻声唤着 笑笑 笑笑 麻醉的时间不能太长 而殷笑笑今天一个下午 一个晚上都没有吃东西 现在也该醒过来吃点东西了 看着殷笑笑的睫毛 微微颤抖着 井立院的嘴角不自觉地 扬起了一抹笑 笑笑 笑笑 声线越发地温柔换着他 仿佛这样叫他起床 也是一种乐趣 紫铺羊看着面前的姨母 随手抽过挂在病床边的病例 就狠狠地往病床上的 殷笑笑撒去 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 殷笑笑 你这个贱女人 都是你害得我女儿这样的 你这个瘦巴性 你怎么不去死 井立院的眼角余观 看见紫铺羊的动作 被吓得不轻 这病例都是由蓝色的 单板文件夹夹着的 那尖锐的棱角下去 正对殷笑笑的肚子 这一下子 要是真是被打到了 孩子就真的保不住了 几乎没有考对时间 井立院伸出自己的大掌 直直地握住了那个文件夹 尖锐的棱角 毫不留情地陷进他的掌心 立马 空气里传了一阵血腥味 葛承飞和承普利回过神来 迅速上前 一个拉开了紫铺羊 一个检查着井立院的手 迅速地将护士叫过来 而护士一看着样子 也被吓得不轻 那井医生的手掌 竟然在流血呀 并且还是很多的血 有些血不受控制地 滴落到阴笑笑盖着的被子上 洁白的被子 立马就染上了一朵鲜艳的花 惹得进来的人 看见都吓了一跳 田荣更是迅速地冲起来 不滚不顾地转头 对着紫铺羊吼着 你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讲不讲道理的 伤了一个外科医生的手 你女儿的命是不想要了吧 你要找他就是毁了他 然后让你女儿等死 田荣这也不是好惹的 每一句都踩着紫铺羊的痛脚 果然呢 紫铺羊脸气得都黑了 正看了拽着自己的护士 伸出食指 指着井立渊 一字一句地说 井立渊 好你个井立渊哪 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 阴笑笑这个贱女人 不过就是怀着你的一个孩子而已 这要是个女人 谁不会生养啊 至于看得那么重吗 要是我们家燕燃好的 她也可以啊 甚至还不止一个呢 我让你去看看燕燃 你要守着阴笑笑 好 你就守着 井立渊 我等着你来求我的一天 我等着你去求我家燕燃 给你生孩子的一天 这番话听得所有人都云里雾里的 不解地转头看着井立渊 这是什么意思呀 紫铺羊难道是井立渊的 未来丈母娘吗 沐燃燃又嫁进井家 谁也没有发现 躺在病床上的阴笑笑 身体狠狠地僵硬一下 下一秒 却是伸手俯上自己的肚子 直到感觉肚子依旧微微隆起时 才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转而 缓慢地睁开了眼睛 正好对上对面的紫铺羊 紫铺羊看见阴笑笑醒了 心里的火气更大 阴笑笑 你的命倒是挺大的呀 我就睁大眼睛看着 你的好运能到什么时候 我就看着 你能将井立渊绑住多久 只要我的燕燃好起来 你就算为她生十个孩子 你依旧是她的手下败将 说吧 紫铺羊准头狠狠地 瞪了井立渊一眼 愤怒地转身离开 田荣着急地想看井立渊的手 可是井立渊却俯身看着阴笑笑 用没有受伤的手 轻抚着她的额头 撩开她的发丝 动情地在她额头上 落下一吻 无声地笑着 中围的人都有些不好意思 几个小护士还脸红着 迅速跑开了 田荣也有些尴尬 可是想到自己师父的手 还没有处理呢 只能大着胆子 咳嗽几声提醒一下 偏偏紧的冤理都不理 只是深情地看着阴笑笑 黑白分明的毛子 有她的身影 可是阴笑笑 却不知该如何面对 紫铺羊的话 她都听见了 那架势似乎是 当初老太太的一句气话 就要当真的样子 她 真的会取目燕燃吗 锦丽渊仿佛听见了 阴笑笑内心的话 将她的床给上升 坐在她身边 一手揽着她 一手任由田荣折腾着 抚过头 在她耳边轻声说 小小 我不会取目燕燃 永远都不会的 垂眸 阴笑笑的耳根 微微泛红 此刻 她的手 抚在自己的小腹上 只觉得是安心无比 可是每每想到 刚才紫铺羊的话 她就觉得哪里不对 心里某个对方 总是觉得 格外的慌乱 紫铺羊 从来都不是莽撞的人 甚至性子很阎人 今天那样子 看起来是真的被气坏了 可是即使被气坏 她也不会乱说话的 看着房门的位置 音笑笑想起 紫铺羊离开时说的话 心中的不安 却是越来越重 为什么 紫铺羊就那么肯定 井立渊有一天 一定会去找穆燕燃呢 转眸看了一眼井立渊 难道她有什么把柄 在穆家吗 室内 只剩下井立渊和音笑笑两个 音笑笑乖乖地在吃饭 突然就有护士进来说了一句 蒋医生音小姐 外面有一位叫做陈宇的人找你们 要让她进来吗 两个人两种不同的态度 井立渊的脸色微微冷冽下来 音笑笑却是微笑着 让护士放她进来 经过紫铺羊那么一闹 护士做事都是小心翼翼的 小小你好好休息 我出去见见她 待会儿过来看你 说着 井立渊已经强制让音笑笑躺下 盖好被子 又吻了一下她的发际 才不容她拒绝地转身离开 而在井立渊的眼中 陈宇在这时候找过来 完全就是冲着她来的 苏娘在提示的消息 他们都很清楚 陈宇早已经知道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T室的冬季很冷 可偏偏 现在两个站在医院花园里的男人 丝毫感觉不到寒冷一般的 面对面站着 凤毛里带着点点冷漠地看着陈宇 对于这个年轻的男孩 他还真是谈不上喜欢 同样的 对于井立渊这样的危险人物 陈宇也不喜欢 漆黑的毛子直直地看着井立渊 毫不掩饰自己双眸底的戒备和不喜 陈宇静止开口说 你都跟我姐离婚了 是不是就不该这样打扰她的生活了 别告诉我你一个井家少爷说话不算话 陈宇现在很讨厌井立渊 自从知道音笑小是自己的姐姐之后 就很讨厌她 讨厌到她恨不得能够带着自己的姐姐 远远地离开着 让她再也不能跟音笑小见面 音笑小和井立渊在一起 每走一步 陈宇看见的就是 自己姐姐的血和泪啊 当然 我很感谢你救了我姐 但是现在我觉得 我姐最适合的事情就是远离你 远离你这个让她痛苦的根源 只要远离了我姐 我相信她很快就会回复过来的 陈宇如是说着 目光灼灼 虽然稚嫩 可是却毫不掩饰 自己对音笑小的保护 即使 音笑小不过是她 从未相处过的姐姐 眉头微醋 井立渊淡定地走到一边的 休息椅上 也不打断陈宇的话 直到她说完之后 才转眸看了她一眼 夜色下的少年还很小 可是却隐隐地 长出了一些气势 陈宇和音子卫一样大 都才21岁 可却是跟音子卫完全不同的人 音子卫 井立渊虽然没有见过 可却是听说了不少那个 音家会是小魔王的名号 听说她只听音子镇和音笑笑的 在音家 也算是音笑笑很疼爱的一个弟弟 或许是因为 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 长大的原因 音子卫有些自视清高 甚至偶尔会很傲慢 可是心眼却不坏 面前的陈宇跟音子卫 却是两种类型的人 从第一次知道 陈宇跟苏娘的关系 井立渊就调查过她 陈宇从小生活很拮据 甚至很多时候 要自己出去打工 养活自己 她见过很多人 遇见过很多事 心智方面比音子卫成熟很多 只是跟比她大很多的人而言 还是差了一些 看着她 井立渊轻声反问 陈宇 你跟笑笑是什么关系啊 凭什么帮她做决定啊 简单的一个反问 陈宇有些没有沉住气 上前一步说 我是她弟弟 我却有责任保护我 姐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包括你 轻斥一声 井立渊往后靠在椅背上 放松自己 继续开口 弟弟 什么弟弟啊 亲弟弟吗 我记得 殷家大小姐 只有一个弟弟 叫做殷子卫 现在还在外面念书呢 至于你 你是什么弟弟啊 一连串的问题 说得陈宇脸色苍白 他还没有说话 竟得冤便继续开口 陈宇 你有本事 就到笑笑面前告诉她 你是她弟弟 亲弟弟 一字一句 井立渊的凤眸直直地看着她 带着丝丝危险的气息 若是你敢开口 我一定会离开她 陈宇没有说话 双拳紧紧地握住 抑制住自己的脾气 她怎么敢 又怎么会呢 她若是真的站到 殷笑笑面前 说出这样的话 那不就是告诉殷笑笑 她不是殷家的女儿吗 殷家到时候 必定会迅速地攻击殷笑笑 她不会在这时候 给殷笑笑惹祸 她的身体都还没有好起来 她怎么能这样做呢 而且 其实在她心里 殷笑笑在殷家过的 到底是大小姐的生活 走出去 别人都要高看一眼的身份 更何况 还有一个殷子镇 做她的哥哥 可若是她跟自己相认了呢 殷笑笑就不再是殷家大小姐 她只能是一个市井混混的姐姐 这样的差别 别说是殷笑笑自己 就连她都难以承受 怒瞪着景丽渊 陈鱼很清楚 她是故意的 她知道 她不敢 也不会 站起身 景丽渊一米巴巴的身高 站在她面前 毫无压力 陈鱼眸看着她 稚嫩的脸庞 低声说 最好记好了 你自己的身份 你是苏娘的儿子 是我的仇人 殷笑笑只是殷笑笑 她是殷家的大小姐 这一辈子都会是的 别妄想将她拉进 你们那肮脏的世界里 更别以为 你仗着你的身份 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 我景丽渊 从来不接受威胁 侯杰微微动了动 陈鱼的身子 轻微颤抖着 又来了 当初在家里 那个嗜血的景丽渊 再一次出现 在她面前 她从来都是毫不掩饰地 将她的嗜血 表现出来 陈鱼不是没有见过嗜血的人 可是景丽渊这样的魔鬼 却是第一次见 转眸看着她 景丽渊忍不住 微微上扬的嘴角说 记住 你的家人是哪些 就永远是哪些 而笑笑是阴家的人 我不会让她改变 也不允许她改变 既然一开始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就别妄想改正了 说吧 景丽渊迈开步伐 将陈鱼丢在脑后 静自离开 阴笑笑 从今往后 只能是阴笑笑 她是阴家大小姐 是阴子镇的妹妹 她不会是苏娘的女儿 也不会是陈鱼的姐姐 目光坚定 景丽渊脚下的步伐 片刻不停 身后的陈鱼 很清晰地读懂了 她话中的意思 从今以后 阴笑笑只是阴笑笑 陈鱼只是陈鱼 他们之间 不会有任何的关系 陈鱼只恨自己 为什么不够强大 若是她有足够的能力 今天景丽渊 还会这样说话吗 还敢这样任意 拿捏自己的姐姐吗 还没有走到病房门口 景丽渊就看见 灵姐和田荣 站在外面等着 怎么了 下意识地 景丽渊走过去 看了看病房里的情况 还以为是阴笑笑 出了什么事情 直到看见她 平稳地沉睡着 才放下心 转头看着他们 出了什么事 这个时候了 都凌晨了 怎么还没上 田荣看了看景丽渊的手 民嘴没有说话 倒是灵姐轻声开口说 景医生 心脏科室的梁医生 让人上来 请你下去协助一下 话音一落 景丽渊就狠狠地 眯起了眼睛 梁医生 那不就是沐嫣然吗 沉默了两秒钟 三个人都站在原地 最后景丽渊 还是问了一句 什么情况 暂时只知道 是沐小姐发病了 灵姐轻声回答着 话语里没有丝毫的情绪 这几个月 他都发病好几次了 可能是有些严重了 转头看了一眼病房 景丽渊到底还是转身 去了心脏科一趟 无论怎么说 景家跟沐家的关系摆在那 他也不好做得太过 再者 他自己也是一名医生 不可能不去看一眼的 只是景丽渊没有想到 他刚刚走到心脏科室 沐嫣然正好被人推着 从手术室里出来 紫仆阳满脸担忧地 跟在左右 慕龙则是小心翼翼地 护着他 映然 映然 即使知道麻醉中的沐嫣然 根本听不见 还是不断地患着 梁医生长长地 松了一口气 站在后面 看见景丽渊来了 立马上前跟他探讨 慕嫣然的病情 这次从母体带出来的心脏病 他还真是有些难以招架 偏偏现在 还一直找不到 合适的心源 否则早早地做了手术 也不至于这样的 蒋医生 你看看 梁医生刚刚开口 敏感的子扑羊 就转头看着他 下一秒 就站到了景丽渊面前 景丽渊 你现在做什么呀 你就在上面 排着你的前妻呀 有本事 你就别下来 子扑羊大声地吼着 丝毫没有一点 这得是医院的自觉 我告诉你 要是我的燕燃 有什么不对劲 我绝对找不了 你跟燕小熊 那个贱女人 开口闭口 一个前妻 一个贱女人 景丽渊 再好的修养 都要被消磨殆尽 冷眼看着子扑羊 冷漠地开口 穆夫人 请你自重一些 这里是医院 还请你保持安静 对景丽渊这么一呛 子扑羊越发地不高兴 胸脯剧烈地起伏着 木龙也带着 一抹不高兴地 看着景丽渊 觉得这个晚辈 有些不懂礼貌 长辈 哪里是他 他可以随意训斥的 下意识地 就想上前 教训景丽渊 可是景丽渊 却完全不买账地 转头看着梁医生说 梁医生 继续 这一下子 子扑羊更加地愤怒 特别是他刚刚到 VIP病房去找他时 被他无视之后 他现在却是追下来 下意识地那种 与生俱来的高傲感 就席卷了子扑羊 哪怕是景丽渊 这样说了之后 他还是上前一把 拽住他 怒声说 你不是很骄傲地 不下来吗 啊 怎么现在又下来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下来也晚了 等燕燃醒过来 我一定会告诉他 你之前是怎么做的 我倒是要看看 你要怎么哄他 景丽渊的脸都黑了 完全不懂 到底他们为什么就以为 他跟沐燕燃 会是一对呢 可现在景丽渊的面容 看在外人的眼中 却也觉得 他是内疚了 不好意思了 谁也没有注意到 不远处的拐角 有小小的闪光灯 一闪而过 景家跟沐家的联姻 难道 不会是一个大消息吗 正好 有护士过来 记者连忙 收起自己的东西 匆匆离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景丽渊伸手 理了理自己 被子铺羊 扯乱的白大褂 醋眉看着他 在难与医院 待久的人都知道 这是景医生 生气的表现 梁医生 连忙上前 就要打圆场 却被景丽渊 给阻止了 伸手拦住梁医生 景丽渊 目光泛着冷光 看着面前的 子铺羊和木龙 轻飘飘地开口 穆夫人 穆先生 这里是医院 保持安静 是最基本的礼貌 你们要是不愿意 那是你们的道德问题 但是现在 我要跟梁先生 讨论病情了 若是你们想要 看着他出事的话 那你们就继续地 纠缠我 没有关系 我陪你们 这一句话 目龙和子铺羊的 脸色都白了 景丽渊在心中冷笑 穆家人是什么样的德行 当年他和穆商 在一起时就知道 就算现在是穆燕燃回来 也没有丝毫扭转 他对穆家人的看法 只是不得不说 穆燕燃 是穆家的一朵奇葩 至少跟这些人比起来 他还是比较好的 不是吗 伸手将梁医生 递给他的病地 关上 塞回梁医生的手中 景丽渊 好整以侠地 看着子铺羊和穆总说 作为晚辈 既然两位小 我陪着聊聊天 我也是很乐意的 目龙和子铺羊 越发地不高兴 特别是看见梁医生 手中的病地 景丽渊连看都不想看时 脸色更是难看得吓人 子铺羊更是身子 忍不住地颤抖着 景丽渊 你 你威胁我 子铺羊颤抖着唇半说 现在是恨不得撕了他一样啊 景丽渊不治可否的 没有说话 但是俨然就是承认了 他从来没有拿着自己的身份 这般对待过任何病人家属 穆家人 绝对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既然这样 他也不介意用自己医生的身份 威胁他们一次 他倒是要看看 他们会怎么选择 目龙揽着自己的妻子 眸中满是火气地看着景丽渊 可是提示最好的医院 是南宇医院 南宇最好的外科医生 是景丽渊 偏偏这个外科医生 还精通心脏科和脑科 弄得穆燕燃的主治医生 都经常找景丽渊 一起讨论病情 他们不懂医 所以根本就不敢将 穆燕燃的任何一份希望 给赶走啊 不得已的 目龙只能强压住自己的怒火 对景丽渊说 我们会安静的 你们继续吧 景丽渊含笑不语 直到看见目龙带着紫蒲羊 走进了病房之后 才转身继续跟梁医生 讨论起来 满满的都是专业术语 随后赶来的几个 职业班的实习医生 都抓紧机会去学习 其实 景丽渊对穆燕燃的病情 并不十分了解 毕竟 她主攻的不是心脏科 穆燕燃也不是她的病人 她不好去抢人家梁医生的病人 直到今天 她才是第一次完完整整地 看见了穆燕燃的病例 每番一夜 景丽渊的眉头 就皱得身上一分 关上病例 景丽渊将病例还给梁医生 两久之后 只说了一句 她这个病 只能做心脏移植手术 而且手术的风险极高 其余的 别无他法 一句话 弄得梁医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连忙开口说 可是穆家找了整整25年 除了燕燃小时候 找到过一颗合适的心源之后 就再也没有找到过了 甚至那颗找到的心源 都在意外中弄丢了 现在 景丽渊对穆燕燃 还是很同情的 毕竟一个风华正貌的女子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香消玉云 也确实是一件 令人惋惜的事情 更何况 这个人她还认识 沉默着 景丽渊也尝试着 寻找其他的办法 来拖延穆燕燃的病情 可是心脏病这样的病 只要病情一旦加重 就必定只有心脏移植 这一条路可走 可世界上 每天都有千千万万的病人 因为等不到合适的心源 而死去 也不知道 沐燕燃能不能幸运一些呢 随即 她又跟梁医生 探讨了很久之后 景丽渊才转身 回到了妇科 措夜守在 殷笑笑身边 为了安全起见 殷笑笑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殷子镇和程世青 几乎每天都会过来看她 偶尔会遇上过来的 余嘉惠和景元峰 听闻 景老太太每一次想来 都被各种理由阻挡住脚步 而这一次 阻挡她脚步的就是 紫燕 终于对之前 景氏集团 对他们的打压 开始了反击 紫燕这样的小公司 自然是不敢跟景氏 这样庞然大悟抗衡的 可是生存 是每一个人的本能 对于公司而言 也是一个道理 紫燕之前 一直走药用清洁道路 谁知道一出来 直接打出了 药用美妆旗号 推出了第一款化妆品 就是气垫BB霜 殷笑笑每天在医院里吵着 她头上都要长出国旗了 每每殷子镇来时 都会被问到广告的事情 所以 最后殷子镇 还是败给了殷笑笑 带着工作到病房里给她 只是 那量很显然是经过筛选的 看着自己的设计稿 殷笑笑一页一页认真地往后看 偶尔在需要修改的地方 画上几笔 直到最后 看见广告人选时 忍不住 微微促起了眉 颜子 这是现在提示 甚至是国际上的 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明星 长相跟殷笑笑 有得一拼的妖娆 这个人选怎么样 到底是殷笑笑做的广告 殷子镇和成刚 都很看重她的意见 眉头微醋 殷笑笑坦诚地说 人选倒是好的 她本身的话题度也很高 只是我觉得 若是由她来演我设计的广告 会不会有些不合适呢 她也太妖娆太漂亮了 可我的广告却是走得 清新唯美风格呀 这就是殷笑笑皱眉的原因 颜子是同行出道 她给人的印象早已经是根深蒂固 现在突然让她从以前 妖娆性感的路线中 转到清新唯美的路线 观众看着或许都会觉得有些别扭 这样一来 广告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呢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可是我们现在 必须要赚得足够的眼球 才能有办法在接下来的情形里继续下去 殷子镇轻声说着 谁都明白 他们都不清楚 警示会不会有后招 如果是好效果 那自然是极好的 可如果不是好的效果 就算是坏的效果 也好歹是 被我们将名声给打了出去 只有有话题度 我们才有 哥哥 那如果就因为这样的名誉 而毁了紫燕化妆品的这一条路呢 殷笑笑不太懂商业这条路 在她看来 既然要做 就要从头开始做到最好 可是这个世界上 也不乏许多从臭 开始变香的弟子 甚至 一个转型转得好的 还可以从此流方 不得不说 殷子镇 就是打的这样的算盘 警示在针对紫燕 紫燕规模很小 很少会有人关注她 可是 如果周围的目光 都落到紫燕上时呢 警示或许有能力 可未必会这样明目张胆地来吧 还有 我要求的男主角呢 殷笑笑继续发问 因为她看见 后面男演员那一栏里 竟然是空的 程刚眉头微醋 忍不住开口说 殷小姐 我们请了严子小姐 就已经超出预算了 如果再加上你的要求 将一线的男明星 请过来的话 这消耗就太大了一些 所以你看看 是不是能适当地修改一下 殷笑笑恍然大悟啊 她当初设计的时候 竟然忘记这件事 紫燕的流动资金 很有限 一时间 病房里的三个人 都陷入了沉默 直到有人敲门进来 笑笑姐 陈宇一进来 就看见他们都沉默着 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呢 一声呼唤 成功将殷笑笑的目光 转移过去 一言不发 殷笑笑直直地盯着陈宇看 那模样 就仿佛是看见了 自己的猎物 细细打量 认真地雕琢 殷子镇也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伸手接过 陈宇手中买来的苹果 一屋子的人继续沉默着 陈宇站在那里 有些局促不安 第一次发现 自己竟然连站都站不好 渐渐地 就连耳根子都开始微微泛红 结巴着问 你们 你们干嘛 干嘛那么看着我 这句话一出来 殷笑却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小脸上满都是红韵呢 陈宇到底还很年轻 听说甚至都没有谈过恋爱呢 被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这样盯着看 自然会有些不好意思 更何况旁边还有两个大男人呢 饶着他在脸皮后 这时候也是要脸红的呀 听见殷笑笑笑了之后 他的脸色越发地红润起来 眉头微醋 唇半紧勉着 有些羞恼的不看他们 殷笑笑笑过了之后转头 却是看见 殷子镇 鞋椅在床边 手中握着一个苹果 细嚼慢咽 下班之后 直接过来的殷子镇 甚至没有来得及 换掉身上的衣服 西装笔挺 邪静帅气地站在那里 背景 就是T式的夕阳 怎么看都是一幅绝美的画面 一个不小心 殷笑笑竟然有些看吃了 站在床边的成刚 看见殷笑笑 盯着自家boss看 几乎是下意识地 就屏住了呼吸 殷子镇努力了那么多年 都想让殷笑笑的目光 落到自己身上 却没有想到 现在竟然那么容易 就实现了 原因难道是 因为苹果是她的护身符吗 终于没有感受到 殷笑笑那灼热的目光 陈鱼脸色也好了一些 可是却没有想到 一抬头就看见 殷笑笑看着殷子镇 看傻了 心里立马有些不识滋味 下意识地想开口说什么 却没有想到 殷笑笑竟然忽然 就掀开了被子 赤脚踩在地上 很迅速地跑到了 殷子镇的面前 窗外的夕阳美景下 素颜的女子 赤脚站在西装鼻挺的 男人面前 脚尖微微踮起 张大了黑白分明的毛子 靠近了面前的男人 鼻翼之间的距离 迅速缩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现2020年的春节 由于新型观众病毒的影响 很多地方交通都停运了 咱们的男一号配音 战豪情也被困在老家 而且它没有带设备 没有办法录音 所以从本集开始 大概30集 男一号警力院的配音 暂时由主播安可代替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也希望这次疫情 早点过去 相信咱们众志成城 肯定会战胜病毒的 加油 241集 殷子镇还没有回过神来 大脑里都还思考着广告时 突然 殷笑笑就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的身上 带着淡淡的香味不说 还垫着脚尖 向她靠近 手中的苹果顿时 就失去了滋味 柔和的夕阳 落在殷笑笑精致的小脸上 殷子镇甚至能够看清楚 她的睫毛有多少 那双漂亮灵动的眼眸底 倒映着小小的她 鼻挺的鼻梁 粉嫩的唇绊 这样的殷笑笑 对她竟然扑面过来了 这还是第一次 殷子镇觉得 自己的心跳 疯狂地开始加速 快到她几乎觉得 自己下一秒就要死去了 可还是不愿意打破 面前的一切 殷笑笑总觉得距离不够近 干脆伸出自己的两只手 拽着殷子镇的胳膊 两个人的距离 再一次拉近 这一下 殷子镇甚至只要 微微向前俯身 殷笑笑 就可以落入她的怀里 垂眸看着她 殷子镇忍不住地 微微屏住了呼吸 感觉殷笑笑的目光 一点一点 在她脸上游蚁 额头 眉梢 眼角 鼻梁 每一个地方都看得那么仔细 特别是当殷笑笑的目光 落到她的唇上时 殷子镇耳根都经不住 微微泛红 顿时有一种 口干舌燥的感觉 这一画面有些暧昧 可是胜在精致优美 两个人都没有出格的动作 可懂得这事的 陈宇和陈刚知道 就不代表 突然进来的景丽渊知道 推开门就看见 自己的老婆 跟别的男人 靠得那么近 景丽渊的脸色 几乎只用了一秒不到的时间 就扯了下来 身后的田容 立马呲哑咧咧嘴地 屏住了呼吸 手中的病例 狠狠地洒到田容的胸口 景丽渊迈开自己的步子 竟直闯进了那幅画面 不给所有人回神的机会 伸手将陈孝孝拦腰抱起来 身体突然悬空 陈孝孝被吓得 立马勾住她的脖梗 等回过神来 发现这里 还有很多人的时候 脸色羞得 比窗外的夕阳还要美 凤眸看了 阴子镇一眼 暗含着歇许的信息 景丽渊才垂眸看了 一眼怀中的小女人 心中明明很不高兴 还是尽量温柔地说 小小 这大冬天的 你是想继续住在医院里吗 微微冰凉的小脚丫 不自觉地 微微地缩了缩 她才注意到 自己刚才一个激动 就赤脚跑过来 脸色微红 因笑笑没有说话 乖乖地被景丽渊 抱到床上去盖好被子 这一刻 音笑笑突然兴奋起来 毛子里满是亮堂地 看着音子镇和陈宇两个人说 哥 陈刚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既然请了颜子 那么我们就尽量 让他发挥他的美好了 不过 男主角我要加一个人 陈刚一听 眉头就皱紧了 这一个都请不来 还要再请一个 音笑笑 不愧是傻了吧 而且这两个男人 我已经学好了 音笑笑兴奋地看着他们 大脑里闪过了一组画面 人选就是 哥哥和陈宇 我要你们 做我的广告男主角 一句话落下 整个病房里都沉默了一下 随即便是景丽渊 毫不留情地轻笑出声 有些不高兴地看着景丽渊 音笑笑伸手将他推下床 在阴子镇拒绝之前就开口 哥哥 我今天晚上就将广告 跟你修改好了 你明天过来拿哦 到时候有问题 我们再讨论 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舒服陈宇 陈宇整个人 现在还有些傻呢 我 拍广告 我都没说过专业的训练 真的可以吗 陈宇下意识就想开口拒绝 就不想紧了冤 率先开了口 笑笑 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你哥哥还好说 为了紫音 付出点代价也是可以的 可是陈宇 他那么小 什么都不懂 能做什么 景丽渊不说还好 这一开口 陈宇就怒了 那天晚上刺激他还不够 现在还有在他心上 补上一刀吗 原本盗嘴想拒绝的话 迅速就变了 姐 只要你让我去 我就去 说吧 还略带挑衅地看了看景丽渊一眼 景丽渊眉稍微挑的 没有理他 倒是阴笑笑 有些狐疑地 看了景丽渊一下 没有说话 相对陈宇 阴子镇的眉头也是皱得死死的 他不喜欢这样的安排 可是 阴笑笑那样期盼地看着他 他也不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拒绝他 只能想着 明天再好好跟他谈谈 便略过了这个话题 想到了好点子 阴笑笑兴奋得不得了 干脆当着他们的面 开始设计自己的广告 阴子镇和陈刚明天还要上班 便早早地回去了 陈宇不想让景丽渊跟阴笑笑 再一次待久了 便死皮赖脸地留下来 可即使留下来 也不过是跟景丽渊在那里 大眼瞪小眼 偏偏景丽渊又是医生 时不时地借口 给阴笑笑检查一下 外伤的伤口 倒是弄得陈宇不好意思 继续坐下去 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 转身离开 病房里只剩下景丽渊和阴笑笑时 景丽渊便安静地坐在一边 看着他 仿佛要将他的阴容笑貌 都刻进自己的骨髓 而阴笑笑完全无所知地 投入到他的工作 时不时地还拿起景的烟 给他消遣时间的平板 查点资料 再说景老太太 最近在家里待的 差点没有将老宅都砸了 就连周围住着的那些 关系比较好的老太太 都不敢去他家 谁都知道景家新进门的 那个孙媳妇怀孕 可是却跟景家三少离婚了 余佳慧刚刚从医院回来 老太太迎上去急切地问着 佳慧 怎么样了 阴笑笑的肚子还好吧 没什么事吧 她有好好照顾我的曾孙吗 疲惫了一天的余佳慧 连口气都没有来得及喘 就被老太太拽着问 阴笑笑肚子里的孩子 现在她也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景立渊强烈反对 阴笑笑回来住 要真的是被老太太这样缠着 阴笑笑就算没事 也会出事了 可到底 余佳慧是做人媳妇的 这么多年跟老太太的关系 也还不错 这时候 也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妈 你别担心 笑笑的身体很好 李渊在那边看着 不会有事 李渊说了 再过两天 就让笑笑出院了 要回翠堤院南院去 怎么可以去南院 老太太听到前面时 还挺高兴 可是听到阴笑笑出院之后 还是不回老宅 就不高兴了 南院那里有什么 家里连个人都没有 她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我的曾孙怎么办 她那个孩子 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再说这个丽渊 也是一个不懂事的 明明知道我老太太 想要抱曾孙 可她还把曾孙 给我往外面赶 不准住南院 要住就给我搬回来 于家会求救的 给自己丈夫使了一个眼色 有些话 她还真是不敢说呀 警员风上前 搀扶着老太太 走到沙发边 轻声说 妈 你就别操心了 李渊又不是小孩子了 还是个医生 她要是真的不能照顾好笑笑 那才真的有问题 你就放心吧 她不会有事的 不可以 老太太 剁了剁拐杖 转过头 紧住着眉头 远风 他们不知道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小小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哥哥的第一个孙子 是我们警家的长子嫡孙 因小小那么莽撞 要是一个不小心 出了什么事 该怎么办呢 我年纪那么大了 这个宗孙要是看不见 还不知道下一个 什么时候出现呢 反正我不准 小小必须住到老宅来 提到景元胜 景元风也沉默了 从小她跟哥哥的关系 就很好 怎么会不愿意 看见她的孙子出生呢 只是这孝孙 要是真的回了老宅 那这里才是真的 格外的混乱呢 没有回答老太太 景元风完全准备 不插手这件事 反正景的冤 也不会让殷孝孝过来 老太太在家里坐了一会儿 心里就在一直想着 殷孝孝要去南院住的事情 怎么想都觉得不好 挣扎了一下 还是站起身 带着沈妈一起去南宇医院 想将殷孝孝直接接回来 只是老太太没有想到 她到的时候得到的消息 竟然是殷孝孝 已经出院了 并且还是景元亲自 为她办的出院手续 当场老太太差点没有发火呀 原本还想要到南院去找人 可最后还是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直接回了老宅 却是让景丽博打电话给景丽渊 让她回来 哼 她从来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 她的权威竟然那么微弱了 翠堤院南院 殷孝孝总是从医院 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家 只是站在南院的楼下 她还是愣了愣 原本她心中还下意识地以为 她要回的事还秒成呢 迅速收起自己目光里的落寞 殷孝孝跟陈宇走进屋子 身后的景丽渊停好车 立马跟上来 而三个人刚进屋子不久 殷子镇带着长刚也来了 殷孝孝提出要重新设计 时间肯定是需要的 只是还要配合一下 严子的当机 今天也是自上次之后 谈论了数次的最后一次敲板 因为殷孝孝的身体原因 不得已 只能是在她家里来办 一进屋子 景丽渊仿佛 自己就是男主人一般的 进厨房给大家倒水 甚至还将洗好的水果 拿出来放到大家面前 那股自然熟的样子 仿佛她之前 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中而便收获了一大群人 鄙视的目光 可是她却丝毫不在意 殷孝孝画了舒服的家居服 便跟殷子镇一起走进了书房 陈宇和成刚也跟进去 开口第一句 殷孝孝就说 哥哥 这次的广告 我要将紫燕的气垫BB霜 彻底打出去 让人记住我的广告 也记住紫燕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殷孝孝在学校里的时候 成绩一直都很好 她的生活经济来源 一部分来自于她接的散单 一部分也来自于 她在学校里 良好的成绩 换来的奖学金 虽然没有拿过什么 国际上广告设计的大奖 可是殷孝孝的实力 的确是很强的 小腹微微隆起 殷孝孝笑笑得是 如花一般灿烂 明明年纪轻轻 明明穿得十分的悠闲自在 可是 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是没有人怀疑 说着 殷孝孝便转身拿出 自己这几天的设计中稿 一页一页的细致讲解着 随着她的讲解 周围的人 都用一种几乎惊讶的目光 看着她 殷孝孝不止设计广告 很在行 却连说话的能力也很强 强到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 那一幅画面 就在眼前一般 清新的画面 妖娆的画面 透着点点的暧昧 也透着点点的激情 直到殷孝学说完 陈刚就忍不住地 立马打电话 跟之前订好的导演 开始讨论起来 而殷子镇和陈宇 却是忍不住地微微醋眉 相对而言 陈宇还要好一些 只是殷子镇 却有些不满地 看着殷孝孝 殷子镇心说 孝孝 你竟然让我出卖男色 这还是我的妹妹吗 殷孝孝乖巧地笑着 整个人都透着一股 讨好的嫌疑 立马就找了一个借口 赶紧散人 要是被哥哥抓到 他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 广告订好了 人选也订好了 而陈刚更是以一种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 将所有的事情都敲定 甚至跟严子的经纪人 订好了时间 所有的一切 准备就绪 就等开拍 景丽渊从头到尾都没有进来 只是安静地守在门外 就连景家来电话 让他回去 他也不过是嘀嘀地 应了两声 晚上 为了庆祝殷孝孝出院 一大堆人聚在 殷孝孝这里等着吃饭 嫁出的人 竟然是陈宇这样的 除神级别人物 谁让穷人家的孩子 早当家呢 整个家里 就殷孝孝一个人最悠闲 殷子镇和景丽渊 都去打下手 成刚去买酒 成世青和董凯 陶仪 也在赶来的路上 殷孝孝甚至还打电话 给古书瑶 让他过来 所有的人 几乎都在忙碌着 厨房里差了什么东西 甚至打电话 正正在赶来的人 让他们带过来 唯一悠闲的 就是殷孝孝 这里跑跑 那里窜窜 偶尔伸出手 偷吃一些东西 最后 陈宇还怕他被烫着 干脆每做出一个菜 就给他放一点点 在旁边等着 看着他的样子 所有人都觉得好笑啊 殷孝孝却是格外的满足 甚至还调皮地 将手上的油 不着痕迹地 抹到谁的身上 晚上七点半 陈宇终于是解脱了 他还是第一次 一个人做了那么多人的菜 现在早已经累得 有些受不了了 只是所有的人 竟然只有成刚 还没有回来 殷子镇打电话给他 还没有打通 就听见门铃响起 殷孝就蹦起来 跑去开门 打开门 却是愣住了 成刚 的确是回来了 只是 还带来了两个人 站在门口的成刚 有些尴尬地 看着殷孝孝 还是硬着头皮 介绍说 殷小姐 这是严子小姐 和她的经纪人沈丽 刚刚正好在超市里遇上 谈到了广告的事 她就说 她想看看设计人 所以我就 殷孝孝只是愣了一下 也没有表现出 什么过多的情绪 对着严子和沈丽 友好的笑的笑 侧身让他们进来 轻声说 欢迎 请进吧 摘一下头上 那大大的帽子 严子露出自己 画着精致妆容的小脸 看着殷孝孝 微微点头说 抱歉 我们是不是 来得不是时候啊 打扰你了吗 没有 正好一起吃饭吧 我们一边吃饭 一边谈 殷孝孝友好的说 让他们进来了 严子现在是 当红的小天后 认识她的人很多 现在就是这样的 几乎整个屋子的人 都认得她 礼貌地跟大家 打了招呼 严子脱下自己身上 厚厚的羽绒服 才不好意思地入座 因为有了外人的加入 这顿饭难免吃得 会有些拘谨 不过 好在殷孝孝和陶姨 本来就是孕妇 有些东西不能吃太多 所以很快 两个人倒是吃好了 严子因为跟大家 也不是很熟 所以很快也就下来 干脆坐在一边 跟殷孝孝 谈起了工作的事情 这边几个女人 坐在沙发上 叽叽喳喳 讲着什么 锦丽渊站起身 为殷孝孝 热了一杯牛奶 走过去 放在她的手中 慢慢来 不急 点点头 殷孝孝脸色微红 颜子垂眸微笑 等到锦丽渊 回到餐桌上 一桌子的人 继续开始讨论 着他们的话题 谷猪摇来的时候 齐柯涵也给烧来了 这时候 桌子上的人 就仿佛是在吵架一般 明朝暗讽地说着话 可最后 还是一致地 谈起了这个 突然出现的严子 我听说他五岁就出道了 到现在都是老戏骨了吧 齐柯涵不关注娱乐圈 所以也不了解 只是大概地知道一点 我听说他跟自己的公司老板 有些暧昧不清 陈宇也忍不住地插嘴说着 到底是年轻人 对于这些 还是知道一点的 当一群男人 围在一起的时候 那八卦的能力 丝毫不亚于女人呢 殷笑笑跟颜子 倒是谈得很投机 很多时候 他甚至只是 刚刚描述了一点 颜子就可以将 剩下的想法补上 甚至还给殷笑笑的广告 平添了不少的色彩 两人算是相谈甚欢了 陶仪本来也是这个专业的 自然是能插上画 而古书瑶学的是绘画专业 也能在色彩上给一些意见 这一时之间 几个女人倒是谈得热火朝天的 等到一切都谈好之后 颜子很随意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殷笑笑笑笑的笑说 殷小姐 很抱歉 今天那么唐突地就过来 只是我实在很好奇 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这一句话 所有的人都转头看着他 不解他的话是怎么来的 眼眸里满满的都是疑惑 殷小姐也不懂 他怎么就说了这么一句 我听到的殷笑笑 是一个生命狼藉 甚至离婚后怀孕的 研究生未毕业的女人 也是一个 能力遭到质疑的女人 这一话一出来 室内人的脸色都微微变了 倒是沈帝 忍不住地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俯额呀 殷笑笑神色微动 还是很努力地轻声反问一句 那现在呢 你看见的殷笑笑 是什么样的人 严子突然间就笑了 露出了一排 整节的号池 你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也是一个 心地善良的女人 话落 殷笑笑也笑了 这样的评价 其实不见的是好的 但绝对不是坏的 一个坚强的女人 之所以坚强 必定是背后 经历了一些 不得不坚强的事情 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 之所以善良 是因为她还不懂得 保护自己 一个会保护自己的女人 绝对不会被称作善良 这样的东西 偶尔有之 就很不错了 站起身 严子穿上自己的羽绒服 跟殷笑笑道别 谢谢管代 你家的东西很好吃 我很久没有吃那么开心了 放心吧 你的广告呢 我会努力不让你失望的 好 希望我能在广告里 看见你出色的表现 短短相处的时光 殷笑笑倒是挺喜欢这个女人的 很真实 也很率真 等到严子跟沈丽走了之后 整个屋子才越发地轻松 到底是有外人在 所以不自在 现在这些人 才展现出他们的本性 那个严子长得还不错 齐科汗喝了一口酒说 随后还补上一句 身材也不错 殷笑笑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古树窑 却看见她根本毫无反应 东凯有些喝高了 忍不住也接上一句 的确是不错 就是绯闻多了些 殷笑笑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陶仪 却发现陶仪也是面无表情 井立渊看着 殷笑笑那可爱的样子 忍不住含了一口红酒 随即盯着 殷笑笑轻声说的一句 是还不错 听见井立渊的声音 殷笑下立马看过去 黑一白分明的毛子里 竟然带着点点的火迹 透得井立渊的嘴角的笑 越发地大起来 完全无视周围敌视的目光 晚上九点半 井立渊立马下了主可令 不论是谁都被她赶出去 殷笑下心里还有些不高兴 板着一张脸不想理她 陈宇不满地问 她为什么可以留在这儿 井立渊很堕瑟地回了一句 要是你是医生啊 你也可以留下来 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就算她不是妇科医生 可好歹也是医生啊 所以说 选对职业很重要 门刚刚关上 殷笑笑就转身想要回卧室 却被身后的井立渊 一把拉进了怀里抱住 轻声在她耳边说 想想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殷笑笑不想理她 那天在家里两个人 也算是好好地谈了一番 她知道 她心里有她 或许真的是要办的事情不好办 所以才会出现现在的情况 殷笑笑也愿意给她一次机会 可是 她却绝不允许井立渊的背叛 我想说 她才好 把殷笑笑揽进自己的怀里 感受着她的温度 感觉到她的心跳 井立渊才觉得 自己的心都被填得满满的 也不及你的万分之一 殷笑笑 敏着唇不说话 却也不再挣扎 任由她抱着自己 阎王那里的事情 她的确受了很大的惊吓 而她的心 即使是在这几天的调底 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安稳 那种害怕自己下一秒 就会被掏空的感觉 真的是很害人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